爱丽丝的大屠杀 而没有任何的意外 在林恩全程的控制和监控之下 爱丽丝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 可以说 只要是爱丽丝走过的区域 林恩都会通过命令 将到处巡逻的一一调到其他的地方 给爱丽丝的入侵 留出潜入的空间 毕竟当敌人的老大 就是卧底的情况之下 那在这里面闲逛 简直就等于回自己家一样轻松 哥哥 我到了 控制着那个一一的爱丽丝 警惕地引着身 望着拐角尽头的那扇大门 门口有一一把手 而且入门的地方 还有尾虫的检测装置 林恩的意识 立刻便得到了这个区域的视野 微微一笑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不用管 爱丽丝你 直接往里面走 我已经调整了尾虫检测装置的性能 它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反应的 林恩的意识微微移动 通过神经的链接 检测尾虫性吸塑的装置 立刻被林恩夺取了控制权 而林恩的目的也很简单 只要爱丽丝在这里大闹一场 那她就可以借机对这种检测装置发难 从而快速地实施自己那邪恶的计划 爱丽丝点头 立刻便解除了隐形状态 随即爱丽丝便控制着那个一一 大步地向着那个休息区走去 站住 而刚一出现在那两个一一的视野当中 那两个一一便大喝地喝止了爱丽丝 林恩缓缓道 拿出证件 告诉他们 你是凤落石直视的命令 需要前往三号区域 要求他们放心 爱丽丝立刻从她所控制的那个一一的怀里 摸出证件 沉沉道 我奉落石直视的命令 有紧急情况 要前往三号区域进行协调工作 立刻放行 此言一出 那两个一一彼此撇了对方一样 随即便单手垂胸 笔直立正地站在了一边 为她打开了大门 而爱丽丝也是立刻控制着那个一一 抬起头 从容不迫地向着那个休息区走去 但是很明显 那两个一一的警惕性也是非常高 目光可以说一直落在她的身上 一直到爱丽丝控制着那个一一 走入伪虫监测单元内 看到装置上亮起绿灯之后 他们这才收回目光 检测通过 请进 但是他们又怎么可能知道 这个装置早就已经被林恩远程接管 不管是谁 就算是一头猪进来了 都会给你打绿灯表示安全 林恩诡秘一笑 看着爱丽丝如入无人之境般地 踏入了休息区内部 林恩的手指微微地敲动着椅子 她知道 自己的计划已经可以正式实施 她缓缓道 爱丽丝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打开杀戒吧 你闹得动静越大 哥哥我找事的理由就越充分 爱丽丝点头 目光瞬间便落在了休息区内正 飞快地穿着这一衣装备 等候直视调度的那些一衣 双眼微微地瞇了起来 瞳孔变淡 露出了那恶灵一般的眼白 她大步地向着那些一衣走去 而那些正在更换装备的一衣 也是立刻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作 其中一个一衣猛然站了起来 眉头一挑 转身望着她道 你是哪个部门的 亮出你的 一只无形的手便瞬间贯穿了她的咽喉 她的瞳孔不断地放大 整个身体都在那股无形的力量之下 被挑了起来 阴冷的恶灵气息瞬间蔓延了开来 队长 周围的那些一衣大惊失色 几乎是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猛地起身 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 爱丽丝缓缓地转头 伴随着乌鸦面具的脱落 一张苍白的梧桐之脸 显露在了他们的面前 一股阴冷的寒意席卷而来 整个休息区的光线瞬间便是一黑 下一刻 刺耳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区域 而林恩则微笑地目睹着爱丽丝的杀戮 拖着侧脸 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她在等那些一衣主动将这件事情汇报给她 而那个时候 她就有了行动的理由 她缓缓道 爱丽丝不要全都杀了 留下一个半死不活的 昨晚之后 你就按照哥哥给你规划的路线走 剩下的就交给我 是 哥哥 而也终于 就在爱丽丝作案之后的不到两分钟 总指挥式的大门 猛地被一个一衣队长推开 急切地冲了进来 道 直视 那个叶一现身了 此言一出 林恩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目光冰冷道 你们找到他了 那个一衣队长急切地咬着牙 目自欲裂道 让他跑了 他杀了我们几十号人 正在休息区调整的三十二号小队 被那个叶一整个涂了 听到这种话 林恩的脸色也是瞬间巨变 什么 林恩咬着牙 暴怒的一把就伸出了手 将那个叶一队长的领子一把就提了起来 争鸣道 你再说一遍 那个叶一的脸色一片苍白 颤抖道 对不起 直视 是我们无能 等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晚了 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那个叶一的踪影 不过还有一个活口 林恩一把将那个叶一推开 露出了强压着怒气的表情 咬牙切齿地一脚踢开门 赤着膀子 咬牙道 你们这些没用的废物 带我去那个休息区 此言一出 大门外的那些叶一队长 全都是一阵 随即一个个惊慌道 直视 您现在最好还是不要出去为好 外面非常的危险 如果再让那个叶一 找到机会来对付您 我们不好交代 林恩争鸣地一把将他们推开 怒火中烧到 都给我滚开 林恩充分地表演出了一个 听到坏消息 而暴怒的独断专行的反派的精髓 根本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就在周围的那些叶一队长 惊慌阻拦中 暴怒地带着人 便向着那个刚刚发生了命案的休息区 急冲而去 而刚一踏入那个休息区 林恩便立刻看到了 早已赶到此处的多位高阶一一 同时还有那满地的尸体和鲜血 直视 周围的一一见到林恩 不敢怠慢 立刻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笔直地向着林恩敬礼 第601章 来人 把我靠起来 林恩沉沉地扫射着周围血淋淋的现场 只要是人都能够看出来 他们只是此时此刻 那压抑的愤怒 这让周围所有的一一 全都被吓得大气不敢出 一动不敢动 林恩沙哑道 情况调查清楚了吗 那个夜一混进来的时候 他们难道就一点都没发现吗 其中的一个高阶一一 大汗淋漓 立刻单膝跪地 战战兢兢地低头道 报 报告直视 我们已经从那个重伤的小队成员的口中 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根据他的口供 那个夜一的确是通过伪装 成为我们的内部人员 从正门来到的休息区 可是 可是 开什么玩笑 林恩大怒地一脚 便踹翻了旁边的一把椅子 吓得周围的那些夜一 一个个静入寒蝉 随即他的手向着门口的尾虫装置一指 暴怒地大声道 你是想要告诉我 门口直装的那些监测装置 都是废物吗 啊 那个夜一队长 被吓得脸色苍白 低着头 大汗淋漓地急促道 只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 可是在那个夜一潜入这里的时候 那些进行尾虫检测的装置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如果真的得到预警的话 我们也不可能 一点他的动向都掌握不了啊 我怀疑 那个夜一 恐怕早就已经掌握了 某种能够规避检测的方法 不然的话 他又怎么可能 悄无声息地侵入我们的内部 我们可是在各个节点 都只装了这样的装置的 说完之后 那个一一颤抖地 用力地闭上了眼睛 跪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唯恐他们的直视 把怒气宣泄在他的身上 将他就地正法 但林恩根本不会 把他就地正法 反而在心里 给他点了一个赞 Nice 夏花线 苗 果然不会是我的神队友 真的是给你直视 老爷我一个完美的助攻啊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不得顺着来 心里这么想着 林恩表面上的怒气 也慢慢地收敛了下来 阴沉地转头 注视着门口的伪虫监测装置 道 也就是说 你怀疑这些装置 无法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身份 那个一一颤抖地低着头 道 是的 林恩随即眯了眯眼睛 然后挥了挥手 事宜身后的人退下 随即便漠然地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走到了那个监测器前 伸出手 利用自己的全能 让被破坏了的装置愈合 随即他眯了眯眼 然后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林恩大步地走了过去 停在了监测器的探测下 电 红灯 警告 警告 发现未知身份单位 发现未知身份单位 立刻进行灭杀 立刻灭杀 众人 林恩 周围瞬间陷入了无比诡异的寂静当中 所有的一一全都震惊地呆滞地张着嘴 就像是实话了一样 除了不断地响起的警报之外 安静地落针可闻 林恩闭着眼睛 头顶啪啪啪地爆炸出了一个又一个 道 来人啊 把我带下去杀了 众人 周围的那些一衣 顿时大惊失色 一个个惊慌无比 手足无措地冲过来 围着那个伪虫监测器 啪啪啪的就是一顿爆锤 这破机器 破机器啊 果然是不准确的 已经是没边了 连他们的执事都敢亮红灯 真的是 活得不耐烦了 其人太甚 太甚啊 这要是只是发起怒来 他们有一个没一个的 不都得被阉割了 做成有机体肺料吗 啪啪啪啪 众人惊慌而暴怒地摁着那个装置 就是一阵爆锤 只是 这应该是一次意外 应该只是这一个机器出了问题 其他大部分应该还是可以用的 宁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这破机器 一点眼力界都没有啊 终于 在十几个一一的围攻暴揍之下 那个伪虫监测的直装 成功地被爆锤成了片片 啪哒 一颗眼球咕噜咕噜地滚到了灵恩的面前 灵恩啪的一下就给他踩爆了 随即沉沉地碾压了一遍 深深道 又是直装工厂生产出来的破玩意 真的是误了我的大事 这件事情不怪你们 我会立刻将这件事情上报给博士 必须要尽快更换另外一种身份辨别的手段 二话不说 灵恩立刻便严肃地再一次链接了第一枪式 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全部通告给了315博士 将事情的严重性添油加醋地阐述了一遍 又给直装工厂的高层扣了个屎盆子之后 灵恩随即便提出了要求尽快更换新的身份验证措施的提议 而毫无意外 315博士很快便同意了灵恩的请求 315博士沙哑道 你不用和我汇报 这件事情全权交给你负责 你现在可以动用立委坦内的一切资源 如果你想要新的身份验证装置的话 你可以去瘟疫部门去寻找合适的真迹 我会通知他们全力配合你的工作 谢博士 灵恩狂热地失礼 很快 挂断了和第一枪式的连线 灵恩大手一挥 大步往前 沉沉道 走 代谢人和我去瘟疫研发部门 剩下的人继续警戒 一有情况 立刻和我汇报 是 众一一垂胸立正 很快 灵恩便带着一伙人 气势汹汹地一路穿过各个走廊节点 来到了瘟疫研发部门所在的区域 庞大的血肉大门缓缓地升起 赤着膀子的灵恩 带着几十号一衣 大步地便踏入了其中 而得到消息的数十个在这个部门工作的 穿着白大褂的一衣 早已在大门前等候 见到灵恩之后 也是立刻行礼致敬 只是 我是这里的主管 也是博士的助手 您可以叫我401号博士 灵恩的目光一瞥 落在了为首的那个穿着白大褂的 戴着鸟嘴面具一衣的身上 他的面板立刻就浮现在了灵恩的面前 401博士 莱恩 等级 96 种族 缝合人 阵营 混乱中立 战斗能力 强大的不是他的力量 而是知识 介绍 一衣立维坦分部负责对瘟疫进行研发的一衣博士 是曾经与破晓315博士 第一批出走黑夜城的一衣元老 知识渊博 非战斗人员 曾经协助破晓 研究出过大量毁灭性的瘟疫 是一直被夜衣阵营所悬赏与追杀的强大药剂师 迅速地扫尸了一遍面板的介绍 原来都是恩自备的 果然 嗯 自备的生物 全都是知识渊博的成功人士 第602章 我在这里杀个人也没人知道吧 林恩向着他伸出了手 陈陈道 我是奉命负责立维坦内部事物的第八指示 您叫我落实 就可以 那个叫做莱恩的博士点头 和他握了握了手 道 我听博士提起过您 你们来这里的目的 我已经知道了 您是想要一种 能够对一一的身份 进行鉴别和筛选的药剂和装置吗 林恩沙哑道 没错 那个入侵者 已经找到了规避伪虫的方法 必须要对此进行防范 莱恩博士不宜有他 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道 请跟我来 林恩瞥了周围一眼 大步地跟了上去 而这个部门 也是那个权限除了第一枪式之外 少数几个没有给他上帝视角的地方 而这里也是立维坦内 血肉瘟疫的生产地 林恩跟在他的身后 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周围 这个区域非常大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类似于消毒水一般的血腥味 每隔几步 都筑立着几个庞大的立体容器 而在那些容器当中 全都注存着无数冒着气泡的血红色液体 毫无疑问 那些全部都是 用来对抗机械神教的血肉瘟疫原液 而在更远一些的地方 可以看到 一个又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一衣 在一个又一个透明的隔间中 对各种生物进行着血肉改造 场面可以是极为的血腥 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只是 这是咱们立维坦的实验中心 各地一一所使用的瘟疫和病毒 基本上都来自于我们这里 那个叫做莱恩的一一 翻着档案在前面走着 专注到 而为了更好的进行研究 每隔一段时间 博士都会从世界各地 送来各种活体生物 以供我们实验 不过最近为了对抗机械神教 我们的研究方向 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林恩的目光一瞥 他立刻便看到了 周围容器当中浮现出的 被大量的被触手束缚着的 已经面目全非的机械体 而似乎是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他甚至能够看到 那一个个容器当中 被血肉禁锢的机械体 质色地咔咔转着头 空洞地直视着他的双眼 这里 是无数罪恶的根源 甚至 就连化作腰带 被他缠在身上的喵喵 都能够明显地让林恩察觉到 他的情绪动荡 显然 这里的场景 让他再一次地想起了 当年那不好的回忆 我们到了 请进 莱恩博士带着他 走到了一扇 被血肉覆盖的大门前 缓缓地摘掉手套 将自己的神经链接 进入了那扇大门 大门缓缓地开启 而刚一开启 一股刺鼻的药剂的气息 便是扑面而来 随即莱恩博士转身 邀请道 这里是我的实验室 基本上我们研发出来的 所有药剂和瘟疫的样本 都住藏在这里 当然 除了我和破晓先生之外 也没有谁有权限来这里 不过这次您是特例 请跟我来吧 说着 他便转身走入了其中 林恩暗中一笑 扶了负担片眼镜 随即便让自己身后的小弟们停下 自己一个人跟了进去 那个博士依然没有任何的怀疑 这显然是不需要解释的事情 因为他可是被315博士 亲自提拔的执事 可以说 现在他可是315博士 身边的红人 而刚一踏入其中 周围的墙壁之上的 如萤火虫般的黏膜组织 便散发出了淡淡的光亮 照亮了周围的区域 也是瞬间 林恩便看清楚了整个房间的布局 只见一排又一排的柜子 整齐地摆满了整个房间 空间非常的大 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 而在那整齐排列的柜子当中 每一个都整齐地摆放着一种药剂的样品 密密麻麻 让人眼花缭乱 而林恩的眼前 也是瞬间便浮现出了几种药剂的面板 雪瀑布药剂 类型 瘟疫 品质 传奇 介绍 由一一团队研发出来的可怕瘟疫药剂 一旦感染 身体组织将会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地溶解崩坏 咒术动乱药剂 类型 瘟疫 品质 传奇 介绍 专门研究出来 针对咒术施法者的药剂 感染之后 可迅速地将目标体内的咒术陷入狂暴状态 从而反噬目标体 造成巨大的杀伤 密麻药剂2.0 类型 春天的药剂 品质 传奇 介绍 由异一个部门 通过对魅魔体液的解构 同时再加上针对欲望教派信徒的能力的研究 共同调配出来的一种极具杀伤性的可怕药剂 一旦使用 轻则欲罢不能 重则经一进而亡 已有案例表明 曾有四位实验体 因为使用了魅魔药剂 最终突破种族与物理限制 而强趴过某巨型蜥蜴 因此被列为禁药 灵恩看得可谓是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毫无疑问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药剂 对一个立志要成为一名伟大药剂师的人类少年来说 绝对是极为诱惑的 莱恩博士缓缓地提着灯 走到了实验室身处的一处柜台前 随即便转头望向灵恩 指着他面前的那个柜台 介绍道 只是 这就是我向您推荐的几种 可以用来进行身份识别的新型药剂 每一种的效果不同 不过因为是解构利维坦的血肉研发出的药剂 所以在注射之后 便可以实时被利维坦感知到具体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利用利维坦的神经权限 对所有人进行实时监控 这样就能够充分地杜绝被渗透的风险 灵恩瞥了 他一眼走了过来 似笑非笑地接过他递过来的那几个样本小瓶 他把玩着手中的药剂 随即嘴角一翘 道 博士 我还是想要提醒您一句 那个入侵者可是非常狡猾而危险的 我见这个实验室 连个守卫都没有 难道您就不怕 被他趁虚而入吗 那个叫做莱恩的博士笑呵呵地拄着拐杖 只是你多虑了 我这里固若金汤 而且通往这里的大门 必须要有我和破晓博士的权限才能够打开 他就算盯上了我这里 最多也只能渗透到外面 而到不了这里 这您就尽管放一百个星吧 灵恩摸了摸下巴 怀疑道 可如果真的被他入侵进来呢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啊 而且我发现 以我的权限居然没有办法得到这里的视野 如果您在这里遇到什么危险 我恐怕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啊 莱恩博士苦笑地捋着博士 摇头道 执事 真的无需挂念 其实不仅仅是您 就算是我和博士 也操纵不了这片区域的血肉 这是最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专门留出来的几个重装守备的暗示 血肉都夯死了 动不了 为的就是防止被人窥探和侵入 虽然这样对我们的监控造成了不便 但也能够有效地避免 被人通过力维坦监视与觊 比如 血肉支配者 毫无疑问 他的这句话 也立刻就暴露出了 他们和血肉神教之间貌合神离的关系 林恩点头 随即摸了摸下巴 瞥了一眼周围 道 也就是说 只要在这里 外面的人没办法窥探进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向外传递信息吗 比如和力维坦进行神经链接 莱恩博士乐呵呵地捋着胡子 道 当然不能 密室 自然是要严密 才能被称之为是密室啊 林恩点头 恍然大悟 随即他皱眉 思索道 既然如此 那是不是说 我就算是在这里杀个人 破晓博士也是知道不了的 是这样的吗 第603章 因为我就是 你们要找的林恩 莱恩博士顿时乐了 背负着双手道 只是你真的会开玩笑 不过的确 因为这座密室特殊的构造 的确就算是杀个人 外面也是窥探不了的 我就经常派人把支配者教派的一些教徒绑进来 然后对他们进行解剖 最后再用酸液一容 一点痕迹都不会有的 说着 他还向着不远处的一个大型溶解炉指了指 表示他经常干这种 为了科学而牺牲别人的事情 并且很熟练 林恩顿时恍然大悟 微笑地向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道 原来如此 看来这流程真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莱恩博士 你果然不会是我们恩自卑的老前辈啊 莱恩博士乐了 拖着胡子道 那当然 我毕竟是恩自卑 什么恩自卑 他明显的愣了愣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林恩的脸上猛然咧开了一个盛大的笑容 右眼几乎是在瞬间化作了死咒的黑瞳 黄勇的诅咒的黑线 瞬间便从他的咒瞳当中迸射而出 因为我就是你们要找到林恩啊 那一瞬间 林恩纵身后退 几乎是在诅咒发动的同时 他便向着那个易奕博士 丢出了一个金属的手提箱 死祸 伴随着那猙獰的声音 莱恩的耳边 瞬间就被无数尖锐的恶灵的长效所填满 他表情大变 但也就是 在他想要移动的时候 他的脚下 却是猛地攀爬出了密密麻麻的漆黑的人手 疯狂地将他的身体束缚在了原地 丁 您向莱恩发动了地腹灵诅咒 您受到了剧烈的疼痛反噬 您的以M充能已达到Max 莱恩瞬间便是大惊失色 震惊地望向了暴退而去的淡笑的林恩 疯狂地挣扎道 直视 你什么意思啊 林恩如一只猎豹一样 单膝落地 抬起头扶了负担片眼镜 笑得就像是一个月牙一样 道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才是那个 你们一直要找的入侵者 我就是叶一林恩 你们啊 都被我骗了 瞬间 莱恩全身大震 他的脸上也立刻就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可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被林恩向着他丢来的那个手提箱猛地打开 一个穿着如黑玫瑰般的哥特罗莉裙 带着黑色小礼帽的人偶罗莉 已经是平静地从手提箱当中一跃而出 手中拿着黑伞 微微瞧去的兰花纸上丝线晶莹的闪动 人偶小姐 交给你了 而几乎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一根根傀儡之线就像是毒蛇一样 刹那间便刺入了莱恩的肩膀 四肢 躯干和脖梗 密密麻麻 交错纵横地将他镇压在了原地 而当莱恩想要张开嘴呼叫的时候 也已经是为时已晚 他几乎是在瞬间就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早已得到了噤声的黑弦乐 根本就不是他能够对抗的 更不要说 他根本就不是战斗人员 他脑子里面的知识 也根本无法在这种情况下 被他所用 咔嚓 他的双腿瞬间就被丝线折断 被重重地镇压地跪了下来 啊 他的喉咙发出了一阵阵痛苦的声音 却就像是一个木偶一样动弹不得 怎么会这样 大地的冷汗从他扭曲的脸颊之上滴落下来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博士不是说 这次派来的他非常信任的一个执事吗 为什么这个人会是那个入侵者啊 叮 莱恩对你的恐惧加识 叮 莱恩对你的恐惧加识 伴随着耳边的提示 黑贤月小巧的身躯缓缓地落地 高跟鞋轻轻地落在地上 打着黑伞 表情平静 瞥了林恩一眼之后 便是微微地一退 身形便和以前一样地 进入了隐秘和前行的状态 林恩向着人偶小姐消失的方向 滑稽地做了个致敬的手势 然后便微笑地重新将目光 落在了那个莱恩博士的脸上 不可能 莱恩死死地咬着牙 疯狂地盯着他 身上被傀儡之线和死父诅咒镇压地 勒出了一道道伤痕 我明明听博士说过 那个入侵者 现在还在外界潜伏着 你怎么可能会是他 林恩微笑地活动了一下脖子 轻轻地敲了敲太阳穴 道 莱恩博士 为什么就不能动一动脑子呢 我可没有说过 潜伏起来的入侵者只有一个呀 我看你也是科研做久了 脑子生锈 也该好好学习一下 外面的弯弯绕绕了 莱恩的脸色 可谓是一片苍白 他立刻就知道 自己必然已经是凶多吉少 而他也终于明白 刚才他问自己那么多事情的原因 而自己还傻乎乎地以为 他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其实他为的 就是向自己确认 这里是不是对他动手的一个良机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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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咬着牙 猙獰而急切地用力地挣扎 他这是引狼入室啊 他想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博士 可是他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战斗人员 而且他能感受到 刚才出现的那个人偶少女身上 散发出来的 那无比可怕的气息 但更重要的是 他又是怎么打入他们意义内部的 又是怎么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甚至还让博士封他为第八指使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在他们内部谋得高位的 但这依然不是重点 因为在想到 他现在这个身份地位 所掌握的权限之后 他才真正地感觉到绝望 因为 为了对付那个入侵者 博士可是给予了调度 整个立委坦 所有军事部门的最高权限啊 如果用人话来说 那就是我军的最高军事总司令 他们是敌国的间谍啊 在这种情况下 甚至根本都不需要再窥探什么 行动计划了 因为行动计划 都是间谍自己做的啊 还窥探个猫啊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恶魔 baby 无耻 他疯狂地向着林恩咆哮 叮 林恩快乐之家一 叮 林恩快乐之家一 伴随着耳边的提示 林恩淡笑地扛着夜魔刀 走到了他身前的那个柜子前 随手拿起了一瓶药剂 嘴角微翘道 莱恩博士 非常感谢 您带我来这里 不得不说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库 你是知道的 我也是有一个 成为伟大药剂师的梦想的 但是和您这样的 渊博的导师比起来 我的火候还是差很多的 第604章 你确定你熬的是药剂 莱恩博士嘶吼道 我不知道 林恩翘着嘴角 当着他的面 将柜子里面的药剂 塞进自己的系统空间 叮 您获得了魅魔药剂2.0 X1 叮 您获得了血瀑布药剂X1 叮 您获得了咒术动乱药剂X1 所以我非常地尊敬您 就算您和我是分属 两个不同的阵营的医生 但所谓学术没有国界 更何况 我们还都是N自辈的 您说 这是不是一种缘分呢 林恩摇头晃脑的 就像是在念论语 但手上的动作 却没有闲着 不停地往自己的包包里面塞 不仅塞还揣 叮 您获得了黑死病药剂X1 叮 您获得了包子毒素药剂X1 叮 您获得了心管药剂X1 而看着他的动作 莱恩可谓是目自欲裂 疯狂地挣扎着 向着林恩争鸣的咆哮 他的心在滴血 这一刻 他真的恨不得 把面前的这个生物 给切成一片又一片 因为对于一个研究瘟疫 和各种病毒 一辈子的博士来说 这些药剂可以说 全都是他们心血的杰作 有人如果动他的这些药剂 那简直比杀了他 还要让他来的难受 你可以杀了我 但你要这些药剂也没有用 你不要糟蹋 我的研究成果 他疯狂地向着林恩咆哮 双眼已经是一片絮红 你个小偷 你个强盗 滴血 滴血啊 林恩一歪头 严肃地扶了负担片眼睛 摇头摆手道 此言诧异 药剂师之间的事情 怎么说是偷呢 不算偷 不算偷 我明明都直接拿的 你怎么能说我是偷呢 说着 他的当着他的面 又把整个柜子都塞了进去 那气死人不偿命的无辜语气 真的只要是个活着的生物厅了 都会感觉到肝火爆炸 莱恩目自欲裂 挣扎得不停地向着他的方向咆哮 我杀了你 杀了你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卵用 林恩就那么堂而皇之 大摇大摆地走在他的面前 当着他的面 心耗地把那些药剂 往自己的包包里塞 而这明显就是混乱生物的共性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恶心别人之上的这种事情 真的是只要想一想 都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 从这一点上来说 林恩和这里的意义 还是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的 毕竟都是那种 能够看着别人吃扁 结结笑声的生物 明显都不是什么好人 左左的黑着手 看着自己这个凑脑袋 见兮兮的样子 只能努力假装自己 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手 与他并不为伍 数分钟之后 林恩当着莱恩的面 将最后一瓶药剂 塞入自己的囊中 而转头再向周围望去 哎呀 都没有了呢 不仅仅是连药剂 就连柜子什么的 实验器材什么的 地板什么的 都没有了呢 这实在是一件 让人非常惊异的事情 因为已经是干净的 连根毛都看不见了呢 哎呀 莱恩博士 林恩转过头 瞪着眼睛 向着被束缚在那里 几乎已经裂开了的 莱恩瘫了瘫手 惊异道 怎么好像什么都没了呢 那么多的药剂 这都是去哪了呢 好奇怪啊 丁 莱恩对你的恨一家二十 丁 莱恩对你的愤怒加十 你这个混蛋 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把你千刀万剐 把你进到了酸液里面融了 他嘶吼 已经是被这番恶心人的话 给彻底的破防了 而他也非常清楚 对于同鼠混乱阵营的生物来说 你骂得越狠 他们就越兴奋 因为如果他是那个家伙 他也会是这种反应 但他还是忍不住的破口大骂 因为被人玩弄 真的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林恩嘴角一翘 然后缓缓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随即不急不缓地当着他的面 从系统空间当中 掏出了自己的大好锅炉 随即他微笑地活动了一下手腕 道 和您这样学识渊博的药剂师相比 我这种出出茅座的矛头小子 自然是欠了一些火候 不过既然这里只有咱们两个 而且还都是同藏 那自然也不需要再藏着眼着了 您 就当我这个计划的一个见证者吧 毕竟卧底这种事情 如果没有人在一边看着 那可就会少很多的成就感 他要干什么 莱恩死死地盯着他 然后也就在他的注视之下 林恩不急不慢地升起火 然后将大桶大桶的史莱姆粘液 倒入了锅中 很快 在高温的作用之下 锅里面已经是咕嘟咕嘟地 冒起了大量的气泡 林恩撑着锅炎 玩味地抬起头 望着莱恩道 我炼制的这些药剂 您应该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 不过你不用着急 炼制出来之后 我肯定是会在第一时间 用在您的身上的 就像您用其他的活体生物 做实验一样 有没有感觉到很兴奋 莱恩咬着牙 死死地望着他 一句话也不说 林恩也没有理他 而是戴上口罩 穿上白大褂 不急不缓地从系统空间当中 将炼制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丢入锅炉当中 汇体史莱姆分泌物X1 它收集了很多 根源级的血肉组织X1 这里到处都是 不知名的奇怪液体X1 自己可以生产 等等 然后就在莱恩惊恶的注视之下 林恩将那一大堆 不明的奇怪事物 全都丢入了 那冒着气泡的锅中 而锅炉当中汤汁的颜色 也在不停地来回地转变 但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种奇怪的味道 怎么说呢 那就像是 你在厕所里 用力地搅动里面的 不明粘稠物体 所散发出来的 那极致的芳香 就是那种很让人上头的 让人左左 不行了 忍不住了 哦 喵喵哦 口哦 主人 主人哥哥 不要玩屎啊 这样是很不得体的呀 喵哦 但林恩并没有理会 而是眯着眼 神情专注地搅动着锅炉里面熬煮的 那奇怪的不明液体 一下 两下 三下 让它们充分地混合 让各种材料 都完美地吸收掉彼此的精华 那浓郁的气味 甚至是让被捆腹的莱恩 都是脸色铁青 胃里翻涌 因为那气味 不像是普通的石 而是经过多年发酵过的 拥有上头气味的石 第605章 这东西 真的能给人用吗 God God啊 它是在炼药吗 真的不是在熬石吗 丁 您的炼药经验 加一 丁 您的炼药经验 加二 丁 您的搅拌经验 加一 伴随着耳边不断地传来的系统提示 林恩眯着眼 用手套擦了擦土着白沫的手心 然后用勺子咬了一点出来 闻了闻到 就是这个味儿 然后他便便熟练地拿出一个又一个小瓶 将满满的一大锅的药液分刺 灌入瓶子当中 丁 您炼制了史莱姆最终形态药剂X1 丁 您炼制了史莱姆最终形态药剂X1 随着系统提示 林恩很快便收获了满满的一大堆 能把人变成大 B B 的药剂 再一次补充了他的库存 但林恩也并没有闲着 再炼制出大 B B 药剂之后 紧接着便再次起锅 开始炼制其他的几种无敌的药剂 然后便是血肉增生药剂 猫娘药剂 粉色药剂 因为之前收获了大量的利维坦的血肉碎片 而其他的材料 在他的系统空间当中都有大量的储存 所以想要炼制也非常的简单轻松 很快 一锅又一锅的药剂出炉 而莱恩更是死死地盯着他炼制出来的 那一大堆不明液体 道 这些到底是什么 显然 即便是对他来说 他以前也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类型的药剂 而且每一种药剂 居然都需要用到根源级的血肉组织 而在他的认知当中 能用到如此高等级材料的药剂 绝对是极为霸道 和拥有极为可怕效果的猛毒 林恩嘴角一翘 没有回答他 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完工呢 然后就在莱恩惊恶的注视之下 林恩眯着眼 戴着口罩 然后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了他们的实验装置 随即将猫娘药剂 和史莱姆最终形态药剂 分别在烧瓶当中低了一点 轰 一股诡秘无比的黄红色的雾气 升腾而起 丁 您的化工能力 加一 丁 您的化工能力 加一 莱恩呆治 左左 他要干什么 这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 而且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他不像是要做什么好事 他这个人和做的事情 都是很有问题的那种啊 然后就在众人死死的注视之下 林恩依然没有完工 而是眯着眼又拿起一瓶血肉增生药剂 和一瓶瑟瑟药剂 往里面滴了一滴 啪 那滴血红色的液体 落在了烧杯当中 那混合液体之上 周围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 左左顿时呼了一口气 道 还好 我还以为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呢 幸亏凑脑袋 只是瞎配 如果真的有什么触手 哗啦啦 几乎也就是在左左还没有说完的那个瞬间 那滴液体瞬间蠕动了起来 一根长满了小型大 BB的小型触手 哗啦啦的便从那滴液体当中爆射了出来 就像是疯狂生长的藤蔓一样 一下子蔓延了出来 左左 大 B B A 而莱恩也被那可怕的一幕 给直接吓了一跳 什么东西 那什么东西 为什么那三种液体混合在一起 会产生物理层面的变化 为什么会有一根长满了大 B B 的触手蹦射出来 而且不仅是长满为了大 B B 而且还好像还很瑟瑟的想要找什么东西转进去 但几乎也就是在那根触手 还没来得及到处蔓延的时候 早有准备的林恩便是目光一立 一瓶底锅便把那根触手 趴在了试验台之上 直接趴晕了过去 然后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林恩表情严肃 拿着夜魔刀 就像是拍黄瓜一下 趴的又是一拍 扑 爆浆了 粘稠的带着奇异气味的浆液 一下子就见了莱恩的一身 也见了左左一手 莱恩顿时惊恐地用力地摇着脑袋 想要把脸上那粘稠 还如动的液体甩掉 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会动 液体都会自己如动的呀 虽然他要济湿 但是以前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事物 丁 莱恩散直五 丁 左左散直十 伴随着左左哇呀呀的大叫和乱甩 林恩将抓着那根触手 瞇着眼 用力地将他全身的枝叶都炸到了新的容器里 而他的耳边也适时地响起了系统的提示 丁 调配出了 药剂X1 而林恩的眼前也是 立刻便浮现出了那半杯药剂的介绍 药剂 品质 类别 不是什么好东西 介绍 由恶劣的低等级药剂师林恩 使用四种特殊传奇药剂调配出来的不明混合物 理论上来说 似乎继承了那四种恶劣药剂的特性 但因为效果不明 所以理论上来说 到底会出现怎样未知的作用 依然是未知状态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 没有生物愿意把这种药剂用在自己的身上 没有 林恩眯着眼 微微摇晃着手中的烧杯 如果仔细看的话 甚至还能够清晰地看到 内部那不断地有小触手蔓延出来的液体的异常形态 让人散直狂掉的那种 而毫无疑问 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终于是把脸上会冻的粘液甩掉的莱恩 颤抖地望着这一幕 而他也瞬间就明白了他有可能的用意 你 你不会是想要把这种东西 当作身份监测药剂 给我们所有人都注射吧 不会的吧 应该不会的吧 这特么可绝对不是什么正常的药剂 就从所用的材料 和刚才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特性来说 这可绝对不是什么正经的东西 因为这东西 里里外外都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甚至他都无法想象 真的有人嗑了这种蠕动的药剂的话 到底产生怎么样恶劣的效果 你不要随随便便调配出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给人用 第606章 你是我第一个实验品 四种不同的药剂 混合调配出来的异常药剂 具体的效果还有待实验 但毫无疑问 如果真的有人注射了这种离谱的药剂之后 必然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而灵恩也没有停下 立刻便如法炮制地 将剩下所有的药剂 全部进行调配 开始大量制造这种混合药剂 您的化工经验 您的化工经验 伴随着耳边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 根本没用了多长的时间 灵恩已经是制造出了 满满当当数百瓶这样的混合药剂 随即他转过头 扶了负担片眼镜 但笑得望着被他束缚的莱恩博士 缓缓道 博士 你说对了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制作这种混合药剂 但具体会有怎样的效力 还有待实验 不是 你愿意做我的第一个实验题吗 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手中拿着注射器 缓缓地向着面前的莱恩走去 叮 莱恩对你的惊恐之加一 叮 莱恩对你的惊恐之加一 耳边不断地响起系统的提示 莱恩望着一步一步地 向着他微笑地走来的灵恩 面露惊恐 不 不 他知道 以这个家伙的性格来说 他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地 敢在别人身上动用任何的药剂 就像他们一样 他之所以留着它 恐怕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因为 在这座密室当中 他是唯一一个 能够被他进行实验的活着的血肉生物 而林恩已经是走到了他的面前 虽然他脸上笑意款款 但是任谁都能够看得出其中的良意 住手 莱恩惊恐地向着他嘶吼 但已经是为时已晚 林恩手中的注射器 啪的一声 便没有任何意外地刺入他的手腕 其中蠕动的液体 也立刻便在他恐惧的注射之下 被推入了几十毫升 几乎是瞬间 他的大脑便是轰然一声巨响 变得一片空白 脸色更是苍白无比 因为他感觉到了 几乎就是在那蠕动的液衣 被注射进入他静脉的那一刻 他就清晰地感觉到 那些液体迅速地开始侵蚀 他的血肉组织 啊 伴随着一声惊恐的惨叫 只见他的手臂 瞬间就像是一个海参一样 肿胀了起来 药剂在迅速地改变着他的血肉构造 他看到自己的胳膊 肿胀地不断地浮现出 一个又一个凸起 一个又一个长着猫耳的大 臂 臂 形状的肉刺 不断地发出尖锐的喵喵叫声 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 不停地在他的胳膊上生长 尖锐 邪恶 视觉污染 那就像是无数种扭曲的怪物 正在以他的胳膊为媒介 迅速地滋生 住手 住手 他发出了尖锐的惨叫 巨大的视觉污染 让他几乎立刻就想到了 自己被全身感染后 到底会变成怎样的形状 而更重要的是 他也已经是感觉到了 一股巨大的欲望 正在他的体内疯狂地滋生 几乎要把它变成一种 只知道交欢的异常生物 丁 莱恩散直 十 丁 莱恩散直 二十 不断地想起系统的提示 而他胳膊上 你的灾变 也在以飞快的速度 开始向着他的肩膀和躯干蔓延 但也就是 在那异常药剂的灾变 即将蔓延开来时 林恩伸出手 抓住了他的肩膀 嵌入了他的血肉当中 阻止了那药效的进一步扩散 看来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 不过明显还需要一个 可以手动触发的保险 林恩淡笑地注视着 惊恐无比 冷汗打湿了一惊的莱恩 那么 现在咱们可以正式进入审问的环节了 只要你老实地回答 我几个问题 我就可以放了你 莱恩颤抖地喘息着 刚才那种巨大的视觉污染 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你不会放了我的 你如果真的是业一的话 你能做出这种事情 那你就远比我们要来的混乱 他咬着牙 死死地盯着林恩 所以我在没有了利用价值之后 你依然会对我进行实验 所以我说不说都不会改变结果 他一眼就看出了林恩的用心 因为如果是他的话 他也会这么做 他是绝对不会真的放了自己 让自己出去通风报信的 林恩淡笑地抓着他的肩膀 大方帝承认道 是的 你说得很对 我确实不会放过你 但你不觉得这么说会很酷吗 而且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如果你说了的话 你就不需要变成这样的怪物 因为我会让你很快地去死 毕竟有时候 死亡可是远比生不如死要来的解脱 不是吗 莱恩死死地盯着他 如果目光能够杀人的话 那林恩现在已经是被他杀了无数遍了 但林恩并不为所动 他缓缓地凑到他的耳边 低声道 博士 没必要坚持的 你既然都说了 咱们都是混乱的生物 那你就应该明白 没有什么是不能够背叛的 也没有什么是不能够放弃的 而且既然都要死了 那你就不准备留下点什么吗 你的知识 你的情报 还有你们一一诞生的秘密 你都应该知道很多吧 那声音就像是邪神的低语 充满了蛊惑的意味 莱恩的目光闪烁不定 但依然是死死地望着他 一句话也不说 短暂地等待了数秒 林恩微笑地退后了一步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很好 博士是一个硬骨头 既然如此的话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行事逼供 我会将你死亡的过程 最大限度地延缓 而且既然大家都是医生 那你也应该知道 对于医生来说 想要完成这个过程 轻而易举 而也几乎是在他说完的那一瞬间 林恩再一次退后了一步 然后收回了手 刹那间 那被遏制住的异常灾变 立刻便又一次 向着他的肩膀蔓延了开来 莱恩的瞳孔 几乎是瞬间收缩 全身开始发颤 脸色也变得无比地苍白了起来 那血肉的一变 开始哗啦啦地蔓延到了他的肩膀 蔓延到了他的脖梗 然后逐渐地向着他的全身扩散 但这并不是重点 因为明明刚才是没有的 但此时此刻 他却是感觉到 胳膊当中似乎有刀片正在攀爬 不断地给他带来一阵阵刺骨的疼痛 而且那疼痛的等级 还在以几何倍数的滋生 第607章 刑讯逼供 替你作恶多端 他猛然低头 然后立刻便大振地看到 一根根细小的血肉触手 不知在何时 早已与他的身体连接在了一起 而另外一段 就链接在凌恩的手指之上 你做了什么 他憋得脸色铁青 巨大的痛苦 让他全身颤抖 凌恩闭着眼睛 操控着那细小的触手 缓缓地刺激你的神经 虽然血肉生物的样式和种类 都大不相同 但基本的一些 对外界能够做出反应的神经组织 还是大同小异的 而疼痛作为一种警示的反馈信号 也是最容易被人所利用 而恰好 我手里掌握着一些 能够给人带来疼痛的能力 所以只要对你的神经 稍微改动一下 我就能够让你能感受到的疼痛 百倍千倍地放大 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很久 我也会精准卡在 让你死亡的那条红线前 让你好好感受一下这种触动 他用着很平缓的语气 说着这让人毛骨悚然的话 而听在莱恩的耳中 那简直就像是一种索命的泛音 让他汗毛倒数 全身颤抖 一边在蔓延 疼痛在拔高 而且每一秒都提高一个两极 剧痛 刺骨的剧痛 而起初他还能够忍耐 但仅仅是过了几秒钟的时间 那疼痛就已经拔高到了一个 突破了他极限的境地 啊 他忍不住地仰头 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尖叫 这让他忍不住地想起 自己曾经在对那些血肉生物 进行实验时 他们发出的 那几乎能够崩坏理智的惨叫 他以前一直将这种叫声 当作是一种美妙的欢愉 将他们的痛苦 当作自己的毒品 可是这一刻 当他自己成为实验体之后 他才深刻地感受到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什么叫做地域当中最大的折磨 我说 终于 他发出了一声长笑 神经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林恩也适时地切断了 对他神经的刺激 同时遏制住了 他身体的灾变 扶了负担片眼镜 脸上露出了微笑道 博士 不再坚持一下吗 我们明明才刚刚开始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您可没办法 赢得我的尊敬的 莱恩空洞地剧烈地喘息着 在这短短的数秒的时间里 汗水就已经湿透了他的衣精 你 你想要知道什么 林恩盘息坐地 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就像是一个学生一样 拖着下巴 咬着笔道 当然是你脑子里面的知识 你一生 作恶多端研究出来的那些瘟疫和药剂的配方 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莱恩喘息道 你要那些配方干什么 林恩微笑地咬着笔 敲了敲笔记本道 替你作恶多端啊 莱恩撕裂地望着他 他知道 自己落到他的手里 基本上不会有好死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那个业医的话 只从他之前在地下折磨那个机械机这一点 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连手续阵营的至高机体 都能够折磨得疯掉的变态 他的手段都和这个地狱非常的贴合 地狱之人 没有一个是不恶毒的 我告诉你 但你要记住你说的话 给我个痛快 他喘息着 终于还是屈服 这就是混乱生物和手续生物之间最大的差别 这个阵营的生物 永远不会存在什么宁死不屈 当然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林恩他的手段真的是太疼了 而毫无意外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莱恩喘息地在那里说 而林恩则非常专注地记着笔记 而如果忽略掉这特殊的情境 还真的是非常的和谐 单方面 丁 您的学习能力 加一 丁 您的学习能力 加一 丁 您收录了血部部药剂配方 丁 您收录了魅膜药剂配方 丁 您收录了血肉瘟疫药剂配方 伴随着耳边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 林恩不停地记录着 中间莱恩当有动一些小动作 比如篡改一些步骤 更换一些材料说明 但无一例外 这些全都被系统轻易地所侦破 因为如果是出错的配方 系统是不会进行收录的 所以几次之后 在林恩的手段之下 莱恩也只能乖乖地将自己知道的配方 全盘拖出 很快 在林恩收录了数十种高等级药剂配方之后 林恩放下笔记本 微笑地抬起头 道 差不多了 您果然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 如果不是因为时间不允许的话 我还真的很愿意伪装成您的学生 好好地多上几节您的课 不得不说您的确是一个恶魔 因为他所说的那些瘟疫和药剂 林恩只是看一眼配方 就知道他们在研发的时候 到底用多少的血肉生物来做过实验 因为很多效果 都只有在临床实验中 才能够进行反复的优化 所以才说 失去了人伦的生物科学 才能够如脱缰的野马般狂飙突进 不过幸好 蓝星和地球在这一方面 依然披着镣铐 没有释放这个可怕的猛兽 莱恩死死地望着他 该说的我都说了 现在就让我死 林恩嘴角微翘地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不用这么着急 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您来解答 只要您配合 那一切都好说 林恩拖着下巴 微笑地望着他 但目光却是慢慢地变得充满了良意 第一个问题 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参与 林恩伸出手 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了从猫猫那里 要来的全家福的照片 你可认识这一家子人 莱恩的目光 落在了他手里的那张照片之上 那是一张全家福 依稀可以辨认出 坐在椅子上的一对夫妻和站在他们的身后一个少年 以及那个母亲怀里的猫咪 他们的脸上带着笑容 猫咪慵懒地伸着懒腰 看上去幸福而美满 但也就是下一刻 他的瞳孔猛的一锁 因为上面慢慢地浮现出了咒术的光滑 就像是在燃烧一样 逐渐地显露出了一幅无比恐怖的画面 被做成了木偶的母亲 被挖光了血肉的少年 被血肉改造的父亲 还有那只几乎变成了扭曲的触手形态的猫咪 而也不知在何时 林恩的身边 一个长着猫耳朵的女孩出现在了哪里 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 莱恩瞬间全身一震 双眼闪烁不定了起来 道 我不认识 从来没有见过 第608章 喵喵的母亲 林恩闭上了眼睛 嘴角缓缓地露出了一个阴凉的弧度 道 是吗 可有时候眼神是骗不了的人 神经波动也骗不了人 你如果不认识的话 请问你刚才看到这张照片的第一眼时 你为什么会发颤 你在害怕什么 莱恩的目光躲闪 脸上的表情也已经是阴晴不定 林恩服了负单片眼镜 声声道 距今大概是一两个世纪前 你们捕获了从破碎世界坠落到这里的一个家庭 你们为了他们现实扭曲的能力 对他们进行了血肉改造 并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深层次的折磨和虐杀 最终那个母亲和猫咪被拟你们觉醒了扭曲能力 你们一路对他们进行追杀 将他们逼入了绝境 你们连一只猫都不放过 因为它也是来自破碎世界的生物 然后呢 你们杀了它 这句话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 任谁都能够听得出 它语气当中隐藏的那良意 它指的是喵喵的母亲 那个拼命地带着喵喵逃离那片地狱的女人 后来呢 喵喵一直在找 一直在拼命地找 莱恩有些不敢支持林恩的目光 那目光就像是刀子一样 仿佛能够将他的身上的肉 一刀一刀地刮下来 他沉沉道 我不知道 我没有参与过那件事情 而且你也说是几百年了 几百年前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记得 但也就是在他的话刚刚说完 林恩已经是站了起来 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手中的夜魔刀 瞬间便扑刺一声 捅入了他的腹腔 瞬间 巨大的疼痛席卷而来 让莱恩的脸上露出了极为痛苦的神情 甚至就连脸上的青筋都扭曲了起来 林恩低声在他耳边道 那就想 直到想起来为止 我也不介意告诉你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你有很长的时间来考虑你的回答 但在这个时间 我不介意对你动用最大的酷刑 所以 我希望你好好地考虑 自己说出的每个字 呲呲 那把刺入他腹部的夜魔刀 在林恩的手中 缓缓地搅动了起来 而在他被动能力的作用之下 那把刀所带来的痛苦 也是几何倍数的提升 我们没抓住他 终于 在林恩极致的折磨之下 莱恩终于是痛苦的开口 喵喵全身一震 林恩低声道 那他去了哪 莱恩忍受着腹部带来的剧烈的痛苦 道 我不知道 他的心灵扭曲能力非常强 我们派出去的人 全都被他杀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抓住他 但我们知道他肯定活不了多久 他在刚刚觉醒的时候 就透支地使用了扭曲能力 就算他还能活 思维和意志 恐怕也早就已经破碎了 此言一出 喵喵颤抖地退了两步 瞳孔不停地扩散着 身上那扭曲的波动 也变得紊乱了起来 那张落在地上的照片当中 那个温柔地抱着他的母亲 他脸上的笑容 温柔地就像是一朵绽放的花 林恩再次将手中的夜魔刀一拧 莱恩顿时发出了更加痛苦的惨叫 他低声道 你在说谎 我没有 莱恩强忍着痛苦道 当时对破碎世界生物的实验 才刚刚起步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就算是他们能够觉醒现实扭曲 但活下来的生物 也大比例会在之后 被他们的能力反噬身死 抑制破碎 那个女人肯定撑不过去的 她觉醒的是心灵扭曲 她受到的反噬 也会比其他的实验体更大 她带着那只猫逃走的时候 也早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轰 就像是一声无声的炸雷 在脑海当中炸开 喵喵的目光瞬间空洞 就像是过往的伤口 被猛地撕裂 就像是那些话 依然在她的耳边不断地回荡 回荡了那过往数个世纪 林恩抓着她的领子 脸上也早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表情 但依然能够看到 她抓着她的那只手 一点一点地恶劲 但你们并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不是吗 莱恩痛苦道 找到又怎么样 没找到又怎么样 我们本来就是想把她做成木偶 就算她的意志没有破碎 我们给她移植的木偶诅咒 也迟早会让她变成一个无心的雕塑 扑呲 林恩直接便将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截断成了两半 凄厉的惨叫 瞬间响彻了整个房间 但她依然没有死 因为她是经过改造的缝合人 而林恩也不会让她这么快死 因为从血肉瘟疫的制作中 就已经能够看得出他们的实验 这数百年来 他们到底做了多少 针对破碎世界坠落者的实验 恐怕已经是无从技术 他们为了控制那些实验体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喵喵一家人 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但林恩依然不会接受这个结局 因为如果喵喵的母亲 真的已经遇难 那系统就不会给她发布 为她寻找母亲的任务 这只能证明她一定还活着 只是因为某种原因 让她没有办法去寻找喵喵 没有办法去完成那个沉默 因为她说过 她会去接喵喵的 而喵喵也一直是因为这个执念 而苦苦等待 和许久了这数个世纪 林恩沉着脸以最大的恶意 继续对她逼问 身处地狱 这种事情也许早就已经见怪不怪 所以对你们的恶行 也可以视而不见 因为所有生物都在行恶 但如果这恶行触及到我身边的人 那就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 林恩抓着她的上半身 默示着她的痛苦 道 我不相信 你们会这么轻易地放弃 对这件事情的调查 这不是你们的风格 告诉我 你们后续追查的每一个细节 你敢有一处遗漏 我就挑断你身上的一根神经 你自己抉择 莱恩痛苦道 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 我也没有 扑刺 啊 剧烈的惨叫 响彻了整个房间 林恩说到做到 她也没有任何的怜悯 因为她非常清楚 喵喵和她的家人 当年所承受的痛苦 是现在她所承受的百倍千倍 说 你这个恶魔 你不得好死 我绝对不会 扑刺 啊 行讯依然在进行 喵喵空洞地坐在那里 一滴滴晶莹 从下巴滴答滴答地 落在地上的那张照片 她不可能接受得了这样的现实 她也不会相信这样的现实 因为她一直在找 她也绝对不会 相信自己的母亲 真的会死 可是现在 她还是感觉到 大脑一片空白 空白的 就像是一座荒漠 远处 一直隐行着望着 林恩行讯逼供的 黑弦月站在那里 也从他们的交流当中 也大概地了解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悲剧 虽然她的情感开发度 依然让她很难明白 但她也能看得出来 喵喵眼睛中流淌出来的 那是什么 悲伤 那是 失去了母亲的悲伤 她下意识地握了握手 望着空洞地 摊坐在那里的喵喵 她眼眸微垂 目光下意识地 落在了地上的那张照片之上 那一瞬间 她却是一阵 因为似乎在记忆的某处 在很早很早的以前 在她母亲的庄园中 她似乎同样有过 这样的一片 一张泛黄的 照片 第609章 我在母亲的庄园里见过 但她并不敢确定 因为那 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只是因为有一种熟悉感 那个在照片当中 坐在椅子上温柔微笑的女人 她走到了喵喵的身边 弯下腰 捡起了地上的那张照片 虽然完全不一样 但是那种隐约的熟悉感 却是怎么也让人无法忽视 而在不远处 林恩的审讯依然在继续 我不知道 后面的事情 我并没有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是破晓博士在统筹调度 而且 线索很快就断了 黑暗世界那么大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 将资源浪费在一个 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的生物身上 莱恩的痛苦的声响 响彻整个房间 林恩抓着他的衣领 沉沉道 那其他人呢 他的丈夫 他的孩子 他们的意志破碎之后 你们又对他们做了什么 在喵喵的记忆当中 他是眼睁睁看着他的父亲 和哥哥的尸体 被拖向焚烧炉 但最后到底有没有真的被焚烧 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在那件事情之后不久 他的母亲便在心灵暴动中 摧毁了整个地下基地 虽然可能没有好的结局 可他还是想要为喵喵 找到一丝希望 哪怕只是一具尸体 说 林恩的目光 变得如刀刃般锋利 莱恩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那座基地被摧毁之后 我们的确转移了一些 重要的资料和纸张 但具体转移了 什么我并不清楚 而且 他们在还没有觉醒出现时 扭曲能力之前 就已经一致破碎了 对于失败品 就算没有被焚烧 最好的结局 也是被做成傀儡 如果你真的想要调查 你可以去傀儡工厂 那里有我们历年来 改造过的所有傀儡的名单 其他我真的不知道啊 林恩默示着他那痛苦的样子 他知道 从他的嘴里 怕是已经问不出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了 想要真的还原 当初那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只能从那个代号 315的博士入手 他才是这一切的幕后真凶 也是统策策划了 这一系列实验的 真正的罪魁祸首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转过头复杂地看了一眼 空洞的瘫坐在那里的喵喵 因为时间隔得真的是太久了 想要在这黑暗世界 在时隔几个世纪之后 从茫茫人海当中 找到喵喵的母亲 真的无异于海底捞针 不过 只要那个罪魁祸首还活着 那一切皆有可能 莱恩颤抖道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只是他的助手 真正统筹 扑呲 林恩转头手中的夜魔刀 瞬间便斩断了他的头颅 将他的意识直接抹杀 既然已经问不出什么 那林恩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 继续和他浪费时间 伴随着他的尸体 重重地倒地 林恩随即转身 走到了喵喵的身边 蹲下身子 用手帮他擦拭掉了脸上的泪水 道 喵喵 你放心 既然我们来了 那主人就肯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他必死无疑 而且 你的母亲也并不一定真的遇难 也许她只是因为原因 没有办法来找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家人 我向你发誓 看着林恩那坚定的眼神 喵喵终于是低下了头 用力地伸出手 抹去了眼中的泪水 努力地压抑着自己心里动荡的痛苦 对不起 主人 喵喵给您添麻烦了 他知道林恩是在安慰他 因为就算他的母亲没有死 想要在这茫茫的黑暗世界当中找到他 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他并没有让自己失控 因为他知道 就算是心里再绝望 对事情的结果都没有任何的帮助 他也早就已经成长 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那只只知道哭泣的傻猫了 但是 只要能够复仇 只要能够杀了那个恶魔 他什么都愿意做 他低着头 用力地握紧了手 甚至指甲都深深地刺入了手掌心 林恩复杂地望着喵喵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因为他所承受的痛苦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而如今能做的 便是加快任务的节奏 将那个一一绳之以法 我们可以先去傀儡工厂碰碰运解 如果他们还保存着你父亲和哥哥的傀儡 至少我们能带回他们的尸体 林恩将喵喵抱了起来 转头望向了大门 再做进一步的行动 他就要向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但是刚刚走出了没几步 却是立刻便发现 人偶小姐却是一直站在刚才的位置 手里拿着那张照片 一动不动地没有跟上 林恩一正 转头望向了黑咸月 道 人偶小姐 你怎么了 但是他却并没有得到黑咸月的回复 他只是静静地站着 手里捧着那张泛黄的照片 就像是在辨认 又像是想要从记忆当中 找出那一丝关键性的线索 而也终于 他抬起了头 望向了远处的林恩和喵喵 终于是开口道 这张照片 我见过 瞬间 林恩和喵喵 全都待在了原地 大脑几乎是刹那 便变得一片空白 特别是喵喵 眼睛瞬间变得颤抖了起来 望着黑咸月的目光 不断地动荡 你说什么 林恩惊异地 几乎难以言喻 黑咸月低头望着手中的照片 开口道 我以前的时候的确见过 在我们人偶庄园 我曾经在帮我的母亲 收拾房间的时候 我在母亲的卧室 见过这样的照片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只是刚才看到这张照片时 才突然想起来 有些熟悉 瞬间 喵喵的大脑 变得一片嗡鸣 表情也是苍白如指 林恩的呼吸 也是 立刻便急错了起来 然后飞快地冲到了 黑咸月的面前 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道 你是说夫人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 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脑海当中 瞬间便是如醍醐灌顶一般 浮现出了那些破碎的线索 人偶 心灵扭曲 咒术 这一刻 林恩的大脑 更是轰然一声巨响 让他无比骇然 没错 没错 仿佛一瞬间 那些支离破碎的线索 一下子便被链接在了一起 因为刚才那个莱恩说过 他们对喵喵的母亲 移植了木偶的诅咒 最初的目的 便是想要将它制作成一个 可以被操纵的木偶 第610章 人偶身上的咒术符文 而更重要的是 这张照片上面 被施加了心灵咒术方面的痕迹 而正是因为这个咒术 所以才会遮蔽喵喵眼中 这张照片真实的样子 而他也听老师说过 人偶庄园 也是在最近几百年创立的 在人偶庄园创立之后 夫人才从黑暗世界的各处 收养那些被诅咒的人偶 这才共同组成了现在的庄园 而夫人在没有血肉化之前 就是一个被诅咒的木偶啊 林恩惊害 他不知道这个推断对不对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夫人难道就是 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他为什么没有去接喵喵 是因为他忘记了吗 还是因为受到了 意志破碎的影响 他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黑贤月静静地捏着照片 道 其实我们人偶也并不是 天生就具有咒术能力的 而是我们在被母亲收养之后 母亲为了让我们有自保的能力 专门在我们的身上 明刻了咒纹的服印 这才让我们可以具备施法的能力 而最初的服印 我听母亲提起过 是母亲从他自己的身上 复刻下来的 但他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服印 他也不知道 黑贤月摇了摇头 将手中的照片还给了林恩 而林恩的目光 也是立刻就落在了 黑贤月那白皙的薄梗之上 没错 之前每次为人偶小姐充电的时候 他都能看到 他背上那妖衣的紫色纹路 而在人偶小姐施法的时候 那种纹路 也会在他的全身上下显现出来 特别是在被刺激到的时候 眼睛里面也会显露出 紫色的妖衣花来 之前他并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觉得很美 但是现在听人偶小姐这么一说 他也立刻就明白了 那些符文的作用 我们找找看 林恩表情凝重 立刻将呆呆的喵喵放了下来 随即从喵喵那里 把所有的照片全都要了过来 然后整齐地摆在了地上 因为他知道 这些照片全都被施下了照片 温馨的表象之下 隐藏着的 其实是那如血一般的历史 如果说 只是说如果 如果那些咒术的符印 是那些一依在对喵喵的母亲 进行改造时烙印的话 那一切就都能解释得清了 人偶小姐 你应该可以抹出这咒术的表象吧 麻烦你了 林恩认真的问道 黑贤月顿了一下 随即道 我可以一试 随即他便闭上了眼睛 纤细的手指 瞬间打出了一个又一个唯美的手势 他脖梗和脸颊之上 也立刻便随着咒术的涌动 而亮起一道道紫色的妖艺花纹 而也就是 在他睁开双眼的那个瞬间 咒术的洪流 落在了地上的那一张又一张的照片之上 而那些照片也立刻开始褪色 就像是燃烧一样 慢慢地显露出了 被隐藏的 那如血一般的血腥画面 那段被埋藏的历史 那段在几百年前 那一家人在一一的基地当中 被血腥折磨的过往 开始一点一点显现 林恩立刻屏息凝神 神情高度集中地 从一张又一张照片当中 筛选出所有有关那个女人的旧照 然后仔细地一张一张的观察和寻找 没有 没有 每一张都极尽血腥与虐杀 就像当初那一幕幕可怕的景象 再一次重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一样 而也终于就是在 翻到最后几张时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目光瞬间便锁定了手中的那张照片之上 而喵喵的脸色 也是刹那变得一片苍白 那张照片 是那些一一正在对那个母亲的身躯 进行血肉剔除和机体改造时的画面 而也就是 在这张照片当中 他们看到了那可怕的一幕 一个一一拿着刻刀 在被捆覆在手术台上的那个母亲的身上 一刀一刀的铭刻下 那一个又一个复杂的纹路 是这个吗 林恩抬头问道 黑贤月的目光落在了照片中的那个女人的身上 落在了那一个又一个纹路中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而也终于 黑贤月静静道 是的 我见过母亲给大姐铭刻下的最初的符咒 和这个一模一样 这一瞬间 喵喵只感觉天塌了一样 大脑轰的一声巨响 巨大的情绪波澜 也让这个小小的女孩 直接向后扬倒 彻底地昏了过去 林恩连忙将喵喵的身体抱住 但即便是她 也对这个真相而感到震荡 她呢喃着 感觉到巨大的不现实 在她的全身波动 是这样的吗 真的是这样的吗 喵喵等待了几百年的母亲 那个拼死 将她从炼狱当中带出来的母亲 那个说过 一定会回来接她的母亲 人偶夫人嘛 一切都是那么的梦幻 也是那么的荒诞 可是当所有的线索聚合起来 却又是那么的真实 原来 她一直想要为喵喵寻找的家人 其实就一直在自己的身边 可是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夫人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 为什么也从来没有回去 再接过那个苦等了几百年的孩子呢 她是 不记得了吗 林恩低声地说 因为那个莱恩说过 她觉醒的是心灵扭曲的能力 而过度的透支 也几乎注定她会很快受到现实扭曲的反噬 抑制破碎 因为现实扭曲的能力 从来就不是那么好控制的 就像喵喵 几百年的沉睡和积淀 到了现在 也依然让她时刻就会有失控的风险 林恩抬起了头 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荒诞不惊 黑贤月静静地注视着她的表情 道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你们可以跟我回庄园一趟 到底是不是 在见到我母亲之后 一切都能够见分晓 是这样的吗 是因为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依然是在潜意识中 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寻找着女儿 所以才有了黑贤月 有了那些真心地叫着她母亲的人偶的孩子们 因为也许在她的意识当中 丈夫和儿子早已破碎 而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只有那只一直把她当做妈妈的幼小的猫咪 也许在她第一次张开嘴 能够说话的时候 她也一定会感觉到很欣慰吧 林恩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她微笑道 谢谢 至少这个线索 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如果真的是的话 我也相信喵喵一定会感谢你的 人偶小姐 她拍了拍黑贤月的肩膀 将昏迷的喵喵抱了起来 她知道 喵喵想要消化这件事情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发展 第611章 给我把她的好感度往死里刷 黑贤月的双眼当中 倒映着林恩的背影 虽然情感开发度的限制 依然让她很难理解 这其中包含的感情 但是有一点 却是让她对她有些刮目 因为不论平时对别人怎么样 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也会立刻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并将朋友的事情 当作自己的事 并为之投入和战斗 就像是这次潜入立伪坦的任务 她很清楚 如果以她那事事算计 和谨慎的性格 她绝对不会轻易地 让自己身陷险境 她来这里最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喵喵 所以才说这个家伙 也并不是真的坏到不可理喻 时间飞快流逝 一直在门外等候的林恩的小弟 和那些异异的研究者 也全都焦虑了起来 因为他们的执事和那位博士 已经进去很长时间了 而也终于就是在他们 变得有些焦躁起来的时候 大门终于是缓缓地打开 直视 林恩的那几个小弟 立刻便惊喜地迎了上去 看着戴着口罩 拉着一辆放满了药剂的小推车 走了出来 而林恩也是摘下了口罩 拍了拍手 但笑道 好了 对奎莱恩博士的协助 最新的可以用你进行身份检测的药剂 已经新鲜出炉 有了这些东西 定让那个夜衣无所遁形 周围的一衣队长 全都惊喜无比 连忙冲过来 帮他们的直视接过推车 伴随着身后大门的重重叩合 瘟疫部门的其他一衣 也是脸上露出了笑容 不过还是有几个人面露疑惑 望向了闭合的大门 道 直视 莱恩博士 他还在里面吗 林恩拍了拍手 嘴角微翘道 嗯 剩余的药剂 还要麻烦博士进行炼制 以备不时之需 不得不说 莱恩博士的知识之渊博 当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你们能有这么一个老师 可是你们的福分啊 周围的一衣不宜有他 全都笑呵呵的 因为他们的莱恩博士 在投入之后 也经常把自己 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 一关就是几十天 根本不让人去打扰他 所以他们 自然是很轻易的 就相信了落实 林恩 的话 毕竟这位直视 总不能还在里面 把他们的莱恩博士给杀了吧 哈哈 而林恩也没有闲着 转头 表情变得严肃和阴沉了起来 望着众人道 好了 事不宜迟 就先从这里的人开始吧 每人一直对自己进行注射 放心 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等你们注射完成之后 我和博士便可以通过利维坦 对你们进行筛选和甄别 如果那个叶一 真的就混在我们当中 我们立刻就能够 对他进行辨别 记住 如果你们看到身边的人 不敢进行注射 或者表露出任何犹豫 你们要立刻通过利维坦 和我进行联系 知道了吗 是 周围一衣们 全都大喝 然后就在林恩的监督之下 周围的一衣立刻排着队 一个接着一个 从他这里领取药剂的注射器 他的那些心腹小弟 自然是二话都没说 毫不犹豫地 便对自己的静脉进行了注射 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 彼此看了一眼 最后自然也是不敢违抗林恩的命令 纷纷自我进行注射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让他们相互监督 并将犹豫的行为 都上升到对身份的怀疑之上 那他们就算对这些药剂存疑 也一定会进行注射 因为 在这特殊时期 不注射和提出异议的话 那林恩就完全有理由 将他们以奸细的名义 就地正法 林恩坐在椅子之上 脸上带着淡笑 而他们注射的 自然也是 他刚刚研发出来的 那四种猛毒药剂的混合品 只是 林恩在出来之前 又对那种药剂 稍微地调整了一下 他给药剂药效的发作 稍微地延时了一下 所以在注射之后 药效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发作 把他们变成 那种人不忍鬼不鬼的怪物 而是稍微给了 他们一些缓冲时间 而只要立委坦内 大部分的异衣全都完成了注射 那就是他们决战的时候 很快 在监督着这个区域内 所有的异衣都完成了注射之后 林恩便立刻闭上了眼睛 将自己的神经与立委坦进行链接 然后对立委坦内 除却第一枪式的所有下属人员 下达了命令 所有人注意 我是你们的第八指示落实 现在我有重要的命令下达 一时间 整个立委坦内所有的异衣 全都停下了脚步 戴着乌鸦面具抬起头 紧听着脑海当中 响起的那个声音 最新的身份监测药剂 已经研发完成 所有人现在就地等待 我会通过立委坦的血肉 将药剂远程派发到你们的手中 你们要记住 我在时刻注视着你们 在接到药剂之后 你们要在第一时间 对自己进行注射 如果有任何犹豫 那只能证明 你们心里有鬼 我也会给你们打上标记 同时 你们也要彼此监督 如果有发现身边的人 没有进行注射 立刻对其进行缉拿 记住 那个业衣很有可能 就隐藏在你们的周围 任何的人词 都是对你们自己的不负责任 林恩阴沉的话语 响彻了立委坦内 每个异衣的脑海 而林恩也立刻 便利用自己的权限 将大量地填满了 药剂的注射器 通过立委坦的血肉 点对点地 进行了远程的传输 而在立委坦各处的异衣 也随即转头 他们身边的墙壁蠕动着 慢慢地将一个又一个注射器 传输到了他们的面前 然后 就在林恩微笑的监控之下 那些接到注射器的异衣 没有任何犹豫 扑刺一声便刺入了自己的静脉 将药剂注射 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而从他们注射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的命运 就已经被注定了 可以说 从现在开始 整个立委坦的异衣 都已经在他掌控当中 而既然如此的话 那计划 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爱丽丝 准备行动 现在是用得上 那个机械机的时候了 林恩嘴角微翘 向着已经在他的授意之下 早已向着银色幻想所在的区域 而行动的爱丽丝 发出了行动的指令 记住 给你个重新洗白的机会到了 给我刷 把他的好感度 给我往死里刷 只要你们闹起来 我就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给那个博士致命一击 这样我们成功的几率才会最大 第612章 想要什么傀儡你自己选 是 哥哥 通往控制着银色幻想的那片区域的长长的走廊里 爱丽丝伪装成为的林恩 宛如一个幽灵一般 正迅捷地向着那个区域挺进 因为有林恩统协和控制 他基本上是如入无人之境 所有巡逻的异一全都是非常巧合的与他错失而过 而也就是下一刻 爱丽丝猛地停了下来 抬起头望向了通往内部那片区域的大门 里面依然有低枪式的异一 对银色幻想进行着全方位的监控 那这扇大门便只能由他自己想办法开启 而想要破开利维坦的血肉 就算有哥哥内部控制者进行过削弱 也必然只有根源级的材质或力量才能够撼动 不过在零行前 哥哥也的确给了他一件非常强力的道具 虽然样子很怪 的确是真真切切地蕴含着根源级的伪力 足以对这扇大门进行破拆 说着 爱丽丝从自己的内部空间当中摸出了一块尖尖的乳白色的状物 样子很奇怪 如果真要是说它是什么的话 感觉更像是从什么生物身上断下来的乳牙 不过爱丽丝也并没有想太多 瞬间 她眯起了双眼 利用自己的鬼力控制着那把武器 猛地刺入了对面的大门 刺刺刺地用力地切割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在内部 汹涌地混扎着以M之力的血肉瘟疫 依然在持续不断地对银色幻想施加着影响 而走廊当中的各种直装 也在血肉瘟疫的配合之下 全力地对她的精神进行着攻略 来了 银色幻想咬着牙 猛地转头 表情冰冷 双手死死地握着单分子剑 而一股阴冷至极的阴风 也是瞬间从血雾蒸腾当中 吹落在她的身上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血色的走廊当中 猛地传来了一声 如恶灵一般的奸笑 一团黑雾瞬间穿过了来石破开的墙壁 如漆黑的狂流一般 瞬间猙獰地涌到了她的身边 从黑雾当中伸出来的一只 又一只腐烂的尖锐手臂 凶狠地向着她的面门抓来 是那个鸡变铁 银色幻想暴退 咬着牙 手中的单分子剑 猛地将阴气化作的手臂斩断 可以说 现在她所面临的处境 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如果只是靠血肉瘟疫和这些直装 想要对付她还欠缺一些火候 但可恶就可恶在混杂在其中的EM之力 在持续不断地对她的影响之下 也给那些精神攻击的直装 创造了大量的机会 这让她不得不分出大量的力量 来抵挡她们 对自己意识和精神的影响 而如今再加上那个已经完成重生的畸变体 她的处境将变得更加的危险 坑腔 坑腔 单分子剑在血雾中 与那个尖销的畸变体的利爪 重重地撞击 不断地爆炸出一阵阵火花 而她现在也已经是看不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本来那个林恩叛敌求容的事实 已经是坐实了 但是之前在画面消失前 那个林恩被那把刀刃定在墙壁上的那一幕 让她对这件事情走向的判断 再一次变得错愕和茫然了起来 因为她一眼就认出 那把飞来的刀刃 明显就是那个家伙 自己的那把黑刀 难道是因为她表现得太过邪恶 她自己的刀都看不下去 都要干它吗 她只感觉一时乱糟糟的 因为她可以百分之百确认 之前屏幕上浮现出来的那张万恶的脸 绝对就是她本人无疑 因为她侮辱自己的语气 和之前在地下时简直一模一样 那种变态和混乱的态度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模仿出来的 可那把刀又是怎么回事 她紧咬银牙 感觉到事情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了起来 她根本就不知道 那个家伙在搞什么鬼 而在同时 林恩已经是带着自己的一众小弟 赤着膀子 面带淡笑地大步地 向着利维坦的傀儡工厂的方向走去 她敲了敲太阳穴 通过与利维坦的神经链接 也已经是同步了银色幻想所在的那片区域的画面 爱丽丝 进展怎么样了 马上就好 很快就能够突破进去 林恩缓缓道 好 爱丽丝你要记住 我已经将你此时此刻的行踪 告诉了利维坦内所有的意义 你最多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第一批的精锐便会赶到你当前的位置 所以你要尽快和那个机械机会合 记住 现在利维坦上一共有两个林恩 我是假的 你才是那个真的 嗯 哥哥 我明白了 好 等你突破进去的那一刻 我会对银色幻想 开启最后一瓶 混合了以M的血肉瘟疫 到时候 就是你表现的时候了 好 林恩切断了与爱丽丝之间的联系 微笑地监控着银色幻想所在区域的情况 随即 她便再次与第一枪势建立了联系 将此时此刻银色幻想 与那个机变体大战的内外的画面 同步传输了过去 林恩缓缓道 博士 那个业一的位置已经找到了 看来她也已经知道了 我们更换了新的身份验证措施 现在明显已经是改变了策略 看来她是想要和那个机械机会盒 从正面对我们进行突破 第一枪室内 315博士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望着屏幕传来的画面 沙哑道 他们这是在自寻死路 林恩嘴角一翘道 没错 如果那个业一还隐藏在暗处的话 或许我还会忌惮 但她已经是被迫选择了一条最不利的路 正面战斗的话 就算他们两个加起来 也绝对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315博士对落实 林恩的表现也表示了满意 她沙哑地淡笑道 你现在还有什么计划 林恩缓缓道 我觉得 我们没必要让我们自己的骨干 和他们战斗 既然那个业一已经现身 那我建议直接动用我们储藏的傀儡 对他们进行最后的歼面 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 还能够借此测试一下 我们那些傀儡的力量 都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 他们也该到了活动一下的时候了 315博士不宜有他 对落实 林恩 提出的方案也是正合心意 因为那个积变体的表现 也已经证明了 他们的傀儡 对那个机械体 有着很强的牵制作用 好 我会让傀儡工厂的权限对你开放 想要什么傀儡 你自己选 第613章 来一次英雄救机 315博士沙哑道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我需要全力配合 欲望母术和支配者对那两个根源进行压制 不能分心 利维坦内部对那两个入侵者的攻法 就全靠你了 记住我说的话 只要你能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 好处少不了你 是 不是 林恩微笑地切断了第一枪式的联系 扶了扶单片眼镜 大步地向着直装工厂的方向而去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一切都在掌握当中 而这场表演 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展开 那这个一一一一的分布 也将从此之后 就此覆灭 而林恩也没有浪费时间 切换到了银色幻想所在的区域 坑腔 坑腔 巨大的火花爆射中 随着血肉瘟疫当中的 以M之力的减少 它对那个积变体和周围装置的压制力 也已经开始逐步显现 可以说 如果没有其他的干扰 银色幻想顶着这无数直装的影响 而突破这个区域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这可不是林恩愿意看到的 机械机也是机 既然是机靠什么字解 看我给你来安排一波极限的英雄救美 让你好好的明白 机就是机 而我能镇压你 自然也能够解救你 在哥的面前 你永远是被压在下面动弹不得的那个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那片被血雾笼罩的区域当中 那个积变体在被逼退之后 猛地显现出了庞大的血肉之躯 猙獰无比地伸出了利爪 咆哮得一跃而起 猛地便向着银色幻想 发动了灵力的致命一击 而银色幻想的表情冰冷 手中的单分子剑 也立刻便被它催发到了极致 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迎着那个积变体变而去 显然 他是想要靠这一击 再次将那个积变体镇压 但灵恩自然不会给他这个计划 而也几乎就是在银色幻想一跃而起 要将那个积变体立劈的那一刻 灵恩也是嘴角一翘 瞬间便在那个关键的时刻 直接开启了最后一罐 混合了以M的血肉瘟疫 刹那间 血色的烟雾喷涌而出 而也几乎是在那个瞬间 汹涌的波动 再次毫无意外地 冲入了银色幻想的意识当中 直接便让他的瞳孔瞬间放大 啊 他发出了一声愤恨到极致的大叫 而在以M强大的影响之下 他的节奏 也是瞬间就被打断 而本来可以完美地抵挡 那个积变体的防御 也是在触不及防的巨大的冲击中 直接便被积变体的利爪 重重地落在了身上 我要杀了你 银色幻想的身体 被重重地拍飞了出去 这一刻 他心里对那个 对他发动欲望打击的家伙 已经是恨到了骨子里 可恶 可恶啊 因为这种行为 简直就像是 你在劈啪妹子的最关键的时刻 突然有一个万恶的大汉 从背后对你 也同时发动了 猝不及防的冲击一样 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是难以想象的 银色幻想的身体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而那个积变体一击而重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停留 发出了一声争鸣的咆哮 瞬间便再次一跃而起 如恶虎扑石一般 向着倒在地上的 银色幻想的头颅 便攻杀而去 可以说 情况瞬间便到了 千钧一发之际 银色幻想的瞳孔当中的 那个庞大的积变体 争鸣的脸颊 也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爱丽丝 是你替哥哥英雄救机的时候了 是 也几乎是在同时 大门之外的爱丽丝 猛地抬头 毛子当中的鬼气汹涌而出 瞬间便破开了血肉大门 那一刻 黄勇的血肉瘟疫 如潮水一般席卷而来 爱丽丝目光微眯 猛地拿出了 凌恩给她的那把血帘 瞬间便发动了 巨帘自带的折越能力 铿枪 也几乎是在 积变体的巨肘 即将落在 银色幻想额头上的 那个刹那 一把血帘 瞬间凭空而出 猛地架住了 那锋利的巨肘 穿着凌恩那一套 夜衣装备 伪装成为 凌恩的爱丽丝 瞬间便出现在了 银色幻想的面前 狂风席卷 银色幻想瞬间震动 望着这个 突然折越到 自己面前的那个背影 爱丽丝猛地挥舞镰刀 瞬间便将 那个积变体 逼退了数百米 随即猛然转头 漆黑的鸟嘴面具的 镜片当中 倒映出了 地上的银色幻想 走 爱丽丝伪装成为 哥哥那充满 雌性的沙哑的声线 一把就抓住了 银色幻想的胳膊 在那个积变体 还没有再次攻过来的时候 瞬间便再次带着银色幻想 从被他破开的 大门折越出了这片 被无数直装封锁的空间 伴随着血雾的涌动 两个人瞬间便在折越虫 出现在了破碎大门的 另外一侧 而银色幻想 也终于是反映了过来 猛地和他拉开了距离 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这个 带着鸟嘴面具的人呢 你是什么人 因为不对 不对劲 因为怎么可能会是他 怎么可能会是那个家伙 因为他认为 自己是不会看错的 之前那个在屏幕当中 出现的那张脸 绝对是那个家伙本人无疑 因为也只有 那个家伙的欲望打击能力 能够对他产生 如此剧烈的影响 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林恩嘴角微翘 向着爱丽丝传音道 我是林恩 现在局势复杂 等去了安全的地方之后 我再和你解释 爱丽丝立刻重复着哥哥的话 用他的声线沙哑道 我是林恩 现在局势复杂 等去了安全的地方之后 我再和你解释 完美的一比一复刻 就连语气都综合了 现在的情况 而变得唯妙唯肖 说着 爱丽丝握着镰刀 二话不说地 向着远处狂奔去 而看到 身后的银色幻想 还没有动作 他立刻转头大河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走啊 而在身后涌动的血雾当中 那个积变体 已经是猙獰地追杀了过来 银色幻想咬牙 目光闪烁不定 但还是立刻一跃而起 手持单分子剑 飞快地跟上了林恩的步伐 可以说 这绝对是他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他的出现 明显是说 之前调戏他的那个林恩 是别人假扮的 是他们的攻心之际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那种欲望打击的能力 又该怎么解释 乱了 乱了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 已经全都乱了 第614章 血肉傀儡 地狱使者 而林恩也早就已经编排好了 一大段合情合理的故事 再加上自己之前 在直播中故意泄露出来的 自己被刺杀的那一幕 绝对能够 让这个脑子 并不是很灵活的 机械机 相信他的说辞 而林恩 则已经是带着一众小弟 在傀儡工厂前停下 爱丽丝 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依然还是之前的那句话 你们杀得越狠 闹得越乱 哥哥能够得到的权限就越大 而你 也不需要百分之百地 得到他的信任 我会不断地给你们 制造各种麻烦 而只要你和他说明 现在局势的复杂程度之后 他就一定会和你合作 毕竟以信奉 绝对秩序的机械体来说 再告诉他 一一 是想要利用伪装成他的样子 而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进一步地挑拨万机之神 和艾文绝世的同盟 而影响战局之后 那个机械机 就算不相信 也绝对能够明白 现在的紧迫性 因为那个计划 真的是非常的恶毒 然后再让爱丽丝告诉他 自己就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才拼着暴露的风险 拼命找到那个贾林恩 对他进行狙杀 就是为了打破他们的这个阴谋 而现在 他们已经是被逼迫到了绝境 如果再不能同心协力 携手合作 那不仅是他们将失去机会 外面的万机之神 和艾文绝世 也必将陷入险境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算他性子再杰 也不怕他不合作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林恩微笑地抬起头 望着面前的傀儡工厂的大门 缓缓地打开 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弟们 一步步踏入了其中 而现在他要做的 便是将这座傀儡工厂当中的傀儡 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让这些傀儡 成为他对抗第一枪 是那些高层一一的又一大底牌 到时候混合药剂的瘟疫爆发 全体傀儡集体反水 再加上自己的被刺 整个利维坦必将被复制一具 只是博士已经具体的情况告诉了我们 这是我们利维坦这几百年以来 所制造的所有高阶傀儡的名单 请您过目 傀儡工厂内 整个部门的一一 全都整齐地列队在两侧 对林恩的到来进行欢迎 而为首的主管 也已经是将早已准备好的名单 双手奉上 林恩瞥了周围一眼 随即接过名单 翻阅了起来 缓缓道 现存的傀儡一共有多少 那个一一主管严肃道 处于封存状态的傀儡一共有524个 超凡街的傀儡130个 灵主51个 死罩5个 而除却用以研究的非战斗型傀儡之外 剩余的皆为超凡以下的特异战力 林恩心中一动 即便是他已经对一一的底蕴 有了很深的了解 但他还是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高阶傀儡 而这仅仅 还是整个一一阵营的一个分布 超凡街是人偶小姐之前 所在的这个阶段 领主的话毫无疑问是雪衣女士 自己的师父和人偶夫人 他们所处的位阶 在网上便是爱丽丝所处的死罩集 然后便是君王 根源 简直无法想象 这几百年来 一一这个组织 到底狩猎了多少黑暗世界的强大生物 知识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就像如人类这般弱小的生物 却能够制造出毁天灭地的诸多热武器 甚至就连核弹这样的大杀器 都能够掌握在手里 就足以说明一切 而这也让他明白 个体的实力除非超凡入胜 成为一方根源 不然永远会被这样的组织压一头 甚至连根源级的力尾坦 都能够被制造出来 那就算是君王级 也绝对不是没有可能 带我去看看 林恩震惊到 那个主管垂兄 随即让开了一条道路 邀请林恩进行参观 让自己的小弟们 全部在门口等候 随即林恩便在那个 一一主管的率领之下 大步地踏入了这座神秘的 傀儡工厂的黑暗深处 而没走几步 林恩就看到一个又一个庞大的血肉容器 就像是方阵一样 整齐地助力道路的两侧 容器当中注满了粘稠的液体 每一个容器当中 都被静默地封存着一个扭曲的血肉生物 很多生物就像是 被人强行将不同生物的部位切割开来 然后再扭曲地拼装和缝纫在一起的聚合体 甚至许多傀儡生前的痛苦和扭曲 都被定格在了这一具又一具傀儡的脸上 踏入这里 就像是来到了一座真正的地狱 这就是我们利维坦内库存的所有傀儡 而为了更好的控制 灵主以上的傀儡都被我们间接活着 直接地进行了抑制抹除 虽然实力会大打折扣 但我们吸取了机械神教方面的知识之后 也已经发展到 可以让我们通过神经链接 对它们进行远程操控的地步 而通过傀儡技术的交易 我们和黑暗世界的各个组织之间 都有着深入的合作 可以说 很多势力和组织都很愿意花大价钱 从我们这里购买一些足够强大的战力 帮它们充实自己的抵御 听着那个主管的讲解 灵恩的目光 则不停地在周围的傀儡容器中搜索 而也就是 在他路过一个容器时 容器当中的一个傀儡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血肉傀儡 是作型地狱行者 等级 灵主 种族 缝合怪 阵营 混乱邪恶 战斗能力 无可匹敌的强大造物 介绍 最初代的血肉傀儡原型 由315博士 利用顶级的血肉改造能力 拼合出的怪物 可以通过不断地吞噬和直装 而进化出更强的战力 出使抑制以破碎 现已沦为了一件极为强悍的战争兵器 灵恩的瞳孔微微收缩 你们曾经是不是和魔人协会交易过 这个傀儡 让我有些眼熟啊 灵恩眯着眼 淡笑地询问道 那个主管停了下来 转头望向了灵恩面前容器当中的那个血肉傀儡 苍老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些笑意 道 正常 我们傀儡工厂 和各大组织之间都有隐秘的合作 不过具体和谁在做交易 这就只有高层们们自己知道了 我们只负责生产和服从命令 不过毫无疑问 能交易的 都是我们工厂开发出来的最好的作品 原来如此 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 魔人协会最尖端的血肉造物 居然暗地里也有异议的参与 第615章 一般的白痴操纵不了 看来今天真的还有意外收获 我知道了 灵恩点头 随即揉了揉太阳穴 道 我想自己来挑选一些合适的傀儡 你就先下去吧 等我选好之后 我再把名单交给你 那个一一一正 随即微微汗手 缓身告退 虽然他是傀儡工厂的总管 但是有315博士的授权 他自然也是不敢提出任何的意义 很快 伴随着傀儡工厂大门的闭合 工厂内部 顿时便只剩下了灵恩一个人 灵恩的目光一瞥 立刻通过自己的权限 接管了整个傀儡工厂内部的视野 在确定了并没有任何的眼线和窥视之后 喵喵和黑咸月也立刻被他放了出来 找 灵恩转头四顾 严肃道 立围坦内所有的傀儡都在这里了 如果喵喵你的家人还在的话 应该能从这个工厂内找到一些线索 喵喵立刻点头 用力地抹去了眼中的湿润 目光变得坚定了起来 父亲 哥哥 他现在还记得他们当时的样子 几个世纪了 真的可以让喵喵再次见到你们吗 而灵恩也没有闲着 立刻便拿着照片 飞快地沿着每一个容器比对了起来 但是灵恩也知道 时隔几个世纪 而且 中间还出了那么多的乱子 他们还在的几率 就是无限接近于零 但即便如此 也不能放过 哪怕任何的一丝希望 飞快地寻找与比对 剩余的傀儡也越来越少 但是没有 没有 喵喵的脸色 也逐渐变得苍白了起来 而也终于是他们 停在最后一个直装着傀儡的容器面前时 喵喵的大脑轰然一声巨响 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没有 灵恩的眉头紧锁 死死地望着面前的傀儡 而为了再一次确认 他用力尾坦的神经链接 从工厂的各处 再一次对所有的傀儡 进行了一次检查 但是依然一无所获 而所有的事情 都在向他们证明 喵喵的父亲和哥哥 恐怕早已经在几个世纪前的那场大火当中 被复制一句了 看着喵喵那呆呆的样子 灵恩只能是将他报警 没事的 主人 喵喵伸出手 抹去了眼角的一丝湿润 用力地对着灵恩 露出了一丝通红的笑容 喵喵本来也没有抱有这样的希望 是主人哥哥 您带喵喵来的这里 我知道 主人也一直想要为喵喵找到家人 但是真的是没事的 他很坚强 他也没有再像之前一样 哭泣和崩溃 其实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他也早就已经成长 早就已经不在是之前 那只知道哭泣的洒猫咪 因为 也一直在努力地寻找 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灵恩深吸了一口气 复杂地望着面前的这只猫耳娘 只能是握紧他的肩膀到 等哥哥镇压了那个博士之后 一切的一切都能够水落石出 绝对不会太久的 而他也知道 现在绝对不是在纠结这些的时候 他必须立刻展开自己的计划 他抬起头 扶了负担片眼镜 然后立刻来到面前的 那个傀儡的容器前 按照手册上面的操作方法 将容器内部的粘液全部放进 伴随着粘液哗啦啦地流进 面前的那具傀儡的全貌 也缓缓地浮现在了他的面前 随即他打开容器 闭上了眼睛 而依稀可以看到 一根根细细的触手 从他的指尖蔓延了出去 然后刺入了那个傀儡的后脖梗 探入了他的血肉当中 而他想要做的事也很简单 那就是夺取这些傀儡的控制权 让他们成为自己最大的助力 但想要做到这一点 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这些傀儡地体内 基本上全都直装着 可以与立维坦进行链接的装置 现在他固然能够通过立维坦 对他们进行控制 但一旦摆明身份 那他的控制权也立刻就会被剥夺 所以必须想办法 对此进行窃夺 人有小姐 你的职业是控偶师 你有什么办法 能够驱除掉立维坦 对这些傀儡的影响吗 林恩闭着眼睛问道 黑贤月走了过来 抬起头 没有多言 微微地抬起手 一根根丝线 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然后以同样的方式 刺入了面前那个傀儡的体内 而刚一链接进入那个傀儡的体内 他便是一阵 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 他发现林恩控制着的那些细小的触手 此时此刻 正在那个傀儡的脑干上 用血肉铭刻着一个复杂的符文 傀儡之印 作为一名控偶师 他仅仅是通过符印的勾画 就一眼看出了那个符文的用途 而且从那文路上来看 那竟是一种 他从未在黑暗世界见过的符印 非常的复杂 甚至比他学会的一些符印 还要来的高级 他是怎么掌握的 这种级别的傀儡之印的 因为以他对林恩的了解 他深耕于血肉领域 对咒术领域的知识 不能说是一窍不通吧 至少也是一片空白 你不知道 那个符印的用途 黑贤月的语气当中 第一次表现出了 犹豫的情绪波动 林恩闭着眼睛 照猫画虎地刻画着 我当然知道 但我只知道怎么画 至于他的原理 我就一直半解了 所以 这不是才找你来指点和参考一下吗 黑贤月定定地望着他 总感觉这个家伙索 似乎比以前更神秘了 不过他并没有对此深究 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 他观摩着他刻画出来的那个符印 想了片刻 道 你的这个符印很高级 或者说是很完善 完善到几乎省略了 所有需要复杂操作的咒术手法 用你能理解的话我来说 就是已经省略到 白痴都可以随意操控的程度 林恩 为什么总感觉 他好像是画里有画呢 林恩思索道 那你能操作吗 黑贤月摇头道 不能 这个符文虽然省略到了 白痴也可以操作的地步 但里面还藏着一种特殊的机制 好像是专门和你绑定在一起的 如果其他人强行激活的话 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林恩争着死于眼道 也就是说 这个符印 只有我这个特殊的白痴才可以操控 一般的白痴还操控不了是吗 黑贤月想了想 点头道 是的 第616章 最后的表演 果断地抛弃掉 对白痴这个话题的恶劣讨论 林恩完成了对那个符印的最后一笔 随即睁开了双眼 瞥了他眼道 那如果那个315博士 利用利维坦 和我争夺这些傀儡的控制权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 黑贤月闭上了眼睛 通过丝线 感知着这个傀儡内部的构造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用丝线在那个傀儡的脑干 和脊椎上标出了两个点 这里和那里 这两个节点 是这个傀儡与利维坦建立链接的主要输入口 你在这两个部位 同样刻画上你刚才的那个符印 我让你停的时候 你就停 完成之后 一旦有人想要通过利维坦 和这个傀儡进行链接 那立刻就会触发你那个符印的反噬 应该可以直接将丝利维坦 进行链接的神经组织摧毁掉 林恩点头道 好的 黑老师 然后林恩便按照黑贤月的指点 利用同样的方式 在他所指出来的那两个节点之上 刻画了起来 非常的听话 就像是一个万恶的乖乖学生 停 不需要再动几下吗 我才刚有感觉 不需要 果断地阻断掉 他把话题往奇怪地方拉扯的想法 这样就可以了吗 黑贤月将丝线从那个傀儡的体内抽离出来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转头望向林恩 撇了他一眼道 可以了 说完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解释 身形再一次地进入了隐形的状态 林恩呼了一口气 然后转过头 目光落在了整个工厂数百个傀儡之上 知道自己接下来可是有的忙了 不过所谓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自由出入 都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林恩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便在每个傀儡之上都刻画了傀儡之意 而也的确和人偶小姐说的一样 的确是白痴型操作 因为他只需要动一动念头 集中在某个傀儡的身上 便立刻能够和那个傀儡建立链接 你动哪 他就动哪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灰色 林恩诡秘一笑 大步地向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而接下来 就需要一场极为辉煌的胜利 来将自己和银色幻想 送到那个最终的boss面前 从而拉开这场浩大的决战 立伟坦的走廊中 爱丽丝伪装的林恩和银色幻想一左一右 手中的剑刃 已经是将挡路的所有的一衣沙穿 血流成河 所以 你说的都是真的 银色幻想冷冷地及持 转头望向身边戴着鸟嘴面具 伪装成为林恩的爱丽丝 是有一个一衣用了你的身份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挑拨我们主宰和艾文爵士的同盟 爱丽丝按照林恩告诉她的那些话 声音沙哑道 是的 我本来是想要打入她们的内部 好暗中对我们的目标进行斩首 对我进行过研究 我的计划失败了 银色幻想冷声道 你说谎 如果那个人不是你 为什么他能够使用 只有你才会的欲望打击能力 而只要想到之前的不堪 他就恨得牙痒痒 爱丽丝沙哑道 致谢小姐 那种能力不是只有我会用 她们的欲望直装 同样欲望打击的能力 而根据我掌握的信息 那个冒充我的家伙 是用了整个利维坦所有的欲望直装 然后聚合起来对你进行的打击 因为之前地下咱们俩之间的事情 早已被他们掌握 他们正是想要通过这一点 来使你相信 那就是我 这些弯弯绕绕的话 全部都是灵恩提前告诉给他的 爱丽丝只需要照着念就可以 但银色幻想依然是将信将疑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一种感觉 因为以他对这个家伙的了解 他无意间的一举一动 都会流露出了一种 让人觉得变态而邪恶的感觉 就像现在 以他对那个家伙的了解 他肯定不会这么正经的 和他并肩杀敌 没有突然不小心的 无意的给他来一记 以M之拳 已经是天大的善良了 甚至你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摩他 都会发现不够 必须要保持着更大的恶意揣摩 才能够勉强跟得上他的节奏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看着他怀疑的目光 爱丽丝唯恐自己露出破绽 立刻便沉沉道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最好能够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 杀入第一枪室 不然的话 等他们调动起整个立围坦内 所有的资源来对付我们 那一切都会为时已晚 但也就是在爱丽丝 刚刚说完的那个瞬间 他们所在的整个走廊当中 顿时便传来了一声声诡秘的笑 哈哈 不 两位 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了 你们不觉得吗 此言一出 银色幻想的目光顿时大变 因为瞬间便听出 这个声音 就是之前屏幕上出现的 戏弄他的灵恩的声音 他立刻转头 望向身边的灵恩 却是也看到他也是 猛地停了下来 阴沉地抬起了头 不是吗 真的不是同一个人 而也就是 在下一刻 他们所在的整个走廊的两侧 都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 粘膜组织构成的屏幕 而在屏幕当中 显露出来的 正是和灵恩长得一模一样的那张脸 他的脸上 带着邪恶而诡秘的笑容 同样带着单片眼镜 双手撑着前方 整张脸 都像是要从屏幕中探出来一样 给人一种极为疯狂的挫乱感和压迫感 灵恩微笑望着他们 戏血道 致谢小姐 你可不要被欺骗啊 我才是你心心念念的灵恩 你身边的那个 不过是一个冒牌户而已 你真的觉得 以我的性格 真的会放下成剑 和你这样像我丢过核弹的机械婊子 并肩作战吗 嗯 此言一出 银色幻想的目光瞬间一沉 杀意弥漫 而爱丽丝也立刻就明白 哥哥他的计划 恐怕已经是到了最后一步 自己也必须要跟上哥哥的节奏 虽然他也并不知道 哥哥要做什么 第617章 用失败 铸就的尖刀 那一刀没把你杀死 是你命大 你放心 我们很快就会来找你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爱丽丝伪装的灵恩 阴沉而沙哑地说道 手中的镰刀 也蹦射出了心红的光玉 哥哥可千万不要讨厌爱丽丝啊 爱丽丝只是为了配合哥哥 并不是真的想要说这些话出来的 爱丽丝在心中小声地念叨着 而灵恩却是哈哈大笑 可以说 这声音当中充满的恶意 就和他看过的所有的电影中 反派的恶劣形象都极为的贴合 而左左已经是尬的 恨不得把自己打晕过去 只能拼命地 将自己伪装成为一只普普通通的左手 灵恩冷笑地望着他们 深深道 你们没有机会了 因为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丰盛的宴席 不过放心 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就杀了你们 我会留着你们慢慢地折磨 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而也就是 在他说完的下一刻 他们前方尽头的大门猛地打开 滚滚的血色瘟疫蔓延了出来 而银色幻想和爱丽丝也是立刻便看到 就在那滚滚的血雾当中 缓缓地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漆黑而死寂的身影 傀儡 银色幻想的目光冰冷 立刻便认出了那些身影的异状 因为他们没有思维 目光空洞的就像是尸体 而也就是下一刻 那些傀儡整齐滑衣地抬起了头 身上的气息瞬间弥漫了出来 甚至让周围的血雾都翻僵倒海般地翻涌 死罩 银色幻想的目光一变 五个死罩结 而且不仅仅只有这五个 在他们的身后 在那密密麻麻的身影当中 一个又一个实力不弱的气息 几乎汇聚成了一股洪流 这一刻 他也终于是意识到了此行的凶险 屏幕当中 林恩淡笑地注视着他们 道 不是我们对付不了你们 两位 其实我们等的 就是能把你们一网打尽的这个时机 而现在 林恩先生既然主动不再隐藏和渗透 那我们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忌惮的了 说实话 林恩先生 还是我太高估了你 如果你继续伪装 成为我们一一 那我们 还真的不得不小心 但你却做了最愚蠢的一个决定 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的怪异 而你的这个决定 也注定了你们此刻的结局 而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所有空洞的傀儡都抬起了头 然后瞬间化作了一道道虚影 向着他们冲杀而来 发动了极为凌厉的进攻 爱丽丝条件反射地 便望向了屏幕上的林恩 握紧了手里的镰刀 而她的意识当中 也立刻就响起了林恩低沉的声音 准备战斗 但要保存实力 我会让这些傀儡对你放水 但你要让自己被制服的合情合理 只有你们的失败 我才能合理地 把你们送到315博士的面前 到时候 才是我们和他们真正的决战 这一刻 爱丽丝立刻就明白了 自己哥哥的计划 显然 事情到了这一步 也就说明 哥哥他已经彻底地掌握住了 整个立威坛的局面 而他也对自己哥哥 这一场串计划的缜密 而感到心悸而激动 用一场盛大的失败 将他们送到他们 最终要面对的那个 是 哥哥 我明白了 爱丽丝目光坚定 手握镰刀 也是立刻按照灵恩的指令 迎着那些傀儡便冲杀而去 坑枪 巨大的镰刀 瞬间便与一个血肉怪物手上 直装的电锯撞击在了一起 而唯一被蒙在鼓里的银色幻想 也是目光冰冷 立刻便拿着单分子剑 毫不畏惧地 便冲向了一个冲杀而来的傀儡 落实 灵恩的出现 毫无疑问 已经是向他证明了 他身边这个灵恩的真实性 虽然依然有很多的疑点 但现在 也已经不是他考虑的时候了 哄 这一次 他再没有任何的顾忌 伴随着数据流的闪动 他直接便是将爱丽丝伪装的 灵恩拉到身后 对着那所有的傀儡 就进行了一波核弹洗地 就和灵恩预料的那样 绝对秩序的机械体 即便是对自己心存恨意 在大势大非的面前 也并不会真的将自己一起秃秃掉 因为想必他也明白 这个时候损失一个队友 那他也将必败无疑 灵恩嘴角微翘 而在利维坦的各处 这里的画面 也已经是同步传输给了所有的异议 甚至就连第一枪势中的高层 也全都一直集中地观摩着这场大战 而灵恩的目的也很简单 只要这场战斗胜利 那自己就能够更进一步地 得到那个315博士的信任 而混乱生物 最擅长的不就是背叛吗 他会用这场战斗的胜利 让自己成为那把 可以对他发动致命一击的尖刀 一刀定胜负 第一枪势之内 即便是正控制着利维坦的315博士 也是抽离出了部分的注意力 将目光放在了这场决定战局的大战之上 他的脸上带着淡笑 毫无疑问 即便是到了现在 他依然没有对灵恩产生任何的怀疑 因为灵恩已经通过落实的 这个身份的一系列表演 将这个身份彻底地坐实了下来 他被蒙蔽在了灵恩一手 创造出来的信息检方当中 所有能够接收到的信息 都在灵恩的掌握当中 非常的好理解 一开始拿直装工厂进行献祭 对整个利维坦内大部分一一完成了贿赂 也就等于是用出卖部分利益 堵住了他身边人的嘴 因为对于混乱生物 没有谁会和好处和钱过不去 这样一来 即便是那些对他有些怀疑的高层 也会在灵恩的主动示好和贿赂中 闭上他们的嘴巴 毕竟怀疑是单方面的 而利益却是实打实的 然后便是灵恩通过对银色幻想的态度和打击 通过让爱丽丝伪装成的自己现身 对他展开袭击 这也进一步坐实了 他不是那个灵恩的事实 因为总不可能自己刺杀自己吧 这太离谱了 所以才说 爱丽丝出场的那一刻 基本就已经打消了所有人对他身份的怀疑 第618章 两大入侵者全部被镇压 但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漏洞 只要调查 就一定能够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他 那就是以M之力 他们直装工厂的欲望直装 就算是几十个几百个聚合起来 也真的能够突破银色幻想的防御吗 这里就要打一个 而这也是灵恩 为什么会把整个直装工厂都陷进了的原因 那个唯一一个能看出问题不对的高层 已经是被他挤对地 现在还在医院里吐血呢 而就算真的看出来问题 在灵恩把他整个工厂 都分给其他高层的前提下 他说的话 也将是狗屁不是 所以至此 灵恩已经是成功地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操作 蒙蔽了所有人的眼睛 轰 伴随着巨大的冲击 爱丽丝伪装成的灵恩 在两个死罩及傀儡的围攻之下 被重重地冲飞了出去 身体被砸在墙壁之上 脸上的鸟嘴面具也是直接破碎 露出了半张已经被爱丽丝调整过 和灵恩一模一样的脸 刷刷刷 锋利的刀刃 瞬间便比在了爱丽丝伪装的灵恩的脖梗上 直接就被制服 灵恩 被围攻的银色幻想的目光俱变 猛地挥舞手中的丹分子剑 紧要银牙 想要突围出去 将那个他心里恨不得千刀万剐的家伙解救出来 因为他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任何的内斗都将是更快地让他们走向灭亡 扑刺 丹分子剑瞬间破开了一个傀儡的胸膛 可以说 在没有以M之力的影响下 他的战斗力是极为可怕的 甚至是三个死兆级傀儡和十几个灵主级 竟都无法将他彻底制服 毫无疑问 这就是死心结晶所带来的无敌的防御力 但灵恩也非常清楚 就算他再强 在这么多可怕的高阶傀儡之下 正面冲杀的话 就算再加上 自己也绝对没有办法杀到第一枪势 是时候该让自己帮他一把了 总指挥室内 灵恩眯着眼 手掌连接着利维坦的神经突出 瞬间便控制着那个走廊内的血肉墙壁 将利维坦内的所有的渴望装置 全都显露了出来 然后 发动 问 刹那间 强大的以M之力 立刻便在他精密的操控之下 沿着神经脉络 被灌输进入了那一个又一个装置当中 然后瞬间发动 啊 正拼命冲杀突围的银色幻想 立刻便受到了M的波及 一下子大叫地软了下来 而在外人看来 这是那密密麻麻浮现出来的 渴望直装共同发动才起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灵恩明白 那些渴望直装虽然强大 但是单纯的打击 根本就破不了银色幻想的意识防御 他只有在自己的EM面前 一碰击倒 镇压 灵恩立刻便沉沉地向那些傀儡 发出了指令 刹那间 几乎是在银色幻想倒下的那一刻 一根根粗大的锁链 瞬间便从一个傀儡的身上蔓延了出来 如蛇一般将他的身体重重叠叠地束缚 五大死罩级的傀儡同时出手 终于是将这个机械机束缚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 至此 战斗尘埃落定 两大入侵者 全部被镇压 而看到这一幕 看着画面当中 咬牙切齿拼命挣扎的银色幻想 还有面色阴沉 全身是血的那个灵恩 315博士的脸上 也终于是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因为即便是他也没有想到 对这两个入侵者的围歼 居然会如此的简单 好 好 好 他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双眼眯了起来 随即便接通了与总指挥室内落实 林恩的画面 你做得非常不错 落实 你的确没有让我失望 谢博士夸奖 林恩嘴角一翘 单膝跪地 表现出了那么一丝隐晦的得意 因为这样才更符合他的人设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感觉到有些不太真实 因为一切都真的太顺利了 特别是那个叶一 他难道真的这么容易就会被制服吗 因为他可是记得 在之前的战场上 那个叶一曾经爆发过一股极端诡秘的力量 甚至还差一点重创万机之神 他真的会这么简单被镇压 他产生了一丝怀疑 你要小心那个叶一 315博士的表情收敛了下来 眯着双眼 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落实 林恩 那个家伙诡计多端 之前在万机之神的亲自镇压下 都没能杀得了他 这次却这么容易就被你镇压 这可不像他表现出来的实力 博士您的意思是 林恩目光闪烁 让自己表现得更加真实 315博士迷眼 我怀疑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他肯定还隐藏着一些我不知道的后手 我的直觉告诉我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林恩思索 眼中闪过一丝残忍 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深深道 博士 要不 杀了 毕竟死了的话 那不管是什么后手 也就都没什么用武之地了 315博士迷眼道 不 他体内似乎隐藏着某种异常的力量 上一次和万机之神对峙时 就是因为把他逼迫到了绝境 那股力量才被激发了出来 所以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而且 母神陛下对他 也是格外的感兴趣 林恩顿时心中一动 第619章 机械也是要有脑子的吧 这还是他第一次从易一的口中 听到母神这个称谓 是谁 是易一这个组织背后真正掌权的元凶吗 可以说 易一这个组织 从诞生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神秘 虽然说是衍生于他们叶一 但是对于他们背后的领袖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消息和传闻 甚至就连艾文爵士 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 但只要想想就知道 不可能没有 这么大的一个组织 而且内部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信仰混乱 邪恶的卑鄙之徒 想要让这样的组织 长时间维持体质 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极为强有力的存在维持 这样的组织可以说是寝客间就会分崩离析 就像血肉神教 至少两大根源坐镇 才维持住这个庞大的体系 那易一呢 易一背后站着的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博士 请问母神陛下士 林恩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他敢这样问 也是因为他搜寻过落实的记忆 他的记忆当中 对此根本就是一片空白 只知道 他们易一的背后 站着一位极为强悍而可怕的邪神 但像他这样的地位 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 315博士但笑道 你这次立了大功 等我真正授险你 成为我们分部的第八指使之后 我会带你去亲自面见母神 让你长长见识 林恩立刻垂手 面露惊喜道 是 博士 林恩知道 想要从他的嘴里问出一些什么 显然不太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制服 然后刑讯逼供 博士 那他们两个 我们该怎么处理 林恩维持着下手的表现 小心地询问道 315博士 缓缓地挑了挑手 道 带他们过来 不过为了防止他们有什么诡计 给他们带上诅咒的枷锁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又怎么可能 不让外面的那两位根源观摩一下呢 低枪是周围的一一高层 也全都露出了冷笑 自然是一眼 就看出了他们博士的用意 这是多么的愚蠢 把翻盘的机会交给两个小辈 还把他们单枪匹马地 送到他们的立围坦 还想要进行斩首行动 这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 是 博士 我立刻去办 林恩也是配合的鬼秘一笑 随即切断了和低枪式之间的联系 而这也正如他所意 切断联系之后 林恩立刻便换上了那一套华丽的一衣长袍 戴上了乌鸦面具 随即便带着自己的小弟们 大步地向着控制着银色 幻想他们的那个走廊的方向而去 走廊当中 银色幻想咬着牙 被五大死召集的傀儡 死死地镇压和捆腹着 拳头紧握 动弹不得 而在他的身边 爱丽丝伪装成的林恩也是低着头 表情平静 一动不动 你不是他 银色幻想的声音 瞬间便在爱丽丝的意识当中响起 爱丽丝的目光顿时移动 侧眼瞥了一眼身边的银色幻想 你什么意思 银色幻想依旧保持着 那挣扎而气急的样子 但是双眼当中隐藏的含义 却是丝毫不减 反而愈加浓厚 他冰冷的声音 再一次在爱丽丝的脑海当中响起 我不蠢 那些欲望直装 和那个家伙能力之间的差别 我还是能够辨别出来的 一一和血肉神教的欲望打击能力 早就被我们破解反制 这不是单纯依靠数量的优势 就可以突破的 真正起作用 是他混杂在其中的 属于他的能力 刚才那个家伙 就是他 爱丽丝顿时一致 他没有说话 保持着沉默 因为他知道 在遇到没有办法回答的事情时 不说话 就不会入出破绽 银色幻想双眼寒意地望着前方 船音冷声道 所以 这也是他的计划 他也没有真的背叛是吗 他是想要通过打入他们的内部 然后再进行斩首行动吗 爱丽丝 而他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远处已经是传来了秘籍的脚步声 他们回头 只见一个又一个傀儡 木然地退后到了两侧 穿着华丽服饰 带着苍白乌鸦面具的落石 林恩 被十几个一一队长簇拥着 大步地走了过来 而人未到 掌声便已先制 林恩拍着手 鬼秘地微笑着 以一个胜利者的姿势 一步步地向着他们走来 两位 真没想到 我们最后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见面 你们不觉得讽刺吗 花了那么大的功夫 大费周章地侵入进来 最后却栽在了我的手里 不知道 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周围的一一全都冷笑着 而银色幻想冷冷地注视着他 眼中的杀意 丝毫不见 但是非常明显 林恩 在其中看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但林恩不为所动 脸上依然保持着淡笑 伸出手 旁边的一个一一立刻便恭敬地地上来了两个铭刻着皱纹的枷锁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的博士还不急着要你们的命 我们的博士很愿意看一看你们的那两位主宰 看到你们跪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 我想 那一定非常的有趣 咔哒 林恩俯视着 亲手为自己面前的林恩戴上了蕴含着诅咒的枷锁 随即他又拿着枷锁 转头细血无比地望向了旁边的银色幻想 那眼中讽刺而古怪的笑意 让银色幻想感觉到如坐针毡 随即 林恩缓缓地凑到了他的耳畔 低声道 智谢小姐 就算是机械 也是该有脑子的吧 叮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加实 叮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加实 伴随着耳边的系统提示 林恩望着他眼中汹涌而出的怒火 微微一笑 迅捷地站了起来 然后直接便在他的脖梗上戴上了诅咒的镣铐 毫无疑问 就算没有爱丽丝的报告 他也能看出银色幻想眼中对他的身份的怀疑 虽然能瞒住他的确更让人玩味 但是很明显 想要真正骗过这个机械机 而不留下一点痕迹 还是有些难度的 毕竟自己是唯一一个在他的身心内外 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的男人 他对是不是真的自己 肯定是非常敏感的 就像当你适应了某个人的尺度之后 你再体验别的尺度 绝对一下子就能感觉出不一样的地方的 而既然如此 那林恩索性也就不装了 第620章 给你一个加入我们的机会 他微笑地后退了一步 来人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让博士好好地处置他们 是 周围的一一单手捶胸 立刻上前 将二人押送 而因为被扣上了诅咒的枷锁 银色幻想和爱丽丝的力量 也全都被镇压在了体内 而在被押送的过程中 银色幻想 依然是用那种混合着杀意和愤怒的目光望着他 但是并没有真的将他戳破 显然 就算是两人是那种 恨不得将对方千刀万剐的存在 但基础的默契还是有的 因为很明显 从这一场戏中银色幻想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可能没有真的背叛 而是有着某种万恶的谋划 爱丽丝 记住我说的话 林恩跟在他们的后面 大步地向着第一枪势而去 通过意识缓缓地传音道 接下来去了第一枪势之后 你们看我的信号 在我帮你们打开枷锁的那一刻 便是你发难的时候 其他人不要管 你的目标是那个315博士 只要能杀了他 我们的目标 才能够真正地达成 爱丽丝的意识立刻回复道 嗯嗯 哥哥 随即他犹豫了一下 小声地询问道 需要将计划告诉那个机械姐姐吗 林恩缓缓道 不用 他虽然格局不大 脑子还有坑 但好歹也是至高机体 你动手的时候 他也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大概也已经猜到了我的目的了 不然刚才 如果他真的动用根源之力 这五个傀儡 还真的不一定能制服他 嗯 哥哥 中断连线 林恩脸上的笑容愈发的诡秘 他看了看自己正常的左手 扶了扶脸上的乌鸦面具 带着深深的恶意 大步地向着第一枪式走去 隆隆隆 伴随着第一枪 是血肉大门的缓缓打开 林恩带着那五个死罩级的傀儡 和被押送的银色幻想二人 大步地走了进来 高高的王座之上 苍老的315博士坐在那里 两侧是整齐地排列在列的 各个部门的高层 森严而寂静 林恩嘴角一翘 大步向前 一撩袍子 单膝跪地 向着王座之上的315博士 单手抚凶 道 博士 人已经带到 请您发落 315博士 淡笑地坐在王座之上 目光注视着 被镇压和束缚在地的 银色幻想和林恩 道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林恩抬起头 站了起来 瞥了一眼周围的那些高层 随即便在空出来的 最后一个位置站了过去 表现的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异常 气氛森然而肃木 315博士 缓缓地从王座之上站了起来 一步一步地躲在王座前的台阶上 目光从冷冷地盯着 她的银色幻想的身上 扫过 最后落在了被镇压在地 表情平静的林恩身上 林恩 你有没有很疑惑 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名字 315博士淡笑地俯视着她 脸上的褶皱 就像是凝固的火山岩 爱丽丝抬着头 表情漠然 一句话也不说 她缓缓地围绕着林恩夺步者 背负着单手 缓缓道 你应该还记得 你在黑夜城时 杀过的那个一一吧 她叫森一 是我的学生之一 你也不用意外 当时派她去试探你的那个人 就是我 林恩微微地瞇了瞇眼 315博士抬着头 夺着步 嘴角微翘道 我们起初其实对你并不在意 因为一个刚刚成为业一的年轻人 又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但怪就怪在 主母居然对一个刚成为业一的年轻人 这么在意 甚至还特意为你举行了 盛大的入职的仪式 后来我才知道 你似乎天生就具备着 某种能够缓解 或者解除诅咒的能力 不得不说 这的确是能够让你成为 让主母重点关照的对象 毕竟对于那些饱受诅咒 困扰的坠落者来说 这个能力不言而喻 她走到了林恩的面前 用一种胜利者的姿势 淡笑地俯视着她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对你非常地感兴趣 特别是我们的母神陛下 更是对你青睐有加 她是多么地希望能够 将你占为己有 能够将你度化进入我们的阵营 只是 你一直不给我们这个机会 而我们在对你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更加地看好你 因为你几乎具备成为一名 意义所有的品质 他的目光 就像是一种赞许和肯定 足够混乱 足够残忍 道德从来成为不了束缚你的枷锁 也许你本心向善 但你不会轻易试人 你在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更偏向于混乱邪恶的范畴 而更重要的是 你似乎天生就拥有 给予别人疾病和痛苦的能力 你的种种表现都在向我们说 你几乎是一个天生的一一 你加入业一 不是因为什么理想 而只是因为 第一个发现你的 不是我们 而是那些业一 说到这里 他的眼里露出了一丝怜悯和遗憾 林安 爱丽丝 所以 我其实非常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315博士夺步着 缓缓道 如果你现在弃暗投明 摒弃业一这个身份的话 我可以立刻接纳你 权力 地位 金钱 女人 以及你能想到的一切 业一们能给你的 我们都能给你 业一给不了的 我们也能给你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你可以拥有绝对的自由 只要你一句话 我可以立刻帮你杀了你身边这个机械体 或者 如果你想要留着玩弄的话 我也有办法 将它改造成你希望的样子 好好地解放一下你的天性 如何 此言一出 林安一下子就活落起来了呢 你做梦 银色患患想冷声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他知道这个时候 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因为他知道 以那个家伙的混蛋程度来说 他现在心里绝对已经非常的活落了 因为他绝对是那种 非常经不起诱惑的生物 就算没那个想法 心里也肯定会琢磨一下的 第621章 所以才说 要更小心一点啊 林安琢磨印 不需要 但是还没有得到林安的指令 爱丽丝便已经是冷声地抬起头 沉沉地拒绝了她的这个招安的提议 站在旁边的林安的手顿时一将 315博士夺步着 看样子对林安的这个回答 没有一点意外 他缓缓道 是吗 不过我们也并不需要你真的答应 我们有的是办法彻底地改变一个人 只是让我感到非常不解的是 以你在面对万机之神时 所表现出来的应对手段来说 你真的会这么轻易地 就被我们制服吗 虽然在五个死罩级傀儡面前 你们的胜算的确不大 但既然连根源级都能够被你周转的 让他杀不了你 那面对几个死罩级 你表现得 也未免有些太不尽如人意了吧 你说呢 落实 他微笑地注视着被镇压的林安 目光没有望向不远处的落实 林安 但却是带上了他的名字 林安微微眯眼 缓缓地抱拳 道 博士 依我看 这个林安 也不过是一个色力内人之辈 之前他对付万机之神 靠的也不过是那几本书 和那股奇怪的力量 至于他自己 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15博士缓缓地夺步着 望着被镇压的林安 道 不 那是你太小瞧他了 他 怕是总能给你搞出一些新的花样 让你猝不及防 毕竟能在这个世界 还混得风生水起的人类 可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随即 他拍了拍手 背负起双手 都望着被镇压在地的林安 缓缓道 落实 杀了他 此言一出 周围的气氛瞬间变变地紧张了起来 甚至就连温度都骤然低了好几度 这一刻 林安的心理也立刻就明白 这个315博士 怕是已经对这件事情有了疑心 或者说已经不只是疑心 但林安依然是面不改色 面具之下 嘴角一翘 很正常地回应道 是 博士 随即他便从腰盘 拔出了直视的配件 不急不缓地 向着爱丽丝伪装成的自己走去 锋利的剑尖指向了他的头颅 爱丽丝控制着那具身体 抬着头 表情平静地望着他 而只有林安自己能够看得出来 那隐藏在目光下的信任 抱歉 林安淡笑地 举起了手中的剑刃 道 看来今天你要死在我手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底牌的话 可不要再藏着眼着了 不热暗的话 那可就没机会了 而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林安手中的剑刃一力 猛地向着爱丽丝伪装成的 自己的头颅斩下 巨大的力道 让人根本不会怀疑 这一剑的凶猛 也根本看不出 有任何收力的动作 这一剑下去 可以说必然会让他伸手一出 但也就是在即将鲜血蹦剑的 最后那一刻 哗啦啦 伴随着一阵破空声 一根漆黑的触手 骤然从身后暴射而来 然后一瞬间缠绕住了林安的左手 将那巨大的力道 瞬间卸了下来 而剑锋已经几乎是 没入了林安脖梗后半厘米 鲜血流淌 博士 若时 林安 转头 疑惑地望向了爆炸出触手 制止了他行动的315博士 周围的气氛紧张得 几乎能滴出水来 315博士没有回复他 而是冷漠地转头 一步一步地向着他的位置走来 肩膀上蔓延出的触手 也是慢慢地收紧 甚至让林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只触手刺入自己左手手腕的刺痛 但林安依然是不为所动 依然是疑惑和不解地望着他 缓缓地 315博士走到了他的面前 目光直视着他鸟嘴面具上的双眼的空洞 他的手也是缓缓地抓住了他的左臂 微微地用力 林安控制着自己这具身体的汗线 流出了些许汗水 也是下意识地把头低了几分 身体微微地表现出一些不易察觉的颤动 让心跳也缓缓地控制着加速跳动 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 停了十几秒 安静地甚至每一个人 都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 死的 315博士 扼着他的左手手腕 缓缓地问道 林安低头道 死的 315博士的目光 微微地瞇了瞇 直视着他的双眼 任谁都能够感觉到 那股巨大的压力 咔嚓 一声清脆的声响 林安没有说话 依然是低着头 任凭自己左手的骨骼 慢慢地扭曲 慢慢地躺写 终于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315博士 终于是缓缓地松开了 遏制着他左手手腕的手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毕竟我听说 那个叫做林安的叶衣 有一只拥有自己意识的左手 以前前所未见 今天怎么也得开开眼不是 林安立刻单膝跪地 捂着自己鲜血淋漓的胳膊 低手 一句话也不敢说 315博士淡淡地拿出手帕 将手上的鲜血缓缓地擦近 丢到了他的面前 道 下去吧 这里没你的事情了 林安低着头 捂着自己开裂的手臂 艰难地又挪开 摘下了自己的鸟嘴面具 露出了那张低着头的 满是冷汗的落实的脸颊 是 博士 然后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林安艰难地站起来 低着头 像急了一个 被震慑到了部下所该有的样子 而周围的那些高层 也同时在心底里 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们 也全都能够看出 他们博士刚才的用意 可以说 就是试探 而落实 也算是通过了这场考验 不然的话 他刚才就不是 断一只手臂这么简单了 而经过了这一次之后 估计他的身份 才会真正地在博士的那边洗清 众人也不再理会落实 而是重新将注意力 放在了被镇压的 那个林安的身上 但也就是在这一刻 低着头站起来 就要转身的落实的嘴角 却是猛的一窍 就像是阴暗的预言 一股巨大的乐意 也就在那猝不及防之间 他就那般出乎 所有人意料地抬起了头 无缝衔接地露出了那张 他们在资料当中 看过的极尽诡秘 和深意的笑容 他的右眼 漆黑如深渊 博士 所以才说 要更小心一点啊 第622章 什么是可为 什么是不可为 那个瞬间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巨变 但是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近到即便是315博士的反应迅速 也根本无法 在这触不及防的先机之下 反应过来 那一刹那 就在灵恩那诡秘的笑容中 他的右眼绽放如恶鬼 仿佛有无数的恶灵 在其中攀爬尖笑 发出了刺耳到极致的奸明 诅咒 那是根源级的诅咒 卡拉拉 那一刻 仿佛有无数漆黑的锁链 从他的骤筒当中蔓延了出来 一下子 便近距离地缠绕在了315博士的身上 漆黑的鲜血 也是从他的眼眶当中流淌出来 不是 周围的一衣 脸色巨变的嘶吼 但这只是这一切的序幕 几乎也是在诅咒被释放的同时 爱丽丝和银色幻想脖子上的枷锁 瞬间喀哒一声自动开合 而这一刻 爱丽丝也已经是等待许久 她没有任何的犹豫 娇小的身体 瞬间如幽灵一般 从那具躯壳当中悬浮而出 化作了一个全身不满裂缝 拥有无童之眼的怨灵 巨大的恨意 如洪水一般磅礴而出 那只苍白的小手 瞬间溺入了315博士的额头 抓向了他的大脑 银色幻想稍慢 但也在枷锁被解除的同时 手中便浮现出了单分子箭 冰冷的一箭 贯穿了那个博士的心脏 啊 凄厉的惨叫 瞬间响彻了整个第一枪势 而在外界 正在与三大根源大战的 万机之神和爱文爵士 也是立刻便看到 一直在头顶盘旋的 那只庞大的利维坦 猛地发出了一声震荡天空的长笑 就像是一只受到了重创的巨精 疯狂地扭动了起来 他们成功了 爱文爵士猛地抬起头 目光急促望向了 那只庞大的利维坦 因为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那只利维坦的精神波动 出现了巨大的震荡 毫无疑问 这是控制着那个利维坦的一衣 受到了重创 而天空之上的那个庞大的血色瞳孔 也注意到了利维坦的变化 目光瞬间一沉 二话不说 便猛地释放出了自己的污秽的精神 向着利维坦而去 毫无疑问 他是想要冲入利维坦的内部 用自己的庞大的意志 直接将林恩等人震杀 但万机之神和爱文爵士 又怎么可能会给他这个机会 见状 二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立刻便没有任何犹豫地 合力向着血肉支配者 发动了全力的打击 这让血肉支配者 不得不抽离出精神抵挡 你的对手是我 万机之神冷笑地吞吐着冰冷的云雾 庞大的龙手 散发出了这天的神威 血肉支配者目光冷漠 阴沉而沙哑道 这就是你们的计划 但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可以通过这种手段 就能够废掉我的利维坦 两位 你们小看了异一这个群体 也小看了我血肉神教 这场战争 我可以和你们打一辈子 但你们没有这个资格 再没有任何的言语 欲望母术和血肉支配者 也是相识一眼 目光冰冷 再一次向着 这两大科技文明的巨头 发动了灵力的攻势 根源之间的战斗 不会这么快结束 因为他们都是杀不死的 但只要能够让他们 缺失一个战脸 那这场战争的天平 就会清闲 而灵安他们就是 那天平上最后的一个砝码 利维坦之内 伴随着那一声刺耳 而凄厉的奸笑 这场盛大的表演 也终于是在这最后一刻 拉开了帷幕 本就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本就是要靠一己之力 来对抗整个利维坦的强敌 而他也终于用这场出色的戏剧 将尖刀送入了利维坦的最深处 送入了他们要面对的最终的这个意义的胸膛 啊 也就在痛苦的惨叫中 他的身体瞬间扭曲变形 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庞大的血肉的冲击 也让灵安三人瞬间后跃了数十步 灵安捂着自己躺血的右眼 脸上依然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脚尖缓缓地落地 戴上了自己的单片眼镜 爱丽丝和银色幻想 也是瞬间落在了他的两边 冰冷地抬起了头 这是一场真正的破局之战 而他也是 靠着自己对人心出色的揣摩 抓住了他意志松懈的那个时间节点 悍然跳返 为他降临了恶毒的诅咒 是你 你才是那个叶叶 这一刻 整个第一枪室内所有的一一高层 也终于是看清了这触不及防的巨变 震怒地冲了上去 将受到重创的315博士挡在了身后 可他们还是万万不敢相信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安扶了负担片眼镜 就像是一个贵族一般礼貌的失礼 微笑道 非常感谢各位的配合 若是没有各位前辈的鼎力相助的话 我也不可能一直伪装到现在 是的 如你们所见 我就是 你们要找到的第二个入侵者 我才是最危险的那个 只是可惜 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他就像是一个绅士一样 可是他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整个第一枪室内所有的一一 全都震怒而苍白 315博士的血肉动荡停息 但即便如此 他依然没有死 盯着那破碎的大脑和心脏 他被那漆黑的锁链 死死地束缚在原地 剧烈而猙獰地喘息道 落实 啊 抱歉 他已经死了 我的不是 林恩对着他摘了摘帽子 嘴角微翘道 您不会真的以为您的立委坦之内 真的有像我这样 一心为您考虑 还这么出色的年轻人吗 不会吧 其实只要好好想一想就知道 一个在你们立委坦内 工作了几十年的底层 如果他真的有能力和魄力的话 又怎么可能早不腾飞 晚不腾飞 偏偏在这个时候 一鸣惊人呢 他敲了敲太阳穴 面带笑意 但有一点您说的的确对 和叶一相比 我其实更像你们 只是啊 我知道什么事可为 什么事不可为 林恩知道 他一定会怀疑的 从他刚才的那波试探中 就能够看得出来 他并没有彻底地信任自己 而这个怀疑 并不是因为自己露出了什么马脚 而是源于他们对自己的了解 第623章 我对你们犯下的每一桩罪行 没错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自己明明有着和万机之神对峙的能力 那又怎么可能 真的会这么简单地 就被落实擒获呢 而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之后 那剩下的便是唯一的可能 但他还是不确定 到底是因为被擒获的那个林恩 有什么底牌和后手 还是那个林恩本就不是他 而如果他不是真的林恩的话 那那个林恩又会是谁呢 没错 所以这才有了那场试探 也是一次敲山震虎 但毫无疑问 林恩依然是凭借自己出色的揣摩 成功地将避开了这次试探 让他将怀疑的矛头 重新指向了爱丽丝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在伪装成为落实 并塑造这个人的行为模式时 就刻意地给了315博士 一个最重要的可以拿捏的破绽 那就是自大 贪婪 鞠躬自傲 甚至是宣兵夺主 而对一个领袖来说 这样的人反而是最容易拿捏的 因为他的弱点足够明显 反而是那些表现得太过完美的下属 才会更引人怀疑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林恩成功地用自己的行为 让他将对自己的怀疑 稀释为了试探和敲打这两方面 而敲打这一层含义 其实本质上也就等于默认了 他是自己人的身份 而这个时候 也是他对落实最放松警惕的时候 而林恩也是完美地抓住了这个时机 彻底先排 咔咔咔 第一枪式的大门打开 得到了消息的大量的一一蜂拥而至 将林恩三人彻底地包围在了其中 而其中很多的一一 也全都是之前跟在林恩的身边的行动部门的一一 而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 微笑地与那两个入侵者站在一起的时候 脸色也已经是一片苍白 落实之势 这不可能 这开什么玩笑 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特别是那几个一直守在门外的落实的心腹 更是如受雷击 脸上瞬间便没有了任何的血色 而将行动部门的权力下放给林恩的那个高层 更是早就已经一片铁青 看着那些之前跟着自己到处作威作福的队长们 林恩脱帽致意 笑容依然是让人如沐春风 各位好啊 我忠诚的部下们 真没想到 咱们居然会以这种形式见面 虽然样子依然是落实的模样 可是脸上的表情和言语当中的恶意 却是让人感觉到 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你的确是瞒过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 但只是这样吗 315博士猙獰地喘息着 用力地撕扯着漆黑的锁链 双眼血红地盯着他道 如你所见 我还没有死 而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早已将自己的意志直装 进入了整个立围坦 你们想要杀我 简直是痴人说梦 林恩面色不变 嘴角微翘道 不不不 我的博士 您可没有将所有的意志 都直装进入立围坦 不然 您还留着您的这具身体干什么 这当然不是因为您没有这个能力 而是因为您不可能不去防范血肉支配者 对您产生的负面影响 此言一出 周围的易依的脸色 全都是微变 这在林恩在进入瘟疫工厂时 就已经从莱恩的话里意识到了 貌合神离 易依和血肉神教 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相互利用 相互防范 而也正是明白了这一点 林恩才敢确定 他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立围坦 你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血肉神教 而作为你们共同研发的立围坦 你们可以用血肉支配者 同样可以进行干涉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如果还能不顾风险 而将自己的意志 彻底灌输进入立围坦内 那您就不是一一了 而是我身边这种没脑子的机械机 铁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加实 林恩抬起头 扶了负担片眼镜 和蔼的微笑的望着脸色微变的315博士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大概就只有一种可能 您学习了机械神教意识上传的方式 您可以随时将自己的一部分意志 切换到立围坦内 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整个立围坦 但您真正的灵魂 依然藏在您的这具苍老的身体当中 您也许真的可以将意志 全部转移到立围坦内 让它成为你的避风港 但我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才会给你动用这个诅咒 连祖母都可以困住的诅咒 虽然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威力 但困住您 应该也不在话下吧 这一刻 全场所有的一一 全都是感觉到了一阵阵的战力 脸色一片的苍白 战力不稳 他们当然明白林恩的意思 将灵魂镇压在身体当中 那就算一击无法杀死 他也绝对逃不了 他就在那儿 一次杀不死 那就两次 三次 四次 直到杀死为止 而只要博士的灵魂一灭 那他残存在立围坦内的 那部分意志和精神 也将随之换灭 他到底是什么人 就像是所有的一切 都在他的掌控当中一样 看着他脸上那淡淡的笑容 明明他们只有三个人 明明现在他们 依然处于被包围的状态 但是他们却分明感觉到 他们似乎已经处于了绝对的劣势 他到底还有什么后手 他到底还有什么底牌 别和他废话 杀了他 第一枪室内所有的一衣 全都恼羞成怒了起来 立刻便疯狂地 向着他们的方向冲了过去 我们还有这么多人 我们还有整个立围坦 他拿什么和我们拼 这一刻 大战几乎是一触即发 爱丽丝瞬间便悬浮了起来 恶灵的猙獰鬼气 密密麻麻地爬满了他全身的裂缝 银色幻想 也是全身浮动起了密密麻麻的数据流 目光冰冷 准备放手一搏 但林恩依然是无动于衷 他摁着自己的高脚帽 嘴角的微翘地伸出手 夺步地迎着那些暴怒的一衣 向前走着 各位 我既然敢于现身 那就说明我已经大概有了必胜的把握 这并不是人多事众就能决定的 所以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你们应该想一想 想一想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想一想 我对你们犯下的每一桩罪行 第624章 你们滥杀无辜 我来滥杀你们 而也就是 在那刀锋降临 在密密麻麻暴怒的一衣即将冲杀到他们面前的那一刻 林恩抬起了拇指和中指 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 啪 就像是一场舞台戏的羡慕力 那声响指的声音明明不是很大 却是仿佛传到了整个立维坦 在所有的一衣的脑海当中响起 而也终于就是在这一刻 一个一衣的高层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的脑海当中瞬间便浮现出了 他伪装成为落实时 通过自己的权限 给整个立维坦内 除了第一枪式之外的所有的一衣注射的那身份识别的药剂 哄 他的大脑一片巨响 一股巨大的毛骨悚然 顷刻间便席卷了他的全身 难道说 难道说 不好 那一刻 他嘶吼地转身 向着那些一衣们伸出了手 可一切已经是为时已晚 就像是机制被触发 就像是实现僵制 就像是那一声微秒的响指 敲响了大灾变的开启的第一声喪钟 那一瞬间 周围所有的一衣瞬间便感觉到自己全身的血液都仿佛沸腾了起来 他们的瞳孔皱缩 就像是身体不再是自己 他们颤抖地向着自己的双手望去 就像是春天雨后新生的嫩芽 又像是一朵妖艳的花绽 血肉的花绽 那一刻 整个立维坦内所有的一衣全都痛苦地仰天发出了一声长笑 衣服不断地开裂 身体不断地膨胀 一根根长满了大 臂 臂 的扭曲状物 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 从他们的身体当中破衣而出 疯狂地异变 狂乱的滋生 那是一幕幕 即便是在地狱当中都足以被称之为是恐怖的密集景象 丁 爱丽丝 三直 十 丁 银色幻想三直 十五 遍地花开 那是无数长满了猫尔大 臂 臂 的狂乱景象 是触及到灵魂深处的视觉污染 甚至 那巨大的惨叫 让立维坦之内的四大根源都能够清晰地听到 丁 一一雷克沙 对你的恐惧加五零 丁 一一二沙 对你的恐惧加五六 丁 一一洛克对你的恐惧加六七 丁 您触发了了特殊史诗级成就 恐惧支配者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二百 恐惧散播者 特殊称号性成就 只有宿主在一次性大范围 让至少一千个生物 对您产生致命的恐慌石可以获得 这说明 您再一次地制造出一起极端邪恶的恐怖案例 恭喜您获得了永久性加层 全属性加五 智力加三 特殊称号 恐惧魔王 恐惧魔王 主动能力 凝视着目标的双眼时可触发 可以让对方从心底里 感觉到巨大的震慑与恐惧 伴随着耳边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 这可怕的一幕 甚至让爱丽丝和银色幻想 都是身体微颤 但凌恩依然是在那淒厉的惨叫中 保持着之前的表情 她服了负担片眼镜 目光怜悯的贪手 微笑道 这应该是我此生所犯下的最大的一次罪行了 您说的也的确没错 我确实更像你们一一 因为我心里面 的确没有任何的负罪感 也没有对你们怜悯 虽然和我很想适当地装个样子 但是很抱歉 我心里充满了快乐 第一枪室内所有的高层 全都脸色惨白地后退着 身边所有的一一 全都在那个响指中 变成了那疯狂蔓延的扭曲的状物 而这一切 全都是她所为 一个响指 她毁了数千人 魔鬼 和他们相比 她才是那个真正的魔鬼 而即便是银色幻想 也是意识苍白 她也完全没有想到 她居然还准备了如此可怕的后手 而她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她能够以凡人之躯 和自己的父亲对峙虚空 她是掌控能力 她的后手 她的应变能力 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 她这个阶段该有的表现 毫无疑问 如果她的武力 和她是持平的状态的话 她可能连她的面都见不上 就已经被玩弄致死 怪物 她简直就像是个怪物 动手 剩余的那些一一高层 已经是目自欲裂 因为他们明白 这已经是绝无任何缓和余地的死战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这个叶一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她一个想指灭了他们几千人 这已经是彻底地动摇了 他们力为坦分布的根基 这是死战 杀 那些一一双眼血红 已经是歇斯底里 一个个不断地血肉暴动 想要将林恩彻底地震杀在此地 如果看指面实力的话 他们依然并不落下风 但林恩依然笔直地站在那里 捏着冒岩 冒岩下的双眼中 依然是满满的笑意 就像是一个掌控着一切的优雅的疯子 而也就是在那几个一一高层 愤怒地冲到林恩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也终于明白了 他为什么会如此的有恃无恐 一阵进风的狂舞 一只血肉肿胀的利爪 直接便斩断了为首那个一一伸过来 直取林恩面门的手臂 鲜血泼洒 溅落在了林恩的脸上少许 而他们的瞳孔中 也是瞬间浮现出了 那五个压送纳他们近来的死罩 及傀儡空洞的目光 那一刻 他们心底里最后的那一丝希望 也随之轰然破灭 让他们满心苍白 五大傀儡如五芒星般 簇拥在他的周围 他们的双眼当中 全都隐约地浮现出了 一个复杂的傀儡服印 而这一刻 也终于让他们明白 他根本就不是通过利维坦 操控的那些傀儡 他早就已经在暗中 窃取了那些傀儡的控制权 林恩缓缓地向前踱步 道 死召集 我想他们 也应该非常想要复仇吧 代表那些在过往的岁月里 被你们残忍杀害 并被制作成傀儡的那些生物 他们也应该非常想要 将你们碎尸万段 将你们剥皮抽筋 让你们也体验一下 他们生前所经历的痛吧 林恩抬起头 目光变得古井无波 那些灾恶的瘟疫 那些被制作成为 直装的生物部件 那些被改造过的傀儡 还有那些所有正在承受着 痛苦和扭曲的生灵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区别 你们滥杀无辜 我则来滥杀你们 就像他们在想起你们时 会感觉到痛苦无助一样 我也会让你们体会到这种感觉 第625章 告诉你我的杀招是什么 遍地扭曲的第一枪式当中 林恩目光深邃地注视着他们 就像一切都尽在掌握当中 而不是和上次一样 因为没有算到 小小一家人到来的准确时间 而出现的巨大的惨状 而第一枪式之内的那些高层 早已经是满脸的苍白 但是自始至终 那个被束缚在那里的315博士 却依旧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 甚至就连整个立委坛内 所有一一的灾变 都没有让他有过动容 动手 他冰冷的声音 在周围的那些一一高层的脑海当中响起 那些一一高层全都是大阵 他在意识当中沉沉道 我的大部分意志 虽然被他束缚在这具身体 但立委坛依然处于我的掌控之下 那些傀儡本来就是我的 只要我稳定住 我在立委坛内的那部分意志 我依然可以夺回傀儡的控制权 此言一出 那些一一高层 立刻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没错 现在局势还没有真的到了 无法我挽回的境地 只要放手一搏 就一定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这一刻 那些一一的高层咬着牙 彼此看了对方一眼 也全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杀 他们猙獰的嘶吼 双眼一片血红 瞬间 伴随着血肉的暴动 无数的手段 向着林恩和他的傀儡袭来 而林恩也在没有任何多言 俯视着他们 微微地挥了挥手 簇拥在他周围的五个死罩级的傀儡 也瞬间便抬起了头 杀入了战团 爱丽丝也是瞬间 便散发出了滚滚的诡气 目光冰冷 也想要加入战场 但是林恩立刻便伸出手拦住了他 爱丽丝 不要上去掺和 这里交给他们就可以了 林恩的声音 在他的意识当中响起 爱丽丝顿时一顿 疑惑不解地望向了身边 古井无波的哥哥 他缓缓道 你立刻离开这里 去我之前给你的那个坐标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 可是 哥哥 去吧 林恩转头 嘴角微翘地伸出 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这里就交给我 你要相信哥哥 我们必将会获得 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 他的声音非常地平缓 听不出有任何的起伏 但是却格外地给人以安心 定定地 看着林恩的脸颊 爱丽丝随即重重地点头 不管是什么事情 他对林恩都有着无差别的信任 他也相信 哥哥一定能够解决这里的事情 这是来源于家人一般的 毫无保留的羁绊 爱丽丝的身形 缓缓地消失在了原地 随即林恩抬起头 对身边的那个机械机 道 离开第一枪室 从现在开始 禁止你用任何的手段 感知和窥探这里发生的事情 那种强势的命令的语气 让银色差一点 又压不住对他的怒意 但他还是没有发作 而是冰冷地转头 目光盯着他的侧脸 因为虽然非常不想承认 但刚才他所做的 那一系列的事情 也的确是证明了 他这个人的价值和能力 乖 听话 林恩揉了揉眉眉 转过头 对他露出了一个 诡异的柔和笑容 按照我说的去做 作为我可爱的队友 我想你也不想 我们这次任务 最终因为你的任性而失败吧 我的致谢小姐 叮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加十五 那种戏弄和高高在上的语气 差一点就让银色幻想 绷不住心里 拿到杀他的嫌 这也是你的计划 银色幻想不善地问道 林恩缓缓道 就当是吧 当然 你也可以不用理会我的话 毕竟我想把你干掉的想法 就和你想把我干掉的想法一样重 说不定 我是抱着坑你的想法呢 林恩给了他一个 让人琢磨不透的诡异笑容 银色幻想冰冷地望了他一眼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按照林恩的意思 转过头 迅速地向着第一枪室外而去 他也看出 林恩就是在故意挑逗他 但他也明白 自己对目前局势的把控 要远远地逊色于这个家伙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跟着他的主导形式 显然才是最为理智的做法 迅速地冲出第一枪室 而第一枪室当中 也很快就只剩下了 林恩操控的那五个傀儡 和那些异一高层 你就这么拖大 你当真以为 只凭借这五个傀儡 就能置我于死地 你可不要忘了 这些傀儡本就是我的 315博士冰冷的声音响起 林恩微笑地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但你现在根本操控不了 立威坦不是吗 所以 你又能拿什么来从我这里 夺取他们的控制权呢 优势依然在我 315博士的脸上 依然是古井无波 面无表情 是吗 可是你已经错射杀 我的最好的机会 如果你能够在最开始 发难的那个阶段 就集合七个死兆级的实力 来给我致命一击 或许你还能稳操胜券 但是现在 你没这个机会了 隔着百米的混乱的战场 林恩微笑地注视着 道 不 博士 那样依然杀不了你 您能控制立威坦 这样的根源急造物 那就说明 您的灵魂足够强大 而且我非常地相信 为了防止这样的刺激杀出现 您恐怕也早已为自己的灵魂 披上了厚厚的装甲 战斗依然在继续 在傀儡之音的控制之前 那五个死兆级的傀儡 空洞的几乎是展开了一面倒的屠杀 而林恩只是挑了挑手指 其中的一个傀儡便猛然转头 新红的利爪 瞬间便刺向了 被束缚在最中央的315博士 坑枪 一声巨响 墙壁的上下两侧 如动出的立威坦的血肉 瞬间便为面无表情的315博士 挡住了那死兆级的一击 林恩嘴角微翘道 就像这样 您留在立威坦内的那部分意识 虽然已经很难掌控整个立威坦的行动 但如果只将控制权局限在第一枪是这个范围的话 您同样能够部分调动立威坦的威能 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在您身体的某处 您应该也利用了立威坦强大的血肉 为您的灵魂创造出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容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算是七个死兆级 又哪你有什么办法呢 315博士的目光闪烁 眼中的杀意几乎是凝结成了实状 而毫无疑问 林恩说的这些话 每一句都直指他的内心 他的确是利用立威坦的血肉 为自己的灵魂创造了一个容器 这也让他即便是身体受到重创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不灭 可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他到底还有什么什么目点 林恩缓缓地夺步着 道 其实只要想一想就能够明白 控制着如此强大的立威坦 却依然将灵魂留在这具雷弱的身体当中 只要是个正常人 一眼就能够看出你的弱点 但我们能看出 你自然也不可能任由弱点摆在外人的面前 所以 在刚才摧毁你的大脑和心脏的时候 就已经大概证实了我的猜测 用寻常的手段是杀不了你的 所以 就算我能准确地 找到你身体当中直装着你灵魂的那个容器 想要破拆 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而与其如此 那还不如想一想其他的方法 315博士冰冷地注视着他 沉沉道 哦 就像现在吗 你给我收拢意识 来操控立威坦杀你的时间 翁 两侧的墙壁瞬间如动扭曲 一根根庞大的星红触手 瞬间变如爆射的长矛一般 从四面八方向着灵恩袭杀而来 但其中的两个死罩级的傀儡 也是瞬间便长笑一声 上半身化作了庞大的血肉 在灵恩的周围 铸造出了一座座抵挡立威坦袭击的巨墙 帮助他挡住了那密集的攻势 巨大的轰鸣声中 灵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嘴角微翘道 你杀不了我的 博士 如果不将意识全都聚拢到第一枪时 你就算能够操控立威坦 也发挥不出他全部的实力 就像现在 我只需要动用两个死罩级的傀儡 就能够挡住你的攻击 然后他抬起了头 微笑地注视着对面的315博士 然后摸出了怀表看了一眼 而我也可以告诉您 我和您聊这么久的原因 啪 他合上了手里的怀表 告诉您 我的杀招是什么 第626章 力威坦的经络 他微笑地抬起了头 丁 您的现实诅咒解除能力 冷却完毕 当前剩余使用次数 一 丁 您的现实诅咒清除能力 冷却完毕 当前剩余使用次数 二 而也就是那一瞬间 就在他的注视之下 凌恩的手 猛然摁在了旁边的墙壁之上 刺目的银色光芒 顿时如滚滚燃烧的火焰一般 瞬间便从他的手中蔓延了出去 然后就像是燃烧的火焰一般 疯狂地向着四面八方扩散 这一刻 315博士的脸色俱变 因为他瞬间便感觉到 就在那银色的光芒蔓延的位置 维持着力威坦形态的诅咒 竟是出现了巨大的松动 你做了什么 巨大的不安 一下子就席卷了过来 让他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 凌恩缓缓地控制着那白光的蔓延 低声道 我能感觉到他的痛苦 也能感觉到他每一个神经当中 都蕴含着的苦难 就算是死了 也得不到安生 你们将他的身体肢解 你们把他改造成为了 这庞大的力威坦 你们用诅咒 将他的每一块血肉重新缝合 你们把他变成了一台 只知道听从你们指令的机器 可是你应该明白 没有人愿意死了 还要被打扰 那一瞬间 凌恩抬起了头 双眼当中诅咒清楚的白光 刺目地狂涌而出 疯狂地向着整个力威坦 蔓延了而去 净化的白光 穿透了力威坦的血肉 就像是燎原的星星之火 在整个草原之上蔓延 一声长啸 盘旋在黑雾中的力威坦 扬起了庞大的头颅 发出了那痛苦的长鸣 就像是深海的巨鲸 就像每一只鲸鱼 在预感到自己的死亡时 都会独自远行 让自己在漂泊中 完成那一生 唯一一次的经验 没有死者愿意被打扰 也没有人愿意 在死后 再被人强行缝合起来 变成行尸走肉的怪物 被人折磨与驱逝 而凌恩要做的 便是利用自己的能力 抹掉那诅咒 给他带来的痛苦 让他魂归故隶 因为凌恩早就在 刚刚踏入这座力威坦时 就已经通过 自己的疾病诊断能力 看出了这座庞大的利维坦 所遭受的苦难 诅咒 因为他的每一块血肉 都浸透了诅咒的毒液 他们就像是针线一样 在他的脉络里 一针一针地穿行 将那本已破碎的尸骸和腐肉 用诅咒的方式 强行地缝合在一起 强行地组装 成为这座血肉的利维坦 诅咒成了他的脉络 也成了他痛苦的根源 血肉利维坦 类型 奇观类根源极伟大造物 阵营 混乱邪恶 所属血肉神教 支配者派系 战斗能力 不要看 不要听 不要想 介绍 隶属于血肉支配者派系 最顶尖的战争兵器 传说乃是血肉支配者 利用某个坠落的古神的血肉 制作而成的伟大生物 在黑暗世界的历史上 只出现过三次 但每次出现 都带来了灭绝性的灾难 如果你不幸看到他 请保佑自己有足够的力量 抵御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像系统所介绍的那样 他成了一个造物 一个被人造的怪物 可他曾经是坠落的古神 他同样有着 自己曾经辉煌的历史 在上界有着他所坚持的荣耀 可死后 却还要被不断地亵渎 林恩抬着头 古井乌乌波地望着对面的脸色 早已大变的315博士 道 而这就是我要等待的时刻 你们当初用怎样的方法制造的他 我就用怎样的方法 还他自由 虽然我无法百分之百地 驱除根源诅咒所带来的可怕影响 但即便只有百分之二十 也足以让这台精密的机器 分崩离析 就像一座用积木累器的高塔 你根本不需要 将他的每一块砖石都拆除 你只需要驱走其中 至关重要的几块砖石 撼动他的骨架 那整个建筑 也都将在巨大的连锁反应中 轰然倒塌 而他要做的 就是这件事情 割断他身上的线 打破这个完善的体系 让诅咒无法再成为 束缚他的枷锁 还他自由 不 这一刻 315博士的脸色早已是巨变 再没有任何的停留 嘶吼地调动立维坦的血肉 立刻向着林恩 发动了疯狂的打击 他也已经明白了他的目的 也感受到了 立维坦血肉当中 他正在被持续削弱的诅咒 这才是他的杀招 而他的目的 也根本就不仅仅是他 而是整个立维坦 你这个疯子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在自取灭亡 你削弱了他身上的诅咒 他的绷解 也将释放出远超你想象的力量 到时候 不仅是我要死 你也无法幸免于难 315博士彻底的疯狂 在隆隆阵战的立维坦的枪势当中 眼中的恐慌 再无法遏制 他拼命地向着林恩 发动着攻击 拼命地更进一步地控制着立维坦的血肉 想要阻止他的疯狂之举 但是 在那刺眼的白光当中 他的每一次攻击 也在被那死召集的傀儡所化解 再加上诅咒削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让他根本无法进林恩的身 你这个疯子 疯子 这样做你也会是死 他已经是目自欲裂 疯狂的攻势变得愈发的灵力 立维坦发出的深海般的惊笑 在坠落中响彻整个枪势 但林恩依然是古井无波地站在那里 平和道 不 我不会死 我只不过是在还一个死者以安宁 而在失去了立维坦之后 明确难逃厄运 最后的胜利者只有我一个 那就是我 这一刻 整个立维坦都在疯狂地颤动 在下坠 甚至 就连在外界大战的那四个根源 也全都脸色大变 看到了黑雾中 那被白光逐渐覆盖的下坠的立维坦 就像是一场深海的惊落 一场通向解脱与死亡盛宴 而在立维坦内部 艰难地 抵挡着那几个傀儡攻击的一一高层 也已经是彻底的慌了神 脸色已经是一片苍白 不 不 不 在这巨大的阵战当中 他们也再没有了任何死战的信念 因为他们的坚持 只是因为他们相信 315博士还能够掌控住局面 可是现在 甚至就连整个立维坦 都在他的干涉下坠落 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战斗的意志 跑 他们嘶吼 他们想要离开这座立维坦 疯狂地向着第一枪势之外而去 这就是混乱生物的本性 在真正涉及到自身安危的时候 他们想到永远会是自己 而这也注定了这样的组织在 没有强大威慑的情况之下 根本无法长远 而林恩也没有阻止他们 他依然面带平静 就像是在坠落的航班中 两个疯狂对峙到最后的疯子 轰 轰 315博士的表情 愈发地猙獰了起来 他对林恩发动的攻势 也越来越快 越来越激烈 可是依然没有任何的办法 破开那五大死罩级傀儡的防线 而他也终于明白了 他那一系列的用意 将他的灵魂束缚在这具身体当中 让他无法百分之百地操控立维坦 再用诅咒削弱的能力 进一步地让他丧失对立维坦的控制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几乎是将他逼入了死敌 不会的 不会的 他的目光撕裂 而这一刻 他也再也顾不上太多了 他立刻调集了所有的控制力 想要通过立维坦的神经 直接夺取林恩那五个傀儡的控制权 但几乎就是在他的意识 冲入那五个死罩级傀儡的大脑 和神经脉络的那个刹那 一个散发着紫色微光的印记 便瞬间绽放出了刺眼的光芒 啊 一声凄厉至极的痛苦的惨叫 他想要夺取那五个傀儡控制权的意识 立刻便受到了他们体内 那傀儡印记巨大的反噬 让他本就在立维坦内所剩无几的意识 再一次受到了重创 叮 破晓对你的恨一加三十 叮 破晓对你的恨一加三十 林恩平静道 博士 看来恐惧已经让你失去了基础的判断力 你之前一直没有利用立维坦 来夺取傀儡的控制权 也应该已经是意识到了 我会在他们体内做出反制的措施吧 如果控制权真的能够被你这么轻易地夺取 那我也就不会让他们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315博士的双眼一片血红 他死死地注视着林恩 眼中的杀意和恨意几乎是占据了他的整个意识 一子走错 满盘皆输 被算计的死死的 被掌控的 让人感觉到窒息 就像他走的每一步都已经提前被对方想好了对策 而在这种生死的局面之下 他的知识也根本就没有了任何的用武之处 但他不甘心 他绝对不甘心 就这么窝囊地被他算计致死 你不是能算吗 好 那你就让我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什么都能够算到 这一刻 315博士的目光一片猙獰 而也就是 在那个瞬间 他脚下的血肉地面猛地蠕动了开来 狂勇的血肉猛地打开 一本秀极斑斑的书籍的飞页 赫然便出现在了林恩的眼前 那本他丢失的 看了就会死得说 第627章 那不是真的我 你是不是也能够算到 这个你自己的杀兆 那一瞬间 他满脸的争鸣与血红 利用利维坦中最后的意志 利用利维坦本身那根源级的强大身躯 悍然向着林恩 救济的书籍 就像他在之前与万机之神对峙的时候 林恩用这本书悍然的一搏 瞬间便击杀了数千个机械意识时所做的那样 那一刻 伴随着书液的翻动 刺眼的血红色的光芒刹那间 便在整个第一枪势当中蔓延了开来 红色的光芒倒映在林恩平静的脸颊之上 也倒映在了那五个死罩级的傀儡空洞的目光当中 这是针对意识的绝对灭杀 是对根源之下 所有生灵的灭绝之书 可是也就在书液翻开的那一瞬间 在那眼映的光芒当中 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是 林恩那微微地敲起来的嘴角 瓮 一股可怕的急死的波动 瞬间便从第一枪势当中蔓延到了整个立围坦 爱丽丝猛然回过了头 脸色骤然变得一片苍白 她在不断下坠的浮力之下 猛地回过了头 向着第一枪势的方向眺望了过去 哥哥 她失声大叫 因为就是在那波动传来的那个刹那间 她发现自己一直与哥哥的联系 竟是被猛地中断 而那在整个立围坦的各处 疯狂蔓延的白色流光 竟也是在这一刻 如潮水一般缓缓地开始了退潮 甚至就连银色幻想 也是猛地停下了脚步 骤然回头 那股强大的让人心机的波动 也让她立刻就想起了 她曾经面对她的父亲时 所使用的那浩劫一般的手段 是她在用吗 还是 这一刻 甚至就连立围坦之外的万机之神 和艾文绝世 也是瞬间将目光落向了 那不断从黑雾当中下坠的立围坦 万机之神的神色为之一变 感受到了极死诅咒的波动 虽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这波动远没有上次 她所经受的那般可怕 但这却说明了一件事情 那本不该存在于 这个世界上的书籍 再一次被翻开了 她动用了那个诅咒 万机之神猛然转头 望向了身边的艾文绝世 艾文绝世抬着头 表情凝重道 不 那本书她早就丢失了 立围坦 低枪式当中 一声声撕裂而猙獰的笑声 那本秀记斑斑的书籍 缓缓地落地 上面再一次浮现出了 浓重了血红色的灰烬 纸张上面更是 慢慢地布满了列文 仿佛随时都会化作灰尘 而在她的面前 那五个死罩级的傀儡 早已经睁着空洞的眼睛 倒在了地上 而她面前凌恩扶着墙壁的身体 也已经就像是一个雕塑一样 僵硬的毅力在那里 双眼当中缓缓地冒着淡淡的雾气 就像是大脑被熔炼之后 散发出的臭味 她死了 被束缚在最中央的315博士 猙獰地笑着 双眼当中不停地向外流着鲜血 但是此时此刻 她却难以言喻地快意 她陷进了她残存在 立维坦内部的剩余的所有的意志 但她没有死 虽然同样受到了重创 根源级的灵魂容器 为她挡住了那急死诅咒 对她灵魂破灭性的影响 你没有想到吧 身上的漆黑的锁链慢慢地剥落 她猙獰地一步一步地 撕扯着锁链向前挪动 整个第一枪室内白色的光幕 也在如潮水一般隆隆地退去 而这一切都在告诉她 那个叶一死了 你千算万算 但最后一定没有想到 你会死在自己 曾经的杀招之下吧 她满目血红 却是难以掩饰的快意和疯狂 不过 你的确做到了 你差一点就完成了 那两个根源交给你的任务 你的手段和精密 也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 不过 你忘记了一件事情 这里是黑暗事件 而你也不是神 就算是神也做不到全知全能 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人类 也妄敢掌控一切 她本来是不想用的 因为这本书的诅咒太过可怕 甚至已经有点隐约地 超过了诅咒的行列 而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用过一次 诅咒的能力 也出现了很大的削减 恐怕刚才 她即便有根源及灵魂容器的庇护 也难逃厄运 但是一切都结束了 那个叶一已死 这场闹剧 也该就此收场了 她猙獰地撕扯着 不断地削弱的束缚锁链 手臂缓缓地凝聚成了一般锋利的骨刀 一步一步地挪动到灵魂的尸体前 眼中疯狂 就像是要把之前受到的 所有的算计和屈辱都宣泄出来 我要让你尸骨无存 一瞬间 她猙獰地猛地举起了骨刀 向着灵魂的头颅 便猛地斩了下去 扑呲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入肉声 灵魂空洞的脸颊之上 缓缓地浮现出了一道血痕 鼓鼓的鲜血慢慢地溺出 灵魂的半个头颅 整齐地斜斜地从她的脖梗上滑落 然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血淋淋的乳白色的脑花 鼓鼓地冒着热气 可是也就在315博士第二次举起刀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张已经被斩掉了半个头颅的脸 竟是猛地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 啪 那只手瞬间抬起 一下子便抓住了315博士 即将斩下的那血淋淋的骨刀 啊 这么亵渎一个死者的尸体 可实在是有些不太礼貌啊 您说呢 不是 瞬间 315博士的脸色巨变 她的意识更是轰然一声巨响 无比震惊而惊恐地望向了灵恩 被斩掉了半个头颅的那张破碎的脸 还有脸上那淡淡的笑容 这一幕对她的冲击 让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就退后了两步 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她没有死吗 不对 不对 那可是急死的诅咒 她可是眼睁睁地看着 她被那本书的诅咒所影响 她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她颤抖地向着灵恩嘶吼 甚至 就连身体也是重重地向后倒在了地上 就像是见了鬼一样 向后挪动着 灵恩盯着那半个头颅 脸上依然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然后缓缓地揉了揉自己又眼眶中布满了裂纹的皱铜 道 那当然是因为 力尾坦的远处 傀儡工厂当中的一个容器当中 一只手咔嚓一声 破开了透明的容器 从滚滚的粘液当中伸了出来 缓缓地露出了那张 带着鬼秘微笑的湿漉漉的脸颊 那不是真的我啊 第628章 真正的绝望 一脚踏在满是容器碎片 和粘液的地面之上 全身刺骨的灵恩 活动着手腕 嘴角微翘地走了出来 而她的左手 更是咔咔地不断地痛苦地向外吐着 那灌满了她的奇怪粘液 让她非常的不爽 哥哥 远处 按照灵恩给予她的坐标 飞快地赶过来的爱丽丝 无比震惊地 望向了赤身国体的 从容器当中走出来的灵恩 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飞快地冲了过来 难以置信地望着灵恩的脸颊 望着她那有意识的左手 微米地抬起来 向她挥挥 这 这到底是 灵恩微笑地抬起头 咔咔地活动着脖梗 道 狡兔三哭 因为上次的教训 让我明白 为了一件事情 若非没有必胜的把握 那就永远不要让自己 置身于真正的危险当中 所以 该保留的时候 还是要保留的 这才是她的真身 而当时前往第一枪室的那个灵恩 是她利用落实的身体 和自己部分的血肉 在人偶小姐的协助之下 临时改造出来的傀儡罢了 因为她总感觉到不安 因为在那本书 没有找到的情况之下 她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 她一定是 落在了某一方的手里 本来她怀疑的是机械神教 因为他们 是在自己昏迷之后 最容易接触到 那本书籍的事里 但是没有 因为 如果真的是被他们所夺 那在他们受到血肉瘟疫影响的时候 他们绝对会悍然使用这本书籍 对血肉神教所有的观测者 进行一波对等的洗礼 而且 如果他们的掌握了 这等大杀器 那他也很容易就能从那个机械机的嘴里 拐弯抹角地试探出来 但依然没有 那个机械机直线的思维 简直是比没有还要没有 那剩下的还有谁呢 除了血肉神教的那两个教派之外 也就只有一一了 而他也在得到了 那仅次于315博士的权限时 就利用自己的职权 调查了这件事情 而诡异的是 利维坦内对当时战场的记录中 大部分都是很正常的 但唯有中间有一段时间 却出现了一片 没有任何记录的空白 而到了这一步 林恩基本上 已经是大概率能够确认 那本书籍的去向了 而这也是 他让爱丽丝和银色幻想 提前退场的用意 而他自己 自然也是早已做出了应对的方法 那就是在改造 那具身体的时候 让人偶小姐 在那个傀儡的大脑当中 添加了一个自动熔断的机制 只要检测到那本书的发动 那个机制立刻便能够自动 将它和第一枪式内 所有傀儡的链接自动中断 他有着不错的血肉改造能力 而人偶小姐 又是一名出色的控偶大师 这自然也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而如果是了解他的人的话 其实在那个315博士 捏断他左臂的时候 就应该会感觉到疑惑 如果那只手真的是有意识的话 难道他真的会眼睁睁 看着自己被捏爆 而一声不吭吗 爱丽丝无比震惊地望着面前赐过的林恩 嘴巴微张 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哥哥 他已经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毫无疑问 这一刻在他的眼里 林恩简直就像是他的神明一样 被哥哥摔倒了 而在傀儡大厅的大门出 迅速地跟过来的银色幻想 也在刚冲进大门的时候 就被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幕所震慑 而在偷听到他刚才的那句话时 他也更是瞬间明白了过来 这 这个家伙他 他正正地出神了起来 心里巨大的落差 这一刻也是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 他真的是把掌控和算计玩到了极致 爱丽丝 到哥哥的身体中来 也该让我们来为这场闹剧说个尾了 林恩微笑地张开了双臂 爱丽丝用力地上下点头 眼中满是信任和崇敬 身体瞬间变得透明 化作了一道阴灵 直接便秘如了林恩的眉心 庞大的死罩及的恶灵之力 汹涌地让他的身体变得一片苍白 林恩的肌肉哥哥地蠕动着 迅速地适应着这股力量 他戴上了自己的单片眼镜 脸上露出了诡秘的笑容 一把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了夜魔刀 抗在肩头 刺身国体地大步地向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苗苗 你放心 他会把他知道的一切都给吐出来 该还的 总是要还的 大步地在周围蠕动的扭曲体中 林恩扛着夜魔刀 从正正的银色幻想的身边擦肩而过 抬头道 走 既然你能动用你父亲部分的根源之力 那对他灵魂容器的破拆工作就得你来发挥作用了 他揉了揉眉毛 嘴角微翘地用余光望着那个明显受到了很大打击的机械机 可别让我失望啊 致谢小姐 银色幻想用力地咬紧了嘴唇 毫无疑问 抛开五力不谈 这次的行动绝对是让银色幻想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挫败感 这是在计谋和智力上的巨大的差距 大的甚至让他感觉到自己在这次任务中几乎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配件 而在他被那个小女孩附身之后 甚至就连力量上的差距也被缩小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特别是还是在被曾经给过他巨大屈辱的血肉生物 全方位的压制 这件事可以说是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恼羞成怒 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但他还是飞快地转身 握着单分子剑 飞快地跟上了那个大摇大摆的扛着刀的暴露框的脚步 而在第一枪尸当中 看着那个半颗头颅被切掉之后依然带着淡淡笑意屹立在他面前的怪物 他瘫坐在地上 呢喃自语 已经是失魂落魄 身上的束缚着他的黑色锁链 也在皱铜的作用之下 哗啦啦地继续收紧 而白光的蔓延也在不断地和他说明着那个事实 他没有死 刚才的那一切都不过是在戏耍他 就像是一个高高地坐在观理台上 细血地俯视着他表演的怪物一样 将他如小丑一般的杂耍 全都尽收眼底 啪一声重重的脚步声 打破了这第一枪式的寂静 他的全身一阵颤抖地转过头 望向了第一枪式大门的方向 而也就是在那满地的凋零中 他看到了那张带着淡笑缓缓走了进来的怪物 那个戴着单片眼镜 穿着四脚裤的怪胎 绝望 这一刻几乎是刺骨的绝望 不是 灵人抬起头 刺眼的白光从脚下蔓延了开来 继续加速着对整个立维坛诅咒的削弱 他脸上的笑容这一刻在他的眼里 简直就像是死神的邀请 而在他的身边 银色幻想也是缓缓地出现 眸子中倒映着他的脸 全身上下都浮动起了 那不断生腾的根源级的数据的洪流 灵人微笑地浮了负单片眼镜 道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谈谈了呢 第629章 现在你该记起来了吧 315博士的目光已经是一片空洞 望着那个重新出现在他面前的身影 他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一样 感受到如此这般的无力 灵人缓缓地扛着刀 道 你也看到了 博士 其实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真正地对你进行过 什么有意义的攻势 完全是因为你自己太不小心了 现在你的意识 已经彻底没有办法操控利维坦了吧 也就是说 您现在已经是一个孤家寡人了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不断地通过精密的算计 一点一点地将他对利维坦的控制权削弱和剥夺 没错 的确是和他说的一样 他从来没有对他进行过什么像样的攻击 但无论是傀儡的反噬 还是那本即死之书 他都已经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提前挖好了坑 等着他往里面跳 可是他真的想不明白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他走的每一步 他都似乎早已了然于胸 甚至就连这本即死之书 也没有逃出他的预判 但其实他早就应该注意到的才是 在他将他身边的那个恶鬼和机械体之走的时候 就应该意识到 他一定是有着某种打算 可是他却怎么也没有联想到 这是他为了让那本即死之书 不伤及他队友所做出的提前的准备 如果早知道这样的话 他一定会在被他袭击的第一时间 就立刻动用这个杀招 你这个怪物 他目自欲裂 双眼血红地望着一步一步地向着他靠近的凌恩 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底牌 或者说 在这个束缚诅咒的作用之下 他的很多底牌和手段都失去了用武之地 不断地束缚和限制 不断地蚕食和削弱 让他成为了一只被困在铁笼当中的老虎 空有利爪 却憋屈地无法做出任何反制的手段 凌恩缓缓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他的脸上依然是带着那职业性的微笑 没有任何的嘲讽和自傲 甚至还有那么一丝和煦 但是他知道 那是只有一切尽在掌握 才能够露出的笑容 是刽子手的笑容 他蹲在了他的面前 缓缓道 不是 我虽然一直和别人说我是个好人 但我其实并不是 特别是对待像你这样的人的时候 我其实不介意 真的让自己变成恶鬼 凌恩的刀缓缓地抵在了他的脖梗 微微地向下 细细的伤痕中 顿时就涌出了漆黑且心红的血 你说你不认识他 你说 你不会记住那些失败的试验品 那我现在问你 你真的旺吗 第一枪式的大门外 双眼瞳孔的喵喵 死死地握着拳头 一步一步地走了进来 315博士的瞳孔微缩 脸色苍白的也紧握着双手 而在看到那只猫耳娘的时候 他也终于明白了他此行真正的目的 这才是你真正来找我的原因 是吗 凌恩缓缓道 没错 想要对付你和血肉神教 我根本不需要来这里 和你冒这么一次险 我还有三个根源级的家人 就在赶来的路上 我完全可以去找他们 将你们轻松镇压 可是你的傲慢 让我实在是无法容忍 你给那个孩子所带来的伤痛 居然可以被你说得这么轻松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介意当着你的面 让你再重复一遍当时说的话 凌恩刀刃 用极为缓慢的速度 慢慢地刺入了他的肋骨 疼痛 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痛感 那是比真正的被切割了血肉 还要疼痛千百倍的折磨 我不认识他 315博士死死地咬着牙 忍受着那巨大的疼痛 道 而我也可以告诉你 就算我认识 你也休想从我的嘴里 知道任何的事情 不合作 不配合 因为他没有说慌 他根本就不会记住 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他杀过无数的生灵 他也改造过无数个生灵 他根本就不记得 有过这样的一个生物 而喵喵的双眼 也变得更加的血红 他死死地握着拳头 没有说任何的话 一幕又一幕写的画面 不断地在他的大脑当中回闪 每一个画面中都浸透了那凄厉的惨叫 和痛苦的折磨 那些流血的伤疤 也在面对着这个罪魁祸首之际 被一点一点地 从他的记忆最深处被揭开 你会想起我的 喵喵双眼血红地望着他 然后一点一点地伸出手 抓住了后脑勺 因为我和母亲 是在那个时候 唯一成功的试验品 你会想起 你亲手改造的这件作品的 咔咔咔 他的双手刺入了自己的后脑勺 血肉蠕动的声音传来 就在那血红的目光当中 一根根蠕动的触手 不断地从他的身后蔓延了出来 腥红的鲜血 鼓鼓地落在了地上 他那娇小的身体 也开始不断地扭曲了起来 林恩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 他知道 他其实早就知道 在经过了那可怕的血肉改造之后 喵喵真正的样子 早就已经是被扭曲的面目全非 可他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 让他看到他真正的样子 他是想要在自己的心里 留下他最好的那个模样 但是他知道 只有真正的让他面对自己的过去 他才能彻底地 从那灾厄的血色中解脱出来 鼓鼓鼓 伴随着血肉的扭曲蠕动 315泊式的瞳孔 也是不断地放大 他看着那个猫耳娘 一点一点地融化 看着他逐渐地扭曲 变化成那一堆 长满了触手的粘稠的血肉组织 看到了那睁开的一颗颗 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球 他的意识轰然一声巨响 终于 在看到那摊蠕动的血肉组织之后 几百年前的那些画面 瞬间便从记忆的最深处 冲入了他的脑海 他 他是 这具身体 现在你该记起来了吧 喵 不是 第630章 不打算再坚持一下 从那蠕动的血肉中 响起了一阵阵刺耳 而沙哑的可怕音调 那一双双眼球当中 充满了对他的恨意 两个世纪前 你把我们一家人 抓到了那个地下的基地 你把我们全都改造成了 那种诅咒的怪物 你可以不记得我 但你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折磨 我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你把我缝在了那个皮囊里 你把我的母亲做成木偶 你割掉了我哥哥的血肉 你把我的父亲 变成了那副认不认鬼不鬼的样子 他咬着牙 没说一个字 脑海当中都会闪过一副血红色画面 凄厉的惨叫 无止境的折磨和虐杀 冰冷的手术台 那惨白而刺骨的乌鸦面具 他无时无刻 不再被这噩梦所折磨 也无时无刻不再想着 能够再次回到那个时间节点 能够百倍千倍地将他们所受的那些痛苦还回去 315博士死死地盯着他 目光闪烁 咬牙道 啊 我想起来了 4号 那四个让我花了大功夫 才捕捉到的坠落者 原来如此 原来是你 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你居然还能够活到现在 这实在是出乎了我的预料 喵喵血红地盯着他 道 我母亲呢 你把他怎么了 315博士的脸上 缓缓地撕扯出了一个凌冽而冰冷的笑容 道 你是说那个木偶 他毁了我的研究基地 我自然是要找到他 我玩了他很久 我把他的四肢砍了下来 把他做成了可以工人享乐的玩具 他痛苦地叫声我现在还记得 你想知道 他后来怎么样吗 我告诉你 噗刺 啊 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 林恩的刀毫不留情地 便割开了他的血肉 抓住了他的脊椎 一点一点地撕裂着他的神经 他缓缓道 博士 都这个时候了 就不要再用一些没意义的话来 激怒别人了 你有没有在说谎 我一眼 就能看得出来 都是混乱生物 这些小把戏 就不要在我的面前耍了 你应该是知道后果的 315博士 表情痛苦而猙獰 艰难地冷笑道 既然如此 那你也应该知道 忍受疼痛 是夜衣入门的基础课程 你妄想用这种方式行训我 你不觉得自己太天真了吗 林恩微笑地站了起来 从系统空间当中戴上了手套 扶了负担片眼镜道 啊 没错 毕竟血肉能够带来的痛苦 依然是有限的 但对灵魂这样脆弱的东西来说 那真的是稍微碰触一下 都会让人恨不得立刻去死 那就让我猜猜 您是把灵魂放在了哪 315博士的脸色微白 而也就是 在下一刻 林恩微笑地向着他伸出了手 手套的指尖 缓缓地伸出了一根锋利的金属刺 点在了他的眉心 然后缓缓地 他发动了爱丽丝所带给他的能力 手指一点一点地 如入无人之境般 没入了他的头颅 他缓缓道 应该是脑子的某处吧 爱丽丝告诉我 他在摧毁你大脑的时候 明显地感觉到了有一处质色的地方 让我猜猜他在哪 咔咔 咔咔 指甲摩擦着颅骨内侧的声音 尖锐地传入了他的耳中 甚至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只手在他的脑组织当中 如动探索的那种恐怖声响 他的脸色愈发地苍白 瞳孔也愈加地颤抖 因为他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依然是面带着淡淡的微笑 那种巨大的压迫感 让他从心底感觉到站立 是这里吗 还是这里 灵恩那恐怖的不急不缓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畔 就像是一个疯狂恶魔的地狱 不 好像都不是 真的是粘稠而衰老的脑子 啊 让我想想 该不会是这里吧 咔 一声尖锐的指甲 滑动鹰雾的声音 从他的脑子当中传来 那巨大的恐惧 瞬间让他的全身站立 脸色也是变得一片苍白 甚至就连苍老的手指 都忍不住地颤动了起来 啊 看来我找到了 灵恩鬼秘而略带疯狂地望着他 脸上琴满了笑容 就像是一个 从地狱最深处爬出来的魔鬼 来 智谢小姐 用你的小玩具 帮这位叔叔打个孔 给他好好地透透气 记住 不要太打 只要一个小孔就可以了 你是知道的 除了血肉改造和机械改造之外 我其实还有一个 成为灵魂改造大师的梦想 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 但我的手艺应该是挺好的 叮 315博士 对你的恐惧加15 叮 315博士 对你的恐惧加17 叮 315博士 对你的恐惧加21 他的嘴唇颤抖了起来 银色幻想 虽然对他那种恶劣的语气 而感觉到非常不喜 但还是走了过来 手中的单分子剑嗡的一声 便蔓延了出来 根源级的力量 慢慢地覆盖上了剑人 林恩缓缓道 细一点 再细一点 这又不是 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用不了那么粗 银色幻想 但还是听从他的意思 将手中的单分子剑 调整到了只有小拇指粗细的地步 林恩随即服了负担片眼镜 望着他苍白的脸颊 微笑道 智谢小姐 从这里插 插到最里面 就是他的命门 不用着急 一点一点地来 我相信我们的破晓博士 一定会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但银色幻想 根本不想那么磨叽 表情冰冷 神色有些不耐地 瞬间就抬起了剑 扑呲 那把单分子剑 瞬间就穿过了他的眉心 破开了他的大脑 铿锵一声 抵住了他颅骨最深处 他直装的那个灵魂容器 住手 那巨大的冲击声 让他的紧绷的精神 终于是达到了极限 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奸笑 我说 我什么都说 灵魂瞬间扼住了他的脖梗 俯视着他的颤动的双瞳 嘴角微翘道 博士 不应该吧 这么快就坚持不住了吗 您的那个助手 可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之后 才向我求饶的 您难道忘记了 您刚才说的话了吗 怎么 不想再坚持一下 第631章 当年的真相 315博士的脸色一片苍白 就像是一个长久的窝居 在避风港当中的魂灵 身上披上了厚厚的装甲 将自己的每一根羽毛 都梳理得如铁铃 一般锋利 当你以为自己刀枪不入的时候 殊不知披上装甲本身 就已经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说吧 这是我给你的第二次机会 林恩在他的耳边缓缓道 将当年的事情 如实地交代清楚 我就给你解脱 不然 我们会有很长的时间 来玩这个审讯的游戏 压力 林恩的每一句话 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 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 因为他清楚地发现 自己面对的这个恶魔 根本就不会受到 任何情绪的扰动 他就像是一瓶温柔的毒药 能冷静地一点一点地加重 施加在你身上的重量 让你喘息不得 我们没有找到他 他脸色苍白 全身都在发颤 终于是如实道 但并不是 没有任何的痕迹 在我们对他后续的调查中 我们在一座城市的角落 发现了他褪去的血肉 经过验证和比对之后 我们能不确认 施加在他体内的人偶诅咒 已经全面发作了 他应该已经变成了 一座无星的木偶 喵喵的全身猛地颤动了一下 目光苍白 林恩低声道 然后呢 他喘息道 我们根据那个线索 对整座城市 都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排查 但是 它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我们没有任何的发现 但是 从后续的调查来看 它大概率可能是被带入了 人偶家所在的组织 我们很难渗透进去 这个寻觅的计划 后来就一直被搁置了下来 此言一出 林恩心中一动 人偶家 315博士用力地喘息着 道 是的 一个在黑暗世界 特别神秘的组织 我们也只知道 迄今为止 所有出现过的人偶诅咒 都是从那个组织当中泄露出来的 人偶家 是所有人偶诅咒的根源 林恩挑眉 随即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空气 但是他却并没有得到 来自人偶小姐的任何反馈 显然 他对这个组织 恐怕也并没有多了解 林恩没有继续深究这个组织 他盯着他双眼道 那后来呢 315博士喘息道 那就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我们一度搁置了 对那个实验体的追杀之后 一个突然出现在世界的人偶 偶然间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这才重新展开 对这件事情的调查 那个人偶叫什么 林恩沉沉地问道 人偶都没有名字 我只知道 他自称 心灵愚者 此言一出 一直从林恩破开容器出来时 就默默地前行在身边的人偶小姐的身影 缓缓地从空气当中浮现了出来 他抬起了头 长长的黑发落在了肩头 那是我母亲早期的自称 一瞬间 就像是所有的一切都通过链条 被接续到了一起 喵喵的大脑一片空白 呆呆地眺望着那个美丽的人偶姑娘 林恩也是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了头 握紧了手 果然 果然就和他们猜测的一样 真的是这样的吗 夫人难道真的 就是喵喵曾经的母亲 那个拼命地带着喵喵 逃出那座地狱的那个女人 那个喵喵心心念念了几百年的 她就是 你们在追杀的这个孩子的母亲吗 林恩低声地问道 315博士 慢慢地抬起了布满了血丝的双眼 道 不是 林恩的双眼瞬间一眯 315博士咬着牙 喘息道 我已经和你们说过了 从她 褪去血肉的那一刻开始 她的意识就已经破碎了 她心灵扭曲能力的反噬 不可能会让她完整无缺 那个人偶之所以能够活动 估计也只是因为诅咒所衍生的意识 真正的她 早就已经思维破碎了 林恩瞬间抓起了她的领子 目光当中冰冷的杀意 几乎如实质般涌现 315博士死死地盯着她 咬牙道 这就是事实 就算你杀了我也是事实 她觉醒的那种能力 本就极为可怕 我们当时也并没有能够束缚那种 心灵扭曲力量的容器和反制手段 从她觉醒的那一刻 她的生命就已经走向了倒计时 林恩冷冷道 哦 那你们后面就没有继续 对她进行过调查 315博士喘息道 调查当然有 但后来我们放弃了 一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实验体 二是因为 她当时依然隶属于 人偶家的阵营 我们不可能冒着得罪一个根源的后果 对她采取什么过硬的手段 林恩一脚将她踹倒在了地上 所有的线索都已经连上了 虽然不知道在那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 夫人就算不是喵喵的母亲 也一定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林恩沉沉道 那其他人呢 这个孩子的哥哥 父亲 你把他们怎么了 315博士目光闪烁 道 我不知道 那两个本就是失败的实验品 当年他放的那场大火 让我们整个基地都被复制一具 他们本就是要被处理掉的失败品 就算是被那场大火烧了 我也不会意外 林恩迷眼道 你说谎 315博士咬紧了牙关 恼羞成怒道 我没有 那样的废品我根本不需要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林恩便一拳落在了他的腹部 直接便贯穿了他的身体 巨大的痛苦席卷而来 冷汗滚滚地从他的头上落下 林恩缓缓道 这些小姐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破开他的灵魂容器 作为血肉瘟疫的施加者 你应该不会守小留情吧 银色幻想什么也没有说 表情冰冷 没有任何的犹豫 手中的单分子剑 瞬间便再次刺入了他的眉心 重重地刺在了直装在他头颅深处的那个容器之上 啊 凄厉而痛苦地折磨 让他发出了一阵阵深入骨髓的惨叫 我说 我说 一号实验体的下落 我真的不知道 但三号在事后成功地被我们完成了收容 那个该死的女人在放火之前为了救她们 强行把她们破碎的意志扭曲在了一起 但是这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我们找到那个三号的时候 他那扭曲的意志碎片 早就已经让他变成了一个怪物 喵喵的目光一片苍白 林恩沉沉道 他在哪儿 315博士汗如雨下 痛苦道 在我的收藏里 但只有我的意识才可以打开那个空间 你们现在杀了我 你们就休想再找到他 第632章 他不会这么做的 他知道 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够活下去的方式 他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然 以他对那个恶魔的了解 他一定会无比痛苦地死去 但是 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林恩却是笑了 他活动了一下手腕 因为这让他不由自主地 就想到了 在地球上看到的各种电影当中 对正派人士进行威胁的那些戏码 他们通常都是以 如果怎么怎么样 我就怎么怎么样的话术为开头 而正派人士在无能狂怒之后 大概率也会答应 并让自己本来建立的优势 一点一点地葬送掉 林恩笑眯眯地活动了一下手腕 但是这一幕 看在315博士的眼里 却是让他的内心 一阵一阵地发冷 你放心 我当然不会杀了你 林恩揉了揉太阳穴 吸了一口气 然后右手一甩 只听刷的一声 一把橙红色的单分子剑 瞬间就被他甩了出来 炙热的温度 让整个低枪式的温度 都急剧提高 怎么就那么熟悉呢 磨牙 这把剑怎么就那么眼熟呢 银色幻想咬着牙 无比愤怒地 咯咯地握紧了手里的剑刃 用杀人一般的目光 望向了那个穿着四脚裤的混蛋 这让他不由地 就再一次地想起了之前的 那段屈辱的经历 丁 银色幻想对你的恨意加十 丁 银色幻想度 对你的愤怒加十二 林恩活动了一下手腕 缓缓地将手中 活属性的单分子剑 调节到了合适的尺寸 睁着死于眼 道 智谢小姐 来给我的这把剑副膜 一下你爹的根源之力 我们两个前后夹击 给他的灵魂钻一个孔出来 315博士的脸色 瞬间苍白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 说说话的时候 银色幻想便磨牙低沉道 这把剑是我的 林恩一正 将耳朵凑了过去 惊异道 智谢小姐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你大点声 叮 叮 叮 伴随着耳边 不断想起的系统提示 银色幻想强行压抑住 心中的熊熊木火 直到现在并不是和他翻脸的时候 他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看着他那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疑惑的样子 显然他已经选择性地 忘记了之前的事情 他冷着脸 但最后还是伸出手 将自己身上那所剩不多的万机之神 给予他的护身的力量 云给他手中的坚韧一点 瞬间 那把橙红的单分子 见亮起了刺眼的光幕 林恩满意地挥了挥 微微一笑 然后目光重新落在了满脸苍白的 315博士的身上 不是 你也许不知道 我这个人最不吃的就是危险 而且我也并不需要 您真的帮我打开什么老十字空间 我习惯自己自主 等我把你的灵魂搅烂之后 我再一点一点地 从你的灵魂碎片当中 搜寻我想要的东西 至于你的那什么空间 无妨 等我回去之后 我会拜托艾文绝世 帮我进行破解 他没说一个字 315博士后背的良意 就多一分 而等他说完之后 他已经是全身的冷汗 你准备好了吗 林恩问道 315博士猛地一颤 立刻抬起头颤抖道 等一 噗哧哧哧哧 啊 一声声淒厉无比的惨叫 瞬间便伴随着后脑的熔炼 响彻了整个第一枪势 因为林恩手里的那把剑 自带火属性的效果 极致的高温在插入后脑之后 更是瞬间便将他的大脑熔炼 再加上他本身能够给别人 带来痛苦的被动技能 更是将这种痛苦急剧地提高 哎呀 我好像插错位置了 不好意思 你也是知道的 我毕竟是第一次 想要找准位置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你放心 我可以免费给你治疗 我手里倒是有一些 不错的血肉增生药剂 然后 林恩便体贴地打开一瓶药剂 咕嘟咕嘟地倒入了他的天灵盖 伴随着血肉的快速滋生 他的脑子 很快就又恢复了 原来的黏糊糊的样子 而且还体贴地长出了 一堆小小的触手 再来 呲呲呲呲呲呲 即使痛苦的惨叫 再一次爆炸般地响起 呲 315博士 对你的恐惧加20 呲 315博士 对你的恐惧加31 万分不好意思 刚刚那一次是偏右 这一次偏了左 你也是知道的 对于新手来说 就算插进去 也是很容易滑到其他的地方的 不过没关系 我的药剂还有很多 咱们可以再多做几次 呲 315博士 Sam值15 说着 林恩再次重复了刚才的操作 就要再次动手的时候 他抬起头看着对面 犹疑不定的银色幻想 歪头道 智谢小姐 你怎么不动 是害怕脏了你干净的小手手吗 银色幻想的后脑勺 啪的一声 就爆炸出了一个大大的 他知道 他是想要把他也拉下水 但银色幻想这一次 并不想理会他 只是冷冷地站在那里 林恩耸了耸肩 不再理他 调整好了位置之后 用力地从后面一次 伴随着315博士尖锐的惨叫 那把橙红的单分子剑 瞬间便刺入了他大脑中 直装的灵魂容器当中 现在呢 不是 你还不打算说吗 林恩微笑地蹲下问道 你做梦 他双眼被鲜血充满 目自欲裂的痛苦地吼道 林恩微笑地点头 敲了敲他的头盖骨 道 很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 桀骜不驯的样子 说着 他松开刺在里面 晃悠的橙红单分子剑 绕了个圈 走到了他的正面 然后伸出手 向着银色幻想手里的 那把剑伸去 随口道 你自己不想动的话 那就让我来 你就给我在一边看着吧 鸡血机 银色幻想冷适地盯着他 不想与他做出任何的交流 林恩接过他手里的单分子剑 走到正面 微笑地瞄准了眉心的位置 道 博士 最后一次机会 再不配合的话 这一次我就不会保留了 我会用尽全力赐下去 如果不小心搅烂了您的灵魂 那我就只能和您说一声抱歉了 315博士满脸的惨白 望着他的目光 也变得越来越颤抖和惊惧 不 不 他不会这么做的 第633章 往日一念 过往的骨骸 见他没有说话 林恩微微一笑 再没有多言 爱丽丝的力量 瞬间积聚在了手中的单分子剑之上 阴冷的气息 瞬间便噼里啪啦地在周围炸开 然后就在下一刻 他猛地闭眼 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骤然将手中的剑 向着他的眉心抱刺而去 锋利的剑刃 在他的瞳孔当中 瞬间放大 剑间瞬间如若无物般 破开了他的眉心 刺入了他的大脑 只取他直装在大脑当中的灵魂容器 我配合 几乎也就是在单分子剑距离那灵魂容器 只剩不到一公分的距离时 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心灵防线 再一次被林恩狠狠地击垮 这也让他无比惊恐地 大吼出了那三个字 剑刃瞬间停止 林恩诡秘一笑 缓缓地抽出了刺入其中的单分子剑 挽了一个剑花 丢入了系统空间 他服了负担片眼镜 认真道 早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不是 偏要受那么多的皮肉之苦 你再这么坚持的话 把我衬托的 都像是一个无耻的大反派了 315博士喘息着 脸色惨白 整个人已经被折磨得失魂落魄 林恩凑近到了他的面前 就像是一个疯子一样 弯腰近距离地注视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 用很和煦的语气 道 哎 博士 听话 把那个孩子的哥哥放出来 315博士 呢喃着 全身不停地发着颤 就像是被扑挖了一样 终于是失魂而颤动地伸出手 空洞道 我需要 姐夫 我的意志被诅咒镇压 否则我没有办法打开 我的空间 林恩在他的耳边低声 道 博士 可不要耍什么花招啊 你是知道的 我不是什么好人 后面那把剑有根源的气息 只要稍微一动 你的灵魂可就变成粥了 315博士的身体 下意识地颤动了一下 瞳孔剧烈地抖动 目光无神道 不 不敢 林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笑了一声 手指轻轻地握住了 刺在他后脑勺之上的 那把单分子剑 然后手指一挑 那个直装着骤铜的 被削了半个脑袋的傀儡 瞬间瞇眼 漆黑的骤铜 顿时缓缓地流出了 心红的鲜血 周围的气息 骤然变得阴冷而诡诀 哗啦啦啦 绑附在他身上的漆黑的锁链 顿时在骤铜的作用之下 慢慢地松绑了一些 林恩削弱了施加 在他身上的诅咒 他低声道 放出来 315博士喘息道 不行 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用上力量 我还需要 林恩的声音变得有些冷意道 放出来 那股冰冷的气息 从后脑勺骤然传来 让他的全身一阵寒意 他抿了抿干燥 而开裂的嘴唇 咬着牙 只能强行地催动自己的力量 用力地在诅咒的压迫之下 艰难的 就像是挤牙膏一样 一点一点地强行 释放自己的力量 咔咔咔 他面前的空间 缓缓地在他的力量下开裂 就像是林恩自己的系统空间当中 在力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比如爱丽丝 都可以靠自己 强行开辟一道 只属于自己的储物的夹缝 而也就是在 喵喵正正的注视之下 一只骨手缓缓地 从空间的裂隙中浮现了出来 然后是躯干 四肢 脖梗 头颅 而当那个全身所有的血肉 都仿佛被剃光的骷髅出现的时候 喵喵已经是泪流满面 是的 是他 即便是没有了全身的血肉 即便是 已经变成了一副骨架 即便是 已经被改造成了 这样人不忍鬼不鬼的怪物 他依然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曾经 有些叛逆的少年 那个他父亲和母亲亲生的孩子 他的哥哥 父亲被改造成了血肉的怪物 哥哥却被剃除了所有的血肉 只留下了那个 被安置在骷髅内的大脑 而如果没有坠入这个黑暗世界 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平凡世界 他本应该还是上学的年龄 就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 唱跳rap打篮球 哥哥 喵喵颤抖地挪动地向前 剃泪的婆娑地望着那个骷髅 是你吗 你是哥哥是吗 你还记得喵喵吗 就是那只你非常讨厌的傻猫咪 你能和我说说话吗 可是没有 站在他面前的 就像是一具真正的静默的骷髅 灵恩转头 目光如炬 望着那个全身只剩下骨架的少年 道 爱丽丝 他的体内 爱丽丝点头 然后瞬间从他的胸膛当中 伸出了一只长长的苍白的恶灵之手 向着那个骷髅的头颅窥探了进去 而刚一没入 他脑海的瞬间 灵恩立刻便听过爱丽丝 感受到了一股又一股 无比强烈的混乱和血腥的波动 根本不像是意识 反而就像是一团被搅烂在了一起的 粘稠而邪恶的僵艳 哥哥 很可怕 他的意识里面被 被灌输进入无数不属于他的恨意 那些恨意和恶意 来自无数个被折磨至死的死者 他再恨 他恨所有人 瞬间 爱丽丝的那只手 直接便无法承受住他意识当中的混乱 被轰然逼饿了出来 满脸苍白 毫无疑问 在这数百年里 他已经被彻底地改造 灵魂早已支离破碎 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只不过是一个被填充了无数恶灵的怪态 还有他残留的意志碎片吗 灵恩深深道 爱丽丝摇头道 不 不清楚 里面混杂的恨意和恶意每一道都根深蒂固 根本没有办法辨别 哪一个才是他的灵魂的碎片 灵恩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望着泪眼婆娑的喵喵 终于还是做出了那个决定 如果这具身体当中 还有他灵魂 哪怕一丝的残存 灵恩大步地向前走去 抬着头 双手慢慢地浮现出了耀眼的白芒 我都应该能让他暂时地再现 至于到底到底能有多大的概率 那就交给天一把 一瞬间 灵恩的双眼猛然一凝 手掌瞬间覆盖了他那苍白的头骨之上 银白色的光芒亮澈了整个第一枪势 过往一念 发动 银白的光运瞬间覆盖了那具身体的全身 只针对这具身体 针对这具身体当中 那个破碎的游离的灵魂 如果你还在 那就让你的往日再现 第634章 那飘零的漆黑之雨 轰隆隆 漆黑的雾气笼罩的天空之上 一道道闪电划破高空 而那具庞大的利维坦 也慢慢地停止了下坠 悬浮在半空之上 就像是一具已经死去了的鲸鱼 而在失去了利维坦的战场 万机之神和艾文爵士 对那两个血肉根源所展开的攻势 也已经逐步地取得了上风 并且还在向着压倒性的方向 快速跋升 血肉支配者和欲望母术的应对 也变得愈加地吃力 而利维坦的失真 也充分地向他们证明 凌恩和银色幻想 已经是出色地完成了 他们的渗透和斩首的任务 快 赛博 加快速度 不要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让我们一举将他们镇压 万机之神那猙獰的声音 也是响出了整个战场 战争的天平已经清闲 无论利维坦内的二人能不能出来 只要利维坦依然保持现在的状态 那他们的胜利将是必然的 好 爱文爵士出了一下神 然后立刻便恢复了正常 冰冷地发动了对支配者的灵能限制 但万机之神却是皱眉 在操控着无数数据化的科技造物 限制着欲望母术的数捷中 他却是明显地发现 他身边的爱文爵士在出手时 出现了一次次不该有的失误和质色 但好像他对此却并没有察觉 他只希望不是他想的那样 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爱文 怎么了 万机之神深深道 没什么 但经过他这一提醒 爱文爵士的表情却是猛地凝重了起来 他立刻便意识到了什么 我忘记了一些对敌的经验和手法 是吗 万机之神深深道 你的状态你自己知道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掉阶的话 那就抱歉了 你的核心可就要归我了 爱文爵士的目光阴沉 什么也没有说 而是转头望向了悬浮在半空之上的那座庞大的静默的立围坦 灵恩 无论怎么样 该回来了 在我失控之前 在我把你忘了之前 该结束了 他就要抽回目光 全力地应对眼前的那两根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猛然地注意到 就在那立围坦的上空 在那不断地爆炸着闪电的黑雾之上 空间的波动 猛地出现了一次微不可觉的细微的稳动 但爱文爵士的脸色 却是瞬间大变 那时 轰隆隆 密集的闪电划过了苍穹 一道一道地 划落在立围坦的周边 隐约间 一根根漆黑如墨的羽毛 就像是黑色的大雨般 从那闪电中飘零坠落 而再谁也没有注意到的 是战场的远处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落地的声音 地面被砸得开裂 如动的触手当中 一双庞大的眼睛 好奇地眺望 向了远处的黑空 长长的触手 伸入了脑袋后面 背着的巨大的背包 从其中卷出了 一只活生生地挣扎的巨像 然后丢入了嘴里面用力地咀嚼 顿时 血花似箭 鲜血从牙缝中 鼓鼓地渗透出来 这在外人看来 绝对是极为恐怖的画面 可是 那双庞大的眼睛 却是如婴儿般纯洁 给人一种极为纯粹的荒诞 和扭曲的怪异 吃了一些零食 庞大的额头上一个符印 隐约地凉了一下 似乎是在感应着什么 随即便面向了遥远天际中 悬浮的那个庞大的 立尾坦的方向 嗯 再次一跃 就像一只水母一样 直接冲破了数百米的高空 跨越出了无垠的距离 而在立尾坦的内部 那刺目的白光 让它看上去 就像是一尊散发着 无尽光芒的白银的塑像 林恩眯着眼睛 用力地催动着自己的能力 过往一念 几乎是将那具枯骨全部包围 身体的回溯很容易进行 在过往一念的光运之下 那具枯骨 已经开始不断地 向着数个世纪以前回溯 被剔除的血肉开始滋生 血管开始蔓延 一切都在向着 过去的那个时间点而去 而也根本没有用了多长时间 伴随着肌肉的再现 那具骷髅 已经变成了一个 十几岁的瘦弱的少年 虽然他瞥了一眼 虽然没他的大 但毫无疑问 他是和他一样的 真正的正儿八经的人类 是来自破碎世界的人族 但他也知道 身体的往日再现 并不能真正代表什么 如果这再现的余光 不能照耀他那破碎的灵魂 那重现出来的 也不过是 一句毫无意义的曲求 但无论如何 就算只是为了喵喵 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 也一定要 他的目光变得深邃了起来 更进一步地 加深了他往日一念的影响 向着他大脑的最深处挺进 而所有人的注意力 也全都集中在了 那白色的光幕中 倒映着喵喵那苍白的目光 尽最大的努力 来完成这场救赎 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是 就在那刺目的白光的背面 在失魂落魄 精神几乎错乱的 315博士的身后 一根黑色的羽毛 缓缓地落在了地上 就像是一滴水 落在了池塘 泛起了点点的涟漪 寂静得了无痕迹 瓮 而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那片飘零而下的羽毛 骤然爆炸出了 无数漆黑的光流 刹那间 在耀眼的荧光当中 渲染出了一片如墨的黑暗 林恩猛然转身 瞳孔瞬间收缩 而喵喵的脸色 也是瞬间大变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而也就是在所有人 都来不及反应过来的那一刻 那一到达黑暗的光流 便刹那划破了光幕 擦着林恩的脸盘 击射向了他的身后 轰 那一声巨大的轰鸣 无数的血雨纷飞 林恩直装着骤瞳的那个傀儡 已经在那黑暗的光流的冲击之下 爆炸成了无数的碎片 绚烂的黑色羽毛当中 315博士身上 束缚的带刺的锁链 也在骤瞳的失效之下 哗啦啦地褪去 诅咒被削弱 束缚在破除 而也就是 在那黑幕中 林恩的瞳孔放大着 在那力量的最深处 看到了那只被无数黑羽 包裹着的 苍白如骨的纤细的手 那是 第635章 一一背后的黑手 跟原 是他吗 一一背后的母神 是因为感受到了 自己的追随者的处境 还是因为一直都在注意着这里 所以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悍然出手吗 这一刻 林恩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在那纷飞的血肉碎片中 一把就抓住了那枚布满了 裂纹的漆黑眼球 但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就像本就知道 他是利用的咒瞳 才对那个315博士进行的诅咒 所以 在出现的第一时间 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摧毁了直装着咒瞳的那个傀儡 但是为什么不是杀他 那个根源 到底还有着怎样的目的 难道真的只是来带 那个315博士走的吗 狂舞的黑色羽毛当中 林恩没有任何的犹豫 啪的一声 便直接将那布满裂纹的咒瞳 导入了自己的右眼 然后瞬间抬起头 咒瞳骤然收缩 漆黑的线条 瞬间便布满了他的脸颊 死祸 问 几乎是在那一瞬间 疯狂的恶鬼般的咆哮 便从他眼睛的最深处 呼啸了出来 漆黑的光流 化作了密集的黑色锁链 疯狂地便向着 那个即将被带走的 315博士 蔓延了过去 他想要再次将他镇压 将他从那个根源的手里扣下 因为他还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从他的脑子里面挖出来 可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就像那个根源 早就知道 他会使这么一手 空间裂系当中 伸出来的 那只苍白的手一挥 那纷飞的黑色羽毛 瞬间便在那个315博士的周围 狂笑地起舞了起来 而灵恩所释放出去的诅咒 竟也是在那羽毛的带动之下 直接便转移向了 那只苍白的手 哗啦啦 锁链瞬间捆覆在了 那只手臂之上 可是灵恩立刻便看到 那些锁链 竟是根本无法 对他造成任何影响一般 竟是如蛇一般 被吸收进入了 那裂系的最深处 那时 这一刻 灵恩的意识 可谓是轰然巨响 全身大震 因为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释放出去的诅咒 根本就没有被解除 而是 被同化 就像是一滴水 落入了大海当中 被某种同质的 更加高阶的诅咒所吸引 而成为了那片大海的一部分 那一刻 一个无比荒诞的念头 就像是洪水一样 瞬间便蔓延了灵恩的整个脑海 让他有了一个 不切实际的 无比可怕的猜测 哈哈哈哈 在那纷飞的羽毛当中 315博士的身体 在那股力量的牵引之下 不断地向后退着 他的脸上露出了 无比狂热而猙獰的表情 你应该没有料想到这一点吧 你这个疯子 你应该没有想到 母神陛下对我的庇护吧 我就知道 母神陛下一定不会放弃 我的 我是第一个 响应母神陛下理念的信徒 我亲手为母神陛下 打下了这大片的基业 就凭你也妄想取我的命 你做梦 他的目光 变得无比的猙獰和快意 因为没有人想要死 而越老就越怕死 更不要说他这种 在高位之上站了数千年的全折 的确 林恩没有算到这一点 因为你站在大地之上 可以看到每一个蚂蚁的轨迹 可以算出 他们下一步将要走到那里 但是你抬起头 你却看不到白云之上的情景 但是 林恩猛地抬起头 一把摁住流血的骤铜 一脚踏在地面之上 迎着那纷飞的黑色羽毛 瞬间便没有任何犹豫地 向着他的方向而去 黑色羽毛狂舞 整个第一枪势 都被滚滚的狂风所覆盖 而在他的瞳孔的倒影当中 是破开了空间的那只被羽毛 所包裹的手 根源的力量在周围疯狂地涌动 搅动着周围的整个空间 而银色幻想和喵喵的目光 也是大变 林恩 哥哥 他们急切无比 也是一眼就看清楚了现在的局势 可是他要干什么 他要干什么 虽然不知道那空间裂隙的后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但毫无疑问 那是一个根源级的实力者 如果贸然冲动 那无异于堂壁当车 蝼蚁焊术 他是疯了吗 但是林恩的表情依然保持着平静 或者说 他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干什么 一步踏出 在那狂舞的风暴当中 漆黑的羽毛 哗啦啦地在他的身上 留下了一道又一道伤痕 而他也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你这个疯子 蝼蚁 315博士向着他嘶吼 脸上露出了猙獰的神情 而他也根本不认为他 还能做什么 母神陛下虽然无法真正降临 但是也不是随便一个小小的人类 就可以亵渎的 如果你这么想要死的话 那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的脸上撕扯出了一个 无比快意的恨意的表情 在被那股力量 向着身后的空间裂隙 飞快地拽去的间隙 他猛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爆炸出了无数的触手 向着跃动而来的林恩 便发动了密集的攻击 我要你死 他猙獰的嘶吼 那无数的触手 瞬间便化作了遮天的罗网 向着林恩的身体 疯狂地爆射而去 林恩猛地一脚踏在地面 骤然抬头 竟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躲避 向着那狂勇而来的触手 向着315博士 向着他身后裂隙中的那只手 一跃而起 哥哥 他的体内 爱丽丝的脸色骤变 想要控制林恩的身体躲避 可是却感受到了 他意志中那无比的坚定 只有左左狠狠地骂了他一声 然后瞬间便化作了巨大的盾牌 挡在了他的身前 因为只有他知道 只有他和这个家伙 是朝夕相处的笨蛋 只有他知道 这个家伙 一定是有着某种目的 一定知道自己 现在正在干什么 但是他的这种性格 也是非常的让人不爽啊 你这个笨蛋 你不要随便 就让人担心啊 左左大叫着 而也是就是那一刻 林恩已经是一跃而起 身体已经是置身于了半空 那密集地爆射而来的触手 距离他也已经是咫尺之距 第636章 安敢亵渎我神 但也就是 在那个瞬间 林恩捂着右眼的那只手 猛地伸开 露出了那双染血的漆黑的皱铜 露出了他 无比冰冷的表情 狂风席卷 漆黑的诅咒的波动 在那个刹那间 发出了疯狂的奸笑 而林恩的身体 也几乎是在同时 便被那黑色的诅咒所包围 密集的触手 也在那个刹那间 便彻底地将他笼罩在了其中 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大变 315博士脸上的表情 也是愈发的争鸣与快意 你不过是在做无用功 你休想留下我 而我也会把你今天 对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全都记在心里 等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会让你千倍万倍地偿还 他长笑一声 将自己血肉暴动的威力 触发到了极致 想要将那个家伙 彻底地绞杀成碎片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却是猛地看到 他那笼罩着林恩的那无数的触手 突然之间紧绷了起来 而随之而来的 便是从内部散发出的一股 充满了恶意的可怕波动 他顿时全身一震 而也就是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 那个瞬间 他笼罩着林恩的那无数的触手 竟是轰的一声 猛地被崩开 一个庞大无比的可怕身影 瞬间便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 那时 他脸色巨变 而他身后空间裂系当中的那只手 似乎也是感受到了 那异常的波动 骤然催动起了那密集的黑色淋雨 向着那个身影 发动了悍然的攻势 可是那黑色的淋雨 撞击在那个身影的身上 竟是发出了一阵阵金属般的铿腔 但是没有用 而当315博士 彻底地看清楚那个身影的时候 已经是为时已晚 星红的庞大的双眼 从脖梗处蔓延出来的 无数漆黑而扭曲的触手 还有那扭曲的 充满了恶意的巨大的脸颊 那时 银色幻想猛地向前 目光瞬间变得急促了起来 因为他见过 在地下的时候 在自己追杀他的时候 他就曾经变成过这样的模样 那是 那是猎头者的不死诅咒 而也就是 在那电光火石之间 林恩化作的那庞大的头颅 已经是穿过了那密集的羽毛和触手 巨大的冰冷的双眼 倒映出了315博士恐惧的神情 巨大的嘴猛地张开 就像是深渊的巨口一般 看着那巨大的向着他逼近的巨口 他发出了一声无比恐惧的尖笑 可是也就在他以为自己 即将要被那巨口吞噬的时候 那个庞大的头颅 却是根本没有理会他 呼啸地从他的身边而过 咔咔 一声巨大的咬合的声音 315博士惊恐地僵直在那里 全身的冷汗 已经是将他的衣巾全部打湿 可是他却没有事 也没有预料当中的 那被一分为二的可怕情景 那他到底是 就像是猛地想到了什么一样 他骤然转身 向着身后望去 而也就是 在当他看到身后的那一幕时 他的大脑便是轰的一声巨响 脸色巨变 差一点直接昏厥过去 母神陛下 而在远处的银色幻想和喵喵 也全都被发生前面前的那一幕 震慑地呆住了 他 他难道不是为了 留下那个315博士 才冲过去的吗 他的目标 难道从来就不是那个一一吗 这 银色幻想 正正地望着那一幕 整个第一枪势当中 一片寂静 甚至就连左左野零QD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见就在那道空间的裂缝前 化作了庞大头颅的灵恩 闭着着牙齿停在那里 而在他的面前 在他的咬着的嘴里 那只从空间裂系当中 伸出来的纤细的手臂 就那般被他死死地咬着 一动不动 诡异的寂静 肆无忌惮地蔓延着 显然 就连那只手也是 绝对没有想过 他的目标 其实根本就不是 要被他带走的315博士 而是他自己 刺溜 被咬住的牙齿内 化作了庞大头颅的灵恩的舌头 瞬间便让那只手 沾满了黏乎乎的口水 叮 十二亿堕落天使 对你的愤怒加十一 叮 十二亿堕落天使 对你的愤怒加十五 伴随耳边瞬间传来的提示 那只手瞬间握紧 猛地就要 从他的嘴里面抽离出来 灵恩的身体 更是被重重地 撞击在空间裂隙之上 但是那强大的咬合力 让他就是没有办法 把手缩回去 而灵恩的不死诅咒 更是让他在这段时间内 根本无法被杀死 而灵恩 又是出乎意料的执着 于是就在那寂静的 第一枪式之内 便出现了一副 极为荒诞的画面 庞大的头颅 被那只气急摆坏的手 不断地往里面拽着 DU-M DU-M地拉扯着 撞击着空间裂隙 但就是没有办法拽进去 母神陛下 终于反应过来的315博士 瞬间便目自欲裂 整个人都疯狂起来了 你单单亵渎我神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315博士双眼血红 对灵恩痛恨到极点 立刻便嘶吼着 爆炸出了无数的触手 叮叮咚咚的 就对着灵恩那庞大的头颅 发动了攻击 松开 松开 315博士施了智一样的 对灵恩疯狂地发动着攻击 嘶吼着 双眼血红 感觉整个人 就像是被喂了屎一样 因为母神在他们的心底里 那就是唯一的神 是他们心中的光 是他们崇敬的伟大者 对他们母神的亵渎 那简直就等于 是把他们的脸 摁在地上狠狠地摩擦 你这个疯子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哎呀 这个疯子 这个变态啊 他歇斯底里了起来 甚至已经是咬着牙 疯狂地冲到了灵恩的最前方 失智一样的 想要撬开灵恩的嘴 但是 没有任何的作用 而灵恩也是稳然不动 咬着那只手 就是不松口 雷打不动 但是 远处的银色幻想 却是立刻发现 周围的墙壁之上的白光 在停止了一段时间之后 竟是又开始蔓延了起来 那是诅咒清除的白光 他又开始了 对立维谈诅咒的削弱 难道说 他的瞳孔顿时一缩 第637章 那我就暂时叫您主母吗 主母 是你吗 被咚咚咚地拉扯着 撞击着的灵恩 那庞大的头颅当中 发出了那个沙哑的声音 而他那庞大的心红的双眼 也在死死地盯着 裂缝内部的黑暗 他根本就没有理会 旁边无能狂怒 歇斯底里地对着他 发动攻击的315博士 他的目光盯着那片黑暗 就像是 想要真的确定心里的那个猜测 而在听到灵恩的声音的时候 那只苍白的手 拉扯着他 撞击着空间裂袭的动作 明显的一顿 没有没有任何的回应 轰 轰 再一次接连不断地撞击 但灵恩依然是雷打不动 咒铜上面的裂缝越来越多了 连续多次地释放根源级的诅咒 已经是让他处于了 严重的超负荷的状态 但至少在诅咒生效的这段时间 那他就是不死的 而他也非常想要证实 自己心里的那个猜测 灵恩咬着他的手臂 伸伸道 您没有杀我 但您却似乎了解我 刚才的那一击 你没有落在我的身上 而是我控制的那个傀儡 您是知道 我想要维持诅咒的延续的话 就需要那没眼睛的事吗 但您如果真的想要把这个一一 从我的手里带走 那杀我一次 不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吗 怎么 是舍不得 太疼我了 让您下不去这个手 灵恩的这句话当中 充满了调情的意味 但是他的语气 却是非常的镇定而严肃 目光也是一直注视着 那只手臂深厚的黑暗 可是这句话 听在315博士的耳朵里 却是他对自己所崇敬的母神 最大的亵渎 他目自欲裂 双眼当中的怒火和屈辱 熊熊燃烧 住口 你敢对母神陛下出言不屑 我必杀你 叮 315博士对你的恨一家十 叮 315博士对你的恨一家二十一 但是灵恩根本就没有在看他一眼 他的眼里 只有那只手臂后面的那片黑暗 目光深算冰冷 但那个根源 依然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黄武的黑色羽毛 伴随着那机械的动作 依然在试图摆脱他的咬合 没有用的 灵恩深深地注视着他 就像是一只不怕开水烫的死猪 您好好地感受一下 我身上的诅咒的气息 我在对自己释放猎头的不死诅咒的时候 也同时对我自己 发动了另外一个诅咒 这个诅后 您应该很熟悉 就是我刚才束缚着 您的那个一一的那个 此言一出 那只纤细而洁白的手臂 顿时一颤 而也是在同时 一根根漆黑的锁链 缓缓地从灵恩庞大的头颅之下 声腾了起来 长满了道次的锁链 哗啦啦地蔓延 盘旋在了灵恩的身上 将他的头颅死死地收紧 疯狂地镇压在了原地 而他咬着的那只手臂 也在锁链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制力之下 咔咔地被紧附 看到这一幕 315博士颤抖地后退了一步 他的大脑轰然一声巨响 也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他猛然转头 脸色苍白地望向了 那在周围的墙壁之上 疯狂蔓延的银色的光芒 那是诅咒清除的波动 利维坦身上诅咒的削弱 已经是到了最后不到三分之一的关头 疯子 你这个疯子 他惊恐地颤抖了起来 呼吸急促 因为他明白了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之所以冲过来 用那种恶劣的方式 咬住他母神的手臂 他就是想要利用利维坦的坠落 来对他的母神 也造成一次巨大的杀伤啊 灵恩咬着他的手臂 深深道 虽然还不能确定 但如果您不愿意回我的话的话 那我暂时还是叫您主母吧 非常抱歉 对于您的出手 我的确是没有提前算到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是我在欺负我后面那个机械机的时候 万机之神的突然降临 的确是让我一下子就陷入了被动 但有了第一次 那第二的时候 就会从容很多 就像现在 我虽然的确没有想到 您会为了这个博士亲自出手 但也的确是多留了一个心眼 您也应该看到了吧 我说的那个心眼 就是这座利维坦 灵恩抬起眼睛 瞥了一眼周围 不过这还是真的要多亏 这位博士的提醒 不然我也不会知道 这座利维坦在解体的时候 会爆炸出可怕的力量 不过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 其实我的心里就活络起来了 315博士的面色苍白 整个人都颤动了起来 我本来是这样想的 在我逼问出这个依依更多的信息之后 我就操控他的意识 将这具利维坦 直接撞向外面的那两个血肉根源 送他们一份天大的礼物 但是谁知道 我还没有实施这个计划 您居然来了 灵恩瞥了咬着着的 那只纤细的手一眼 慈溜 那只手顿时一颤 因为灵恩用自己的舌头 和他打了一个很有礼貌的招呼 灵恩瞥道 所以 那我就只好 以这种不当然的方式 来把这份礼物送给您了 不过您放心 以您的实力 就算利维坦真的炸了 最多也只会断一条胳膊 至于我吗 你也不用担心 我会活蹦乱跳地 从废墟里面爬出来 然后再带着您的手臂 会叶成面见我亲爱的主母 到时候 我依然能够证明我的这个猜测 证明一一背后站着的 到底是不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我的教母 其实灵恩一开始并没有怀疑 如果说真的要联系起来的话 那也就只有 他在第一次见到自己那位神圣 而敬爱的天使主母时 系统面板所寄予他的那些信息了 十二亿倒掉天使 可是 在阵营的那一栏当中 为什么除了手续善良之外 还有会截然相反的混乱邪恶呢 那是什么 因为什么 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 因为这样的情况 同样也出现在他的泰坦大哥 和巫神岳母的身上 他们同样有混乱邪恶的标签 因为他们一旦被诅咒控制 进入彻底失序的状态的话 立刻就会变得六亲不认 敌我不分 陷入无尽愤怒和恶意的无序当中 可是我敬爱的主母呢 第638章 当对堕天使使用以M 这也是灵恩开始怀疑的地方 因为主母的诅咒是 死父 是那会带来无尽痛苦的 长满了道次的锁链 会将你的灵魂和身体镇压在原地 让你动弹不得 让你苦苦忍耐 可如果不是因为诅咒的负面影响的话 那还会有什么原因 让混乱邪恶的标签 出现在神圣的天使身上呢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灵恩就留了一个心眼 因为在后来接触到一一 这个阵营的时候 他在心底里 也的确是非常的疑惑 因为爱文爵士说过 一一的出现 几乎可以追溯到叶之城 刚刚创立的那个时间段 而且 他们就像是复古之躯一般 扫之不尽 杀之不绝 每次在你以为黑夜之城 已经没有一一的渗透时 他们总是会莫名地出现 那是因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一一这个崇尚邪恶的组织的诞生 为什么像祖母这样强大的根源 会在几千年的岁月里 都没能找出一一诞生的原因 和他们背后的那个幕后黑手呢 这本就不正常 因为就算找不到 也不应该一点关于那个黑手的消息 都没有 而他也知道 爱文爵士的心里 肯定知道很多的事情 若非如此 在和他说 黑夜城的一一除之不尽的时候 他的脸上 会露出那种宿命般的疲惫的表情 正因为如此 在刚才他看到那纷飞的黑色羽毛的时候 他才会立刻 将这个突然出现的根源 与自己的祖母联系在一起 因为以祖母 对整个夜衣组织的影响力来说 根本就不可能 出现在夜之城刚刚建立之一时 就接连有八字元勋 甚至是九字元勋 背叛的情况发生 除非 您是祖母的另外一面 是吗 林恩深深地问出了那句 他心里的猜测 轰 巨大的撞击声传来 他的头颅再一次重重地 被砸在了空间裂隙之上 脸上出现了密集的伤痕 但是很快便有痊愈 而从那个裂隙当中 散发出来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强大 显然 那个存在正在强行 将自己的更多的力量传输过来 如果他真的降临 那林恩肯定是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 将他拉扯住的 根源级的真正实力 也绝非现在的他能够对抗 就算是有不死的诅咒 也不行 您不是不想回答 是因为一时现在还处于魂恶的状态 我猜得对吗 林恩深深地注视着 从那只手机械的动作中 察觉到了那不同寻常的异常 不过没关系 在力尾坦坠落的这段时间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玩 如果您不是我亲爱的主母的话 那您就全当我是在欺凌您吧 正好当着您忠诚的下手的面 让他看看我是怎么对您的 但如果您是我主母的话 那我就提前和您说一句对不起 全当给您做恢复治疗了 等回去黑夜城之后 您怎么揍我都行 那么您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此言一出 不仅是旁边的315博士 就连后方的银色幻想和喵喵 也全都是大阵 银色幻想更是立刻就明白了 他话里的意思 他的双眼颤动了起来 下意识地就后退了一步 全身都紧绷了起来 不 不会的 难道说这个家伙 他是想要 而也几乎就是在下一刻 林恩那心红而庞大的双眼当中 猛然就像是红灯一样 散发出了淡淡的红色光芒 竹母 反是早就让我已经疼的 忍不住了呢 一刹那 巨大的以M之力的波动 瞬间便沿着林恩的牙齿 哗啦啦地便蔓延到了 他咬着的那只白皙的手臂之上 以M之力 发动 噁啊 一瞬间 那只被林恩咬着的苍白的手无指猛的大张 整只手臂都僵直了起来 而在那猎系最深处的黑暗当中 更是一下子就传来了一个 难以遏制的颤动的女声 然后那只手臂 立刻就像是黄扇一样 气急败坏地用力地拉扯了起来 轰 轰 林恩那庞大的头颅 一下一下地撞击在空间裂系中 但是林恩就是雷打不动 而在听到裂系内部传来的那个 的声音之后 315博士的表情 更是瞬间苍白如指 因为他能够清楚地辨认出 那个声音 就是他母神的声音 但是他又 什么时候听过他们那强大神秘的母神 发出过这么恶劣的声音 而他也立刻就明白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他 他对他们的母神 发动了他自带的那种恶劣的欲望打击 我杀了你 这一刻 315博士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 目自欲裂 整个人都歇斯底里了起来 双眼血红的疯狂地向着林恩 发动了一次次重击 但是没有作用 林恩那不死的诅咒 让他现在几乎变成了一个黏人的铁疙子 只能他在旁边不断地恶心你 而你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胆敢如此 你胆敢把你的那种能力 用在我们的母神身上 放肆 放肆啊 他几乎破阴 目自欲裂 因为这种行为 明白的就是 当着你的命 亵渎他们所信仰的神明 不要说是他了 在任何一个一一的眼里 这都是 在践踏他们神经的恶鬼行为 因为他也非常清楚 他们一一之所以能够凝聚在母神的身边 不仅仅是因为 母神那强大的力量和混乱的理念 更是因为 在他们每一个一一的心里 母神也是只属于他们的不容亵渎的女神 毕竟每一个高层一一的心里 没有对自己崇敬的黑暗女神而着迷 而现在 他们的堕落女神 却是被这个小小的人类给如此对待 杀人诛心 杀人诛心啊 叮 315博士 对你的态度 已由痛恨 转变为了死敌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200 叮 315博士 对你的愤怒加50 叮 315博士 对你的恨一家无妖 伴随着耳边不断地传来的系统提示 灵恩无动于衷 表情镇定 依然是死死地咬着那只手臂 根本就没有任何想要放开的意识 而以M之力 可是连欲望母术这种级别的欲望母神 都能够直接撼动的存在 那就更不要说 其他了 第639章 爱丽丝 你还能撑住吗 抱歉 主母 我的充能又到Max了 这两个诅咒对我的反噬 真的太剧烈了 如果不能宣泄出去的话 我肯定要被疼死的 您这么疼我 那您肯定也不介意 再帮我多分担一些压力吧 以猫之力 发动 压 呃 比刚才更加剧烈的愤怒的声音传来 那只手臂不断地晃悠 想要将它摆脱出去 但灵恩牙齿 就像是焊到了她的手上一样 根本就没有办法可以摆脱 变态 远处 看着这一幕的银色幻想 也终于是恼羞成怒地 对着她大叫了一声 而前行状态下的人偶小姐 也是下意识地握紧了小拳头 硬了 硬了 拳头已经硬邦邦的了 虽然她知道 他们两个现在是同一阵营 虽然她也知道 那个家伙 是为了对付 一一背后站着的那个根源 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地 想要对她那恶劣的行为进行批判 因为她明显是学到了 她在上一次 这么对付了一次她之后 明显已经是学会 怎么欺负性别 和她不一样的生物了 而且她现在已经 不仅是欺负 她这样的死兆级了 现在连根源级的都敢欺负了 变态 超级大变态 但凌恩虽然嘴上那么说 但她实际上 并不是真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 她的目光依然冰冷 心中依然平静 她只是在利用这种方式拖延时间 因为她非常清楚 如果让对面那个疑似祖母的舵天使 传输过来更多的力量 按情况绝对会立刻失控 而在被束缚的状态下 她唯一能动用的 也只有自己的以猫之力 因为在诅咒的作用之下 她的力量 根本就没有办法脱离那锁链镇压的范围 所以 这也是凌恩咬住她手臂的原因 因为如果让她进来 那就没有什么里外之分了 这就像你 和你女朋友做奇怪的事情的时候 你们其实就不是两个人了 而是一个 而自己诅咒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好处是 作为诅咒的施加者 她可以自己手动地调整诅咒的强度 让死父的诅咒 并不是全方位地镇压在她的身上 而是稍微留出那么一个口子 而通过这个口子 她也就能源源不断地维持住自己 对利维坦的诅咒抹除 可以说 现在 凌恩她自己所承受的 是比以前任何一次 都要大无数倍的精神上的损耗 爱丽丝 你还能撑住吗 凌恩在意识当中深深地问道 爱丽丝艰难地喘息道 还可以 哥哥你 不用管爱丽丝 尽管拿去用吧 我会全力地维持住 哥哥对精神力的消耗 只是 只是什么 爱丽丝的意识动荡了起来 声音也是变得有些异常的紊乱 很奇怪 哥哥的那股力量 穿过爱丽丝意识的时候 让爱丽丝变得好奇怪 呼刺 呼刺 凌恩 没错 她给忽略了 操 她给忘记自己的以猫之力 是全方位不分敌我的那种性质 而爱丽丝附身在自己的身上 也同样被自己的诅咒 锁在自己的身体当中 自己在释放以猫之力的时候 毫无疑问 也会对爱丽丝 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不好意思 爱丽丝 这一筹哥哥给忘了 你远一下 现在这个局势很麻烦 不过很快就结束了 我帮你出来 凌恩也是非常的愧疚 爱丽丝用力道 没 没事的 哥哥不需要管我 我会忍耐的 可是虽然话这么说 但凌恩又怎么可能 真的一点都不管 虽然她的确是可以毫无忌惮地 对任何一个生物 动用自己的以猫之力 比如对自己那恶劣的左手 和凉凉的人偶小姐 因为那满满的恶趣味 也是并不会有任何的芥蒂的 毕竟 她也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 对自己的乖巧的爱丽丝 她可是真的打心眼里 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来对待的 而用以猫之力 连带着把自己妹妹 都欺负了的这种事情 那太恶劣了 轰隆隆隆 二话不说 为了不让爱丽丝 真的被一猫 给影响出奇怪的属性 凌恩只好一连多释放几次 只能是努力地 把这个过程提前了 二话不说 凌恩直接便加速了 自己对整个利维坛的进化 那蔓延在利维坛 庞大躯体之上的白光 也是 立刻便加速着 对整个利维坛扩张了起来 利维坛也在凌恩的干涉之下 加速了坠落的进程 315博士 猛地在巨大的阵战当中后退了一步 脸色一片苍白和愤怒 而她也知道 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她立刻转身 全身上下瞬间爆射出了一根根触手 迅速地刺入了周围的肉壁当中 她必须立刻重新与利维坛 建立新的链接 必须要在她摧毁整个利维坛之前 遏制她进化的进程 鼓鼓鼓 她的血肉迅速地没入其中 但是刚一接触 她就感觉到 自己想要重新上船 进入利维坛当中的意识 遇到了巨大的阻碍 不用想也知道 那是因为 她对利维坛诅咒的削弱 破坏了利维坛内部正常的意识传导 而在她残存在利维坛内 所有的意志都被抹去的情况下 想要重新建立对利维坛的控制 也变得愈发的艰难 可恶啊 她目自欲裂 几乎要咬碎牙齿 哦 博士 终于想起来 要控制利维坛了吗 不过 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如愿吗 你自己做死 把自己残留在利维坛内的意识 全都消耗掉 现在想要重新练阶 是不是有些太晚了 林恩那庞大的眼球 冷笑地转过去望着她 而也几乎 就在她说完的那一刻 一根丝线瞬间从远处报事而来 直接便切碎了 她要练阶利维坛 而伸出去的触手 315博士猛然转头 目自欲裂 只见远处的阴影里 冰冷的人偶小姐早已显形 手中舞动着傀儡之线 娇小的身体 刹那间便向着她报事而去 而在同时 一根根丝线 也立刻就像是蛇一样 哗啦啦地 便蔓延向了那五具 与林恩断开了链接的死罩及傀儡 那些傀儡 立刻就像是木偶一样 直挺挺地起身 目光空洞地 瞬间便向着315博士报事而去 你居然也能够控制那几个傀儡 315博士猛满脸暴怒 因为那些傀儡 全部都是她的珍藏 而现在却被别人控制着来对付她 黑贤月目光冰冷 没有任何多言 控制着那五具傀儡 直接便向着她 发动了灵力的攻击 之前在对那些神傀儡的内部 刻画傀儡之印的时候 林恩便已经将一小部分的 控制权交给了她 而再加上她 自己那出色的控偶之术 虽然是死罩级的傀儡 但是只要她全力进行控制 依然可以动用她们的一部分权能 只是她的控偶之术 没有林恩得到的傀儡之印那么无耻 想要发挥出傀儡全部的能力 自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 没有任何犹豫 人偶小姐很快就加入了战场 现在只要能够拖延时间 让她没有办法完成对立维坦的链接 那就算成功 第640章 不给学生留下点东西吗 而银色幻想的目光也是一冷 在看到林恩身边的那个人偶 也加入了战场之后 她也便在 没有了任何的犹豫 抽身而起 就要加入战局 目前为止 优势依然在他们的这一方 在那个姓林的家伙 钳制住那个根源之后 只要能够将这个意义斩杀 那他们就能够彻底地奠定 这场战局的胜利 二话不说 她立刻便一跃而起 伸手就要召唤出自己的单分子剑 但是刚一动手 她便是一正 她正正地向着自己 空空荡荡地守望了过去 然后间就想起了不久之前 那个家伙非常自然地 从她的手里 拿过单分子剑 去捅那个315博士时的画面 短暂的鬼一样地寂静 啊 一声无比愤怒地大叫 因为把她注意力 转移得太过离谱 她直到现在才想起来 她的那把剑 在那个家伙用完之后 就没有还过 而是被她自己 悄悄咪咪地瞇下去了 叮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 加21 叮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 加22 叮 银色幻想杀你的欲望 更加浓重了 银色幻想气得牙痒痒 手指咯咯地握紧了呢 但是她知道 现在并不是发作的好时候 因为一发作 就会显得自己很蠢 剑肯定是要不会了 而且就算是去要 她也一定会 摆出非常诧异的样子 并用无比惊讶的语气 对她说 不会吧 我敬爱的致谢小姐 你的反射弧也太长了吧 连我都可以轻易地 从你的手里拿到剑 这样怎么可能会 做好一个合格的战士呢 这也太拉垮了吧 银色幻想气抖冷 她用力地甩了甩头 愤怒地咬着牙 然后猛地握紧了拳头 便向着那个315博士 冲了过去 果然做医生的 就没个好东西 银色幻想对你的恨意加十四 而也几乎就是在315博士 猛地将一个傀儡逼退的那一瞬间 她的眼前 立刻就浮现出了 银色幻想 那气得牙痒痒的恨意的表情 以及那钢铁般的拳头 轰 那一拳瞬间就落在了 她的鼻梁骨之上 她的头颅 瞬间便向后痒了出去 瞳孔放大 鲜血和骨骼的碎片飞洒 身体更是瞬间 就如断线的止瘾一般 向后飞了出去 那个灵恩不是什么好东西 银色幻想冷冷地紧握着拳头 重重地撞击在墙壁上的315博士 震惊地滑落下来 颤抖地捂住自己几乎凹下去的头颅道 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揍她 你来揍我 这绝对是她有史以来见过的 最让她憋屈的一个理由 简直是欺人太甚 太甚啊 而在外界 苍白的光幕在天空之上的 那庞大的立尾坦的身上 蔓延得更加迅速 那遮天的身躯 也在疯狂地扭动当中 就像是把本来缝在一起的肌肉上的线条 再一点一点地撕开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度折磨的过程 而远处的艾文 也是在战斗当中 死死地盯着那庞大的立尾坦 那股气息 她不会认错的 是她 一定是她 她的脑海当中 也是瞬间就想起了 在遥远过去 曾经在竹母所在的地下殿堂当中 看到的那幅场景 那在漆黑的锁链当中 无数黑色的羽毛飘零下 那张冷酷如恶鬼般的脸颊 那是堕落的天使 从上界坠落到下界的股神当中 没有一个是不扭曲的 没有一个是不变化的 就算是天使 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住自己的圣洁与信仰 因为能堕入这里的 都是因为巨大的恨意和遗憾 才得以弥留至今的怪物 灵恩 不要让那个人格彻底的苏醒 如果没办法的话 就不惜一切代价的跑 艾文绝世的目光 变得几乎凝成了一个点 因为只有她知道 彻底融入地狱而堕落的主母 会有多么可怕 而不仅仅是艾文绝世 血肉支配者和欲望母树 也全都在刚才感受到了一瞬的强大的气息 他们彼此瞥了对方一眼 立刻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是依依的那位 欲望母树的嘴角一翘道 好像是的呢 血肉支配者沙哑道 看来优势依然在我们的这一边 两大根源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瞬间便调转了方向 庞大的意识刹那间 便向着远处的利维坦覆盖了过去 意图干涉 但也几乎就是在同时 他们的意识流 立刻便被万机之神和艾文绝世 那更加庞大的力量所截断 你们现在的对手是我 艾文绝世收回目光 礼貌地微笑道 小辈之间的战斗 你们也要去干涉吗 哄 庞大的玲珍波动从他的身上展开 在高高的黑雾之上 构建出了一片宛如星空一般的浩瀚景象 仿佛有无尽的知识和奥秘 鸣刻在其中 而这也让他们知道 在没有利维坦驻阵的情况之下 战争的天平 早就已经不在他们的这一方 而在利维坦的内部 银色幻想和黑咸月两个人的联手 也已经是将315博士 逼得根本无法抽身 快了 还差最后的5% 林恩眯着双眼 在那庞大的头颅的状态之下 持续地对利维坦 进行诅咒的削弱与清除 而对面前那只手的 主人的EM扰乱 也同时在高频率地压制着 但是林恩也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列席对面的那个堕天使 也正在逐步地适应着他的EM 因为叫声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高亢了 虽然用声音的大小来确定对方的状态 并不是什么正经人会做的事情 但这的确很准确 轰 又是一记Max的EM 那只被他咬着的手臂 再一次猛地进一轮 五指将的屈身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林恩却是猛地感受到了 列席对面的那股气息骤变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猛地苏醒了过来一般 在那黑暗当中 林恩缓缓地看到了一双冰冷无比的赤色之铜 你闹够了没有 那个冰冷的声音传来的瞬间 林恩便知道 那个堕天使怕是复苏了 不是主母 就算那个声音再像 也绝对不是主母会给人带来的那种感觉 问 一瞬间 一股巨大的波动传来 林恩只感觉到天旋地转 即便是在不死诅咒的加持之下 都感觉到意识几乎要崩裂一般 但这个时候 林恩却是冷笑了出来 果然啊 有意识控制的力量 就是要比那魂恶的状态 要强出太多了 不过主母 您转变得太晚了 而既然来了 那您就不打算给您的学生 留下点什么东西吗 A 也几乎就是在那一瞬间 林恩将自己的诅咒清除能力 催发到了极致 那最后的5% 也是被他一步踏出 第641章 利维坦经络 一声如深海巨金般的痛苦的长笑 那苍白的光芒 瞬间便遮蔽了利维坦最后的一个区域 诅咒的链条 也因为削弱而全面的崩断 那庞大的血肉之躯 就像是一座彻底失去了动力的飞机 扭曲的加速 向着地面坠落了过去 轰隆隆 所有人都是站立不稳 周围的血肉墙壁 也在不断地崩坏和开裂 就像是你一刀戳爆了 挤满了沼气和内脏的金鱼的肚皮 大量的血浆和碎肉呼啸而出 周围的一切都在绷茧 一切都在毁坏 而练习当中 那双看向林恩的双眼 也是瞬间充满了杀意 咔咔 一声巨响 林恩束缚着他手臂的牙齿 骤然被那强横的力量所崩开 但也就是 在他的手即将脱离束缚时 林恩那灵活的庞大的舌头 就像是触手一样 又瞬间将他的手臂缠绕了起来 而这次不仅仅是舌头 还有那一根根攀附在他舌头上的黑色锁链 咔啦 舌头和锁链瞬间收紧 叮 堕天使对你的愤怒加五 叮 堕天使对你的愤怒加六 而也是 在同时 林恩的目光变得残忍了细血了起来 深深的大舌头的冷笑道 撸 主 母 药啊 炸 哄 几乎也就是 在他的话刚刚说完的同时 整个立维坦当中蕴含的力量 立刻便发生了连锁式的反应 刺目的扭曲的能量 从立维坦身体的各处迸发了出来 无数的裂缝遍布 刺目的光芒也在瞬间席卷了整个第一枪势 而在那摧残的光滑当中 唯一能够看到的 只有林恩那在同一时间 向着黑贤月他们伸出去的那庞大触手 他对时机的掌握 让他几乎是在瞬间 便将长长的触手 缠绕在了那几个女孩子的身上 而在外界 整个庞大的立维坦 在还没有真正完成坠落时 便已经在半空中轰然解体 轰 巨大的能量波动 更是一瞬间席卷了整个战场 让那四大根源 也迫不得已地予以对抗这可怕的冲击 该死 欲望母树死死地抵挡着那巨大的能量流 庞大的血肉树界 更是在寝刻间被吹得支离破碎 立维坦的坠落 毫无疑问会对整个战局 产生至关重要的负面影响 而这也意味着 除非那个赛博飞升者提前被诅咒镇压 否则 他们将不可能再在这场战争当中取得胜利 他的目光闪烁 立刻便用厚厚的血肉藤蔓 将自己包裹在了其中 不过这也本就不是他的目的 只是唯一让他感到有些犹疑的是 作为立维坦的缔造者一方 在这剧烈的爆炸当中 他竟是没有从血肉支配者那里 感受到任何情绪的波动 就像立维坦的毁灭 对他来说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他的目光犹疑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他的意识当中 便传来了血肉支配者 那沙哑的声音 你应该已经破解了 巨像之塔的外部结构了吧 母术 欲望母术抵御着那一波 又一波强大的能量冲击 闪烁道 没有 我不可能在如此高强度的战斗之下 依然有足够的精力 去破解那座塔的内在结构 但血肉支配者 就像是没有听到他的回答一样 沙哑道 是吗 母术 现在的局势 你也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 我已经失去了一座立维坦 失去了一个根源级的战力 但我可以随时离开 可你不行 你降临的可是你的本体 所以 如果你想活的话 那就尽可能地确保我们的胜利 至少是平局 而你手里的那座塔 也将是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扭转局面的机会 就看你愿不愿意把握了 欲望母神游一道 你什么意思 血肉支配者那庞大的眼球 微微地转动 污秽的意志 隆隆地传递着他的思维 还记得我们之前 强行送进那座塔的眷属吗 它们发生了什么 也同样会发生在在场所有生物的身上 我们唯一确定的一点不就是 在那个大脑没有彻底苏醒前 黑暗世界也就不会彻底地锁定它 而那也意味着 至少在这个阶段 它的位格 至少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 轰 巨大的轰鸣 在黑暗的半空中 隆隆地席卷而出 无数的血肉碎片 就像是血雨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坠落而去 如炮弹一般砸落在地 整个大地都被炸得坑坑洼洼洼 庞大的力尾坦的正下方更是直接被轰击出了一个庞大的空洞 艾文绝世咬着牙 抵挡住了那剧烈的冲击 他猛地调动灵能 抬起头向着那爆炸的高空眺望而去 而当他看到 那一幕之后 瞳孔却是瞬间一缩 那是 只见在高高的半空之上 在无数力尾坦解体的碎片的营绕之下 却是悬浮着一个庞大的布满裂纹的枪式 没有因为力尾坦的爆炸而破碎 而在那座枪式周围 更是环绕着无数纷飞的黑色淋雨 汇聚成了一个庞大的虚幻的羽翼 似乎就像是那无数纷飞的羽毛 在那爆炸的关键时刻 抵挡住了力尾坦那恐怖的能量倾泻 将它内部的一部分结构保护在了其中 而没有受到太大波及的那部分 正是 灵恩所在的第一枪式 而在半空中悬浮的第一枪式当中 灵恩猛地睁开双眼 在看清楚周围的景象之后 也立刻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走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灵恩立刻便解除了 对自己身上施加的死腹的锁链诅咒 利用庞大的头颅 重重地便向着不满列文的第一枪式之外撞去 果然不愧是竹母啊 太强了 真的是太强了 灵恩裹挟着血肉内部的银色幻想 和黑弦跃挤人 猛地冲出了第一枪式 直接便没入了 那不断围绕着第一枪式旋转的黑色淋雨当中 他眯着庞大的双眼 双眼明显已经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明显 还是低估了一一背后的那个堕天使的实力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刚刚清醒的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就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 将力量强行传输过来的同时 还能够将他们所在的这个区域保护起来 第642章 买了挂票的灵恩 不过虽然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 但是明显 灵恩的目光冷冷的一瞥 利维坦的爆炸 还是让那个空间裂系背后的堕天使 受到了很大的损耗 虽然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 但搞定了利维坦 那这个任务也算是完美的成功 只是没有弄死那个一一 实在是一件让人觉得可惜的事情 灵恩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他的耳边传来了人偶小姐 无比警觉的声音 他被裹挟在灵恩的血肉当中 根本无法看到外部的情景 灵恩目光闪烁 深深道 那个黑手太强了 出乎意料的强 本来我想要卸他的一个灵剑下来 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我想多了 不过还好 我身上的诅咒还在 只有诅咒不消失 那我们就可以后准无忧 黑贤月警惕道 如果诅咒消失了呢 那还用说 咱们必定完蛋 那还能持续多久 不用担心 再坚持个十分钟 完全不在话下 灵恩冷冷一笑 但也几乎就是他的话 说完的同一时间 灵恩被同样放大的咒瞳的最深处 猛地传来了一声细微的巨响 他擦 里面的裂纹再一次扩大了几分 灵恩一愣 短暂的寂静 而也就是 在下一刻 伴随着一声鼓鼓的血肉扭动声 灵恩化作的那庞大的头颅瞬间收缩 然后就像是变魔术一样 迅速地收拢 成为了灵恩释放诅咒之前的 那人形裸男的模样 而银色幻想和黑弦乐 也是瞬间失去了 那血肉与触手的庇护 也直接和灵恩一起显露在了 那狂风肆虐的黑雾半空 两个鸡也全都是一症 因为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而又因为两个鸡都是 被灵恩用触手裹挟在脖子下的血肉当中 所以突然诅咒解除时 两个鸡几乎是和灵恩 灵距离无死角的贴合在一起 而喵喵化作的那一坨触手怪 也是挂在灵恩的脚尖 随风飘动 短暂的死一样的寂静 灵恩反应了过来 从系统空间当中摸出了单片眼镜带上 搂着两个鸡 咳嗽道 抱歉各位 精神力见底了 眼珠子的性能有所下降 所以 其实没有十分钟 你们就当我刚才吹了个牛吧 重鸡的脸色巨变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因为冲出了第一枪式 他们直接就暴露在了半空之上 然后瞬间就在重力的作用之下 一下子就向着数千米下的地面落了下去 哇喵喵喵喵 喵喵瞬间发出了崩溃的大叫声 而在巨大的气流当中 他们也是直接就被吹得七零八岁 自由落体地向下狂坠而去 我就知道 我不能相信你 黑咸月愤怒的声音响起 啪的一声 就在下坠中抓住了灵恩 灵恩痴疼 在即将被吹落的时候 也是一把伸出手 抓住了银色幻想的脚踝 往下淡疼道 话是这么说 但你别抓那里 那里可没有办法承受得住 一个人偶的重量 而即将被吹落的喵喵 也是一下子勾住了黑咸月的高跟鞋 挖喵喵喵的随风乱叫 最上方的银色幻想也是气急 不过他的反应最为及时且迅速 而且消耗的能量也是最低 立刻就开启了自己身躯当中的悬浮模式 这才将下面的笨蛋们牢牢地拽住 银色幻想咬牙 向下望着那个变态 用力甩道 松开你的手 你自己飞 林恩立刻抬头 瞬间就转化为了笑眯眯的神情 扶了负担片眼睛道 这些小姐 我想你也不想再被我动用 以M给欺负了吧 咱们现在可是前胸贴后背的战友 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 叮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加十 叮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加十三 银色幻想咬着牙 不再理会下面那个混蛋 立刻转身 拖着下面的那个刺骨暴徒 迅速地就要脱离这片热浪滚滚的可怕区域 向着远处转移 毫无疑问 在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 他的弱点几乎是被那个家伙给吃得死死的 而且他也非常的清楚 以这个变态的性格 他真的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 变态 气都冷 于是在高高的半空之上 在那灰尘眼影当中 就出现了一坨四代飞的荒诞一幕 主人喵 喵喵的哥哥 他掉下去了呀喵 没事的 你哥哥他很硬 摔坏了 我再把他拼起来 能拼起来吗喵 能的喵 那边疯狂地起舞 而在天空中 被无数黑色羽毛包裹的第一枪势当中 315博士猛地咬着牙 捂着鲜血淋漓的伤口 猛地掀开了那破碎的肉臂 从震荡当中摇摇欲坠地苏醒了过来 作为血肉领域的强者 只要灵魂没有受到重创 想要死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母神陛下 让您受辱了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逃掉 这是一举将他们抓住最好的机会 他们毁了我们的利维坦 如果再让他们逃了 我们将血本无归啊 他的双眼一片血红 对灵人的恨意几乎已经是 磕到了骨头当中 可以说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母神的干涉 他恐怕早就已经被那个家伙 彻底地玩弄致死 哗啦啦 周围的萦绕的羽毛 瞬间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狂舞了起来 他们在半空之上的那个裂隙周围 疯狂汇聚 然后猛地形成了一只庞大的黑色羽翼 一只布满了牙印和口水的黏翼糊糊的手臂 与一半的黑色羽翼 涌动在裂隙之外 画面格外的恐怖与违和 滴答 滴答 年三糊糊的奇怪液体 顺着那只手臂的指尖往下滴落着 毫无疑问 全都是灵人的口水 而这一幕对315博士来说 几乎是能够让他愤怒到全身血崩 因为这几乎是刺果果的亵渎 是对他们母神狠狠的电二无 更不要说 之前还让他的母神发出那么恶劣的声音 仅凭这一点 他们之间就不共戴天 而也几乎就是在同时 裂隙外的那半边庞大的羽翼猛地张开 裂隙深处露出了一双冰冷的美绝人寰的黑暗双眸 目光直接就锁定住了 向着远空急迟而去的那个 买了挂票的刺果暴徒 嗡 那布满了奇怪液体的五指猛地张开 一股可怕的黑暗力量 骤然被释放了出去 甚至整个空间都被扭曲出了一道道涟漪 而在远空 林恩也是感觉到了那股可怕气息的锁定 瞬间转头 瞳孔一锁 不好 可以说 几乎是在转瞬之间 那可怕的黑色涟漪便靠近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庞大而扭曲的根源级的力量 刹那间便将周围的空间死死地锁定 而在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万机之神和艾文绝世的神色 也是瞬间大变 他们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就要出手救援 但也几乎就是在他们动的同时 血肉支配者和欲望母树瞥了一眼 立刻便默契地向着他们 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直接便遏制了他们的行动轨迹 你们之前一直牵制我们 不让我们对立威坦进行救援 现在也该让你们尝尝这种感受了 欲望母树冷笑 庞大的血肉束戒 直接便横断了整个战场 林恩 艾文绝世的双眼目露急切 而被欲望母树这么一挡 就算他现在出手 也已经是来不及了 因为他们距离那个 只显现出半对翅膀和手臂的怪物 实在是太近了 而在高空之上 庞大的涟漪几乎是在寝客间便席卷了过来 林恩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他猛地咬牙猛地发动自己的肌肉爆发力 直接用力地一翘 庞大的上翘之力 直接便将下方惊异莫名的黑咸月和喵喵 一下子就给向上抛了起来 你干什么 而也几乎是在黑咸月的声音发出的同时 林恩已经是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从系统空间当中掏出了手提箱 进去 一切都在迫在眉睫中 林恩没有任何犹豫 瞬间便将娇小的黑咸月摁了进去 表情也变得无比的冷静 在把任偶小姐不由分说地摁进去的同时 连带着喵喵也是一同用力地挤压了进去 快 爱丽丝 林恩猛地咬牙 一把伸向了自己的额头 道 现在立刻附身到她的身上 快 我们没时间了 伴随着一道黑光闪烁 爱丽丝的虚影瞬间离开了林恩的身体 爆射向了黑咸月的眉心 周围立刻就传来了爱丽丝急气的声音 哥哥 你要做什么 林恩镇定地望向他们 抓着手提箱道 任偶小姐不会死的话 你们应该也不会死 乖乖地等我 只要我还能活着 我会在第一时间把你们放出来 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 林恩已经是一把关闭了箱子 然后立刻丢入了自己的系统空间 一瞬间 狂风大作 那黑色的涟漪已经是近在咫尺 银色幻想全力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加速 同时咬着牙 立刻调动出了万机之神 所给予她的全部力量 在周身上下 铸造出了一道道数据的防御 你把他们送哪儿了 林恩扶了负担片眼睛 镇定道 收到了包里 不过如果我死掉的话 他们怕是也出不来了 银色幻想气急 全力地迎空即持 巨大的速度 甚至让周围产生了巨大的阴暴 都是你弄出来的好事 你这个无可救变态 你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林恩深深道 先别说那么多 你的力量能不能帮我们挡住她的这一击 银色幻想紧要银牙 银风即时道 不可能 她的能级太高了 我只有一小部分我父亲的力量 就算是至高机体 想要承受住根源的权力一击 也是痴人说梦 林恩向上微微一笑 露出了好看的月牙眼 没想到你的话还是很多的吗 知谢小姐 定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加十九 定 银色幻想对你的愤怒加二十一 这个混蛋 这个废物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这个家伙 他居然还能用这种闲情意志的语气来调戏她 已经没救了 这个人的那坨脑子 已经是病变到了骨子里了 你闭嘴 银色幻想愤怒地对她大叫 道 没时间了 那个赛博给你的那部分力量了 如果加上你的那部分 我们说不定还有活下去的可能 快用啊 林恩认真地扶了负担片眼睛 摊了摊单手 摇头道 我不会用 短暂地寂静 啊 银色幻想发出了一声气急到了极点的大叫 可以说 也只有在看到这个家伙的时候 他那本不会起伏的情绪 才会波动成这个样子 死了 这一刻毫无意外 绝对是死定了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这个满脑子都不知道 在想什么东西的家伙 没事 别伤心 林恩抬着头 揉了揉眉眼 笑眯眯的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 如果不是那黑色的涟漪 即将要了他们的命的话 有我陪你的 致谢小姐 虽然我欺凌过您 侮辱过您 甚至还想过 入缸三分这样过分的事情 但实际上 我还是非常欣赏你的 银色幻想器的双眼都颤抖了 林恩瞥了一眼自己胸口的那个唇印 随即双眼微红的抬头 抹了抹硬生生挤出来的湿润 微笑道 而且所谓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我对我对您所犯下的罪行 也实在是深感愧疚 你是一个好女孩 虽然是机械 入的话容易出现磨损 但作为战友 还是很可靠的 毕竟你除了对我丢核弹之外 我们依然是可以好好相处的 亲密的队友啊 即使当中的银色幻想 都要被弃得CPU冒烟了 他用力地转头 望向那不断拉近距离的连衣 又颤抖地看了一眼 下面抓着他脚踝 和他调情的刺果暴徒 死了 马上就要死了呀 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他 你闭嘴啊 银色幻想仰头大叫 已经是完全破防 不顾形象的用力 也要把脚上挂着的 那个口香糖给甩下去 但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林恩他沾得太牢了 而在说了那些话之后 林恩却是猛地伸出手 就像是攀岩一般 瞬间就向上 抓住了他的腿 然后竭力一跃 一把勾住了他的肩膀 而也正因为如此 林恩几乎是瞬间 就和他形成了面对面的姿态 你还想干什么 银色幻想 依然没有放弃求生的欲望 急切地不停地回头 甚至已经放弃了 构建出的防御 将所有的力量 都集中在了权力的加速之上 第644章 小小你没必要救他的啊 没用的 这是必死的局面 林恩诡秘地闭眼着 万机之神和艾文绝世被牵制 我的不死诅咒 现在也用不了 空间被锁定而无法折越 而对我们动手的又是根源 这么多的条件之下 我们两个绝对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银色幻想紧咬银牙 这个时候 也早就已经顾不上 他靠自己这么进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因为他认命了 这个家伙 他是认命了 果然 血肉生物的精神状态 永远会在关键的时候动摇 他们不可信 林恩浮了负担片眼睛 微笑道 所以说 不用加速了 拖延这几秒钟的时间 也不会让我们的结局有所改变 银色幻想咬牙道 你什么意思 林恩略带怜悯地微笑道 我的意思是 既然大家都要死了 你就没有什么临死前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左左呆滞地望着林恩脸上的表情 毫无疑问 在这一刻 如果林恩的头上有道德的显示表的话 那他的数值绝对已经是向下拉到了 马上就要报表的地步了 因为他的脸上露出这种笑容的时候 也是他最邪恶 最混乱 最可恶的时候 他 不做人了 而也几乎是在银色幻想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那个瞬间 林恩已经是摁住了他的后脑勺 然后瞬间便猝不及防地吻上了他的嘴唇 轰 几乎是刹那间 急时当中的银色幻想的意识一片空白 瞳孔更是瞬间放大 巨大的阵战 伴随着被轻薄的触感 传递到了全身的每一个感应器 林恩缓缓道 补一下 做一下上次镇压你的时候 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好了 现在不仅是精神 你的其他方面也已经是被我欺负过的存在了 那么 告个别 一瞬间 林恩猛地松开了抓着他肩膀的手 扶着单片眼镜 微笑地猛地向后用力 在狂风当中 如飘零的落叶一般 拉开了和他的距离 抱歉了 这些小姐 虽然在这里坑杀你 实在是让我有一些小小的负罪感 不过既然大家都是身处地狱的恶鬼 那也就没有必要讲什么道德了不是吗 毕竟 咱们两个可是从见面的最开始 就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啊 一瞬间 林恩猛地摁住了胸口处主母留给他的那个 天使之吻的印记 微笑地向着天空上那个呆呆的机械机挥手 道 再见了 机械机 等下了地狱的地狱之后 咱们再见面 古德拜 而也就在那狂妄和怜悯的大笑中 那黑色的涟漪也在寝客之间 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 遮天蔽日 就像是一堵黑色的死墙 而林恩也是微笑地闭上了眼睛 准备迎接自己的复活和收集银色幻想碎开之后的灵箭 可也就是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瞬间 他的额头之上 却是猛地浮现出了一个古老的绿色符纹 黄黄然地以他的眉心为中心 扩散了开来 林恩顿时一震 就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一样 猛地睁开了双眼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身后狂暴的进风传来 一个庞大的黑影 瞬间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向着他们张开了大嘴 那是 这一刻 全程急切地注视着远处的那一幕 不断地试图从战场当中抽身的艾文爵士 猛地一震 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凌空而起的黑影 感受到了那一呼寻常的气息 根源的气息 阿呜 几乎是在那黑色涟漪席卷而来的同时 在巨大而熟悉的气息当中 林恩震动地转身 立刻便看到了那双庞大的血红色 却纯洁无比的巨大双眼 那双眼睛就像是在和他说 终于赶来了 W 医生哥哥 小小啊 林恩大惊失色 而也是在同时 林恩的身体 瞬间便被那个庞大的头颅吞了进去 恐怖的速度之下 数十米外呆呆的银色幻想的身体 也在小小如鲤鱼月龙门的跳跃之下 连带着一起吞入了口中 然后便是那黑色涟漪的骤然席卷 哄 巨大的爆炸声和冲击波 在整个天空之上席卷了开来 那个庞大的头颅 用自己的身体 硬生生地挡住了那来自舵天使的可怕一击 就像是一颗陨石一样 小小被冲击的伤痕累累的头颅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被轰然砸落在了地面之上 地面立刻便被炸出了一个 直径接近千米的陨石坑 全场寂静 滚滚地浓烟浓浓地生腾着 大坑的最底部 一根布满伤痕的触手 缓缓地从下方蔓延了上来 扣住了周围的地面 XX 状态的小小在触手的蠕动下 就像是一个好几层楼高的皮球一样 艰难地滚了出来 疼 而在周围 一眉眉因为巨大的爆炸 而背包炸开的事实 啪啪啪地如雨点一样坠落了下来 林恩用力从羊躺在地的 小小的嘴巴里面钻出来 无比急切地转身 扶着那庞大的熟悉的头颅 道 小小 你怎么来了呀 现在这个时候 可不是你出场的时候啊 因为太危险了呀 现在已经有五个成熟期的根源 下场了 有年轻的小小来这里 太危险了 小小 XX 地吐着青烟 竖起了一根触手 道 嗯 路上 遇到很麻烦的事 但接到医生的消息后 就立刻赶来了 鼓鼓鼓 小小身上破损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地愈合着 林恩知道 这是小小身上的不死诅咒 发挥了作用 他的诅咒是飘窃来的 而小小一家人身上的不死诅咒 却是永续的 虽然知道 小小肯定不会出什么意外 可看到这一幕 林恩的眼眶也是 一下子就感动得红了 家人啊 没错 果然在关键的时刻 能够帮助你的 依然是只有家人 我可怜的小未婚妻啊 但现在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把哥哥一个人救了就可以了 小小 你真的没必要把上面那个机械机也救了呀 哥哥才刚刚抢吻了他 装了一波BB 小小 你把他也救下来 显得你哥哥我就像是个SB一样 第645章 看来你还没有失去记忆 而也是 在同时 一只布满了粘液的流线型的纤细手臂 猛的从小小的嘴巴当中伸了出来 然后便露出了那沾满了奇怪液体的银色半长发 银色幻想艰难的从小小的嘴里面爬出来 就像是一个刚刚从母亲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婴儿一样 林恩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后脸皮的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美好笑容 大手一束挥挥道 这些小姐 我们得救了 但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银色幻想便已经是全身发颤的转过一边 抓起地上的沙土 用力地往自己的嘴唇上擦 狠狠地 就像是想要把什么污秽的东西 死尽地从自己的嘴上擦掉一样 丁 银色幻想对你的恨一家十 丁 银色幻想对你的恨一家十二 林恩 侮辱性太强烈了 就好像自己成为一个超级无耻的 玷污了梁家少女的死变态一样 林恩认真地服了负担片眼镜 然后从系统空间当中摸出了一张纸 暖心地伸出去道 要纸吗 银色幻想猛地回过头 那双充满了愤怒的双眼 死死地盯着他 可是对于面前那个基本上并不会感觉到 任何羞耻和愧疚的家伙来说 他愤怒的目光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用 因为他是一个能够在全身刺条条的情况之下 依然能够脸部红心不跳地 给你来一段迪斯科的恶劣生物 而他也更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无耻的家伙 他居然还敢在那种情况下来 恶劣地占自己的便宜 虽然作为机械体 这座战斗系列的至高机体 并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那种行为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欺凌 却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的 因为他对血肉生物 有过很长时间的了解 所以也完全知道 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 他被抢吻了 而在人类这种生物的社会构成当中 这种行为 如果不是发生在公母生物 具有良好情感基础的前提下的话 那这就是刺果果的霸道的欺负 和对异性生物的恶劣的轻易反 恶魔 他气都冷地对着灵恩 发出了愤怒的指责 露出了和煦的笑脸 双眼眯成了两条小缝隙 扶了负担片眼镜 春风和煦道 没意义的 致谢小姐 你大概不会因为我对你的挑逗 就在心里对我产生什么异样的好感吧 比如说 斯德摩尔综合症之类的病症 嗯 那你可一定要注意了 当万机之神护不住你的时候 你面前的这个恶魔 可就会趁虚而入了 说完之后 灵恩满意地站了起来 一根根触手 鼓鼓地从他的肩膀之后蔓延了出去 让他像一个可怕的蜘蛛一样 悬浮了起来 他邪恶地淡笑地俯视着地上 黏乎乎地愤怒地望着他的银色幻想 然后稳稳地落在了小小的头上 叮 根源骑士的羁绊Buff已触发 小小 这里不是九流之电 我们触发 嗯 医生哥哥 一瞬间 W 递驮着灵恩的小小一跃而起 瞬间便以闪电般的速度 跃出了那个庞大的大坑 在根源骑士的Buff加持之下 小小的速度 也是一下子便提高到了极致 才是灵恩真正的完全体 因为距离上一次的骑程 已经是五百多张之前 而现在的灵恩 也早就已经不再是之前的 那个出出茅庐的愣头小子 已经是一个酒精战场的一衣了 看着那个狂妄地刺过暴徒的背影远去 银色幻想猛地站起来 愤怒地一把拿出重拘 对着他的方向 胡乱地砰砰砰地 一连扣动了十几次扳机 这次事件之后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你给我记住 你对我做过的一切 以后我一定会百倍千倍地向你找回来 你听到了没有 啊 耻辱地大叫中 一声声枪响 而如果此时此刻有蜂巢内的机械意识 看到这一幕的话 一定会无比震惊他们的执行官小姐 现在的情绪波动 因为和往常那冰冷坚决的 如杀手一般的高冷的机械女武神相比 现在的银色幻想 简直就像是判若两人 没有任何的疑问 灵恩的出现 和对他做过那恶劣的一系列事情之后 愤怒也让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高空之上 庞大的黑色羽翼狂舞着 那个烈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比之前更大了几分 无数黑色羽毛围绕在半空 就像是一片死亡的黑幕 毫无疑问 烈系对面的那个天使 也正在冰冷地一点一点地扩张此地的空间 意图让自己全面降临 而想都不用想 灵恩之前的那一番行为 明显已经是彻底地激怒了烈系背后的那个黑手 而看到灵恩他们没有死 那只纤细的手再一次猛的一挥 哗啦啦 漫天黑雨 就像是刀子一样 化作了刺骨的寒流 瞬间便密密麻麻地向着荒原上 急迟的灵恩他们密集地暴射而去 而每一根黑雨的落下 都会瞬间将地面炸出一道道巨大的沟壑 而被波及的那片区域 更是顷刻间坏死崩解 其中蕴含着难以想象的黑魔法的可怕威能 小小 当心那些羽毛 骑在未婚妻头上的灵恩大鹤 抬着头 猛地摸出了之前从主母的身上 友好的顺过来的两根长长的金色淋雨 大手一抖 其中的神圣的力量 骤然就被他催发了出来 瞬间便让他全身的皮肤 散发出了刺眼的金色光芒 那是神圣的力量 这一刻 除了他没有穿裤子这一点之外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上去 他都像极了一个 代表着光明与神圣的圣子 一路在荒原之上狂飙 灵恩眯着眼 和小小之间完美的默契 让他们在辗转挪移当中 几乎是完美地避开了 绝大部分的黑色淋雨的袭击 小小 泰坦大哥和巫神伯母 什么时候才能赶过来 灵恩在及时的风暴当中大吼地问道 小小 敏 得及时着 老 父亲 母亲 遇到了可恶的小丑和猪头 不过发完脾气之后 应该很快就会赶过来 在之前的联系中 灵恩也已经知道了 泰坦大哥他们所遇到的状况 那也就事实说 现在 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但是他也深刻地明白 小小只是刚刚达到根源的幼年期泰坦 还是一个孩子 正面作战 肯定是没有办法和在场那些 也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老游子对抗的 而现在最大的变数 就是那个疑似祖母的堕天使 灵恩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那纷乱中的那黑色的羽翼 如果能够将他逼退 那这场战争的主动权 也将被他们所在的阵营 牢牢地把握在手里 可是 要怎么做呢 万机之神和艾文爵士 还要牵制和镇压那两个血肉领域的根源 大哥和伯母 目前还无法下场 如果只凭他和小小 想要将那个堕天使镇压 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而也就是灵恩疯狂地思考着对策的时候 灵恩的耳边猛地响起了艾文爵士的沉沉的声音 来我这边 灵恩顿时一震 猛然转头 目光瞬间穿过了无音的烟雾 落在了最远处那个庞大的心灵巨人的身上 灵恩的目光瞬间犹疑 我是谁 灵恩 不对 艾文大哥 你再想一想 我不叫灵恩 我呸 灵恩点头 用力地扶了负担片眼镜 哦 哦倒 太好了 看来你还没有失去记忆 大哥 你刚才看到了吗 那个力尾坦 已经被我炸了 第646章 您早就是我们的希望了呀 艾文爵士咬牙的声音传来 道 当然看到了 但你也同时引来了一个更加棘手的对手 你不要恋战 现在立刻回我的身边 我有办法对付那个一一的黑手 没问题 我立刻就过来 灵恩没有多言 立刻调整发现 飞快地驾驶着小魏婚妻 向着那四大根源血战的方向掉头而出 巨大的爆炸声不断地在身边响起 战场的局势 也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 艾文大哥 你实话和我说 天上的那个根源到底是谁 他真的就是一直以来掌控着一一背后的那个黑手吗 灵恩在风暴中大喝着 一路的火花带闪电 艾文爵士咬牙 在意识当中对他道 没错 一个堕天使 不过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人真正见过他的样子 也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 而如果不出意外 这也应该是他这几千年来 第一次正式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但灵恩却是瞬间便听出了艾文爵士话中的隐瞒 灵恩深深道 别瞒我了 艾文大哥 告诉我实话 现在天上的那个堕天使 那个一一背后的主宰 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主母 此言一出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与他链接在一起的艾文爵士意识上的震荡 然后便是一段长久的沉默 灵恩浮了负担片眼睛 严肃道 我说的对吗 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黑手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来源于我们崇高的主母 无论是叶一还是一一 他们都不是他们相互指责的背叛者 而是他们选择了主母 不同的两个理念 一个混乱邪恶 一个手续善良 而这也是这数千年以来 我们黑夜城一直无法彻底将一一驱除的原因 对吗 就像是镜子的两面 如果说叶一是光明的正面的话 那一一就是他们扭曲的背面 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外部邪神的干预 因为自始至终的根源只有一个 艾文爵士的目光复杂 他知道这个叫做灵人的少年 一直都非常的聪明 而且他还自带着某种 能够看破一个人身份的特殊能力 但是这一刻 当他把这个问题挑明 放在他的面前时 他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像将近三千年前 在叶一阵营的第一次大分裂之后 他作为当时被主母收留的最强君王 也是亲手接手了 对一一大分裂的调查 不断地寻找 不断地探查 而当他逐渐地接触到事情的真相之后 他就后悔了 主母是纯洁而神圣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是他忽略了一点 能够坠入地狱的神明 又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受到 这个黑暗世界的干预和扭曲 因为你越是光明 当你受到黑暗的侵蚀时 你堕落的也将越彻底 只是有时候 这种堕落会发生得悄无声息 发生在你根本意识不到的情况之下 就像将近三千年前的那个黑夜 在他猜到真相 而重重地推开那座地下宫殿大门的那一刻 他亲眼看到了 在扭曲和痛苦的折磨下 那不断地滋生出黑暗力量的庞大的羽翼 在那长满稻刺的锁链之下 那金色的羽翼 一点一点地从金色化作了可怕的漆黑 那因为被痛苦而折磨的 几乎扭曲的美丽的脸颊 也在生疼的恶意当中 变得一片苍白而恶毒 坠落的恨意 遗失了所有的疯狂 在那一刻 几乎是以一种可怕而恶毒的姿态 写满了他的脸 而在那种被地狱侵袭的状态之下 甚至他几乎已经能够逐渐地 与身上诅咒融为一体 但他也非常清楚 如果那个过程真的在某一刻完成 那他也将彻底地成为 这地狱当中的一个无解的疯狂的根源 他是我们的主母 终于 林恩的脑海当中 响起了艾文爵士那复杂的声音 而林恩一直以来的疑问 也终于在这句话响起的时候 波云见雾 他的目光变得有些动荡 或者说 艾文爵士深沉的声音继续传来 这是 在被这座地狱侵蚀过后的他 一个有着自己独立的思维 一个将疯狂和恶意 作为永恒目标的死亡女神 一个活在主母心里的梦魇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严肃道 那您很少离开黑夜城 是不是也是因为 这句话他没有说完 但他也差不多已经猜到 除非特殊原因 艾文爵士基本上不会离开黑夜之城 他一直说是因为数据丢失 但是在现在看来 恐怕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艾文爵陷入了沉默 许久 他那沙哑而漠然的声音才传来 是的 他是第一个知道意义真相 和主母秘密的人 也是在这之前的唯一一个 他从来没有将这件事情 告诉任何的人 也在竭力地阻止任何人 接近这个真相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这本 就是一场相互的救赎 正如他坠落魂恶于世 满目茫然时 是主母第一个 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将他带离了那个 支离破碎的地狱 所以在知道了 这个残酷的真相之后 他也会竭尽全力地 恶守这个秘密 因为他知道 一旦事情公布 那主母辛辛苦苦栽培出来的 整个黑夜城的业衣的信仰 都在一夜之间破碎 毕竟谁又能接受得了 他们心中无暇的主母 来自上界的神圣天使 会是一一的幕后主导者 会是那个 在整个世界 散播疯狂和邪恶的怪物 所以他也一直在寻找解决之法 而同时 只要他尽可能地留在黑夜城 有他时时刻刻地威慑 主母体内的暗面 也便不会轻举妄动 这几乎已经形成了 一个恐怖的平衡 因为他没有办法 驱除主母体内的邪恶意识 而那个邪恶意识 也不敢和他彻底撕破脸皮 所以就这般的相持了数千年 让他几乎 从成为了一座监狱的守望者 那 主母知道 这件事情吗 林恩眉头紧皱地问道 艾文绝世的 声音变得沙哑了起来 报 他不知道 我也不敢让他知道 因为这几乎是无解的 只要他身上的诅咒存在一日 那那个梦魇 就永远不会消失 就像我的记忆一样 这是地狱世家 在我们身上的枷锁 他即便知道 除了家具痛苦和混乱之外 毫无作用 镇压不了 驱除不了 就像是不断蔓延的癌细胞 终有一刻 会在某个时候 夺走你的性命 而你能做的 只能是努力地延缓这个过程 让那病变 不至于加速 所以他才守着这个秘密 即便多少次 他想要将一切的一切 都向主母全盘托出 但最后 他还是选择了沉默 并努力地 让他也不往这个方向去想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林恩猛地抬头 皱眉望向了他所在的方向 握拳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参加这次行动 您为什么 还一定要来这个诅咒之城 您留在黑夜城 难道不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吗 是啊 既然都已经知道 主母体内意识的分裂 那为什么还要离开主母的身边呢 来这里对叶一来说 根本就没有必须要干涉的意义 因为这本 就是血肉神教 和机械神教之间的斗争 就算是有意义的参与 那有如何 他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艾文绝世 为什么会来这里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 要对付那些不值一提的意义吗 寂静 长久的寂静 甚至遮蔽那不断在战场之上爆炸 而响起的轰鸣 终于 他看到了远处艾文绝世 在战斗中转过来的那双眼睛 看到了那双远远的望着他的 充满了无数难懂的寒意的目光 你还不明白吗 林恩 你早就已经成为了 我和主母 能否摆脱这一切的希望了 第647章 唤醒主母的可能 林恩一阵 而他也几乎是立即就明白了 艾文绝世话里 想要和他表述的意思 主母的诅咒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古神 这是黑暗世界 针对我们这些古神所设下的枷锁 但是你不同 从你表现出 你的那一系列的特殊的能力之后 你就已经成为了 我们能否踏破这诅咒的唯一的希望 所以现在 你应该明白了吧 因为你的安危 和主母 以及我可能出现的诅咒的反噬相比 都来得更加重要 穿过那在爆炸中 隆隆涌动的黑雾和灰尘 艾文绝世的双眼 远远的深深地注视着他 我不是来这里对付易一的 我是来这里守卫你的 那两句话 冲斥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一刻 凌恩正在了原地 甚至就连在他的周围 疯狂爆炸的淋雨的飞扬 都仿佛成为了褪色的背景版 如果说这都不是爱的话 那 那还有什么事呢 艾文大哥 这一刻 凌恩的眼眶 瞬间就特么的被感动得红了呀 只有他知道 自己的这一声呼唤当中 到底蕴含着 怎样的让人泪目的情感 果然 真的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家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这么的 纯粹和让人落泪的呀 大哭硬 长胸如腹 所以这就是腹爱吗 虽然默默无闻 却厚重如山 没有那么热烈 却是在你的身后 默默地付出 这种感情 真的整个胸腔都已经翻涌的 几乎要飙出来了 太感动了呀 艾文大胸啊 凌恩泪目地站了起来 大喊着 就擦着鼻涕 像是两万斤的孩子一样 向着艾文绝世的方向 张开了热烈的双臂 艾文绝世的头顶 瞬间爆炸出了一个大大的 我 我真的是 砰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只听一声巨响 一块怀表 直接就从那个方向 蹦射了过来 精准无比地 命中了凌恩的面门 凌恩刚刚冒起来的身影 就又被打了下去 艾文绝世 强忍着一身的鸡皮疙瘩 眼角抽搐着 揉着太阳穴 闭眼道 少来这一套 我不是主母 不吃你这套煽情的戏码 想抒发你的感情 等这件事情 结束了之后再说 凌恩瞬间从小小的 脑袋之上跳了起来 表情恢复了镇定 扶了负担片眼镜 变脸就像是变魔术一样的 艾文大哥 你有什么办法 对付主母那个堕天使 既然都已经明白了 艾文大哥 就是那个一直留在黑夜城 制衡主母体内 那个邪恶意识的存在 毫无疑问 艾文绝世 也一定会掌握着 某种能够遏制 那个堕天使的方法 艾文绝世猛地后退 和万机之神 一起镇压住了血肉支配者 和欲望母术的袭击 深深道 想要对付他 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主母此时此刻的梦魇 而也只有在主母的意识 陷入混沌时 他才可能借机 浮出意识海的表面 而想要将他镇压 也不需要真的打败他 因为他是镇压不了的 唯一能做的 便是将主母唤醒 就像你完全不需要 想怎么战胜自己的噩梦 你只要能够醒来 那一切的梦魇 也将随着你的苏醒 而彻底消散 灵人严肃地点头 骑乘着自己的未婚妻 猛地一跃而起 将暴射向他方向的 那无数的淋雨避开 抬头道 我们要怎么做 艾文绝世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当中 隆隆地响起 其实 在我离开黑夜城 来到这里之后 我就已经提前做好了一些 应对这种情况发生的准备 因为我知道 只要那个意识 感知到我离开了黑夜城 那他就一定会蠢蠢欲动 林恩 你还记得之前在据点的时候 我从黑夜之城 带来的那些精锐吗 此言一出 林恩立刻就想了起来 没错 在跟随艾文绝世 重回诅咒之城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些 从黑夜城来的精锐夜衣 甚至在这一整场 站一下来 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影子 林氏说 林恩犹疑 艾文绝世深深道 因为我派遣他们去做了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让他们在围绕着 整个诅咒之城的 不同的方位 全都鸣刻了这么多年来 我为了对抗主母体内 那个邪恶意识 所研究出来的一套法阵机制 那个机制的原理很简单 主母在未曾坠落之前 是神圣世界的古神之一 而作为神明 他天生就能够得到 信徒们信仰方面的加持 甚至对于某些古神来说 信徒所贡献的信仰之力越多 那他们的力量也会越强横 同时 心境也更不容易受到异常的污染 信仰之力 林恩的心顿时移动 这应该是另外一种 完全不同于血肉机械灵能的 更加诡秘的晋升之法 只通过信徒们的香火和信仰 就能够实质性地提高 本体的实力吗 这让林恩立刻就想起了 地球上的上帝和佛陀等宗教 如果那些所谓的神明也是存在的话 按他们应该走的也是这条路吧 艾文绝世沉沉道 而信仰之力 除了能够提升接纳者的力量之外 最大的作用 便是能够保持他们的神性 就像神能够影响信仰 他的大部分信徒的行为观念 同样 由无数的信徒的信仰 汇聚起来的信仰之力 也能在某种程度上 影响到神明本身的观念和性格 能够稳固他们的意识 而当年主母 在坠落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时间 就创建了叶依这个组织的最初目的 也同样是为了能够让他 不至于像其他坠落的古神一样 被诅咒侵蚀的生不如死 因为信仰 就是神明的毛 就算是一艘坠落深海的破船 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毛 只要信仰之力足够的充实 那即便是在这地狱当中 也能够让自己 不至于彻底的疯狂 而也几乎是在他说完的同时 艾文绝世猛地闭上了眼睛 而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的双眼 已经是如昊日般耀眼 林恩 我将你拉入我的灵灯网络 第648章 竹母 我有罪 一瞬间 林恩的大脑 就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一样 猛的一阵剧烈的疼痛 但也就是 在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现实当中的景象变了 只见在那漆黑的布满了黑雾的天空之上 无数无法用肉眼看见的灵灯的丝线 从四面八方的黑暗的天空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链接在了位于战场最中央的 艾文绝世的身上 而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根 此时此刻 艾文绝世就像是一个庞大的信号中枢 正接受着来着四面八方各个方位的信息 而与此同时 在距离诅咒之城数百公里的各个方位之上 周围的空间猛地拨动了一下 一个又一个轮廓 就像是鬼魂一样 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一个又一个 带着漆黑鸟嘴面具的叶衣抬起了头 手指轻轻地放在了耳畔的接收器之上 艾文元勋的命令已下达 准备激活节点法阵 是 伴随着命令的传书 周围的叶衣迅速地念动起了繁复而灰色的咒纹 而伴随着咒纹隆隆地涌动 他们周围脚下的地面 也是慢慢地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耀眼的花纹 金色的光芒不断地闪烁 不断地蔓延 神圣的气息瞬间便充赢了他们所在的整个区域 而不仅仅他们的这一个节点 在以诅咒之城为原星的另外十几个方位之上 也同时有十几个叶衣与战场中央的艾文爵士建立了联系 刹那间就在灵恩惊异的感应之下 从数百公里之外传输回来的影像当中 无数密密麻麻的纹路就像是流水一般 向着整个原星的方向蔓延了过来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那时灵恩震惊 艾文爵士抬起头 道 那是祖母在根源这个领域的召唤法阵 不过我对这个法阵进行了一些改良 让它成为了我们能够与祖母的意识建立链接的一座桥梁 而只要有了这座桥梁 我们就能够直接对祖母的意识进行呼唤 灵恩惊异 果然不愧是玩法阵出生的艾文爵士 这法阵方面的造诣 绝对已经能够探到这个世界的天花板了吧 而伴随着那个法阵的蔓延 天空第一枪式当中的315博士 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对 他的脸色瞬间大变 道根源级的心灵链接法阵 他猛地转头望向了身边猎戏当中 浮现出的那半只漆黑的羽翼和手臂 母神 几乎是刹那间 那只苍白而纤细的手臂猛地五指张开 一股可怕的黑暗力量 骤然从裂隙蔓延了出来 而目标也是 立刻便进行了转化 对着地面之上 那不断相互吸引聚集的神圣法阵 发动了攻击 显然 他也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法阵和他之间的联系 也明白了这个法阵的用意 轰 轰 整个诅咒之城废墟的各处 立刻便被漆黑的淋雨所覆盖 发生了巨大的腐蚀性的爆炸 但伴随着烟雾的滚滚地散去 那蔓延而来的法阵 却是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一般 依然是如虚如幻地继续有条不紊的蔓延 列系当中的那双冰冷的眼睛猛然转过 目光直直地便落在了战场最中央的艾文爵士的身上 目光如刀 锋利无比 艾文爵士的目光闪动 沉沉地与他的目光相交 庞大的灵能 源源不断地通过那些与他链接的线条 维持着整个法阵的积聚 我用灵能改变了法阵的存续形式 不过只有维持几分钟的时间 而这段时间 那个堕天使和那两个血肉领域的根源 必然会加大对我的功法 而能否唤醒祖母这个任务 就交给你了 灵人顿时一震 我 你确定 艾文爵士艰难一笑 维持着力量的稳定 人总是要成长的 如果不多经历一些大事 你又怎么可能担当大任 你可要明白 不论是我和祖母 还是那三位太太 我们能否离开这个黑暗世界 能否摆脱诅咒 可全都要拜托未来的你啊 灵恩 你可千万不要做一个 被人保护下的温室里的废物啊 这一番激励和看得起的话 也是瞬间让灵恩的目光 变得坚定了起来 放心吧 艾文爵士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重挫的 意识当中的艾文爵士 瞥了一眼 刚刚从数据库当中调出来的 激励人心的各种毒鸡汤白解 和尚书 道 好 那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你是最棒的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艾文爵士深深道 往常我动用这个法阵的时候 都是在黑夜之城 并通过世界 号召城内所有的夜衣 对祖母进行祈祷 大量的信仰聚集在一起 所产生的力量 足够让祖母的意识 暂时压制住那个梦念 但在这里 我们只有不到一千的夜衣部队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剩下的部分 就需要你来进行填补 因为你能够削弱祖母身上的诅咒 所以 你在祖母的心灵所占的比重 也是巨大的 所以只要你能成功 让祖母的意识波动起来 那唤醒祖母的几率 也将大增 林恩思索 扶了负担片眼镜 深深道 也就是说 我是祖母心毛当中 最粗最大的那一根 是吗 啊 倒是可以这么理解 明白了之后 林恩立刻点头 二话不说 迅速地闭上了眼睛 将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 与那个庞大的法阵当中 而在外界 在察觉到了艾文爵士的意图之后 烈系当中的堕天使目光冰冷 立刻便没有任何犹豫地 向着战场中心的艾文爵士 发动了攻势 而堕天使的加入 也是立刻就让本已经倾斜下去的战争天平 再一次猛地翻转 而各怀鬼胎的血肉支配者 和欲望目光也是一瞥 心照不宣地 立即也向着艾文爵士 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咔咔 欲望母树刺入树干当中 包裹着的那座巨像之塔的边缘 也是缓缓地出现了密集的军列 万机 这是最后一战 艾文咬着牙 立刻呼唤自己的盟友与他共同防御 只要能够坚持三分钟 一切将成定数 轰 巨大的爆炸声当中 神圣的光芒弥散 而从高高的天空向下俯视 也已经能够看到 那个不断蔓延的神圣的天使节阵 也在同一时间 完美地汇聚在了一起 共同构建成了那个庞大的蔓延数百公里的巨阵 灵恩 那一声大吼 灵恩猛地睁开了双眼 意识也是 瞬间便来到了一片繁复的意识空间当中 而在那片意识空间当中 无数的金色的光流 就像是道挂的流星雨一般 源源不断地向着法阵最中心的那个十二亿天使 汇聚了过去 那是来自整个诅咒之城 上千名叶依共同的祈祷 灵恩侧耳倾听 立刻就能够听到 那祷告当中每一个人此时此刻的心声 伟大的主母 您是我们心中的光 您是我们的灯塔 也是我们的神明 我们敬您 爱您 追随您 愿您的光芒 照耀地狱的每一个角落 无上的十二亿圣天使 伟大的神圣世界的主宰者 我们的神明 我们的光 我们向您祈求永恒的福泽和照耀 无数的吟唱 每一个都是那么的虔诚 那么的信仰 可以说 这里就是主母一切信仰的聚合之处 是只有神明才能够听到的 来自信徒们虔诚无比的心声与寄托 他们不知道主母现在的处境 但是他们对主母的信仰 未曾有任何一丝的动摇 而灵恩的目光也变得坚定了起来 他知道 作为这些信徒当中最粗最大的那一根 想要将主母唤醒 自己也必须在这里 向主母表达出最大的信仰 和虔诚的心声了 灵恩立刻抬起头 一咬牙 向着那个方向用力的大吼道 主母 我虔诚地向您忏悔 我有罪 我不该趁着您不注意的时候 从您那里反斜杠反斜杠 拿您的姨妈金泡茶的呀 第六百四十九章 如此有效 待喊一遍 瞬间全场一片寂静 在灵恩的暗逸嗓子之下 甚至就连那无数的连线在一起的 来自各处业医们祈祷的声音 也全都停了下来 所有人都呆滞地望向了灵恩的方向 周围瞬间变得落真可闻 而与此同时 亦是空间外的战场之上 万机之神那庞大的头颅 与艾文爵士化作的心灵巨人 并肩而战 目光深邃 沉沉道 那个法阵是怎么回事 是你搞的鬼 艾文爵士喘息着 抵挡住了三大根源 联手向着他发动的第一波强大的攻势 道 这个你不用管 最多三分钟的时间 三分钟之后 如我的方法奏效 那那个堕天使将会被迫退出战场 而如果失败的话 那我们就要做好撤退的打算 我们两个绝对不可能会是他们的对手 万机之神眯眼 目光森然 但是他并没有多问 因为他也非常清楚 艺艺和业艺之间 虽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是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他们内部的事情 就算他们问了 赛博也绝对不会告诉他 概率有多大 万机之神警惕地问道 艾文爵士沉沉道 百分之三十 不 他知道 百分之五十的几率 也已经理论上的最大值了 祖母到底能否被唤醒 几率只会比他们要想得更低 因为这千年的时间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祖母体内的那个邪恶意识 也早已经变得更加的壮大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想要通过信仰的传递 来唤醒祖母的意识 概率真的不大 而他和林恩说的那些话 也不过是想要碰一碰运气 并没有真的 把所有的希望 都灌注于那个少年的身上 因为 即便祖母将他视为希望 但他们相处的时间 依然是太短了 在万千的信仰当中 他的占比 势必也小得可怜 而且 即便他在祖母的心里 的确占据了很大的位置 想要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 就唤醒祖母的意识 也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林恩 艾文爵士抬起头 尼南道 希望你能尽最大的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 不过如果换不行也没关系 也许对现在 你的来说 一场失败所带来的教训 远比一次成功 要来得更加有益 但是也就是在他的话 还没有说完的那个瞬间 那平铺在整个诅咒之城 废墟之上的法阵 却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之下 猛地爆炸出了 刺眼至极的光芒 而在天空的那个裂袭当中 那狂舞着黑色力量的羽翼 也是猛地一阵震动 裂袭当中的那双冰冷的黑铜 也是猛地放大 就像是受到了什么重大的冲击一般 整个意识都动荡了起来 艾文绝世 而艾文绝世的耳边 也立刻就响起了 灵恩那大贺的声音 艾文绝世 祖母的意识 已经是动荡起来了 而且动荡的幅度看似还不小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艾文绝世 他一脸的愕然 猛地转头望向脚下 那散发起了刺眼光芒的法阵 然后他迅速地 分出了自己的一部分意识 直接便踏入了 他利用那座法阵所构建而出来的 那片信仰空间当中 而也就是 他刚一踏入其中的瞬间 轰 意识空间最中心 连接着的祖母的意识反馈 瞬间变如风暴一样 直接便将他吹得连连后退 他震惊了 而在外界 看到这一幕的万机之神 瞥了他一眼 道 是成功了吗 但你这概率 好像不止百分之三十吧 这才刚过了不到十秒钟 你在框我 但此时此刻 艾文绝世 根本就没有听到他的话 他望着那从法阵的最中心 传来的剧烈动荡的意识的波动 感觉脑子嗡嗡的 内心当中更是一片哗然 他振动的转头 望向艰难的抵挡着 那一波波意识洪流的灵恩 道 你做了什么 因为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啊 明明在之前法阵 给他传回来的反馈 还是平静如死水 怎么他刚才刚把灵恩 送进来不到半分钟 反馈就已经激烈到这种地步了 你给祖母下药了 艾文绝世 师太一样的满脸震惊 一把就抓住了灵恩的肩膀 灵恩艰难抵挡那意识的冲击 道 你 我就是小声地和祖母说了几句话 然后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 艾文大哥 这种情况 是不是说明 触动祖母的意识见效了 艾文绝世空洞道 你觉得呢 不 这种情况 已经是不能说是成效了 他现在更担心的是 祖母这剧烈的对外界的反应 会不一不小心 把这座连接着他意识的法阵 给自己冲垮 因为这已经是赶上整个黑夜城 连续半个月 对祖母的祷告所能带来的成果了呀 可是不对劲 他到底和祖母说了什么 为什么从这意识的洪流当中 丝毫感觉不到 祖母意识的任何的祥和和神圣感 反而就像某种杀意和羞怒 正在愈演愈烈一样 太狂暴了 狂暴的就好像祖母要冲过来 把他们杀了一样 你到底和祖母说了什么 艾文绝世猛地转头 郑重而严肃地望向了灵恩 甚至呼吸都有些微微的急促 因为他立刻就看出了其中的大用 如果一句话就能够让祖母的意识如此翻涌的话 那以后如果再出现现在的这种情况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这要笑简直猛得不像人啊 震惊 灵恩咽了一口唾沫道 那个 我感觉那句话不是很得体 艾文绝世的目光变得严肃 一把抓住了灵恩的肩膀 道 现在可不是在意这些的时候 快 用你刚才的方式 再对祖母的意识 进行最后一次呼唤 以现在法阵传递回来的意识的波动程度 只要再来这么一次 祖母的沉睡的意识 绝对能够占据那具身体的主动权 灵恩窒息 这样吗 可是刚才只是脑子一热 现在还是当着艾文绝世的面 如果再说一次的话 那岂不是有些小小的难为情 灵恩张嘴 看着艾文绝世脸上 那专注的写满了一切 就拜托你了的表情 灵恩也是变得没有办法再拒绝 那 我就喊了 灵恩犹疑 艾文绝世目光灼灼道 不要紧张 再来一次 只要是刚才的那种方法 只要有同等的强度 祖母苏醒的概率 绝对能够达到百分之一百 灵恩思索 然后目光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没错 艾文大哥说的对 只要祖母能够苏醒 那自己还在乎什么呢 只要自己虔诚的忏悔 那以祖母那无上的胸襟 也必然是能够体悟到 他内心当中虔诚的信仰的 那我喊了 嗯 第六百五十章 轻易地做到了正常人做不到的事 得到了艾文绝世再次的肯定 灵恩立刻镇定了下来 猛地抬起头 眺望向了意识空中最中央 那狂暴的意识反馈 随即他深吸一口气 气沉丹田 然后猛地张开了嘴 大喊道 祖母 我向您忏悔 我有罪 我绝对不是故意趁您不注意 拿您的红茶包泡茶的呀 嗡 几乎是在灵恩喊完的那一瞬间 艾文绝世脸上的表情僵硬在了原地 而狂暴着翻载在法阵中央的意识洪流 也是猛地变得一片寂静 远处就像是风中纸鸳般努力与法阵连接着的所有的夜衣 也全都再次呆滞 就像是石像一样定格在了原地 鱼音绕梁 回音阵阵 诡异的微风呼呼地吹过 全场一片安静 灵恩扶了扶自己的单片眼镜 镇定地转过头道 艾文绝世 喊完了 艾文绝世僵硬地张着嘴 就像是木偶一样站在那里 意识当中一片的空白 他的耳边依然不断地回荡着 刚才灵恩喊出来的那句话 红茶包 红茶包 叮 十二亿神圣天使对你的羞慕加五一 叮 十二神圣天使对你的羞慕加五四 叮 十二亿多天使对你的杀一加五五 叮 恭喜您触发了特殊成就 一语双雕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200 一语双雕 变态向成就 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之下方能触发 触发时需要同时满足目标为一体双魂的状态时 用一句话成功将双魂的怒气值拔高到特定阶段 时刻获得 此成就属于极为苛刻的挑战系列成就 正常生物一般是无法获得此成就 能获得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常人 恭喜您获得了永久性属性加层 口才加五 全属性加三 精神力正2% 激怒效果正5% 灵恩 艾文爵士僵硬着 威风萧索 感受着周围安静的气氛 灵恩咳了咳 服了负担片眼镜 觉得还是解释一下比较好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珠母 那个 其实没有泡茶 失恋药了 气氛变得更加的寂静了 下一刻 灵恩 一声从意识空中最中央传来的恼羞成怒的射死一般的大叫声 瞬间就像是洪水一般 隆隆地席卷了整个法阵 灵恩大阵 甚至就连整个意识空间都在那强烈的意识洪流当中 被震得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而在外界 天空之上的那个庞大的裂隙当中的黑影的全身 也是猛地出现了一阵剧烈的颤动 那只从裂隙当中探出来的纤细的手臂 猛地屈身 五指骤然崩直 庞大的黑色羽翼更是猛地张了开来 周围的空间更是霹雳啪啦地爆炸出了无数黑色的闪电 饿了 一声痛恨而痛苦的恨意的波动 从那裂隙当中传来 第一枪室内的315博士猛的大阵 立刻转头望向了他们母神的方向 惊恐万分道 母神 您怎么了 因为他看到 就在那从黑色的裂隙深处伸出来的庞大的羽翼的根部 竟是缓慢地浮动起了思缕的金色的条纹 神圣的力量开始席卷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他的身体内部苏醒 他那双死寂的黑瞳 也不断地在狂勇的金芒和黑色流光当中翻转 向所有的一一发布命令 猎系当中 那个堕天使咬着牙 发出了极度痛恨的女生 那只纤细的手臂 更是猛地抓住了猎系两侧的空间壁垒 密密麻麻的锁链 哗啦啦地从猎系中攀爬了出来 将他的手臂死死地绞紧 今日开始 对那个人类进行全面追杀 将他永久性地列入死亡名单 此言一出 315博士大阵 但是他还是立刻单膝跪地 惶恐不安道 是 但也几乎是在同时 锁链的扭曲的声音 也变得愈发地强烈了起来 那庞大的黑色羽翼和纤细的手臂 也在锁链巨幅的拖动之下 被死死地向着猎系的内部拖拽而去 只有那双恨意的黑瞳 依然是死死地盯着外剑 不会结束的 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出现 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只要能够彻底地掌握这具身体 那整个黑夜城的夜衣 都将被他拽在手中 他擦 伴随着猎系发出的一声巨大的扣河 315博士猛地抬起头 惊恐道 母神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那在整个废墟的地面之上 亮起刺眼豪光的法阵 也在一阵极致的闪烁之下 轰然崩解 而林恩和艾文绝世的意识 也立刻就被法阵排斥出了意识空间 荒原之上 骑乘着小小的林恩 猛地睁开了双眼 飞快地抬起头向着天空眺望而去 而当他看到那个猎系闭合之后 也是瞬间便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握拳冷笑道 艾文大哥 看来祖母的意识 已经被彻底唤醒了 祖母现在应该已经掌握了身体的主动权 远方 艾文绝世也是空洞地睁开了双眼 传音道 嗯 林恩转头 疑惑地问道 艾文大哥 您不高兴吗 艾文绝世目光空洞道 我应该高兴吗 他的脑海当中 再一次想起了 刚才林恩在意识空间当中 当着在场上签名夜衣 喊出来的那句话 没错 他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祖母的意识波动 会一下子波动得那么剧烈了 因为这的确不是一般的变态 能做出来的事情 也不是一般人 能够在那么庄重肃穆的场合 能够喊出来的话 你泡你妹的茶啊 艾文绝世再也忍不住了 气急败坏的 已经是恨不得操起自己的拐杖 狠狠地给林恩来上那么几十下了 他现在已经是不敢想象 祖母脸上此时此刻的表情了 这个家伙 这个没救了的家伙 你想泡你悄悄的自己 一个人泡就算了 你当众喊出来干什么呀 虽然这的确是一种 能够快速地让祖母的意识 波动起来的方法 但是这也太恶劣了 恶劣到已经不是正常的生物 能够做出来的事情了 都给我记住了 艾文绝世气急败坏的 紧急向着和他连线的 所有的夜衣 发出了紧急的指令 刚才你们在意识空间里面 什么也没有听见 知道了吗 谁要是敢传出去 军阀处置 听明白了没有 所有的夜衣 全都僵硬的机械地点头 毫无疑问 这绝对不是他们这些人 能吃到的瓜啊 太变态了 玩得太变态了 第651章 世子要找软的捏 艾文绝世迅速地甩了甩头 蛋疼地咬着牙 努力地把刚才发生过的 那一系列操弹的事情 让自己忘记掉 虽然过程 可能有些歪到了奇怪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么说 林恩他的确 是用他的那种恶劣的方式 成功地 让主母的意识 剧烈地波动起来了 虽然非常的蛋疼 而且还是那种 根本不知道 后续该怎么处理的那种 但目前为止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如果回去之后 主母还真的记得这件事情 那就把林恩献祭出去 让他一个人去承受 主母的怒火 也是可以的 想到这里 艾文绝世迅速地恢复了冷静 猛地转头 望向了身边的万机之神 沉沉道 快 我们全力出手 尽快解决战斗 不要在节外生枝 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直处于防御状态的两大根源 瞬间出手 同属科技文明所衍生的默契 让他们立刻便全力配合着 向着欲望母术 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因为仅从刚才的情况 便已经能够看出 即便是加上堕天使的协助 他们充其量 也只能是在宏观上 将他们两个压制 但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取胜 也绝对不是一件 能够快速做到的事情 可以说 在立维谈陨落之后 堕天使被逼退之后 他们几乎已经丧失了 任何可以翻盘的机会 轰 恐怖的灵能 直接便干预了现实 在极端的时间里 分割了战场 将血肉支配者所在的领域 直接推入了现实 与虚幻的夹缝当中 而万机之神 也瞬间抓住了这个机会 巨大的龙同猛的一咪 一声机械的长啸 一道又一道死灭的粒子光束 从天而降 欲望母术那庞大的树界 立刻便受到了猛烈的地毯式打击 血肉被熔炼发出的 吱吱吱的声音 响彻整个战场 欲望母术树干上 那庞大的脸颊 露出了些许的气急败坏 但是他依然竭力地 稳固着主体之干的稳定 利用源源不断的血肉 疯狂地抵御着 万机和艾文爵士的猛攻 毫无疑问 在这四大根源当中 他的整体强度 明显要逊色于其他的三位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让他成为了万机之神 和艾文爵士重点打击的对象 我觉得 时机已经到了 欲望母术沉沉道 巨像之塔的外层结构 已经全部被我破解 如果真的和你说的那样的话 现在将巨像之脑解放 我们说不定还有翻盘的机会 他受到的来自万机之神 和艾文爵士的压力太大 已经让他到了 几乎快要无法支撑的地步 不要着急 好戏才刚刚开始 那猎戏当中的庞大 而阵势的眼球转动 隆隆地就像是一颗星球 而甚至即便是欲望母术 也根本看不透他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的 因为不管是利维坦的坠落 还是堕天使的昙花一现 都仿佛没有在他的目光当中 产生哪怕一丝的波动 就像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些 他一直把他真正的用意 隐藏在他如深渊般的内心当中 让人无法看破 林恩 退到战场外围 现在 只要能够镇压那两个血肉根源 我们就能够取得 这场战争绝对的胜利 你先退下 艾文爵士的声音 在林恩的脑海当中 隆隆地响起 明白 那这里就交给您了 林恩立刻让小小 停下前进的脚步 镇定地 对着艾文爵士的方向大喊 他也明白 现在是 真正的根源之间的战斗 不要说是他了 现在就算是爱丽丝 和银色幻想那种级别 如果贸然参与进去 也和炮灰一样 掀不起任何的波澜 根源之下 皆是楼野 这句话 他还是明白的 林恩猛地转头 目光几乎是瞬间 便落在了天空之上 那个因为失去了 堕天使的庇护 猛地向着地面 坠落而去的第一枪势 林恩眯眼 服了负担片眼镜 冷笑道 小小 我们走 该和他清算就仗了 所谓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 好世子 要找软的捏 对付不了老的 就对付小的 欺负不了妈妈 就欺负闺女 靠山都没了 那还能放过你 开玩笑 叮 林恩快乐加一 叮 林恩快乐加一 没有任何的犹豫 乐呵呵的林恩策马长边 骑着自己的未婚妻 便如风一样 向着第一枪 是坠落的位置狂飙而去 而与此同时 轰 伴随着一声 宛如陨石天降的巨大轰鸣 早已因为失去了诅咒 而支离破碎的第一枪势 也在与地面巨大的撞击当中 瞬间便是血肉四溅 汁水乱标 而也就是 在那一滩粘稠的血肉当中 只听哗啦一声 一只手猛地从其中伸了出来 粘稠的液体滴答滴答地 沿着苍老的手指滴落 315博士咬着牙 全身如动着触手 鼓鼓地将自己 从破碎的第一枪势当中挤了出来 该死 该死 他用力地地锤积着地面 宣泄着他心里那巨大的愤怒和郁节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在那个法阵蔓延过来的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 那一定是那个该死的艾文 提前准备好对付他们母神的后手 而现在呢 母神退去 他的粒尾坦完全破碎 上千年打造出来的基业 几乎是在一刻之间全部失去 这种巨大的打击 毫无疑问 可以瞬间便摧毁一个人的精神 但他不甘心 一切都不会结束的 他咬着牙 几乎咬碎牙齿 一根根触手蠕动着 猛地将他拽出了破碎的第一枪势 而他心里对凌人的恨意 也几乎已经到了Max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一样 让他这么想要杀一个人 等我东山再起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让你百倍千倍的偿还 一瞬间 他暴怒的一跃而起 没有任何犹豫地 便向着远处腾飞而去 而他也立刻展开了自己的意识 迅速地 想要与其他区域的一一建立联系 无论如何 就算今天逃不出去 他也一定要将自己得到的 所有的信息传递出去 只要他们多一分 对那个凌人的了解 那杀死他的希望 就会大一分 我是破晓 代号315 利维坦的主宰者 所有能够听到我传音的一一 立刻回复 我需要支援 我需要紧急支援 他咬着牙 利用只有一一 才能够接收到的信息传递方式 不断地向远处散发 而也不知道 他发送了多少次之后 他的意识当中 猛地响起了一个 断断续续地连线的精神波动 博士 是博士吗 您还活着吗 我是15号区域的执行者 利维坦 我们看到利维坦坠落了 第652章 博士 您可见过天降正义 一个颤抖地略带着绝望的声音 315博士猛地一震 立刻咬牙连线道 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立刻报告你们的位置 这种情况之下 作为光感司令 能接到下属的回复 对他来说 绝对是精神上的巨大的提振 此次次 信号极为的不稳定 就像是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终于 那个颤抖的声音再次响起 道 我们正在往利维坦坠落的方向感 博士 全完了 我们带命的部队 受到了业一的突然袭击 损失惨重 逃得逃散的散 已经是所剩无几了啊 那声音当中的绝望 真的是任谁都能够听得出来 而315博士的双眼 也是目自欲裂 对整个业一阵营的痛恨 也已经是让他几乎要喷出火来 该死 那个颤抖的声音道 为什么我们的利维坦会坠落 您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已经 再向那个方向赶了 315博士咬牙切齿道 具体的情况等 会合之后再和你们说 母神已经下达了 对那个业一的必杀令 他必死无疑 我现在还没有脱离那四个根源地战场 具体的位置等 出去之后再和你们说 那个颤抖的抹泪的声音道 嗯嗯 知道了 博士 您抬起头看看 您的正前方 是不是有一大块利维坦掉落下来的肉 那块肉的形状 还很像一个大 B B 315博士几乎是下意识地抬起头 只见他的正前方百米处 的确是有一块 直插入地下的巨大的残骸 形状酷似一根手指 但被那个声音那么一说 就连他也觉得 的确是更像是一个大 B B 他下意识犹豫道 没错 你怎么知道 那个颤抖的抹泪的声音道 嗯 那就没错了 那您再看一下 您的左手边几十米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块巨大的水晶碎片 里面还倒映着一张丑脸 315博士几乎是下意识地转头望了过去 然后立刻和那个声音说的一样 他看到了一块巨大破碎的镜面 应该是力尾坦当中的实验仪器破碎之后 留下的残骸 而他看过去的时候 也正好看到了其中倒映出来的 他自己的样子 的确是有一张丑脸 315博士震动 预感到了不妙 脸色苍白道 你怎么知道 那个抹泪的声音道 这还用说吗 因为我马上就要精准地掉到您的身上了呀 一瞬间 315博士大惊失色 他猛地向着天空抬起了头 而也是那个瞬间 他看到了天空之上的那个急剧地向着他所在的位置 自由落体而来的一个庞大的头颅 还有此时此刻正蹲在头颅之上 一根指头摁着太阳穴 抹着泪 笑眯眯地俯视着他的 灵恩 MLGB的呀 他发出了一声巨大的惊恐的长笑 也立刻就明白了 刚才和他连线的那个声音的是怎么回事 欺人太甚 简直欺人太甚啊 这一刻 已经是没有人能够体会他内心当中 那种破了个大方的感受 灵恩 你不得好死 他仰头长笑 巨大的欲结让他的理智 几乎是瞬间就被崩了干干净净 他长笑的歇斯底里地爆炸出了无数的触手 疯狂地向着上方发动 几乎要拼死一搏 因为 尼普萨也有三分火气 而他已经是三番五次地 被那个叶一如此这般的戏弄 已经忍不了了 忍不了了呀 我杀了你 他长笑着 黄勇的力量在目自欲裂的流泪中 疯狂地倾泻而出 而也几乎是在瞬间 头顶的那个庞大的阴影 也是如约而至 就像是天降正义一般 没有任何意外地 就直接撞在了他所在的位置 哄 一声宛如天崩地裂的巨大的震动 烟尘滚滚 而他所在的位置 也瞬间被轰击出了一个凹陷 而灵恩也在小小落地的一瞬间 便轻巧地一跃而起 完美地落在了地上 扶了负担片眼镜 微笑地蹲了下来 道 博士 动动脑子 这里可是根源的战场啊 前后都出现七个根源了 哪还会有什么您的下属感靠近啊 就算是真有不怕死的靠近 现在也该死了 你以为咱们意义当中 都是像我这样 忠诚不怕死的优秀干部吗 哇呀 一口浓郁的鲜血 从315博士的口中吐出 整个下半身都被压在小小庞大的头颅下的315博士 痛苦地张开嘴 全身的骨骼都咔咔咔地发出了一声声巨响 你这个 恶魔 他的手指颤动着 死死地指向灵恩 灵恩和煦而温暖地微笑着 蹲在他的面前 拍了拍手道 您是觉得不甘心吗 博士 这个我能理解 毕竟好不容易有了一次翻盘的机会 又眼睁睁地看着 就这么流趣 是个人肯定都会不舒服的 还是说 您是觉得 我已经把您给忘了 觉得自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 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悄悄地溜走 嗯 叮 315博士 对你的绝望加十 叮 315博士 对你的绝望加十一 315博士脸色灰白 已经完全没有了血色 小小那好奇的目光在他的眼里 根本就不是孩童一样的纯粹 而是来自根源的刺果果的碾压 虽然没有他们的母神那么强大 但根源的气息 是不会骗人的 你杀了我吧 他咬着牙 满心的屈辱 已经让他几乎绝望 林恩笑眯眯的捏着单片眼镜 蹲在地面道 啊 不要这么着急嘛 现在您也算是前途没落 而我好歹也是 您亲自册封的第八指示 那作为您现在唯一的下属和继承人 您难道就不觉得 应该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让我好 为您传递香火吗 叮 315博士 对你的愤怒加十 叮 315博士 对你的愤怒加十五 你做梦 他向着林恩歇斯底里的嘶吼 恼羞成怒道 你这个恶魔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得到我的身体 林恩瞬间伸出手 严肃地打住 闭眼道 我告诉你 你最好不要激怒我 我暂时还没有你口中的那种癖好 但你要真的激怒我 小心我真的有给你看 所以您再多说一句试试 315博士不说话了 第653章 现实灾变强化卷轴 林恩随即笑眯眯地站起来 俯视着被小小镇压在地上的315博士 服了负担片眼镜 道 没错 这才像话 我其实非常地敬仰您 因为我的老师说过 如果你的脑子里面真的有真材实学的话 那就应该努力地向他学习 就像您一样 能够制造出像利维坦这样强大的造物 足以说明 您在血肉领域难以想象的才能 林恩嘴角微翘地戴上了叶衣的手套 指尖缓缓地伸出了两根尖锐的金属刺 那您也应该知道 我想要从您的身上得到什么了吧 是的 我想要您的知识 所以 在我读完您这本书之前 您也并不会那么快地去死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315博士的双眼 愈发地颤抖了起来 让颤抖 林恩俯身握着手腕微笑道 不疼的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也是一名出色的外科手术医生啊 不是吗 而也就在她的话刚刚说完的那个瞬间 林恩的手便扑呲一声破开了她的颅骨 刺入了她的大脑当中 不啊 凄厉而痛苦的惨叫 瞬间响彻了整个天空 叮 您开颅手术的金燕加一 叮 您开颅手术的金燕加一 叮 您外科手术的金燕加一 伴随着耳边不断地响起的系统提示 仅仅是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林恩就只用双手 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暴力摘除的手术 她拿出手帕 缓缓地擦拭了一下手套上沾染着的粘稠的脑浆 和辛红的鲜血 手指上的两根金属刺捏着一个小巧的 完全由奇异的血肉构建而成的小型立方体 微笑道 博士 看来这就是您储藏自己灵魂的那个小巧的容器了 经过精密加工过的利维坦的血肉 的确是能够让您无拘任何的刺杀 但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就算在强大的防御和反制的手段 在小巧这样的根源及生物面前 也形同虚设 那个小巧的血肉容器当中 不断地传来315博士 无声的歇斯底里的咆哮 她依然没有死 但是几乎只剩下了 残存在这个立方当中的意识 而在让小巧对她的意识 进行了一大波巨大的冲击之后 也几乎是废掉 她利用自己的灵魂 对外进行干涉的能力 毕竟在强大的死罩 在根源面前 也就和与泰森打拳的小萝莉一样 您成功完成了喵喵对你的委托一复仇 您获得了系统奖励 基础经验XEW黑卢BX5 特殊道具现实在变 你画强化卷轴 丁 您的等级等级达到39级 丁 所有的属性点 已自动为您分配至体质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灵恩的身体 顿时浮现出了细细的血光 全身的肌肉咯咯的紧绷 身躯的防御能力和再生能力 再一次得到了提升 啪哒 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卷轴 落在了灵恩的手里 现实在变 你画强化卷轴 类别 特殊物品 品质 传奇 介绍 可以将对你画技能进行一次强化 并获得个更加强大的效果与特性 特定技能的专属强化卷轴 这还是在系统奖励里面出现的第一次 因为之前奖励的所有的强化卷轴 它大部分都将其用在了它的诅咒 清除能力之上 所以 这是为了让它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而特意奖励给它的点对点卷轴吗 灵恩哭笑不得 不过既然有了 那总比没有强 使用 瞬间 伴随着一道道流光 它手里的那个卷轴猛地被它纳入了身体当中 而它的耳边也是 立刻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 第一 您的技能 现实在变 你画已强化到加一 你画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二话没说 灵恩直接就伸出手 猛地摁在了脚下的地面之上 动用了自己你画的能力 隆隆隆 瞬间 它脚下的地面 直接变在细碎的银色闪光当中 隆隆地升腾而起 化作了一座高三米左右的 举着火炬的自由灵恩像 那栩栩如生的样子 真的是和本人一样的帅气而逼真 灵恩赞叹 它揣摩了一下这次强化给自己的这个能力 所带来的效果上的加持 对精神力的消耗 至少降低了30% 而流畅度和你画出来的食物的效果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用人话来说 如果之前捏尼人 只能捏出一个马赛克形式的四步像的话 那现在再捏 就能捏出马赛克形式的三步像 提升了不止一点 对非生命形式的你画 都能有这种效果 那对生命形态的你画 应该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吧 灵恩思索 他的目光一瞥 落在了自己一直装死的左手之上 左左瞬间一震 然后立刻抬起了手 大拇指和小拇指捂住了手心 警惕道 干什么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你又在想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因为他明显地感觉到 他刚才的思维 又开始变得不太健康了 和尔猛飙声 肯定又再想不正常的事情了 灵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道 左左 要不要我再帮你你画一次 我觉得我的能力强化之后 左左应该能变得更加的可爱和迷人 怎么样 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想要尝试一下的想法 灵恩满眼期待 叮 左左对你的散直 一 不要 左左握着拳 手背上爆炸出了一个大大的 果断地拒绝了他那恶劣的要求 因为 他可是非常的清楚 自己这个凑脑袋那恶劣的想法的 想要给他你画是假 想要把他 变成他所钟爱的小萝莉趴掉 才是他心底里 真正的恶劣的想法 哦 口 哦 他的脑子里面明明就是装满了黄颜色的肺量 等回去之后 咱们两个再好好地研究一下 灵恩几没弄眼 几对自己的左手早就成为了 每天能给他带来欢乐的源泉之一了 不过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想这些奇怪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任何犹豫 灵恩立刻打开了自己的系统空间 将人偶小姐的手提箱拿了出来 然后迅速地打开 好了 人偶小姐 喵喵 爱丽丝 我们已经安全了 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第654章 我的王后 伴随着手提箱缓缓地打开 那个抱着喵喵 蜷缩在手提箱里面的 哥特萝莉的睫毛 微动了一下 然后缓缓地睁开了黑色的双眸 轻轻一跃 黑咸月的身体 便像是没有重量的羽毛一样 轻轻地悬浮了出来 哥哥 主人 伴随着两个不同声色的小萝莉的大喊 喵喵瞬间便扑到了灵恩的怀里 粘稠的触手 哗啦啦地将灵恩的胸膛包裹 表达着自己的轻易之情 爱丽丝的身体也缓缓地由须转时 乖巧地落在了灵恩的身边 抬着毛子 信任地望着自己的胸掌 好了 大部分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现在只要等万机之神和爱文爵士 将那两个血肉根源镇压之后 一切都会告一段落 灵恩微笑地抱着黏糊糊的喵喵 伸出手摸了摸爱丽丝乖巧的小脑袋 她本来也想摸人偶小姐的 但是看了一眼那双幽深的毛子之后 就又识趣地收回了手 主人 您把那个一依 喵喵点头 注意到了那个皮开肉绽的 被小小镇压在地上的315博士的尸体 正正地望着 灵恩摸了摸她的头 扶了扶单片眼镜 缓缓道 不用担心 她已经死了 灵魂现在被镇压在这个立方当中 我们有的是时间审问和折磨她 灵恩的手指微动 那个立方体随即便浮现在了她的手中 无声的咆哮从那个立方体当中传来 依然是能让人感觉到灵魂的悸动 喵喵正正地望着 一时间也是不敢相信 那个曾经带给了他们一家人 无尽痛苦的黑手 现在已经是被他们镇压 被他们擒祸 一切都像是梦境一样 不真实 她雾蒙蒙地抬头望着灵恩的脸颊 终于是用力将头埋入了她的胸膛当中 死死的仿佛永远都不要分开一样 谢谢 主人哥哥 谢谢你 喵喵 喵喵一定会永远记住您的 永远把您当作喵喵最好的主人 叮 喵喵对你的好感度加20 叮 喵喵对你的好感度加20 叮 伴随着耳边不断响起的提示 灵恩也是摇摇头 安慰地摸着她的脑袋 轻声道 没事的 我和你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兑现 你也要相信 相信自己一定会亲人们团聚的 喵喵用力地更加报警了一些 只能滴滴地听到 她发出的那声恩 让人怜惜 但也就是在灵恩 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叮 爱丽丝的醋一加10 叮 左左的 醋一加11 耳边瞬间就响起了一阵阵 怜悯起伏的提示 灵恩一猛 而她从喵喵的身上抽回注意力之后 也是立刻就感觉到 周围一道道不同寻常的目光 转头 小巧的站在那里的爱丽丝 自然是毫不避讳地 盯着灵恩怀里抱着的喵喵 醋意几乎都要写在了脸上 拽着小拳头 一副强行忍耐的样子 黑贤月只是瞥了她一眼 目光在和她接触之后 就平静地移开 重新进入了透明的前行状态 小巧依然是纯洁好奇地望着 什么都不懂 而可可爱爱的样子 灵恩不对劲啊 四 现在这个气氛 着实有些不太对劲啊 因为她现在才突然注意到 似乎自己这大半辈子 和自己多多少少 有些羁绊的萝莉好友们 好像都巧合地聚集在一起了呀 这可绝对是一件不太妙的事情 不过还好 小小什么都不懂 爱丽丝是亲妹妹 人偶小姐情感开发度还足够低 灵恩悄悄地抹了一把汗 不过还好自己不是什么海王 也没有任何想要全处全收的那种 恶劣到极致的想法 不然的话 这种情况很容易就会变得微妙起来 灵恩正打算转移话题 将这种古怪的气氛打断 然后立刻就感受到 下面似乎还有一道略带着细血 和看戏的注意力在她的身上 她立刻低头望向了自己的左手 啪 灵恩的后脑瞬间爆炸出了一个大大的 只见她的左手正 第一手恶劣的表情 饶有兴趣望着她 那种怯笑着 似乎一眼就明白了 她现在想什么的样子 让灵恩的脑袋上 是蹭蹭蹭地往外冒着火呀 呀 凑脑袋想的挺多嘛 以脑袋 你那恶劣的性格和想法来说 你该不会早就已经抱着 大背同眠的那种可恶的想法 来和各种女孩子 进行奇怪的交往吧 嗯 灵恩 左手凑了上来 不怀好意地捏了捏灵恩的脸皮 倒 真的是太强了呢 把每个女孩子的好感 都刷到很高的地步 让他们离不开凑脑袋 然后凑脑袋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和所有的女孩子在一起 真的是 已经把心里的小九九 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了呢 恶劣的凑脑袋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呢 嗯 定 左左的 醋一加十二 灵恩 啪 闭着眼睛的一个狠狠的暴力 左左的手背之上 顿时就浮现出了一个大大的包包 左左愤怒地抬起手 指着灵恩道 你打我干什么 你打我你自己都不疼的吗呀嘞 灵恩闭着眼 握着抱出了一个个的拳头 哦 当然疼 但我就是管不住我的右手啊 你说怎么办 还有左左 你现在好像变得越来越嚣张起来了 已经忘记 昨天的胯下支辱了吗 左左瞬间全手一僵 然后整个手心都变得一片通红 恼羞成怒了起来 你想死吗 你这个装满了黄色废料的凑脑袋 我 我 恼死你 说着 左左就 草明草 的伸上来 想要在灵恩的脸上留下几个道道 但是很快就被灵恩轻易地制服 夹在嘎吱窝里 任凭他怎么呜呜都动不了的那种 成功将万恶的左手娘镇压下去之后 灵恩目光一瞥 道 现在情况紧急 保不准那两个血肉根源 还会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趁这段时间 我们赶紧找到喵喵的兄长 然后早点推出这片战区 一是他留在这里 也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 也已经没有可以让他浑水摸鱼的土壤 二是他从那个315博士的口中 得到的那个消息 他没想到 那个舵天使娘们居然这么狠 也和机械神教一样 把他拉入了暗杀名单 这对他可不是什么好事 但他不会走远 在艾文爵士的诅咒复苏时 他必须要留在艾文爵士 能够快速降临到他身边的距离 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噩耗 二话不说 灵恩立刻翻身 跃上小小的脑袋 扶了扶丹片眼镜道 我们出发 在诅咒解除的那个时间 他也大概记住了 那个傀儡坠落的方位 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个傀儡 应该就在爆炸最中心的 那片残骸附近不远处 而除此之外 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丁 您获得利维坦血肉组织X1 丁 您获得了利维坦血肉碎片X1 丁 您获得了奇怪的变异眼球X1 伴随着耳边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 灵恩骑着自己的未婚妻 一路不停地将所有能够见到的血肉组织碎片 全部捞到了系统空间 可以说 现在这里绝对是一个宝藏中的宝藏 而更重要的是 根源级的生物 根本不在乎这些血肉组织 而根源以下的生物 除了它之外 也就只有那个银色幻想 而银色幻想又是机械 对血肉肯定无感 就算有感 那自己肯定也能把它欺负成无感 所以四手五路一下 那利维坦炸出来的所有的血肉 那还不都是它的 灵恩美滋滋 一路火花带闪电 各种白嫖 好了 就是前面了 灵恩杀住小小 扛着一大包 还滴着血的利维坦碎片 扶了负担片眼镜 认真望着前方道 我们在这里找一找 那具身体大概率就在附近 但也就是在纵身一跃 想要从小小的头上跳下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 她的瞳孔猛的一缩 她的心脏就仿佛是 突然受到了某种召唤一样 骤然狠狠地如战鼓一样 跳动了一下 这让她一下子就跌落了下来 跪倒在了地上 哥哥 爱丽丝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大惊失色 瞬间便浮现在了灵恩的身边 将她搀扶了起来 怎么回事 黑贤月也是目光一动 立刻就落在了她的面前 搀扶起了她的肩膀 灵恩死死地捂住自己振动的心脏 道 巨像 而也几乎是在她说完的同时 远空战场的最中心 一道刺目的红光 猛地刺穿了天空中 疯狂涌动的黑雾 隐约间 似乎有什么东西 发出了一阵阵开裂的清脆的声响 而在灵恩的脑海当中 伴随着那突如其来的 郁佳强烈的战鼓般的炽热的心跳 隐约地仿佛能够听到一个 遥远飘渺的声音 就像是在对她 又像是在对她的左左 《我的王后》 第655章 巨像之脑的深层意识 林恩和左左全都是一阵 但是很明显 爱丽丝她们听不到这个声音 听不出性别 听不出来源 就仿佛是从血肉和意识的最深处 响起的遥远的呼唤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林恩猛地捂着狂阵的心脏 转头望向了那战场的最中心 一道冲天的鸿芒 搅动了漫天的黑雾 而在战场最中央 万机之神和爱文爵士狂暴的攻势 也几乎是在同时禁止 暴退数百米 那时 爱文爵士猛地抬起头 目光死死地盯着 从欲望母术的主干当中 暴射而出的鸿芒 万机之神的双眼眯了起来 滚滚的雾气 从她庞大的龙口的嘴角 涌动而出 巨像 他们全都感受到了那股刺骨 而熟悉的血肉气息 那个当年还没有坠落时 唯一一个个 以科技文明为主体 将亿万万生灵 全部凝结为了巨像的血肉飞升者 她要苏醒了吗 还是欲望母术 故意触动了那座塔的某种静止 看来时机到了 母术 猎系中涌动的那颗庞大的眼球 发出了沙哑至极的声音 欲望母术死死地盯着万机之神 和爱文爵士的方向 主干当中不断地响起 咔咔咔的破裂的声音 她那庞大的血肉藤蔓 也在不停地 在那座银白之塔上 穿刺蔓延 整座巨像之塔 散发出来的强大的波动 已经在她的破解之下 开始出现了大幅度的属苏醒的进程 但我现在还没看清你的目点 欲望母术死死地盯着 对面的万机之神和爱文爵士 对于她同一阵营的血肉支配者冷声道 你既不要巨像之脑 也对利维坦的坠落视若无睹 难道你参与这件事情 真的只是为了对付万机之神吗 这也是她这段时间以来最大的疑问 混乱阵营的生物 绝对不会有任何无私的想法 而利维坦的坠落 都能让她熟视无睹 那就只能说明 她所追逐的利益 绝对远超一个利维坦 能够带来的收益 而这也是最让她警惕的地方 她到底想要什么 血肉支配者沙哑道 我们不是有约定吗 具象之脑归你 然后我们联手将机械神教 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除 这不就是你愿意加入 这场盟约的原因吗 母术 许诺以利益 换取两大教派的协作 这的确是他们最初达成的协议 不然的话 欲望母术 也绝对不会全力参与诅咒之城 对万机之神的功法 但欲望母术 还是感觉到一阵阵的犹疑 真的只是这样吗 真的只是如此吗 但她知道 现在已经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了 具象之脑对她的诱惑太大 如果能够将具象之脑吞噬 那她绝对能够一举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前列的几大根源之一 不能让他们打开具象之塔 动手 这一刻 万机之神目光冰冷 没有任何的解释 立刻便张开了深渊般的巨口 向着欲望母术的方向 便喷射出了一道道粒子的湮灭光束 艾文爵士也是 立刻便感觉到了不同寻常 猛然抬头 灵灯的波动 转瞬间便如万花筒一般 扭曲起了整个战场的现实 因为他们全都感受到了 那座具象之塔当中所爆发出来的 是一种与被诅咒者 截然不同的纯净的气息 具象之脑 还没有被诅咒 艾文爵士猛然转头 凌厉地望向了万机之神 万机之神冷笑道 啊 他可远比你们这些坠落者要来的精明 你当真以为 外面的那些具象血肉 只是单纯的因为破碎吗 不 他只是在以这种方式 来延缓这个世界 注意到他的时间罢了 他在这里至少沉睡了三千年 如果不是因为被我们找到 怕是再过个几千年 等他完成意识的彻底修复 他直接就能够在苏醒的那一刹那 召集回所有的血肉 然后直接冲出这个黑暗世界 但我又怎么可能会给他这个机会 轰 庞大的粒子波动 直接便撼动了欲望母树庞大的枝干 欲望母树咬牙 疯狂地催动着血肉之力 让自己的枝干迅速地完成愈合 疯狂道 两位 好戏才刚刚开始 你们以为在这里联手 就能够轻易地将我们镇压 别做梦了 等我找到了具象之脑的意识 到时候露死水手 还说不定呢 而也几乎就是在那一瞬间 他那庞大的枝干 猛地刺入了 被他包裹在枝干当中 具象之塔的主体的塔身之上 咔咔咔 一刀刀裂缝 被疯狂地剥离而出 刺目的鸿芒 就像是一个超负荷的 即将引爆的可怕容器 我们再见 而也几乎就是 在他说出 那四个疯狂的字眼之际 整个塔身被瞬间引爆 塔身内顿时 爆射出了万丈鸿芒 瞬间便笼罩了 数百里之内的整个战场 那是一种压制了 所有根源的 来自上界的位格的展开 而在那展开的一刹那 无论是万机之神 还是爱文绝世 亦或者是远处 咬着牙捂着心脏的 林恩等人 几乎是瞬间 就被那鸿芒 吞没了他们的意志 而在那天空的更上方 被那鸿芒搅动的黑雾深处 巨像之脑的苏醒 也是隐约间 一下子便引动了 某种存在的注视 鼓鼓鼓 就像是被人一下子 把头摁在了 粘稠的深潭当中 强烈的窒息感和血运感 瞬间便席卷了过来 又仿佛是穿越了 另外一个世界 满目的愈加漆黑的鸿芒 逐渐地占据了 意识的每一个角落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林恩猛地从那种 剧烈的窒息感当中 而他的耳边 也在同时响起了 系统的提示 叮 您被巨像之脑 拖入了深层意识 请小心行事 林恩瞬间回神 然后立刻便剧烈地喘息了起来 深层意识 是自己刚才听到的 那个声音搞得鬼 林恩立刻警惕地 向着四周望去 目光飞快地查探起了 自己周围的环境 周围很空旷 就像是被丢入了 一片无人的荒漠 视野范围只有 短短的不到300米 周围笼罩着 仿佛无处不在的血色雾气 甚至就连他 望向自己的身体时 身上都仿佛 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鸿芒 就像是一片 介于现实与虚拟的血色空间 爱丽丝 小小 人偶小姐 林恩目光微动 小声地呼唤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所以说 到底是只有自备 拉入了这个意识空间 还是所有受到 那鸿芒干扰的生物 都被无差别地拽入了这里 他试着微微 动弹了一下小拇指 但他立刻就发现 往日向来有效地和黑弦乐之间 链接的魂线 在这里竟是失去了作用 让他完全无法感受到黑弦乐的位置 但他并没有慌张 他立刻盘膝坐地 仔细地沉思起了现在的对策 首先 在那鸿芒笼罩过来之前 他就听到了 意识当中 响起的那个飘渺的呼唤 毫无疑问 那一定是来源于巨像之脑 因为自己直装着巨像破损的心脏 在经过多年的融合之后 巨像之脑将自己误认为是 他的一部分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左左呢 第656章 臭脑袋 你不要装了 林恩低下头 镇定地抬起了自己 恢复了正常的左手 因为是意识领域 所以出现的样子 也是自己认为自己在现实中的样子吗 那左左是不是也以意识的形态 被拉到了这个鬼地方 林恩犹疑 因为他知道 其实 左左才是巨像之心真正的意识 只是因为某些暂时 他还不知道的原因 让他挤占了心脏意识的空间 将他逼到了自己身体边缘的角落 让他成为了自己的附庸 这也是最能够解释左左之所以能够诞生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既然也占据了巨像之心的一部分全能 应该也能和巨像的其他部件 建立一些联系吧 林恩思索地站起来 警惕地望向前方 但是要该怎么联系呢 用巨像意识之间 那诡秘的超微链接 这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但这就又涉及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他不会用 而就算他会用 又会涉及到一个更加更加重要的问题 左左是个脑残 当然 这里并不是故意侮辱和诋毁的意思 而是因为他直装这个心脏的时候 这个心脏本就是半拉子残缺的 所以诞生出来的左左的意识 自然也是缺根筋 而傻傻的 什么都不会的那种 毕竟如果是正经的心脏意识的话 又怎么会被自己忽悠的不要不要的呢 不管怎么说 现在的当务之急 还是要赶紧找到左左再说 林恩自语 瞥了周围一眼 准备随便找个方向 先逛一逛 毕竟他和左左是一体 就算是被拉入了这个意识空间 应该也不会被分开太远才是 现在没有了吵吵闹闹的左手之后 都感觉特么的有些不适应了 看来自己的真的是变态了 不过如果是所有的生物都被拉进来的话 那这里怕是有些危险了 林恩思索地走着 因为他清晰地记得 那红色的光芒 也在同时将艾文绝世 和那三大根源也全都笼罩在了其中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也进来了的话 那如果不小心来的狭路相逢 转角遇到爱什么的 那真的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毕竟万机之神 欲望母术 血肉支配者 应该都非常想要干掉自己吧 自己可不能让他们得逞 希望左左那个家伙 不要白吃的大吵大叫 不然 如果真的把根源引来的话 那就真的是不可活了呀 林恩边走边思索 当然 他也不会真的认为 左左会蠢到那个地步 毕竟不管怎么说 他才是具象之心真正的主人 虽然是残了 但心里应该多少都是 有点逼数的吧 哈哈 但也几乎也就是 在他刚刚走出 还不到几十步的时候 一个熟悉无比的大叫声 骤然便从远处的血雾当中传了过来 脑袋 凑脑袋 破音 你在哪里呀 听到请回话 我迷路了 我变成奇怪的样子了呀 脑袋 脑袋 声音游远极近 基本上每隔两秒钟 就会传来一声 不要钱一样的大喊大叫 林恩 好吧 刚才所有的话全部收回 看来离开了自己之后 的确是很容易变得没有脑子 毕竟他只是手 脑子这种东西 是长在自己这里的 按这种节奏 还一直说着 什么要和自己一刀两断出去独自闯荡 这不出个门 就会被人拐到不知道什么地方 林恩睁着死于眼 转身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然后一个平稳的弧形转向 便以那个大喊大叫的声音位置为中心 绕着圈 就辗转挪移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血雾当中 阿T伴随着一个大大的喷嚏 只见一只披散着长发 嗷嗷地抱着双臂 瑟瑟发抖的黑发小萝莉 正慢慢地向前走着 赤着脚丫子 在荒土之上走着 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的遮蔽 所以 只能用长长的瀑布一样的头发 勉强遮住单薄而纤细的身体 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脚印 显然已经走了一段时间 虽然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有一点 却是不需要解释的 以前他都是作为某个家伙的左手而每天 地跟着他爬山涉水下阴沟 所以根本不需要考虑任何其他的事情 因为就算是遇到怪物 也肯定是先砍他 而不是砍手 但是 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睁开眼睛 就会变成这种奇怪的两脚羊的样子 而单独出现在一个诡异的地方 叮 左左恐惧度加二 叮 左左恐惧度加三 脑袋 凑脑袋 他甩开嗓子又大叫了一声 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他又用力地打了一个喷嚏 瑟瑟发抖了起来 怎么会一个人都没呢 好歹来一个啊 我 就像是一只突然背起书包 而独自远行的少女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准备 如果不小心遇到豺狼虎豹什么的 也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他继续地左看又看得往前走着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他猛地从他左手边的血雾的深处 猛地听到了一阵 稀疏穿行的声音 和一声嘀嘀的短笑 枝嘎 枝棱 左左瞬间汗毛倒树 长长的头发 顿时就像是炸毛了一样 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他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瞪大了双眼 然后转头向着左手边的方向望了过去 是 什么东西 鼓鼓鼓 身后传来了一阵阵 如动穿行的声音传来 左左瞬间转头 但是身后除了血雾的涌动之外 依然是什么都没有 左左毛骨悚然起来了 虽然 他以前的确说过 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 但是真的被一个人丢到这种奇怪的地方 心里肯定还是会稍微怂一点的 而就是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之间 啪 他只感觉到肩膀一凉 一根黏乎乎的触手 瞬间就搭在了他的肩头之上 左左瞬间全身僵硬 身后慢慢地传来了 让人耳膜刺痛的如动的声音 无数舞动的阴影 从身后倒映在了他的前方 是 是什么 会是凑脑袋吗 以他那种恶劣的性格来说 如果他听到自己的喊声之后 也肯定不会正常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毕竟刚刚他才用那种恶劣的方式 戏弄过那个315博士 而他也的确是那种 喜欢武弄触手的混蛋 他瞪大了大眼睛 咽了一口唾沫 终于还是缓缓的 然后猛地转过了头 瞬间 他看清楚了 那个蠕动在他身后的 那个不可名状的庞然大物 那就像是一只庞大的蜘蛛 和肿胀的血肉挤压出来的怪物 一根根触手一样的东西 攀爬在他的躯干之上 扭曲得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但左左却是瞬间放松了 下来了呢 臭脑袋 你有病啊 左左一把就抓住了 肩膀上的那根触手 然后一下子就用力扯了下来 怒气冲冲地放在脚下 啪啪啪地给踩爆了 变成这种奇怪的东西 就想吓唬我 你知不知道 这样会容易吓死手的呀 他指着对面的那个庞大的蜘蛛 与血肉混合的怪物 一点都不害怕了 因为他的伪装实在是太拙劣了 你变成一个大蜘蛛头上 还戴着你那么大的鸟嘴面具 是不是有些太小看别人的智商了 左左指着那个怪物的脑袋大叫 没错 极为庞大的身躯和扭曲的身体上 在蜘蛛头颅位置 却是顶着一个要多不和谐 就有多不和谐的乌鸦面具 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很不对劲 左左瞬间 锦号地就像是爬山一样 抓着那只大蜘蛛长满稻刺的长腿 就像是攀岩一样就爬到了他的身上 然后一把抓住他身上的病毛 用力地救草鸣草地往外拔 笨蛋 笨蛋 还不变回来 现在是吓唬我的时候吗 爱丽丝 他们都不见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和左手开玩笑 你没救了呀 大笨蛋 啪 啪 那只小萝莉 豪横地抓着触手就 抿得往外拔 装 装 让你压得装 远处血雾中 刚舞动出了两根触手的林恩 僵硬地望着那个站在那只怪物的脑袋上的 那个一丝不挂的黑发小萝莉 一句话也不敢说 第657章 真的是一点都不坦率 所以 是把那个怪物错认成自己了吗 林恩睁着死于眼 上下地打量着 那个站在那个庞大的蜘蛛 脑袋上活蹦乱跳的黑发萝莉 他仔细地想了想 怪不得这么勇 明明刚才听到喊叫声的时候 语气是耸的一批 果然 还是因为自己对他太好了 让他养成了一点都不害怕 自己的这种恶劣的性格吗 林恩摸了摸下巴 然后大步地向着那个从血雾当中 出现的巨型蜘蛛走出 脚步放缓 稳如老狗地停在了那个怪物面前的十几米处 抬起头 扶了扶单片眼镜 面露笑意道 左左 玩得很嗨啊 正用力地 命地扒着那个蜘蛛脑袋上的鸟嘴面具的左左道 当然了 怎么 现在终于是显出庐山真面目了吗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变成这种大驼的东西戏弄我 你真的是没救了 林恩压抑地摸了摸鼻子 道 啊 这样的吗 可是我总感觉这个大蜘蛛不是很像我了 要不你往后面看一下 左左顿时恼怒了起来 猛地转头望去 道 干什么 你这个 瞬间 左左僵硬在了原地 几十米之外 林恩笑眯眯地抬起头 向着站在蜘蛛脑袋上的左左 小小地挥了挥 打了个有爱的招呼 诡异的微风呼呼地转了个圈 从中间吹过 左左僵硬地望着远处的林恩 脖子又咔咔地转过来 望向了他心在正 拽着那个鸟嘴面具 使劲往外拔的粘稠的怪物 此溜此溜 一根沾满了粘叶的触手 哗啦啦在左左猛猛的脸蛋之上 抹了一脸的粘液 短暂的鬼一样的寂静 等等 不对劲 左左猛猛的 终于是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 当然不对劲了 你这个傻手 林恩单腿一驱 纵身一跃 在狂风舞动中 右手瞬间在血肉的扭曲当中 化作了一把两米长的巨刀 一根根触手 哗啦啦地从他的肩膀之上爆炸而出 目光一立 狂勇的触手 瞬间就如机关枪一样 暴刺进入了那个大型蜘蛛的身体当中 扑呲扑呲 巨大的刀刃当头刺入 然后用力地往下一拉 哗啦啦啦 那个庞大的蜘蛛怪物 瞬间便被林恩拉出了庞大的缺口 粘稠的粘液飙射而出 林恩一头从缺口处 蠕动进入了他的身体 血肉瞬间爆发 哄 一声巨响 林恩爆炸膨胀的血肉 瞬间便从内部 让那个蜘蛛直接爆炸解体 无数的体液 就像爆浆的囊种一样 直接就将萌萌的佐佐笼罩在了气中 炸满了全身 而也就是在他即将落地的同时 林恩飞身一跃 轻巧地就揽住了他黏乎乎的腰肢 啪地一声就接在了臂弯里 俯身望着佐佐呆滞的表情 挑了挑眉 笑一道 你也是厉害啊 佐佐 居然连这么恶心的怪物 都能够认为是你主人假扮的 你这真要是和我分了手 你出门还不得被人给卖了 嗯 佐佐终于回神 他的脸色也是瞬间 因为羞愧 和愤怒而长得一片通红 望着他那皮皮的 往他的身上光明 正大的乱瞅的某人 我 反斜杠反斜杠我才没有 笨蛋 哦 口 哦反斜杠反斜杠反斜杠 喷 一声闷拳 叮 您的生命值二十 几分钟之后 林恩盘西座 在地上抱着双臂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耳边伸出了一根小小的触手 扶了负担片眼镜 望着对面 那个抱着双腿 狠狠地盯着他的左锣 道 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呀 左左 你说 咱们主铺俩 居然也有骨肉分离的时候 这真的是一种奇妙的题呀 林恩伸出手 赞叹的 就像是在欣赏一件玩具一样 拽了拽他额前的头发 左左的毛子盯着 跟着他的手 有眼睛有鼻子 不仅能自由活动 还能活蹦乱跳 而且能在意识空间当中 都展露出主人 给你你画的这个形态 其实左左在心里面 其实也是已经接受了 这副可爱的模样了吧 嗯 真的是一点都不谈帅呢 哈哈 啪 左左的额头上 爆炸出了一个大大的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左左 林恩乐了 又伸出手捏了 捏他黏乎乎的脸蛋 而也就在 他正想捏其他地方的时候 一直盯着 他的左左 瞬间露出了锋利的牙齿 直接一口就咬住了他的手指 盯 您的生命之一 好不容易 从左左的嘴里 挽救回自己的手指 林恩 都望着肿胀的手指 道 左左 你属狗的呀 左左呲牙 向着他耀武扬威地伸出了拳头晃了晃 道 你才属狗的呢 一副不正经的样子 我们现在 到底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你还心情对我动手动脚 你没救了 林恩贪了贪手 笑眯眯地拖着下巴 道 哎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可是我的左手啊 我捏捏我的左手 难道还是犯法的吗 这明明是一件非常正常 而正经的事情 左左咔咔地握紧了拳头 磨牙升起 忍耐硬 一定要忍耐 因为他非常的清楚 在自己这脑袋的脸皮厚度逐渐起来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接他的话头 不然他一定会把你拖入到他的节奏里 然后再用丰富的不要脸的经验打败你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对爱丽丝 人偶小姐 他们还能保持基本的涵养 但是对知根知底的自己 他是就连稍微装一下都懒得装的那种了 那种千方百计想趴你的想法 都已经恶劣地写在脸上了呀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 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还有刚才的那个怪物 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左左果断地转移话题 簇眉问道 林恩伸了一个懒腰 扭头微笑眯眼地望着远处 那逐渐化作了黑色的灰烬 随风消散的那个大型蜘蛛的残肢 原地只留下了一片片粘稠的液体 第658章 与佐罗结伴同行 他扶了负担片眼镜 缓缓道 这里是具象的深层意识空间 换句话来说 这里并不是现实 而是我们的意识 被那红光强行拖到了这个鬼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应该是在具象之脑的潜意识内部 左左顿时一阵 林恩站了起来 随手从脸上抹下了一丝蜘蛛的粘液 放在嘴里作了一口 细细品尝到 没有任何味道 也就是说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意识的投影 你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怪物 应该也是来自于你潜意识的映射 你越是害怕什么 越是在想什么 那你意识当中的那些担心 就都会投射出来 就比如 你刚才在害怕血雾里面有怪物 所以它就真的出现了怪物 而你又在想 会不会是我假扮的 所以 那个怪物的身上 就有了我的一些特征 所以说 林恩揉了揉太阳穴 微笑地舔尸了一下嘴角 不 这里绝对是对付那些经历过大恐怖的存在 最好的地方 只是唯一不确定的是 在这个鬼地方死掉的话 我们外面的身体 会不会也会死 这些全都是他通过周围的蛛丝马迹 推理出来的猜测 那些红光 应该就是具象之脑即将苏醒的前兆 只是唯一不确定的是 在这潜意识的空间当中 会不会也有一个具象之脑意识的投影 如果有的话 那现在应该有很多人 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他吧 林恩眯眼 左左猛猛地抬着头 道 可是刚才的那个怪物 为什么没有攻击我们 如果是梦魇之类的东西的话 难道不是应该充满攻击欲吗 林恩嘴角一翘 笑咪咪道 可能是因为 在这个地方的我们 有着更高的权限和位格吧 因为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只要他和左左还在一起 那他们就是具象之心 作为具象的二当家 作为王后 在具象的意识空间里 如果没有点什么特权的话 那可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呢 左左依然是一脸猛逼 显然 以他的理解能力来说 想要听懂林恩的分析 基本上就等于是让一个小学生 去学微积分 好了好了 现在就乖乖地跟在我身边 我们先想办法 找到艾文爵士他们再说 不过 你不觉得身上黏糊糊的 非常的不舒服吗 要不要脑袋先贴心地帮你洗个澡 然后咱们再出发 嗯 放心好了 很快就能清理干净 毕竟作为一个黏糊糊的女孩 可是不会讨人欢心的 拒绝 警惕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如果敢碰我一下 你就完蛋了 我告诉你 你就真的完 哦 口 哦 你碰哪里啊 憨太 碰 叮 您的生命值 二十一 十分钟之后 林恩牵着一点都不情愿地 挪动着往前走的左锣 大步地往血雾的深处拖动着 虽然有一种 似乎正在拐卖 懵懂无知小萝莉的罪恶感 但不得不说 能牵着自己的左手 在外面溜达这种事情 也着实是一件诡异的 让人愉悦的事情 感觉就像是在遛自己的小女朋友 长长的瀑布一样的头发 已经扎了起来 身上也已经穿上了 林恩给他精心设计的一套行装 包括黑丝与蕾丝吊带 当然 林恩并没有任何的恶趣味 也并没有任何按照脑子里面 所想的东西进行设计 只是单纯的觉得 这样穿更合适一点 是的 就是这样的 而又因为这里是意识空间 所以几乎只需要意识一动 就能够随意地改变自己身上的装束 毕竟连身体都是幻影 衣服自然也可以随意改变 林恩摸着下巴 又想起了 刚才给他清洗身上粘液的画面 真的是一点都不听话呢 就像抱着一条滑溜溜的 活蹦乱跳的鲜鱼 不仅会咬人 还会拳击 真的是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勉强把它打理得干干净净净呢 相比来说 爱丽丝多乖啊 让抬起手就抬起手 让闭上眼睛就闭上眼睛 乖巧的 就像是一个田径的洋娃娃 而这就又涉及到了一个哲学上的问题 你到底是喜欢安静温顺的小马鞠呢 还是喜欢桀骜不驯狂奔的猎马鞠呢 啊 真的是一件难以抉择的事情啊 爹 佐佐对你的愤怒加实 显然 从林恩传过来的意识波动中 佐佐也是明显地感觉到 他又在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而且准没好事 林恩侧脸 嘴角微翘地 用余光看了一眼 身后愤怒地露着虎牙 被他拖拽着往前走的佐罗 不得不说 由自己亲手养成出来的姑娘 真的是要远比其他的 更加有味道呢 更何况 还是分不开的左手 林恩正想要说一些什么 来调侃一下他的佐罗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心灵上的感应 突然就像是触电一样 猛地从血雾的深处传来 让他和佐佐 全都下意识地颤了一下 有情况 林恩瞬间警惕 停下了脚步 扭头望向了前方 佐佐的双手 也是瞬间扭曲出了 两把血肉铸造的剑刃 警觉地冲到了林恩的身边 刚才那是什么 林恩没有说话 而是眯着眼 死死地注视着前方的血雾 某种感应 或者确切地说 是来自具象部件 所特有的超微感应 之前他也有过类似的感应 特别是在他遇到危机的时候 心脏剧烈地跳动 会隐约地 让他觉察到 自己和某些生物之间 所诞生出来的超感 比如小宝贝 比如具象之脑 而这种感觉在 这个意识空间当中 明显要比在外界 来得更加的清晰 所以 是什么 是具象其他部件的 个体意识 还是具象之脑 我们去看看 林恩警惕 一把抓过左左的小手 脚尖点地 一跃而起 纵身没入了 前方的血雾当中 一路向着那个方向急迟 而随着距离的靠近 那个断断续续的感应 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而且渐渐地 出现了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659章 具象空间的彼此吸引 并且林恩 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在这个意识空间当中 除了具象的超微感应之外 正常的感知 都受到了巨大的限制 基本上在超过200米之后 你就已经没有办法 通过正常的感知 知晓前面正在发生的事情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就在林恩一脚 踏在前方的荒土之上时 轰隆隆 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 就像是天塌地线一般 让整个地面 都隆隆地剧烈震站了起来 猛然抬起头 血红而虚雾的高空之上 一只支离破碎的血肉巨拳 狂涌地撕扯过浓重的血雾 一双血红色的庞大瞳孔 在雾气当中涌动 然后远处便再一次传来了 巨大的撞击的声音 巨像 林恩顿时大震 虽然无法看清楚全貌 但是之前在诅咒之城 他也曾借助巨像网络的链接 短暂地利用巨像之心 化身过一次 那庞大的巨像虚意 所以他一眼 就从那双恐怖的瞳孔中 感觉到了其中的熟悉 但是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巨像的投影 而且他的庞大 几乎已经是远远地超过了之前 他化作的那个虚影 而也就是在林恩紧张的注视之下 血雾中涌动的那只巨手 又突然如鬼魅的幻影一般 凭空闪烁地消失在了他的面前 就好像 他正在和什么东西战斗 而又因为自己的出现 而凭空消失了一样 不是真的巨像 林恩眯眼 牵着左左的手 缓慢地在血雾当中后退 因为他隐约有一种感觉 那个巨像 应该很有可能是某个人心中耿耿于怀的投影 真正的巨像是不可能会出现在这里的 前面是战场 而如果说 谁和巨像之间有着极深的矛盾的话 那基本上 就已经可以确定那个目标 万机之神 是他吗 他的坠落 是因为当年被赛博和巨像联手所镇压的结果 虽然他说是在保留实力 但是没有在那个时候 完成三位一体 也绝对会在他的心底里 留下黑暗的阴影 而如果自己猜测的没错的话 嗡 几乎也就是 在他们后退了不到数十米时 一个庞大而虚无的镜像虚影 重重地在远处的大地之上 留下了一个数百米大的脚印 灵能的波动 让周围的血雾 如万花筒一般扭曲了起来 空间咔咔地支离破碎 仿佛就在刚才 有一个穿梭于维度和现实之间的心灵巨人 从他们的不远处走出 艾文绝世 左左震惊地抬着头 猛地向着远空血雾中 涌动出的一张淡漠 而虚无的脸颊直去 灵恩一把拦住了他的腰 飞身暴退 镇定道 不 是赛博 而也就是 在他们暴退出去的下一刻 血雾的最深处 猛地传来了一声 愤怒至极的龙笑声 苍蝇的粒子光束 搅动着漫天的血雾 都疯狂地翻涌了起来 而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他也终于是 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是万机之神 他也被具象之脑苏醒的红光 拉入了这个深层的意识空间 那些他所耿耿于怀的 他所厌恶的 也都被这个空间给投射了出来 并成为了阻碍他的敌人 因为这是他曾经的失败 无论原因如何 他都是曾经被赛博和巨像 联手镇压到这个地狱当中的恶鬼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刚才他所感受到的 那一个个超为感应的个体 又是怎么回事 灵恩目光焕闪动 仔细地回想着 而也就是 在下一刻 他猛地想起了 上一次在自己画作巨像之影前 曾经从远处的蜂巢当中 感受到的那一片又一片 来自巨像不见意识的哀嚎 他猛然抬起头 是那些被万机之神 收集的巨像血肉 也被拉进来了吗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万机之神的目的是什么 他和血肉教派一样 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巨像之脑 那他肯定知道 许多关于巨像之脑的 一些隐秘 或者说 他也有很大的概率 知道会被拉入这个意识空间 灵恩眯着眼 头脑风暴了起来 他是想要 通过巨像血肉之间的超为链接 让他们带着他 找到巨像之脑 真正的意识之所在 瞬间 在确定增猜测之后 灵恩就预感到了自己的不妙 因为他和左左名义上 就是巨像之心 而作为巨像的二把手 虽然左左残了 但在被动的超为感应 和巨像血肉 彼此吸引和靠近的特性之下 他们就会是最好的 能够找到巨像之脑意识的 性标和钥匙 就像现在 他们的确是在漫无目的地转悠 但是却巧合地 与万机之神驱感的 巨像血肉相遇 这不得不说 就是冥冥中的一种吸引 我们快走 这一刻 灵恩没有任何的犹豫 转身便带着左左向相反的方向 头也不回地急驰而去 他预感到了危机 因为从目前的公开的信息中 欲望母术和万机之神 绝对已经知道了 他和巨像之间特殊的联系 那他们想要找到巨像的主意时 就必然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他 而在这个意识空间当中 他们和机械神教之间脆弱的盟约 也绝对是说破就破 而如果他们也了解巨像血肉之间 彼此的超为感应的话 也很有可能会借助这个特性 设下陷阱 将自己吸引过去 然后将自己捆绑起来 进行难以想象的 监禁凌辱与驯化 一路向着相反的方向 带着左左即持 而随着渐渐的远离 远处那愤怒的咆哮 也逐渐的被血无屏蔽 但在知道了这个可能的猜测之后 灵恩也不敢再想之前一样 毫无目的地乱窜了 脑袋 我们现在该去哪 左左转头 也是看出了灵恩脸上的凝重 灵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深深道 不需要目的 我们就随便走 如果我猜的没错 不管我们走哪个方向 最终我们都会找到 具象之脑的意识 剩下的他 没有告诉左左 五分之三的机会 他们有五分之三的机会 遇到万机 支配者 欲望母术这三大根源 另外五分之二的机会 是遇到小小和艾文爵士 后者就是安全的保障 而如果是前者 那他们就只能祈祷 自己足够的命运了 第660章 想起了被自己支配的恐惧 灵恩地抓着左左的手 飞快及驰 同时目光警惕地 在血雾当中搜寻 因为万机之神的出现 已经是证实了 他刚才的那个猜测 那就是 具象之脑是无差别的 将能够被红光笼罩在其中的生物 全都拖入了这个深层空间当中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被血肉瘟疫 禁锢在蜂巢的当中的 那些机械意识 说不好 也会出现在这个诡异的地方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空间当中 可就热闹非凡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 灵恩抓着左左的小手 一脚便踏过了一个满是灰烬的小秋 但也就是在他的脚 刚刚落下的那个瞬间 他立刻便感觉到了一股 无比熟悉的星红的波动 一下子便像是连漪一样 沿着脚下的地面 向着他的方向蔓延了过来 不好 灵恩大振 反应迅速 猛地用力 带着左左瞬间便一跃而起 堪堪地避开了脚下的 那恐怖的星红色连漪 而也几乎是在他避开的同时 远处的血雾当中 瞬间便传出了一声 恼羞成怒的熟悉的大叫声 可 可恶 灵恩轻巧地落地 目光瞬间惊异了 因为这个声音 怎么听得会这么地熟悉呢 特别是在那突然 的大声那么一下的时候 真的是有一种莫名的 回到当初地下欺负 那个机械机的美好时光了呢 难道说 灵恩游移 就像一只猎豹一样 迅速地靠近 而也就是 在那个瞬间 他的目光瞬间便捕捉到了 灵恩游动出来的一个银色的身影 手中拿着单分子剑 全身流线型的机体 双眼当中流动着气急败坏的神情 不是机械机 又是谁 灵恩顿时乐了 果然和他猜得一样 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喝了凉水都会塞牙 出门左转 都能撞到班主任 还真就让他在这鬼地方 又遇到这个机械机了呀 而也就是在灵恩 想要上去狠狠地 和他打个礼貌的招呼的时候 骤然 他立刻便看到 就在银色幻想 刚刚冲出来的那片血雾当中 一个穿着一衣服饰 就像是死神一样 肩膀上扛着红色巨帘的 一个帅炸了的青年 也是追着那个机械机 瞬间跃出了血雾 灵恩顿时一惊 因为那个帅炸了的青年 竟是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甚至就连着装都完美地 复刻了他之前的风格 明显就是那种 任何正常女孩见了 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的那种 也就是说 而也就是在灵恩 多看了那么一眼的情况之下 那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青年 瞬间落地目光空洞 然后就和他的骑手是一样 猛地握紧了拳头 对着脚下的地面 便是重重的一拳 哄 叮 银色幻想的色色度 加五 叮 灵恩的色色度 加八 叮 左左的色色度 加十 啊 我草 诡异的三重叫 瞬间便让这个寂静的区域 变得异常地古怪了起来 而也是在狠狠地挨了 这一记盗版的以M之拳之后 银色幻想咬着牙 瞬间抱起 直接便闪烁到了 那个灵恩的面前 从脖子向着斜下方 猛地斩下 色拉 一声巨响 银色幻想愤怒地落地 而长得和灵恩一样 帅得那个一模一样的青年 瞬间便齐刷刷地 被分开了两半 哗啦啦地流了一地的血和内脏 那颗黑油油的心 咕噜咕噜地就滚了出来 而看到这一幕 灵恩也是立刻就明白 这个和自己长得 一模一样的家伙 绝对是和自己刚才看到的 具像赛博一样的梦魇的投影 而至于为什么 这里会突然出现 自己的投影这种问题 灵恩古怪的目光 望向了远处的机械机 嘖嘖 不会吧 灵恩的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一副 古怪无比的奇异笑意 不会吧 不会真的是像 自己所想的那样的吧 难道说强大高冷的 智谢小姐的心理 现在最忌惮的对象 已经是成了自己了吗 这是想起了 被自己曾经支配的恐惧了吗 哥 灵恩乐得忍不住 就多服了几次单片眼镜 而也就是在这时 全身闪动着耀眼光运的 银色幻想猛地转头 杀意的目光 瞬间便落在了灵恩的身上 几乎是刹那间 便将灵恩上下扫尸了一遍 然后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瞬间便冰冷地向着灵恩狂掠而来 等一下 灵恩瞬间伸出手 认真而严肃地捏着眼睛道 智谢小姐 你看清楚 我是真的 不是冒牌货 好歹是曾经的队友 你可不要动粗啊 但银色幻想的脚步 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识 远远地就能听到 那咬牙切齿的女生 傻的就是队友 但也就是她的话响起的瞬间 灵恩的耳边 也是顿时便响起了系统的提示 叮 监测到银色幻想 被你的直接性杀意达到灵界值 互不侵犯契约以触发 呜 几乎是在同时 剧烈的痛感 顿时便在契约的作用之下 在及时过来的银色幻想的意识当中展开 一下子便让她的速度骤减 全身发颤 显然 和灵恩相比 银色幻想承受疼痛的能力 还是有些小小的差距的 而灵恩也是立刻就明白 这是万机之神和艾文爵士 为了让他们协力配合锁给他们下的 那个契约触发了 而灵恩之前 可是一直把这个契约 当成自己的EM启动器的 我都差点给忘了 咱们两个可是不能对彼此表露出 太过明显的杀意的 不然可是会很疼的 灵恩微微一笑 抓着左左的手 瞬间跃起 不过现在我可没功夫和你玩 咱们有缘再见 拜拜了你 没有任何的犹豫 瞬间便向着地面 打出了一记绝对正版的EM之拳 轰 比刚才那个冒牌货 不知道强多少倍的星红的权意 顿时就像是水波涟漪一般 一下子便将银色幻想笼罩了其中 baby 伴随着一声智能的大叫 灵恩带着笑意 带着左左是头也不回的 向着前方的血舞摸移了过去 第661章 小宝贝 终于找到你了 而这一记EM也是 告诉那个机械机 盗版的永远比不上正版的来得有滋味 习惯了我这正版的尺寸 如果轻易地换其他的尺寸 那又怎么可能会体验到那种熟悉的感觉呢 嗯 一路带着左左狂奔 轻易地就甩开了那个机械机 不得不说 也得多亏了这个意识空间的好处 有血物的屏蔽 的确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 让你规避许多不必要的危险 不然的话 如果被那个机械机纠缠上 这次还真说不好 能不能脱身 而在沿路上 灵恩也是看到一个又一个 逐渐化作了灰烬的自己的尸体 无法想象 银色幻想 到底在这里遇到了多少个自己的投影 看来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绝对已经是达到了 只要闭上眼睛 都能想起自己的那种恐怖的地步了呀 一直跑了十几分钟 在这几乎没有任何参照物的地方前进 让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走到了哪里 脑袋 前面好像有些不对 左左警惕地猛地停了下来 灵恩也是猛地停下了脚步 目光落在了脚下满是灰烬的地面之上 细细地扬起的灰尘 和那些投影消散时所留下的残留物 非常的相似 显然 应该在不久之前 这里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战斗 你感觉到了吗 又是和之前一样的那种奇异的感言 左左警惕地把马尾一挽 手臂瞬间画作了一把长长的骨刃 目光盯着那丝感应出现的方向 灵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镇定道 嗯 感觉到了 而且不止一个 不过应该不是万机之神的那一批 我们退 谨慎 这是在未知的环境当中 能否保住性命至关重要的一点 不要好奇 不要作死 比如大半夜路过一个荒村古庙 听到有奇怪的声音 在小树林里面响起 绝对不要好奇地过去查看 因为按照一般的套路来说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 就算是有 也绝对不是你 没有任何的犹豫 灵恩立刻就要转身 抓着左左的手 就要换一个方向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道电流一般的熟悉的感应 瞬间划过了他的意识 让他的瞳孔顿时放大 等等 这是 他瞬间转头 目光望向了另外一个 正在向着感应的位置 快速挪动的方向 熟悉感 没错 和其他的感应不同 这个感觉好像是 小宝贝 左左和灵恩 几乎是同时精益地 说出了那个名字 而在那超微的感应当中 他们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对面微微一顿 但是很明显 对面的权限 并没有他们这么高 很难在第一时间 定位到他们的位置 但也就是在这一停顿的功夫 灵恩也是立刻便感应到 前方那一群的感应出的 疑似具象不见的意识 调转了方向 开始迅速地向着小宝贝所在的方位靠近 卧槽 灵恩蛋疼了 显然 在小宝贝感应到那些巨像部件的时候 那些巨像部件 也同时感应到了小宝贝的位置 巨像之间的吸引定律 而如果是平时的话倒也没关系 但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 你真的很难断定你感应到的巨像部件 是不是正处于被血肉神教 和机械神教控制的情况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相遇 那绝对是麻烦是一大堆 老大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佐佐也是感觉到了麻烦 灵恩抬起头 争着死于眼道 只能走一趟了 不过要小心 如果发现不对 佐佐你立刻跑 不用管我 好 答应得这么果断 我可是你的脑袋 你难道不打算来一句 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 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这种暖心的话吗 哼 想得美 没有任何的多言 二人迂回着 向着那个方位快速地挪动而去 虽然避免接触 的确是最好的选择 但既然感应到了队友 那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而最主要的是 小宝贝虽然耸 但是实际的战力 至少也是超反击 而且是一条灵活的舌头 能够一起行动的话 他们的力量 也能够得到更大的补充 总算 是找到这个迷路了 一百多张的家伙了 一脚踏入了血雾当中 而灵恩也是 立刻就听到了 前方传来的战斗的 轰鸣与爆炸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除了小宝贝之外 其余被拖入这个地方的 巨像血肉 都成了被驱赶的羊群 灵恩的目光猛的一力 猛的伸出手 驱散了面前的迷雾 他立刻便看到了 前方的误区中 数十个机械单位 正围着中央的一头 就像是蟒蛇一样的 爆木的大舌头 进行围裂 是机械神教风潮 内部的那些机械意识 而他们被拖入到 这个意识空间之后 也是全都拥有了 自己机械化的实体 而灵恩立刻便看到 那些机械单位的手臂之上 几乎是人手 一个充满了科技风的 能量发生器 散发着阵阵的鸿芒 伴随着嗡嗡的巨响 从那如手炮般的能量器中 捧涌出的血红色光束 就像是锁链一样 捆覆在小宝贝的身上 持续地对它进行着镇压 而灵恩的眼前 也立刻就浮现出了 那些装置的面板 意识冰装 灵能发生器3.2 类别 特殊意识直装 介绍 由机械神教肃正议会 吸取了赛博科技 所研究出的第三代意识冰装 可利用数据的形式 强行在意识中 打入冰装的烙印 让被直装者 可以在意识和数据形态之下 动用特殊的灵能镇压能力 特殊性 对具象意识 拥有针对性 果然 能提前准备好这种配置 这足以说明 万机之神 对这件事早有准备 而灵恩也立刻看到 在那数十台发生器的针对之下 小宝贝愤怒地扭动着 但是还是在持续不断地 被镇压了下去 小宝贝 我还以为你这个大舌头 已经死翘翘了 一瞬间 灵恩咧嘴一笑 纵身跃起 在那些机械体转头 屏幕由绿转红的瞬间 从灵恩肋下爆炸出的两根触手 瞬间便缠绕住了两个机械体的身体 然后如弹弓一般崩直 他的身体立刻就在巨大的弹射力之下 直接便如炮弹一样 射入了人群当中 警告 发现异常性 具象意识波动 准备受 是那个侮辱了我们致谢小姐的业衣 操 杀了他 动手 第662章 绝命逃亡 在看到灵恩那张脸的瞬间 本来机械化的那些机械体 顿时就炸锅了 面门的屏幕上 瞬间便反射出了一阵阵气急败坏 而震怒的意识波动 甚至早上已经被他们遗忘的意识 上传之前的粗口 都被炸了出来 可想而知 灵恩在他们内部 那恶劣的影响力 刷 灵恩在巨大的弹射力之下 瞬间落地 他抬起头 微微一笑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已经晚了 各位 一瞬间 灵恩全身的血肉都沸腾了起来 几乎也就是 在他们愤怒的 即将将发声器对准他的时候 密密麻麻的触手 瞬间从灵恩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直接炸碎了他的衣服 无差别的 向着四面八方穿刺而去 扑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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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强化过一次的血肉灾变 展现出了远超之前的强大爆发力 一个机械体在触手的冲击之下倒飞了出去 而这波强有力的爆发 也是立刻便打断了 他们对小宝贝的压制 但是很明显 那些机械意识明显准备充分 触手穿刺在他们的身上时 他们的身体表面裂开 就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如蜂巢状的六边形护盾 为他们化解了大部分的杀伤 射击 冰冷而屈辱的声音传来 那些机械意识迅速地便稳住了脚步 从手中的炮口中射出了一道道血红色的射线 越起五指猛地张开对准了脚下的地面 你化发动 握刹那间 伴随着刺眼的银色光幕 以它为原星 周围的灰烬和沙土 立刻便以极快的速度聚集了起来 化作了一道又一道金属的神似中指的墙壁 挡住了那些机械体的视野和攻击 而这也是第一次将你化运用在实战当中 而从这种快速对无机体物质 进行你化的速度来说 绝对可以看出 这个技能强化上去之后的潜力之大 林恩一脚踏在一座墙壁的一侧 迅捷地躲开了暴时而来的光束 然后一个飘逸地翻滚 一个强悍的刺国裸男 就出现在了小宝贝的面前 他扶了负单片眼镜 微笑道 小宝贝 好久不见 这段时间你去哪了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 你只是单纯地因为迷路 那就实在是太迅了 小宝贝愤怒地吐着性子 用力地挣扎着 对着林恩发出了一阵阵嘶嘶嘶的声音 显然 对于到这个天天为他过期要及的家伙 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期待感 好了 我先带你出去 咱们待会再想他 林恩微微一笑 用力地冲破了放置在他的周围 不断对他进行压制的仪器 将大舌头解放了出来 但也几乎就是在同时 那数十个机械意识 已经是愤怒地破开了周围的墙壁 蜂拥而至 从四面八方将他们团团包围 咔咔咔 瞬间 数十个散发着星红光韵的灵能发声器 瞄准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攻击 伴随着一声冰冷的吝响 整齐华一的数十道灵能光束 轻疑地向着林恩暴射了过来 而小宝贝还没有反应过来 林恩已经是一把抱起了他的身体 一个回旋转身 躲在了刚刚解除了控制的他的背后 嘶嘶嘶嘶呀 伴随着小宝贝一阵惊恐大叫 那数十道光束 再一次将他牢牢地锁死在了原地 叮 小宝贝对你的愤怒加十 叮 小宝贝对你的愤怒加十一 而有了小宝贝这强有力的第一波所吸收的伤害 林恩已经是一脚踏在了小宝贝的舌备之上 一跃而起 双眼如鹰 想了想要甘死银色幻想的事情 剧烈地反噬疼痛 也是立刻便将以M之拳的充能拉满 轰 几乎是伴随着林恩的落地 他的拳头便重重地打击在了脚下的地面 星红的光运 直接就向着四面八方扩散了出去 叮 您的色色度加十五 叮 小宝贝的色色度加三十一 叮 机械意识的色色度加二十二 叮 伴随着耳边哗啦啦地响起的一票系统提示 大舌头和周围的机械意识 全都发出了一阵阵直入云霄的大叫 是那个叶叶 是那个该死的欲望打击者 啊 他居然在意识领域都能够使用这种能力 该死 草 草 草啊 这一波强有力的冲击 直接就让周围的大量机械意识 短暂地失去了战斗力和判断力 林恩自己也是被嗨到了 但林恩毕竟不是什么普通人 就算是自己被自己嗨到 也不会当场出现什么忍不住的恶劣的事情 我们走 二话不说 林恩一把抓住大叫的吐出来的大舌头的杏子 掉转枪头 拽着小宝贝就一路向着远处的血雾拖行的 啪哒啪哒的狂飙去 这就是林恩的战术 冲进来嗨他们一下 然后果断地跑路 谁敢过来就再嗨他们一下 绝对能够为他们赢得大量的时间 左左 一路拽着小宝贝的舌头 林恩飞身落地 立刻便向着血雾的方向大喝了一声 而在远处 早已准备好的那只黑发小萝莉 瞬间跃出 露出了锋利的虎牙 然后猛地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 向着林恩他们身后 愤怒地捂着当追杀而来的那些机械意识 猛地大叫地张开了嘴 华大 闽 伴随着一声 没有任何威慑力的奶嘟嘟的恶罗咆哮 狂勇的气流 立刻席卷着周围滚滚的血色雾气 化作了庞大的逆向气旋 直接便将那些机械意识 逼迫地向后倒飞出去了数十米 没有任何威慑力因 嘴巴放不下一个拳头 但是效果还是拔裙的 基本上和他左手形态下 张开了血盆巨口一般恐怖的能力相比 并没有多么巨大的区别 一口龙溪水 一口左手吐溪 是左左绝对的绝活 差不多了 我们跑落 林恩大步跃起 在路过向后咆哮的左螺时 熟练地一脚半倒 飞快地就向着血雾的深处急促而去 只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的是 就在另外一侧的血色的雾气当中 一个妩媚的冷笑悄然而过 就像是一个幽灵 又似乎能够看到 那双脉动的白皙的脚踝 和在微风中垂落下来的 长长的绿色的枝条 手的 你了呢 第663章 母术的算计 飞快地冲入血雾当中 而在林恩的感应当中 身后的那些愤怒的机械意识 依然是紧追不舍 而这个时候 林恩也立刻便想起了 他在刚才冲入其中 救援小宝贝的时候 并没有从那些机械意识当中 看到任何的具象的血肉部件 但诡异的是 那种来源于具象的超微感应 却依然是清晰地存在着 林恩的目光一瞥 很明显 一定是机械神教 对他们手中的具象血肉的意识 动了一些手脚 因为林恩很快就发现 能和他建立感应的 正是其中的数个机械意识 难道他们是用了某种手段 把具象的部件意识 和他们的机械意识 相结合起来了吗 林恩的目光深邃 很有这个可能 果然不愧是机械神教 准备的果然充分 因为如果真的有这种手段 那他们自己 就能够成为具象之脑的定位器 而且还能防止很多的麻烦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在这个意识空间当中 能感知到的 大部分具象血肉的意识 代表着就都是危险的信号了 那他们就必须赶快找到 爱文爵士和小小 在万机之神和血肉神教 找到具象之脑的意识之前 提前一步行动 不然机械神教抵达那里 只是迟早的事情 小宝贝 所以说你这段时间 到底死哪去了 外面整个诅咒之城都炸了 我都以为你已经被炸成灰了 小宝贝 我知道你一定在生我的气 把你一个人抛在那里 人偶小姐虽然给你留了言 但我知道你是个大文盲 你肯定是一个字都看不懂的 小宝贝 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回去之后 我是狠狠地为你哭过的 而且还亲自绕了 整个诅咒之城去找你 可是就是找不到你 我到现在都心情阴郁 痛苦万分呢 你看我的眼睛都哭红了 小宝贝 林恩飞速奔跑 黯然道 小宝贝 你是已经对我无话可说了吗 我知道我的确是一个 不称职的小主人 可是你好歹稍微回应我一下 就算骂我一句 也能让我心安啊 林恩急事中摸了摸 一下子就红了的眼眶 但身后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声音传来 左左瞪着眼睛 得看了一眼后面的小宝贝 小声提醒道 脑袋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就算是大舌头被抓住了 舌头往前拽 也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这种事情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林恩一愣 然后转头 只见她的手中 抓着小宝贝舌尖的裂口处 伸出来的舌头中的舌头 她的整个舌尖上 都写满了一个又一个 大大的愤怒的褶皱 一路被拖行的 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诡计 哈哈哈哈 林恩顿时大笑 啪的一声 就松开了 拽着小宝贝舌头的手 用豪爽的笑声 掩饰着那并不存在的尴尬 的确是非常有这种可能啊 抱歉 因为太过顺手 所以就抓住了 但我们现在没必讨论这个问题 小宝贝 现在 你可以狠狠地说话了 大舌头张开类似嘴的裂口 愤怒地对着她 嘶嘶了几十声 但因为内容实在是太过粗鄙 所以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翻译 终于是在骂完之后 小宝贝才极为不情愿地 嘶嘶了几句正常的话 林恩有意道 你是说 你的身体 现在就在那座巨像之塔内 开什么玩笑 那座塔 不是一直被欲望母书的主干包裹着吗 你是怎么进去的 小宝贝不爽道 嘶嘶嘶 嘶嘶 林恩一正 道 自然而然就进去了 小宝贝随即将自己醒过来之后 精力告知了林恩 她在心灵意志 结束醒过来之后 只看到了诅咒之城中央 被炸出来的 那片空旷的战场 而从时间上来看 那应该是爱文爵出现 并带走他们之后的那段时间 而也和林恩猜测的一样 她的确看到了 墙壁上人偶小姐给她的留言 但你指望一条舌头认字 你还不如指望一只狗口吐人眼 而在之后 因为无法感知到他们的位置 所以 她就一直在诅咒之城内游荡和折服 而直到她被巨像之塔当中 散移出来的气息所吸引 而林恩也明白 对于小宝贝来说 巨像之脑所带来的吸引 是要远远地超过自己的 而在自己找不到的情况之下 那种血缘上的召唤 也在潜意识里 让她在游荡中 让她不自觉地靠近着 被欲望母树包裹着的巨像之塔 但后面就逐渐玄学了起来 林恩皱眉道 你是说 你在不自觉地靠近了一段距离之后 就突然陷入了某种迷幻的状态 而等你恢复之后 你已经到了 被欲望母树包裹着的 那座塔的大门之前 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攻击 小宝贝用力地上下点着舌尖 瞬间 一股巨大的不安 一下子便从林恩的心底里生腾了起来 不好 这一刻 林恩猛然抬头 意识到了其中隐藏的问题 被欲望母树包裹着的巨像之塔 即便是万机之神都没有靠近的机会 那凭什么小宝贝就能够安然无恙地抵达那里 几乎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欲望母树对他施加了影响 主动控制着他 让他去靠近巨像之脑 因为他可是非常清楚 在地下自己调教银色幻想的那段时间 欲望母树早就以一种细血的姿态 潜藏在他的周围看戏 而在那个时候 他肯定不可能感应不出 小宝贝是巨像不见的这个事实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欲望母树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一刻 凌恩猛地停了下来 猛地望向了周围的血雾 一股巨大的危机感顿时席卷而来 他是想要通过你 在这个意识空间当中把我引出来 凌恩历声大喝 而小宝贝和左左也全都是一阵 因为目前为止 和万机之神所控制的那些巨像血肉比起来 他们的权重明显要更大 因为小宝贝是巨像的舌头 凌恩直装着巨像的心脏 这两个相对完整的意识聚集在一起 绝对是找到巨像之脑权重最大的钥匙 跑 凌恩大吼几乎是立刻就下达了分散的命令 但也几乎就是在他的那个字出口的同时 他们所在的位置突然微风震震 周围的血雾在那微风当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气旋 围绕着他们呼呼地旋转了起来 而在脚下的地面中 一根根粗壮的藤蔓 就像是蛇一样缓慢地发芽生根 围绕着他们如动蔓延着 第664章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而在他们的耳边 也是缓缓地传来了一声轻笑的飘渺的声音 哟 不错嘛 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不对 果然呢 真的不愧是能被赛博眷属的孩子 我对你的兴趣 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呢 让人如目清风的轻笑 却是让众人的脸色已是大变 而凌恩的心也顿时一沉 和小宝贝左左背靠着背 眯着双眼 目光跟随着周围地面的藤蔓游移 但他随即笑了 扶了扶担片眼镜 伸出手将小宝贝和左左挡在身后 大踏步地向前走了两步 捏着眼镜 微笑道 欲望母树 是你吗 叮铃铃 一阵清脆 而让人毛骨悚然的同铃声 而也就是在他面前的血雾 隆隆地左右翻滚了起来 一只记着铃铛的白皙的脚 轻轻地踏出了血色的雾气 长长地如垂柳一般的枝叶 就像是头发一样 从头上垂落下来 凌恩看到了那个从血雾当中 出现在他面前的 带着妩媚笑容的女人 无法形容 与外界所展露出来的 那长满了血流 和扭曲血肉的恐怖巨树相比 面前的这个女人 反而像是一个 在大自然当中诞生出来的 奇异的妖精 她妩媚的神色中 带着一丝细血的笑容 如流水一般的眼睛 丝毫没有在意她身后的 左左和小宝贝 眼睛里面只有凌恩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而且 我们可不是第一次见面呢 在和万机之神对峙的时候 你和我不是还有一段时间的 同盟关系吗 嗯 她就像是一个 没有重量的幽灵一样 在微风中悬浮飘动着 围绕着灵恩妩媚的 上下地打量着她 就像是一个 隐没在自然中的女神 却又带着一种 难以言喻的 怪异的欲望和罪念 在这诡异的血色雾气中 她的这种形态 与这里的环境 完全的格格不入 而灵恩也知道 这只不过是 她在意识空间当中 幻化出来的样子 真正的她 依然是那颗扭曲 而庞大的血肉巨树 灵恩闭上了眼睛 似乎是头疼的 揉了揉太阳穴 嘴角翘着道 是啊 不过也真的没有想到 我居然在这里 会被你给算计了 不过你怎么能确定 你通过我的小宝贝 就一定能找到我呢 欲望母树眯着笑眼 如精灵一样 飘荡在了她的面前 白皙的手指 轻轻地捂着嘴唇 道 我当然能够找到你 因为你虽然看似混乱 也足够的邪恶 但是啊 你和那些真正的 混乱邪恶的疯子相比 你比他们多了一样东西 而这样东西 也注定会成为 能拿捏住你的明显的弱点 灵恩歪头 道 反斜杠反斜杠哦 是什么 反斜杠反斜杠 欲望母树嬉笑地悬浮着 道 当然是感情啊 对你的朋友 对你的家人 对你的伙伴 还有对你的女人 你很相信 这种感情能给你带来好运 就像你相信 他们一定会在你困难的时候 帮助你一样 而你也一定会在 他们的困难时期 深以援手 不得不说 这既对你的好处 但也是坏处 不是吗 因为这也注定了 你不会看着朋友遇难 而置之不顾 也不会看着家人遇险 而漠然已逝 所以 你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混乱邪恶 我说的对吗 他说完 灵恩哈哈大笑 然后笑声瞬间收敛 他扶了负担片眼镜 笑迷你道 没错 分析的挺准确的 那你就应该明白 朋友和家人 有时候可能会让你置身险地 但同样 当你置身险地的时候 他们也会成为 你最后的依仗和助力 欲望母术的笑容 愈发的玩味和感兴趣 扬着下巴道 所以 你是在威胁我吗 灵恩笑容不变 贪了贪手道 也不算是威胁 只是在为您考虑而已 毕竟您和我都不是 机械神教那种 没脑子的机械思维 您肯定也能够知晓其中的厉害 这么和您说吧 灵恩伸出手 一个一个地替他数 赛博飞升者是我的哥哥 十二亿神圣天使 是我的教母兼老师 之前我骑着的泰坦猎头者 是我的小未婚妻 我的岳父和岳母 是泰坦坠落者中的 战神和巫神 对了 如果再加上具象的话 勉强算六个 灵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一副思索的样子 道 所以您觉得我算不算是那种 很有背景的小别三 那个妖精般的少女 全程笑而不语地望着灵恩 拖着下巴 就像是在听一段故事一样 并没有打断 但是任谁都能感觉到 此时此刻 这隐藏在和善交谈当中的 紧张和危机 当然不算 他笑盈盈地如秋风一般 悬浮到了灵恩的身侧 长长的手指 轻轻地划过了他的耳畔 就像耳边思雨一般 呼了一口气 轻盈道 你可不是什么小别三 能让那么多的大能根源 都汇聚在你的身边 你肯定具备着 某种格外的吸引力 而这也是我最对你好奇的地方 你凭什么呢 你明明弱的可以 凭什么能让那么多的根源 千里迢迢的 还记挂着你的安危呢 灵恩 灵恩摸了摸下巴 不假思索道 可能是因为我大吧 诡异地寂静在周围蔓延了起来 小宝贝和左左 全都呆滞地望着他后背 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因为他们全都想不出来 都这种时候了 他还有心情开这么一个 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良的玩笑 他的心到底是有多么的大 这个玩笑好笑吗 一点都不好笑 哦 噢 噢 凑脑袋 凑脑袋 你不要在这种无聊的时候激怒他 你这个笨蛋 笨蛋 左左都感觉自己 要裂开了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 那个飘荡的少女 只是愣了一下 然后便咯咯地大笑了起来 笑得花枝乱颤 双眼也是 愈发得妩媚如水 他就像是烟雾一样 飘荡地转到了凌恩的面前 手指轻轻地抵住了凌恩结实的胸膛 哦 能有多大呢 凌恩笑容不变 噢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左左 小宝贝 叮 欲望母术对你的好感度加一 叮 欲望母术对你的好感度加一 第665章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哈哈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那个少女再一次笑得前仰后合 胸脱乱颤 而凌恩的这些话 听在左左和小宝贝的耳中 却是作死到了极致的反应 如果说 刚才那还是一种 带有些许自恋色彩的恶劣的玩笑的话 那现在的这句话 那简直就是刺果果的 对面前这个根源恶劣的调戏了 这明显就是嫌弃自己 活得不够长的节奏啊 你大事你的事 你还让人家事 你这简直就是没事找事啊 左左和小宝贝都要裂开了 那个少女慢慢地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但眼中的笑意依然不变 她围绕着凌恩漂浮着 轻轻道 果然长着一张好嘴呢 不过你还真是第一个 敢当着我的面 和我说这些话的男人 你放心 其实只要你乖乖配合我找到具象之脑 那我肯定能够保证你的安全 毕竟你也说了 我还犯不着 冒着得罪你身后那群根源的风险 来要你的命 不是吗 说完 她的身体微微向前 身体悬浮着 下巴轻轻地靠近了凌恩的脸侧 在她的耳边轻声道 当然如果你配合得好的话 其实我也并不介意在事后 让你尝一次欲望女神的滋味 你一下如何 一触即离 只给凌恩留下了一个 挑逗意味明显的曼妙的笑容 而左左和小宝贝全都震惊了 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 带着玩味笑容的妖精般的少女 又转头望向了旁边 似乎正在认真思索这件事情的凌恩 显然 他们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根源母术居然会主动提出 这样挑逗意味明显的事情 什么叫尝一尝欲望女神的滋味啊 脑袋 我知道你只是嘴上花花 你肯定是不会为了这种离谱的条件 选择答应配合那个邪恶的根源的 你也是有操守和底线的 哦 头 哦 脑袋 左左瞪着眼睛 用非常没有底气的弱弱的声音问道 因为 他非常了解自己这个大脑袋灵活的底线 特别是在面对色诱这件事情上面 他的定力 绝对是刷刷刷地往下乱降的那种啊 当然 凌恩没有任何犹豫地便转头 浮了负担片眼睛 严肃而淡然地望向了对面笑盈盈的那个少女 左左 你把我当什么 明明靠自己的手就能解决的事情 又何必要多此一举呢 左左 你也太小看 你主人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和决心了吧 他冷笑一声 浮了浮眼睛 嗯嗯 左左顿时瞪着 然后用力地点头 双眼变得 了起来 好样的 果然 凑脑袋 虽然偶尔没有道德底线 但的确和他说的一样 在关键的问题上 凑脑袋 也是能够理所当然地 守住自己的底线和节操的 他并不是那种 真的无药可救的变态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良知和道德的 虽然不多 看好你 脑袋 大不了我们和他拼了 就算是死掉 也绝对不能抛弃自己的节操 叮 左左对你的好感度 加五 叮 左左对你的好感度加六 而这个时候 左左也知道 自己作为大脑袋的闲能手 这个时候 也必须要站出来了 左左顿时便站了出来 指着对面的欲望母树 插着腰愤怒道 听到了没有 什么叫尝一次欲望女神的滋味 你以为大脑袋稀罕吗 哼 你也太小看叶一的操手了吧 凌恩捏着单片眼镜 严肃而淡然地 望着对面的那个少女 淡淡道 没错 你也太小看 我们叶一了 一次没够 左左 锦浩都握着小拳头 道 没错 一次难 短暂的鬼一般的寂静 左左呆滞地石化在了原地 凌恩睁着死于眼 缓缓地走了上前 淡淡道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觉得 我是那种 会为了长一次就出卖自己操手的家伙吗 啊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没有两次 免谈 那个垂柳一般少女歪头 点了点下巴道 三次 成交 凌恩果断地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点头表示合作愉快 至于节操什么的 卖就卖了吧 反正不值几个钱 又是鬼一般的寂静 哇呀呀呀 凑脑袋啊 终于反应过来的左左 顿时抓狂一样的大叫着 如果不是被小宝贝拖着 已经是要冲过去 对他施展一套全方位的连体拳 裂开了 裂开了呀 这个没有节操的凑脑袋啊 果然还是没有经得起诱惑 这么果断地就给答应了 果然 自己还是太高估他了 已经是莫得底线了 莫得道德了呀 恶罗咆哮硬 那边小宝贝 敏 得艰难地拖着已经抱走了的左左 而在另外一边 凌恩已经是开始 和那个垂柳一般的少女 商量起了如何配合的各种细节 以及事后如何兑现承诺 以及是趴术 还是趴人等各种奇妙的事宜 那个少女如烟雾一般漂浮着 笑容高深莫测地玩味地打量着凌恩 道 所以 你就这么快就答应了 凌恩扶了负担片眼睛 耸了耸肩 贪了贪手微笑道 不然呢 什么局势做什么事情吗 而且我也 没得选不是吗 所谓实实物者为俊杰 我要是不答应 您在这里给我一时动点手脚 我就算不死 怕也离不开这个意识空间 与其如此 那我为什么不配合呢 而且说不定您一高兴 还真能让我一轻方则不适 那个垂柳一般的少女 顿时被逗笑了 轻盈的身体围绕着凌恩旋转着 眼里的兴趣也变得愈加的浓烈 哦 这我可不敢全信呢 毕竟从你能毫发无损地渗透 进入力尾坦的一一内部这件事就能看出来 你可是有着远超常人的狡猾 所以我也会提前告诉你 如果不耍小聪明 那我们相安无事 但如果 凌恩挥了挥手打断了她的话 诡秘地微笑道 懂 这个您尽管放心好了 要知道 您可是根源啊 所以自信一点 我一个小小的人类 又能翻得起多大的风浪呢 嗯 欲望母树笑容不变 但绿色的双眼当中 却是闪动着危险的光 不 你可不是普通的人类 第666章 操什么的的 不要也罢 因为她见识过 在她和万机之神对峙的那段时间 她可是清晰地感受到了 那紫色的耀眼光幕当中 散发出来的力量波动 感受到过 那发自灵魂深处的惊讽与战力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她也绝对不会 把她当作一个低位的人类来看到 更何况 她还和巨像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我们出发 欲望母树歪头 笑盈盈道 但林恩并没有立即行动 而是竖起了一根手指 微笑地望着她道 不 还有一个条件 哦 那个少女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神情 林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缓缓道 你需要的只是我 和我的这两个朋友无关 你放他们走 我就可以保证 把你带到巨像之脑意识的位置 您意下如何 那个少女微笑着 就仿佛早就看透了 她的所思所想 这不就是她的弱点吗 可以让自己犯险 但不管立场怎么变 对于那些被她真心当作是朋友和家人的生物 她都会放在心上 并且坚定不移 我拒绝 那个少女笑容不变 因为她非常清楚 想要控制住这个狡猾的叶衣 就必须从她身边的人入手 那些是她的枷锁 只有抓住了枷锁 才能给上套上保险 她 可不想重蹈那些异衣们的覆辙 林恩露出了精益的神情 摸了摸下巴 道 那岂不是没得谈了 欲望母术深意地笑道 这不是谈 虽然你把我们之间的气氛 维持得很和谐 也让我对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但一码归一码 这么好的链子 你觉得我会轻易放手吗 啊 林恩就像是恍然大悟了一般 这样的吗 那就真的是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而也几乎就是 在她的话刚说完的那个瞬间 她的手猛地无缝衔接地 伸入了系统空间 诅咒清除的能力同时发动 一把闪烁着银色微光的左轮 瞬间在她的手心旋转了起来 被她一把握住了枪柄 枪口瞬间抵住了她自己的下巴 砰 一声枪响 没有任何的犹豫 也没有任何的迟疑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 那颗子弹 已经是贯穿了她的下额 穿过了头骨 在头顶血花的泵射中 破炉而出 左左的瞳孔瞬间放大 眼中的震惊蓬涌而出 就在她的注视之下 灵恩的身体重重地向后倒下 介于现实与虚拟的身体 也在闪烁不定的状态之下 慢慢地开始剥离出了丝丝的碎片 脑袋 这一刻 左左失控得地大叫着 猛地推开了小宝贝 发了风一般地向着灵恩的方向冲去 显然 这是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明明上一刻还是满脸的笑容 下一刻便毫不犹豫地对着自己开了枪 而那个少女也是瞳孔一锁 显然 连她也没有预料到 因为在她对她的观测当中 她对自己的生命安危 非常的在乎 或者说 对于混乱生物来说 生命的自私 在他们的身上 永远是位于的险性特征 没有任何的犹豫 她瞬间 便在左左冲过来之前 便提前闪现到了她的面前 手指猛地散发出一道道血红色的扭曲光韵 哗啦啦的血肉疼腕 瞬间便将灵恩即将消散的身体 包裹在了其中 汹涌的精神波动 转瞬间便如洪水一般 涌入了她的意识当中 哗啦啦的便强行修不起了她的意志 而她毕竟是根源 很快便稳定住了灵恩那受到了重创的意识 我还真没有想到 你会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 欲望母树冷笑一声 手指散发出的微微的光韵 持续不断地治愈着她意识的创伤 但是 你是不是有些太小看我了 我曾经是神明 就算坠落之后 也依然是 死可并不能成为 你逃离我控制的方式 朦胧的意识中 灵恩的嘴角 艰难地扯出了一个弧度 道 我可 不是在逃离 你还没有 意识到吗 我可是具象之心啊 我的意识受到重创 具象之脑也会感知到 她现在应该还没有彻底地完成复苏吧 那你想一想 如果她感知到 我意识垂危 那她会不会加速复苏的过程 让你们全都 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此言一出 那个少女的脸色微变 灵恩艰难地抬起手 用力地推了一下单片眼睛 嘴角翘道 而且 你也控制不了我 你不敢操控我的意识的 你怕不是已经忘记了 万机之神的遭遇 如果你触动了我意识当中封印的 那个怪物 你的下场 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个少女的目光 明显变得闪烁了起来 怪物 封印 这一刻 她再一次瞬间便想起了 她与万机之神对峙时的那片 紫罗兰花蕊般的庞大法阵 想起了 她隐约看到的光幕中的那个白发人 她的目光深深地落在了 灵恩那意味深长的表情上 她的首先反应是 她在愚弄她 因为 在对她的各种观测中 她早已深知 这个人类的狡猾 她能从很细微的一个点上 便真真假假地 将你带入她的节奏的当中 然后再用丰富的经验碾压你 你在戏弄我 她眯起了双眼 灵恩闭上了眼睛 嘴角依然是带着那抹玩味的弧度 但是却尖口不言 那个少女的目光闪烁了起来 她有大概率 能确定她 是在耍心机 但谁又知道呢 因为如果她的话 有哪怕一丝的可能是真的话 她都不敢赌 因为即便是强如万机之神 在那片光幕中 都差一点被碾压致死 不会死的根源 却差一点死去 你时间不多了 灵恩闭着眼睛 微笑道 要么救活我 然后让我的两个朋友离开 要么你控制我 让我们都赌一下那个概率 看看最后 谁先死 她的语气温柔而平和 就像是丝毫没有在意 自己现在的处境 就像生命 都可以成为谈判的筹码 那个少女眯着双眼 眼中闪动着危险的光芒 也是终于见识到了这个少年的棘手和鬼秘 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死 所以她才敢毫不犹豫地对她自己开枪 而她的这一枪 也是瞬间便将她的处境 扳回到了对她最有利的那一侧 让她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 因为她刚才所说的那两句话 的确是直指要害 第667章 她不是完整的具象之星 她目光闪烁 沉沉道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我也劝你不要再和我耍什么花招 你应该明白 有些东西 永远比死更可怕 而也就是在她的话 刚刚说完的那一刻 奄奄一息的林恩 顿时就像是没事人一样爬了起来 拍了拍手 把左轮丢回了系统空间 小拇指扣着天灵杆上面的那个弹孔 吹了吹 呼了一口气道 早这样说不就好了吗 让我白挨这么一枪 脑花子都被我崩出来了 真是浪费我时间 左左和小宝贝 全都待在了原地 一时间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欲望母术化作的那个少女 也是闭上了眼睛 一边持续不断地给她治疗 一边咔咔地握紧了纤细的拳头 头顶啪啪啪地不断地爆炸出 一个又一个 强行地想要镇压住心里的情绪波动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卵用 之前没有 但是现在 她真的已经是有了单纯地 把她干掉的冲动了 随即林恩拍了拍手 脸上露出了微笑 然后转身大步地向着 呆呆的左左和小宝贝走去 而旁边不停地给她治疗 防止她隔屁的那个少女 也只能是咬着牙飞快地跟上去 防止一断开 她就真的隔屁 好了 林恩抓着左左的肩膀 微笑地帮她把额前的碎发捋到耳畔 道 你们赶紧走吧 让小宝贝陪着你 脑袋 恐怕真的要和你分开一段时间了 记住不要耍小性子 也不要好奇心太重 如果你们能找到艾文爵士 他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 一改往日戏弄和不正经的态度 这几乎是左左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脑袋 会用这么温柔的语气和她说话 而到这个时候 她才突然发现 一直被她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心里狠狠地想要躲开的凑脑袋 居然会这么帅 你 是在开玩笑的对吗 左左呆呆地问道 林恩哈哈大笑 用力地揉了揉她的脑袋 爽朗道 现在哪是开玩笑的时候 好了 不要想太多 我只是离开一会儿 等脱离了这个空间之后 你依然是我的小能手 现在就当提前适应一下独立自主的生活 毕竟 左左不也一直在想 以后分手后独自闯荡的事情吗 左左急促地张嘴道 可是 但林恩已经是转身 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轻声道 要加油啊 左左 呆呆地望着那个远行 而走入血雾当中的背影 她是那么疯狂 又那么理智 可是 明明还有很多的话要说 明明并没有真的打算离你而去 因为早就已经习惯了 有个笨蛋可以带你走路 所以什么都不需要想 可是现在又是什么结果 你是觉得 很难会再次团聚 所以才故意说这样的话的是吗 明明 明明 脑袋 左左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 抹着泪大喊的 就想要冲过去 但是她很快就被身后的小宝贝死死地拖住 让她不要犯傻 因为她知道 这是林恩用了很大的劲儿 才为他们争取过来的活命的机会 他们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 被感性所操纵 而且也就像她说的一样 那个欲望母术绝对不敢杀她 她亲手在这个黑暗世界当中经营出来的背景 早就为她设立了一道免死的底牌 而且她也相信 以林恩那个家伙的能力 她也一定能够逃离那棵母树的魔肘 因为就连利维坦都困不住她 还有什么事情是她做不到的呢 小宝贝急切道 嘶嘶嘶 而林恩也已经告诉了他们该怎么做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援军 如果能够尽早找到艾文绝世的话 那他们救出林恩的几率也将大增 左左婆娑地眺望着他们远去的那片血雾 用力地抹着血红的双眼握紧了拳头 脑袋 你等着我 左左 左左一定会让你脱离险境的 一定会的 叮 左左对你的好感度加21 叮 左左对你的心爱加10 叮 左左对你的眷恋加17 血雾当中伴随着耳边的系统提示 林恩闲庭抑制地背着脑袋 大摇大摆地跟着前面的那个垂柳一般的少女走着 下意识地就摸了摸下巴 果然想要把左左的好感度刷上来 还是要在这种情境下才更来得见效 叮 您的快乐加5 他知道 如果他现在的所思所想让左左知道的话 那左左绝对会立刻就过来拼死也会垂死他 没办法 真情虽可贵 但套路的人心啊 毕竟对于一只只根只底还天天腻歪在一起的左手来说 生死离别的这种感觉 才是最容易增加好感度的操作呢 所以我们现在该怎么去找具象之脑 林恩微笑地扶了负担片眼镜 望着身边那个依然用藤腕缠着他的少女 欲望母树冷笑一声道 别在我的面前装糊涂 你心里明镜似的 还用我和你说 毫无疑问 虽然林恩依然在他的手里 但是刚才的算计和对他的拿捏 也让他非常的不喜 他对这个人类的心理的警惕 也已经提高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因为你根本看不透他的行为模式 在不能杀他的前提下 他真的很有可能就会把你套路进去 林恩伸了个懒腰 嘴角微翘道 这不是想和您聊聊天 增进一下感情吗 欲望母树 林恩带着轻松血液的表情 不急不缓地和那个少女并排走着 如果不是因为知道 他是被裹挟 恐怕还真会让人以为 他是在出来和自己情人优惠 丝毫没有任何的紧张 就像是散步一样 他的确并不紧张 因为从刚才他放了佐佐和小宝贝这一点 他就已经能够看出 欲望母树恐怕还并不知道 佐佐实际上才是具象之星真正的意识 而这其实也是他的一次算计 将自己的表现全都集中在 是自己为了太重感情 不惜以死相逼 也要让自己的朋友离开的这件事情上 反而让欲望母树意识不到 他隐藏起来的那最至关重要的信息 没有了佐佐 他就不是完整的具象之星 第668章 会很在意自己的美貌吧 而权重地降低 也必然会让他不能以更快的方式 被吸引到具象之脑意识的所在的位置 所以林恩很轻松 用人话来说就是 你以为我是在第三层 实际上我是在大气层 而他之所以敢毫不犹豫地对自己开枪 虽然也的确是带着一点点的 放了我朋友的意识 并不多 更重要的还是他知道 自己根本不会死 所以试试就试试嘛 反正不吃亏 毕竟 他还有最后一个替死娃娃 还有主母留给他的天使之吻 是错了也没关系 而他刚才说的那两句话 也全都是他随口跑出来的火车 首先他不会死 就算是死了 没有了佐佐的话 以他的权重 想要让具象之脑直接复苏 也是吃人说梦 而至于意识当中封印的怪物 哼哼 连他都不知道 那片光幕中出现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 更是哪来的什么封印 全都是似是而非的画把了 而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告诉那个欲望母术 让他悠着点 不要真的把自己弄死 博弈嘛 玩的就是心跳 林恩笑意盎然 眼角的余光 不停地往四面八方的血雾乱瞟 任谁都能够看出 这个人的心眼太多 别到处乱骗 往我这边走 看前面 欲望母术冷声地警告了他一下 因为他根本算不准 这个家伙 心里又在打什么诡秘的主意 林恩耸了耸肩 只好收回了目光 按照他的命令 走到了他的身边 和他并肩力 左手娴熟而自然地 揽上了那个少女的纤细的腰肢 诡异的寂静 在前行中肆无忌惮地蔓延 那个少女的拳头上 爆炸出了一个 闭眼道 我是让你走过来 但我有让你和我保持这么亲密吗 嗯 林恩服了负担片眼镜 嘴角微笑道 这不是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关系吗 您不是都说了吗 只要我乖乖地配合 替您找到具象之脑 您就让我一亲方则 而既然都可以一亲方则了 那亲密一点 不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 嗯 欲望母术冷笑一声 他当然知道他心里 在打什么鬼主意 对于这种心思缜密 城府极深的家伙来说 他外在表现出来的行为和说的话 都不过是他们的伪装 如果你因此就着了他们的道 放松警惕的话 那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哦 我倒是有些好奇 以一个人类的审美来说 你真的能对一棵树下的去手 欲望母术玩味 而饶有兴趣地笑着 并没有制止 他揽着他的那只手 他撩了一下自己长长的枝叶般的头发 仰起下巴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现在表露在你面前的样子 就是我真正的模样吗 他是欲望母术 是血肉和无尽诅咒的化身 在外界与万机之神作战时 那扭曲的狂乱姿态 才是他真正的可怖模样 但林恩笑眼不变 让人如沐春风道 为什么不是呢 您不也说过 您曾经是坠落的神明 而这里又是介于 现实于虚拟的深层空间 那这里映射出来的样子 又为什么不能是 您真正的模样呢 林恩的话 顿时便让那个少女 脸上玩味的笑容收敛 目光危险地注视着她 但林恩却是仿佛 并没有注意到她目光 依然是物资地走着 嘴角微翘道 象征着生命与自然的女神 就算嘴上不说 但心底里 也应该很在意自己的美貌吧 就算是神灵 也应该很厌恶自己 变成那副扭曲 而栽变的恐怖模样吧 毕竟本应该是代表着 生机与盎然的巨树之灵 现在却沦为了血肉的扭曲体 所以心里 也应该会很恨吧 那个少女的脚步停了下来 一股恐怖的扭曲的气息 从她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她的双眼逐渐地变得冰冷 周围的地面之上 缓缓地传来了 素素的腾腕蠕动的声音 甚至就连她那绿油油的枝叶 一样的头发上 也慢慢地滋生出了思虑的腐败 哎哎哎 不要生气嘛 林恩果断地后退了一步 微笑地扶了负担片眼镜 优雅地捏了捏衣领道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您可千万不要一不小心 就把我杀了呀 我对您 可是一点都没有任何恶意的 欲望母树冷冷地盯着她 血色弥漫 道 你还知道什么 林恩抬头望天 背着后脑勺 笑容不变道 这个嘛 当然是猜的了 毕竟我又不是您肚子里的蛔虫 我又怎么可能会什么都知道 但多多少少能猜到一点不是吗 人啊 不 或者说 就算是神灵也一样 只要被人戳破心里的一些东西 就总是会把它们写在脸上 毕竟 只要是坠落的神明 又有哪个不对坠落这件事情 心怀恨意呢 可是连祖母这样神圣的天使 都无法避免 被扭曲的恨意所侵蚀啊 你很聪明 那个少女淡淡一笑 绿色的双眼闪烁 瞬间便又恢复了之前的样子 轻轻地撩了一下自己耳畔的长发 如鬼魅一样 摆脱了灵恩的手 悬浮了起来 你猜得很不错 我的确心怀恨意 否则我也不会被诅咒缠身 但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狱 重回那个属于我的世界 把我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 灵恩歪头道 所以这就是您想要吞噬 巨像之脑的原因吗 那个少女笑眼迷散 长长的垂柳一般的长发 就像是鱼儿一样 跟随着她飘动 没错 和你说了也无妨 巨像之脑依然保持着 她在上界时期的纯洁性 只要在黑暗世界 给她降临诅咒之前 将她的意识吞噬掉 那我就能够一跃 寄生为所有坠落者中的最前列 当然 抱着这个想法的 也不只有我一个 包括万机之神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那个赛博文明的继承者 到底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谁又知道呢 毕竟对他们来说 三位一体的诱惑就在眼前 让三大飞升巨头融为一体 整合三大文明的历史和科技 然后一跃冲破这个牢笼 达到过往无尽岁月 都不曾达到的顶点 就算是头顶的那片灾厄 也应该有一战之力了吧 灵恩微笑地继续和她走着 道 哦 既然如此 那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 能竞争过其他的那几个根源呢 你可不要告诉我 在这种巨大的诱惑之下 血肉支配者 还会和你保持同盟的关系 那可就太天真了 欲望母术风情万种地看了她一眼 就像是鱼一样 瞬间游到了她的面前 长长的手指点着她的鼻子 嘴唇轻轻地开合 你觉得呢 第669章 的确是一个好骗的萝莉呢 她深意地假笑着 却又诱惑难明 让人根本看不清 她到底在想什么 而那轻飘飘地游动的纤细身躯 实在是和她在外界 所表现出来的扭曲和庞大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仅仅是一个眼神 就让人想要将她扑倒在地 然后狠狠地做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 那我就猜一猜吧 林恩揉了揉太阳穴 保持着微笑道 反斜杠反斜杠会是因为我吗 反斜杠反斜杠 她敏锐地想起了一些 之前被忽略掉的东西 那个少女游动的身姿微微顿了一下 随即饶有兴趣的歪头 侧眸倒映着林恩的脸颊 轻轻道 哦 怎么说 林恩嘴角微翘 抱着双臂 扶了扶单片眼镜 眼睛叮的一声 闪过了一丝磕视亮光 因为我在来到这个鬼地方的时候 觉察出了一些 可能是只属于我的一些特异 这应该是我作为具象之星 在这个领域所拥有的一些被动的特权吧 是不是因为 只要有我在 这个空间 就不会投射出你心中的恐惧 是这样的吗 那个少女停了下来 她转过头 眯着双眼 再一次用那种探究的目光望向了她 林恩微笑地睁开双眼 捏着眼睛道 这应该是我权重的影响吧 因为心脑本就是一体 所以这个意识空间 也并不会特意针对我 甚至对于那些已经出现的投影 也会因为我的出现 而出现部分的削弱 并且不会主动对我进行攻击 我说的对吗 这是很容易就会被忽略的一个点 但她注意到了 因为之前从左左的心里投影出来的怪物 在她和左左靠得足够近的时候 便瞬间就丧失了对他们的敌意 甚至在她动手消灭的时候 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然后是太过靠近万机之神投影出来的巨像时 那个巨像也曾因为她的靠近 而短暂的闪烁消失了一瞬 和银色幻想相遇的时候 因为复刻的 以M是范围性攻击 所以她被那个冒牌的自己给影响到了一次 但林恩还是敏锐地注意到 那个冒牌货在自己出现之后 被银色幻想攻击 而死前明显地变得十分的质色 之前还能追着银色幻想啪啪跑 结果反而在遇到后 一个照片就挂在 就算是复刻的她 也不该会那么弱吧 而也就是从这几件事情中 林恩便敏锐地察觉出了 自己和左左在一起时的权重之高 分开他们什么都不是 但只要走在一起 那他们就是真正的巨像之星 这个空间的第二主人 那个少女眯着双眼 也是意外 你确定你之前什么都不了解 林恩淡笑道 也就是说 我猜对了是吗 那个少女警惕地围绕着她萦绕了起来 可以说 这一刻 她对这个看似雷弱的少年的警觉 已经提到了最高 因为她说得分毫不错 而这个信息 还是她当年花费了大力气 从一小块巨像之星的碎片中 提取出来的关键信息 但她不认为 真正的巨像之星会知道这些 因为巨像之星的缺失非常严重 就算诞生出意识 也会和其他的血肉碎片一样 记不得任何明刻在他们体内的 关于巨像的隐秘和知识 这是巨像自我保护的措施 而如果不是因为 她作为曾经的生命之术 她也没有办法破解出 巨像血肉中的那部分隐秘 你猜的的确没错 那个少女深深地注视着她 道 这的确是我的依仗之一 我也可以实话告诉你 我成功地吞噬掉过一小块巨像之星 虽然权重很低 但只要不特意去想 针对我的恐惧投影 也会被相应延后 而这段时间 就是我找到巨像之脑意识最佳的时机 她如鱼儿一般游到了灵人的身边 缓缓地继续到 而你的出现 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巨像血肉之间的吸引 一定会让处于第二权限的巨像之星 潜移默化地来到诅咒之城 只是唯一让我诧异的是 被诅咒的巨像之星 居然已经诞生出了如此睿智的意识 我以为 你就算不是蠢货 也该是一个思维不健全的孩子才是 林恩心里补充了一句 你猜对了呢 的确是一个愚蠢而好骗的罗莉呢 阿蒂 远处 某个黑丝罗莉 茫然地打了个喷嚏 揉了揉小巧的鼻子 林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微笑变得盛大了起来 因为她的算计 再一次向前狠狠地推进了一步 而在得到她亲口承认自己的依仗之后 这种胜率就又提高了很多 因为 因为啊 在你放走我亲爱的佐佐的时候 完整的巨像之星 就已经是被一分为二了 而这也意味着恐惧的投影 将会很快就降临到你的身上 你已经没有办法再通过 来遏制住这个空间对你的注意了 那么 你会害怕什么呢 头顶那片盛大的黑暗 那场让无数古神坠落于地狱的灾变 让我想一想 如果这个空间将那片灾厄复刻下来 就算是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地复刻 但对现在的您来说 也该是最为无法面对的阴影吧 哈哈 林恩心里那疯狂的笑意 几乎已经是要蓬勃而发了 但在表面上 林恩依然是维持着 那让人看不破的笑容 轻轻道 那可真的要祝你好运了 欲望母树淡笑一声 长长的垂柳一般的头发 微微地飘动着 哦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 林恩揉了揉太阳穴 仰头道 啊 当然担心了 毕竟一切都在您的掌握当中 万机之神都已经被投影所牵制 我的艾文大哥 应该也难逃过运了吧 这还真的是 让人烦恼呢 那个少女眯了眯双眼 闪烁不定地观察着她的表情 但是却察觉不出任何的异样 因为她总觉得 这个家伙 心里似乎还隐藏着很多的东西 但是她却想不出 是哪里有问题 是错觉吗 她是具象之心这一点 绝对是无疑的 因为如果她不是的话 那她之前也就不可能会化身为 具象的虚应 但为什么还是感觉 哪里有些不对呢 第670章 入目三分的正确导向 其实这也不怪她 信息上的缺口 对任何一个 想要掌控全局的生物来说 都是致命的 就像林恩自己 也会因为计算不到 猪头屠夫和小丑 对小小一家人的干涉 而出现将自己 置身于险地的局面 林恩缓缓地笑道 女神 那我们走吧 时间可不能就这么 白白浪费掉啊 一路在血物当中 漫无目的的前行 不需要有一个特定的方向 也不需要有一个 必须的目的 只要是在这片空间 作为具象的血肉 不管向哪里走 最后都会抵挡同一个终点 而区别只在于 熟快熟慢 而林恩也没有表现出 任何想要逃的行为 全程闲情抑制 散步一样 丝毫没有作为一个人之所 该有的觉悟 对了 林恩嘴角微翘道 你能和我说一说 你们在神灵时期 遇到的那片灾恶吗 导致了这么多 古神坠落成了根源 那场灾难 应该也是波及甚广吗 一直悬浮在他周遭的 那个垂柳一般的少女 瞥了他一眼 道 你再没话找话 林恩用力地伸了一个懒腰 饶有兴趣地摸了摸下巴 道 只是单纯地有些好奇而已 毕竟作为一个凡人 能近距离地和一个曾经的女神 并肩而行 仔细想想 也是一件成就感拉满的事情 不是吗 林恩不着痕迹地 凸显了一下 欲望母术的优越感 那个少女淡笑一声 仔细地打亮着她的脸颊 悬浮在她的面前飘荡着 道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的想法 你省省心吧 该知道的 你自然会知道 不该知道的 那就不要随便打听 这对你没好处 好奇心可是会害死猫的 哼哼 林恩摸着下巴 道 这样吗 那我换一个话题 那时候的你 是不是也和现在 幻化的一样漂亮 那个少女顿时一正 随即冷笑一声 不屑于回答她的这个 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 林恩睁着死于眼 看到她懒得回答 就又问出了一个 致死量拉满的问题 树也能趴吗 前面悬浮的那个 绿色的少女的身体 明显一僵 随即拳头就硬了起来 垂柳一样的发尖上 趴地浮现出了一个大大的 林恩仿佛丝毫 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捏着单片眼镜 继续好奇地询问道 你现在是掌控欲望的根源 难道以前也是吗 如果是的话 那是不是天天在森林里面 找各种各样的生物 嗨呢 啪啪啪 那个少女头上的更多了 林恩思索 然后果断地打消了 这个毫无根据的猜测 思索道 应该不会吧 毕竟结构都不一样 不过既然是神的话 应该也是能随便 就变化成各种模样才对 嗯 好像的确是 您下届的触手怪儿子 还挺多的 啪过您的 应该也不在少数 那上届时应该也 啪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已经是被一根 暴射过来的藤蔓 直接就抓住了领子 拉到了那个少女的面前 直接就被拽了起来 林恩瞬间举手 表示无辜 那个少女闭着眼睛 左手拽着她的领子 长长的垂柳一般的长发 呼呼的杀意 盎然地吹动着 拳头已经是邦邦硬了 你难道不知道 术士可以 无性繁殖的吗 丁 欲望母术对你的愤怒加十 丁 欲望母术对你的愤怒加十一 林恩瞪眼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但你不是掌控欲望的女神吗 你自己都不经常嗨 还算什么欲望女神呢 那个少女强忍着杀了她的想法 闭着眼 拽着领子的手更紧了 道 你经常嗨吗 就像是听到了可笑的问题一样 林恩哈哈大笑 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那不妥妥的吗 怎么说我也是 那个少女瞥了她一眼 道 其实一次都没有事吧 林恩脸上的笑容 僵硬在了原地 那个少女淡笑地俯视着她 就像是一眼 感兴趣到 哼 虽然我看不透你的心里面的想法 但怎么说 我也是掌控欲望的根源 你到底有没有经历过 经历过几次 我一眼都能够看透 只不过做过两三次暧昧的游戏而已 就敢欲望在女神面前夸夸其谈了吗 嗯 林恩 丁 您的快乐池 罕见的能够看到 这个在她这个根源面前都乱装逼 一副让你看不透的笑意的家伙吃扁 欲望母树的心里 竟是感觉到了一丝丝一样的爽快 哼哼 一个未经人士的小屁孩儿也 那个少女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机会 淡笑地俯视着她 捏着她的下巴 刷刷左右玩弄 傲一道 按你们人类的年龄都不算成年的家伙 心思倒是多到 像是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妖怪一样 和你说 你也就欺负一下那些涉事不深的小女孩 在欲望母神面前嘴哗哗 你还差得远呢 你见过在那些在欲望领域混乱到极致的生物 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我告诉你 不要说是什么种族隔离了 就算是什么触手怪 幽灵 巨蜥 甚至是一堆破铜烂铁 都能让你怀孕 你们认为的一些所谓的众口 在我管辖的那个地狱 更只能说是清淡至极 入门都不够 现在 你还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吗 林恩 哼 看着林恩被赌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嘴 那个少女嘴角傲然一翘 一把松开了抓着她的衣领 眼中笑意 心里格外的爽快 因为这全程下来 这还是她第一次在嘴舌这方面 将这个老成的家伙给镇压住 明明是人质 明明是被她控制着的一方 却一直摆出那样一副 一切尽在掌握中的 什么都懂得睿智的笑容 真的是 让人非常的不爽啊 她真的是忍这个家伙很久了呢 能看到她吃扁 心情都畅快许多了呢 叮 欲望母术的心情 加五 叮 欲望母术的心情加六 林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睁着死于眼思索到 但我还是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趴数的 欲望母术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 那畅快的心情顿时就消失了 随即她目光一沉 转头立声道 走 这个问题谁爱回答谁回答 第671章 熄灭了星空的黑暗 被血雾笼罩的荒野之上 两个人继续一路前行 而林恩也在一只暗地里计算着时间 从目前所得到的情报来说 欲望母术吞噬过一小块巨像之星的碎片 虽然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但这的确是让她也具备了一部分巨像之星全能 虽然很少 少到甚至无法进行感应 但再加上自己这半拉子的巨像之星 也的确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延缓恐怖投影的干涉 但林恩相信 这个时间绝对不会太长 而又也不知道 在荒原之上行走了多长的时间 突然之间 走在前面的那个垂柳一般的少女 猛地停了下来 抬起了头 从头上垂落下来的枝叶舞风 自动了起来 停下 林恩的眉头一挑 完味道 怎么了 那个少女抬着头 脸上慢慢地露出了一丝深酸而细血的笑容 慢慢地后退了一步 道 没什么 只能说 你的运气很好 猜猜我们遇到了谁 此言一出 林恩顿时心中一动 心思快速地运转了起来 前方的血雾翻滚 很明显 作为根源的欲望母术 即便有血雾的限制 能感知到的范围 也是要远远地超过他 林恩浮了负担片眼睛 随口笑道 看你这表情 前面该不会是我的爱文大哥吧 那个少女诡异地露出了一丝微笑 然后有兴趣道 没错 你猜对了 不过到底是该说 你是运气好呢 还是运气差 你不是很想知道 让我们坠落的那片灾恶 到底是什么吗 很凑巧 现在你也可以一保眼福了 林恩顿时眯眼 立刻就意识到了什么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那个少女猛然挥了挥鲜细的手 挡在他们面前的那浓重的血 顿时就被一股狂勇的风暴吹拂得七零八落 宛如波云见雾一般 就在欲望母术那诡异的淡笑中 前方的血雾缓缓地散开 林恩立刻抬起了头 向着那个方向眺望了过去 而也就是在看清楚的一瞬间 她的瞳孔顿时一缩 血雾退散 就在那遥远而星红的天空之上 一颗几乎占据了她 整个视野的庞大的星球 遮天蔽日地显露在了她的视野当中 可远远地望去 却是即便仿佛隔着遥远的天际 都能够看到 那颗星球上面燃烧着的熊熊大火 那黑色的火 那是 林恩猛然向前 而也就是 在那颗星球的更上方 她看到了一片朦胧的涌动着的黑雾 一眼仿佛无法看到镜头 就像是混沌的衣食 又像是一滴落入了池塘 而逐渐散开的墨迹 恍然地将整个天际线包裹在其中 而也就是 在那个星球外空 一个庞大的心灵巨人 空洞地握着拳头 独自一人直面着那遮天的黑暗 她是如此的庞大 可是 在那片黑暗面前 却又渺小地 仿佛如蝼蚁 艾文大哥 林恩猛地皱眉 她一眼就认出 那个虚无的灵能巨人 就是艾文绝世 是强行升华 而化身根源的她的大哥 那个垂柳一般的少女 嘴角微翘 缓缓地躲不到她的面前 抬着头 眺望着那盛大的场景 微笑道 看来她比在场所有的根源 都提早触发了这个投影 的确 除了万机之神和支配者之外 我们两个的确是这里 维尔直面过那片灾厄的古神 只是相比来说 她要死更壮烈一点 因为 那片黑暗所摧毁的 不仅仅是她 也是她所代表的整个赛博文明 的确是很可怕 也的确是能把一个人心里最恐怖 和最难以释怀的精力投射出来 连那颗赛博的母星 都被幻化到了她的面前 这到底得有多痛苦呢 她淡笑地望着灵恩脸上的表情 灵恩的眉头紧皱 死死地盯着那片黑暗笼罩之下的巨人 她听艾文绝世说过 她是整个赛博文明最后的星火 所以她必须要保全自己 因为 只要她的记忆还在 那赛博文明 就等于还在她的身上所延续 她是经历过文明灭亡和末日的A2 是亲眼目睹过 整个文明在熊熊烈火当中 化作灰烬的唯一的幸存者 那片黑暗 就是你们在三千年前经历过的灾变 灵恩盯着那片黑夜问道 欲望母树嘴角微翘地撩了撩长发 道 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具象的投影毕竟有限 它很难真正模拟出 那片黑暗降临时的恐怖 也没有办法让你知道 当年 那片亮了亿万年的星空 在你面前一点一点熄灭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她抬着头 脸上的微笑 就像是一种自愁 仔细地看看吧 趁现在有机会 记住那片黑夜的样子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发誓你 绝对不会想在这片地狱中 也有看到那片黑暗的那一天 因为那时候 你才会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那是一种怜悯 那对她 也是对她自己 以及对所有曾经的坠落者 灵恩迷着眼 直视着艾文绝世 头顶上空的那片黑暗 朦胧的 就仿佛是隔着两个世界一样 只能看到虚无的投影中 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 无须地翻滚着 没有任何的气息 就像是一片死寂的倒挂在天空的海洋 安静 冰凉 但是看久了 却仿佛又像是面对着 一片寂静的深渊 你直视着她的时候 就仿佛她也在直视着你 慢慢地 灵恩仿佛感觉到了一丝冰冷 在她的心底里萦绕 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凉意 就仿佛是逐渐地将你浸泡在冷水当中 甚至能让你清晰地听到自己慢慢加快的呼吸声 就仿佛所有的爱意 所有的感情 所有的希望 都在慢慢地淡化 慢慢地让你觉得自己 仿佛都变成了那片深渊 她的双眼慢慢地空洞 反斜杠反斜杠 你觉得她像什么 反斜杠反斜杠欲望母树 嘴角微翘着 灵恩用力地抽回目光 扶了负担片眼镜 倒 像一坨睡着了的屎 旁边的那个少女一正 随即顿时便眼嘴笑了出来 笑得花枝乱颤 前仰后合 许久 她抿住了嘴 眼中依然难掩笑一道 你的比喻一向都这么清奇吗 不过 还真的是很形象呢 第672章 需要小姐姐背着才能起来 她抬起头 笑意的眼中 倒映着远处的那片黑暗 是啊 一种无序的误会 一种沉睡的梦魇 你只能远远地看着她扩张 直到你也成为她梦里的一员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梦是如此的荒诞不惊 那些不该存在的 那些已经存在的 都会降临在现实 然后亲手夺走你的心中所爱 林恩的脑海当中 浮现出了 曾经在小小的意识中看到的 那在烈火中 被斩下头颅的那一幕 浮现出了神圣世界的壁画之上 那无尽天使的陨落 还有那天空之上睁开的眼 她睁开眼 又浮现出了艾文爵士在陨落前 那独自面对着 那片让人绝望的黑而欺然的一笑 并逐渐地与眼前的这一幕重合 一声震耳欲聋的长笑 天际之上 那个庞大而虚无的灵能巨人 仰头而起 在疯狂地长笑和恨意中 悍然地冲向了那遮天的黑夜 就像是一道直刺天空的闪电 几乎成为了那浩大的夜幕之下 唯一的一道闪光 轰隆隆 整个大地都为之颤动 无尽的血雾隆隆地翻脚 而那个投影出来的庞大的星球 却依然在摇摇欲坠中 疯狂地燃烧 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 那不断地化作灰烬的亡灵 林恩知道 那是恨意啊 也是他们之所以坠落到这片地狱 而依然不死的源头 根源是杀不死的 因为他们都有未完成的执念 和心底里压抑得很 而他也清楚地知道 即便是儒雅的艾文爵士 也是多么地想要重新回到 坠落前的那一天 再一次地向着那片黑夜宣战 轰隆隆 巨大的阵战 让林恩几乎站立不稳 欲望母叔但笑地伸出手 抓稳了他的肩膀 昂首道 好了 也没什么好看的 当然你也不用担心 不过是一个投影 只要你能带我找到巨像之脑 等我吞噬了他之后 这个空间当中 折射出来的一切 也都会消失 到时候 你们不就可以团聚了不是 嗯 他的声音云淡风轻 但是林恩知道 以这个女人的个性 作为混乱的邪神 他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自己 就算不把自己 当作他欲虐的玩物 也会在将他研究 彻底之后 再将他抛去 林恩深深地再次注视了一眼 在那片黑暗当中 恨意地咆哮着的那个巨人 道 那我们走吧 他知道他留在这里 并不会有任何的意义 欲望母术是绝对 不会让他靠近艾文爵士的 而在这种状态下 他也帮不上任何的忙 但是这却让林恩 更加确信了一点 那就是这投影的可怕 虽然欲望母术 一直保持着云淡风轻的模样 但是 如果当这片黑暗的投影 真正地降临到他的身上之后 那他恐怕就不会是 现在的这幅戏血看戏的样子了 哦 就不打算在这里耍个心眼 然后找机会 联系上那个赛博吗 毕竟这可是一步之遥的事 而要是错过这个地儿 下次想得救 可就没这个机会了哦 那个少女悬浮着 玩味的笑咪咪 围绕着林恩 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她的表情 就像是一个玩弄人心的妖精 啊 是啊 林恩用力地伸了个懒腰 也是露出了笑咪咪的神情 捏着眼镜道 不过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耍什么心眼呢 可能我已经耍了 只是你还没有留意到而已 你不觉得很有这种可能吗 女士 欲望母术冷笑了一声 是吗 那我倒是很想看看 你能给我耍什么手段 她缓缓地落地 随手一挥 前方被拨云见日的血雾 立刻便隆隆地聚拢了过来 遮住了那天际的景象 赤脚踏在荒芜的荒原之上 脚踝上的铃铛叮叮响 走吧 早点带我找到具象之脑 你也就可以早点解脱 不是吗 但是林恩却并没有立刻行动 她瞥了一眼怀表 然后扑通一声往地上一坐 把幻化出来的靴子一拖 倒了到里面的沙子 随口道 脚膜破皮了 走不动 需要有人背 啪 走在前面的欲望母树的头上 瞬间爆炸出了一个大大的 拳头邦邦硬起来了 你不要给我玩花样 欲望母树咔咔磨牙的声音传了过来 拳头慢慢地抬了起来 给你点好颜色 你还得寸进尺了 我虽然不杀你 但你信不信我现在 就能折断你的四肢 把你做成人质 只是她的话刚刚说完 林恩便歪头 是这样吗 她转身 然后立刻便看到 那个家伙不知何时 已经是被她的四肢 都给缩了进去 只留下了一个躯干 和一个无辜的凑脑袋 在那里给你挽起了不抖翁 第一 欲望母树对你的愤怒家十一 林恩伸出舌头 用力地服了负担片眼镜 你也看到了 就算是做成人质 也还是需要有人背的 而且 我都这么有诚意了 一路上不哭不闹 还经常讲笑话逗你笑 你却连背我一下都不肯 太让人伤心了 而且你一路都是飘过来的 就我是两只脚苦哈哈地走 我当然会很累 林恩无辜地耸了耸肩 往后一倒 一副 我废了没救了的一条咸鱼的样子 咔咔咔 拳头握紧的声音 欲望母树几乎是用尽了力气地压抑住了 想要把这个废物给打死的冲动 而她自然是一眼 就能够看出 她就是故意的 她就是故意这样 来恶心人 给她填堵的 深吸一口气 她暗暗地从身上抽出了一根藤条 但她刚抽出来 林恩便瞪眼道 哎哎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没别的缺点 就是怕被人虐待 一被人虐待 我这个小心脏就会受不了 一受不了 我就可能会隔一下抽过去 而一抽过去 说不定封印就会解开 到时候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可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叮 欲望母树对你的愤怒加十二 叮 欲望母树对你的愤怒加十三 啪 那个少女咬着牙 愤怒地把手中的藤条往地上一甩 咔咔地走过来 道 上来 再多事 我杀了你 对嘞 林恩瞬间就笑眯眯地栽变出了四肢 任何芥蒂的娴熟地趴了上去 根本就不管以她的体型 会不会压坏那个纤细的柳树一样的少女 反正只要将不要脸的优良品德 发挥到极致 那自然就没什么是不敢做的了 毕竟其根源这种事情 她又不是没有经验 双腿一盘 双手一环 从后面上车 黑架 但为什么总感觉 双手好像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呢 咱也不懂呀 第673章 女神的尊严不需要了 而欲望母树化作的那个少女 也绝对没有想过 这个家伙居然敢把她的脏手还过来 还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松手 不然我杀了你 那个少女的语气明显冷了下来 虽然隔着藤腕 虽然只是意识的化身 但这种恶劣的亵渎的行为 也实在是让她恼怒 哦 抱歉 林恩也没有节外生枝 狠听话的地就乖乖地移开了左手 欲望母树气地咬紧了牙齿 道 另外一只 抱歉 林恩把左手重新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然后又把右手听话移了开来 短暂的死一样的寂静 一阵阵的微风呼呼地吹过 吹在两个人的身上 就像是一尊连体的雕塑 欲望母树低着头 深吸了一口气 抓着她腿的手一用力 已经 没有办法再 忍耐了 也几乎就是在那个瞬间 那两只抓着林恩腿的手 猛地用力 林恩顿时便感觉到天旋地转 整个人瞬间便是一个360度的倒转 被那个少女气急败坏地 从头顶翻了个身 直接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 趴在了面前的地上 啪 脸着地 但是很明显 这依然是没有办法 让那个愤怒的少女消火 一把撸起袖子 怒火生腾地就走了过来 邓言 住手 我告诉你 我的小心脏可受不了 你要是敢虐待我 等我脑子里面的那个怪物出来 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出来 就出来吧 今天不教训你这个小兔崽子一顿 难凭我心头之怒 住手 晚了 喷 女神的尊严什么的 已经不需要了 明警号 反正这鬼地方 只有他们两个 把他打得半死不活 也不会有人看到 简直欺人太甚 这狗日的 姑奶奶活这么大岁数 真的就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恶劣的生物 给点阳光旧灿烂 给个杆子 都能给你爬到天上去了 今天不把他打死 他就不做人了 叮 欲望母术对你的愤怒加21 叮 欲望母术对你的愤怒加31 于是 浓重的血物当中 便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只见一个留着如锤柳一般的绿色少年 愤怒无比地拽着拳头 围着地上的那个少年 没有任何张法的泄愤似的殴打了起来 又是拳又是踹 甚至不过瘾 还不知道从哪边出了一个小板凳 啪啪啪地就摁着抱锤 一时间惨叫连连 皮开肉绽 而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的话 一定会无比地震惊 因为这无论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个女神应该做出的事情 反而更像是一个街头斗殴的少女 一盏茶的时间之后 走快点 那个绿意盎然的少女 锦浩的手里拿着一根藤条 依稀可以看到 一条长长的藤腕被她拽在手里 而另外一端 就捆在亮枪地走在前面的林恩两个手腕上 啪 一抽林恩脚下的地面 沙尘飞扬 林恩衣衫褴褛 鼻青脸肿的脸上 带着弹疼的抽搐的神情 看了一眼身后的那个 依然是火冒三丈的少女 简直就是流氓啊 林恩嘀咕着 真就上来就是一套王八拳的吗 而林恩刚嘀咕了几句 脚下便又是啪的一声 就响起了藤边抽动的声音 后面随即便传来了 那个少女的怒吓 嘀咕什么呢 走快点 再不快点 小心我打断你的狗腿 林恩那个火气 蹭蹭蹭就冒起来了 不过明显 在她的一系列操作之下 欲望母术 明显已经是被她给惹毛了 不然又怎么可能 连女神的矜持都不要 撸起袖子就来干她呢 不过效果也是明显的 有了这么一遭之后 再一次被她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看看时间的话 恐惧的投影 也应该已经快要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了吧 等等 我都听您的 您把鞭子放下 咱们有话好好说 林恩装出了一副 韧灾的脸黑的神情 而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稳住她 在投影降临之前 不要让她觉察到太多的异常 现在知道疼了 你刚才那骨子嚣张的劲儿去哪了 不是还让我背吗 来啊 我背你啊 身后 那个少女晃动着手里藤条 俯视着前面的那个家伙 眼中露出了一丝畅快的神情 显然 她的心情非常的放松 可能就连她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她的表现已经明显的 有些不太像欲望母树时期 养出来的老城和鬼秘 反而更像是三千多年前坠落前 在大自然的森林中 那个无忧无虑的妖精 林恩的眼球转动着 计算着大概的时间 用最合适的方式 放着狠狠的话道 你别得意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等再过个几百年 下一个拿藤条抽你的 就是我 啪 她刚说完 一藤边就又抽在了她脚下的地面 沙尘飞扬 哼 那个少女笑意地扛着鞭子 拽着捆着她的藤腕 藤边轻轻敲击着自己的肩头 道 就凭你吗 还几百年 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 你怕是对古神的实力有所误解 哪一个坠落者在坠落之前 不都是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折服和努力 你以为自己是生在帝王家吗 几百年就想站在别人的终点 与其想这些没用的东西 还不如想想怎么抱住一个大人物 当人家的狗要口饭吃来的实在 呵呵 她盎然地晃动着手里的藤边 眼中露出了一丝轻快的得意 蹦蹦跳跳 显然 在刚才被恶心的不要女神的尊严 而将她暴打了一顿之后 她索性也就放开了 反正这里只有前面那个喜欢犯贱的家伙 和她两个人该怎样就怎样 就算之后不杀她 她传出去也没冤信 走快点 没吃饭 那个少女大喝 啪 手中的藤边又是微信地抽在了林恩的脚下 让林恩的伙势蹭蹭往上飙 林恩闭着眼睛 后槽牙是咔咔地磨着呀 虽然现在是忍辱负重 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 她发誓 她是一定要将这个所谓的女神给狠狠地镇压掉 就像一个没人要的人一样 可怜兮兮地请求自己的食物 让她也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欺凌的铁拳 她不是掌控欲的吗 那让她也好好地体验一下 什么叫坠落 明警号 林恩已经在脑子里面把她虐待了几百遍了 第674章 现在是攻略你最好的时候 不过表面上 林恩自然是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想法 瞥了一眼身后的那个蹦跳的少女 小声道 妆嫩 啪 又一鞭子抽在了林恩的脚边 让林恩差点跳起来 那个少女昂着下巴 掀手扛着鞭子 大声道 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林恩出言讥讽道 我是说您老人家 就算是算年轮都已经几百圈了吧 还把自己伪装得这么年轻 您还真以为自己是坠落前的样子 您别忘了 您现在可早就是一个扭曲的怪物 林恩这句话的毒性可谓不大 那个刚才还蹦跳的少女停了下来 站在原地 直直地注视着她 周围一片寂静 她抓着藤条的那只手也是 慢慢地紧握 林恩依然是满不在意地 往前踉跄走着 直到捆着她手腕的枝叶绷紧 她才注意到 那个少女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下来 她转头 瞥了一眼欲望无数 然后她的嘴角上扬 哟 这是又被我戳到痛处了 省省吧 你在这个空间当中的模样 可不是真的你 你的本体 还是那棵血肉大树 你是代表着欲望和扭曲的血肉根源 都是堕入地狱的人了 也早该面对现实了吧 呵呵 林恩继续毒舌 继续挑动她的神经 让她生气 因为只有这样 过往的恐惧投影 才会更快地趁虚而入 但是 让林恩意外的是 那个少女只是直直地注视着她 却并没有她料想中的暴怒和杀意 然后她听到那个少女 平和地对她说的那句话 你也面对现实了吗 林恩顿时一正 但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冷笑了一声 用肩膀扶了负担片眼镜 道 我当然 可是后面的话 她却一时间 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的脑海当中 不知道为什么 瞬间就浮现出了数月前 自己在蓝星时的那一幕 明明知道 那并不是自己的父母 也知道那并不是自己的家 那只是一个与故乡很像的地方 但却依然是难以遏制的 就像是着了魔一样的想要去触及 如此的荒诞不惊 如此的让人啼笑皆非 但或许也只有她知道 在自己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坠入地狱之后 这几年的时间 她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再想着 回去自己那个平凡的故乡 因为这里就算再好 她也始终不是家 不是生她养她的那片故土 那个少女直直地注视着她 道 你应该也是能够明白的吧 我们都是下地狱的人 也是有家而不能回的人 也许你的家还在 但我的家 已经变成了烧过后的灰烬 所以我不会怪你 因为你能明白我的心情 林恩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下来 眯着眼望着她 那个少女注视着她的眼睛 开口道 我也可以告诉你 我确实无比地怀念那个地方 怀念我的过去 所以我才想要不断地变强 想要冲出这片束缚我的牢笼 因为如果可以交换的话 我宁愿舍弃我全部的力量 我也一定要回家 她的双眼清澈的 就像是一种誓死 一种纯粹的执念 没有如泰坦大哥那偏执的复仇之火 也没有艾文绝世那欺然的留存与挽回 有的只是那回家的执念 因为远离故土 所以也学会了伪装 那就像是一种保护 守着心里的那一丝期盼和渴望 然后戴上沉重而笑意的面具 来面对这个纷纷扰扰的邪恶世界 林恩突然发现 他们似乎真的很像 像到有时候 都记不起面具后的自己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林恩望了她片刻 然后她突然咧嘴一笑 你知不知道 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 女孩们都是最容易被攻略的 但我忍住了 那个少女嘴角一翘 道 哦 是吗 林恩从头顶转过手 用手掌扶了负担片眼镜 但笑道 没错 因为如果有个女孩愿意 对你敞开心扉的话 那你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 偷走她们的心 但是同样 如果这个时候 你也一个不小心 和她真情流露时 她也随时可能会变成那个贼 把你稳稳地拿捏住 欲望母术的脸上 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神情 林恩的脸上露出了思虑的弧度 道 就像刚才 如果我不知道 您是活了无数年的欲望母术的话 我想 我会很愿意多一个共情的朋友 毕竟同是天涯伦落人 感觉对了 很容易就会站在同一个立场 欲望母术淡笑道 那你为什么不呢 林恩扶了负担片眼镜 微笑道 我不是说了吗 因为 您是欲望母术啊 一个混乱领域的根源 就算她的过去多么纯粹 三千年的地狱生活 也该完全地改变一个人了吧 像您这样老谋深算的人 又怎么会对一个只见过几次的人类 真情流露呢 嗯 此言一出 那个少女一正 顿时恶的眼嘴大笑了起来 笑得花枝乱 好不快意 随即她慢慢地收敛笑声 双眼当中 已经在没有了之前的那少女般的轻快 变得如丝缕般的妩媚和撩动 她笑眯眯地望着林恩 撩了撩耳后的长发道 说得对极了呢 不过还真的是很苦恼呢 怎么 你就不愿意 再多一个根源级的家人 让她也成为你的后盾 好好地宠爱你吗 嗯 林恩笑得格外盛大 道 我当然愿意 有这好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这个家人到底会不会害我 到底会不会只是抱着控制我的想法来接近我 那我就要好好的权衡利弊了 毕竟 如果没有办法扑付后辈的家人 又怎么值得信任呢 那个少女望着她的笑意的目光 愈发的妩媚 但妩媚当中也是愈发的危险 毫不意外地说 如果不是林恩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警惕 那她还真的 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着了她的道 其实 她在这段时间 一直在自己的面前 给自己塑造出一个 她并不是很危险 也并不是真的邪恶到无药可救的人设 她故意露出自己那充满破绽的一面 来试探她的救赎之心 毕竟能成为业医者 谁的心里 又不会有一点普度众生的想法呢 更不要说 还是这么一个能和你产生共情 和你一样 对回家充满了渴望的少女 谁又不想唤醒她心里的真善美 将她纳入后 不是 将她度化到正义的一方 而给她爱呢 但林恩深刻地知道 能在混乱邪恶这个阵营 而成就根源者 又有哪一个 不是混乱到极致的可怕存在 如果真的这么好呼悠 那还要什么地狱 直接抱回去热炕头算了 欲望母神媚笑地望着她 一步一步地缓缓地向着她靠近 全身上下的那绿色的枝叶 也缓缓地转化为了心红如血 好吧 既然你不想抓住那个机会 那我也懒得再陪你玩了 你一直在拖延时间 可我实在是想不出 你这样做的缘由 如果是想要等那个赛博来救你 那我带你去看他所面临的情况之后 你也应该悉心了吧 但是没有 所以这也让我愈发地好奇 你到底在算计什么呢 第六百七十五章 往日的投影 燃烧的生命术 还有 你又是因为什么 才会让那么多的根源 多甘心地对你好吗 而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 那就抱歉了 我的耐心已经耗尽了 我会亲手扒开 你的意识看一看 那到底是什么 她不急不缓地说着 每走一步 脚下都有心红的藤腕 在穿刺而行 但林恩依然不为所动 反而笑得格外清澈 道 怎么 就不怕触动 我意识当中封印的那个怪物 那个少女笑眼盎然 如果真的这么容易 就能触动的话 你也就不会一直 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了 毕竟我们都不傻 不是吗 缓缓地 她走到了林恩的面前 林恩没有任何的动作 不是因为她不反抗 而是因为她周围的空间 早已被那个少女所禁锢 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 她的双眼眯了起来 伸出的纤细的手 也在她的注视之下 哗啦啦地转变为了 那扭曲地布满了囊肿的血肉之手 那扭曲的血肉之手 靠近了她的眉心 可也就是在那只手 即将深入她的头颅的那一刻 林恩的脸上 却是猛地露出了一个 诡秘至极的笑容 就像是一场盛大舞会的开幕式 那个时间的最后一粒沙 也在同一刻 悄然地从沙漏中落下 这不是 已经来了吗 林恩温柔地和她说道 一瞬间 那个少女脸上的表情大变 没有任何预兆的 周围那本该平静的血雾 黄黄地涌动了起来 就像是突然之间被人进入了漆黑不见底的深潭 全身忍不住的站立和窒息 仿佛每一个叶子 每一根枝条 每一朵花蕾 都感受到了那飘零而下的霜 她猛地转头 可是刚才那个还站在她面前的林恩 却已经是消失不见 周围是那般的绿意盎然 鸟语花香 清晨的露珠在叶子上轻轻地滚落 远处有小鹿在林间飞快地跳动 头顶有细碎的阳光 从枝叶中投射下来 一切都美好的 就仿佛是一片梦境 可是 她脸上的表情却是苍白了起来 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投影 她呢喃着 而她也终于明白了 那个人类在等什么 可是不对 不对 她明明是巨像之星 这一点是绝对不会错的 因为也只有巨像之星 才能够再和万机之神对峙时期 召唤出巨像的虚影降临 也只有巨像之星 才能够在这个鬼地方 抵御住那恐惧投影的干涉 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 因为这个场景她真的是太熟悉了 因为就在三千多年前 当时的她 就在这片林间谷底 亲眼目睹了那黑暗的笼罩和渗透 一切都在燃烧 一切都在腐化 她张开了遮天的树冠 将整个世界都庇护在她的壁弯之下 她让孩子们快跑 她让臣民们躲起来 她让天上的星星都藏入她的枝叶 然后是整个苍穹 她看到 那片遥远的星空 在她的眼前一点一点地熄灭 看到了那遮天蔽日的黑雾 在她整个世界的上空扑开 看到了那颗星红的眼 她猛地颤抖地抬起头 从枝叶洒落下来的阳光 不知何时已是变得一片暗淡 天空中纷纷扬扬地洒落下了什么 她伸出手接住 却是发现那是不飘零的灰烬 被尘封在记忆最深处的恐惧 在这一刻如雪泉一般隆隆地展开 她也确实和林恩说的一样 她不过是再用不屑和轻松 来伪装自己 面对那片灾变时的恐惧 而当她真正地降临 当她真正地冲你而来 一切的绝望都会在寝客间被唤醒 不 她猛地咬着牙 飞地向前奔跑 不停地在森林谷底当中穿行 而在她的身后 是不断蔓延而来的遮天蔽日的乌云 猛地冲入了一片空地 她颤抖地抬起头 眺望向了那片熟悉的故乡 就像当时一样 那棵代表着生命与自然的大树 展开了她那遮天的树冠 然后便是熊熊地燃烧 从每一片枝叶到每一朵花蕾 燃烧着那漆黑的火 在整个世界洒落下那无尽的灰烬 她空洞地抬起头 遮天的火光在她的瞳孔中燃烧 漆黑的乌云 熄灭了整个天空的星辰 只有那火光照亮了整个燃烧的世界 而远处的那棵树 就是她自己 这场火烧了有一辈子那么漫长 这也并不是一种尊重 因为其实她早就已经知道了 那片黑暗的降临 因为她每天都能看到星星的熄灭 而每一次熄灭 都代表着一个文明的灭绝 她避试不出 谨守自然 就像她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不去招惹他们 那他们也将不会 在她所守护的灵地降临 但事实却证明 那时的她 到底是多么的天真而可笑 而她也不断地告诉自己 自己现在看到的只是幻影 是这个空间 将她内心当中最恐惧的事物 投射出来的假象 可是眼前那真实的一幕幕 却是不断地让她回忆 让她将自己 锁在三千年前的那一幕 她知道这场火 还要烧很久很久 久到她烧尽自己 拼着最后的生命 将灵地里所有自然的子民 全都送向那遥远的 依然还明亮的星空 就像她曾经看到过的 每一颗熄灭的星星 而她 也将注定成为其中的一员 她呢喃着抬起头 眺望着那一座座 由曾经的她 编织出的自然的方舟 望着无数的自然的生灵 在她急切的命令之下 吹响那背井离乡的号角 里面承载着每一只小鹿 每一只飞鸟 每一朵花来 浩浩荡荡的 在她最后的一搏中 冲破那燃烧的天际 驶向那遥远的天空 而她也终于是记起 为什么自己会坠入那座地狱 为什么自己会那么的绝望和恨 她的瞳孔颤抖了起来 不 不能逃 她冲上去 几乎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歇斯底里的灼 想要阻止 哄 爆炸的碎片 就像是无数的灰烬 洒落在了整个涣散的瞳孔中 就像是一座座烟花 那拼尽一搏的逃离 那代表着最后希望的方舟 就像三千年前一样 就在她眼睁睁的注视之下 在那片黑暗的青石中 轰然碎裂 所以才会恨吧 所以才拼着 就算是坠入地狱 就算是烧的 只剩下一颗燃烧的种子 也要挣扎着爬起来 那是那对过往一切的否定 对曾经天真的自己 彻底的切割与斩断 但其实她是知道的 就算那一切的方舟 没有在她的眼前毁灭 整个世界也将注定凋亡 而她的确没有死得 像赛博那样壮脸 因为即便是到了最后 她都没有那个能力 向着那黑暗发出拼死的一波 她死在了那绵延的燃烧中 第676章 灵安 你真的惹怒我了 燃烧的天际现重 她无神而空洞地抬着头 眺望着那满目的灰烬 燃烧的天空 倒映在她的脸颊之上 就像是火焰最后燃尽的 那一幕落寞 这是三千年前 她所亲历的画面 而现在 这个空间原封不动地 将她记忆当中 最不愿意触及的绝望 血淋淋地摆在她的面前 就像赛博在面对着 烧了她整个文明的黑暗那般 毫不留情 毫不怜悯地 动穿他们的过去 不 她的拳头猛地握紧 逐渐咬紧的牙齿 被火光照耀的一片 新红的双眸中 一点一点地 挣扎出了些许的清明 她吞噬掉的那一小块 巨像之心的碎片 在这个时候 逐渐地发挥出了 那一丝的作用 因为一切都是 过去式了 这只不过是这个空间 为了束缚她 而投射出来的幻影 而她也早已不再是 当初的那个天真的神灵 即便内心当中充满了恨意 她也没有办法 再回到三千年前的 那个时空 无法改变已经失去的一切 现在 一切都是迷障 她猛地抬起头 双眼周围的皮肤之上 猛地爬满了 猙獰的脉络 而她也非常地清楚 在这巨像的投影中 你越是恐惧 越是走不出过往的阴影 你所害怕那个敌人 就会越强大 而想要突破这片心脏 唯一的办法 便是直面那个过往 拼尽一搏 她努力地猙獰地 将自己的意识抽离出来 不让自己受到 这里投影的影响 林恩 你真的惹怒我了 她咬着牙 双眼心红 脚下生根 无穷无尽的藤腕 哗啦啦地以她为中心 向着周围蔓延了出去 寻找起了那个人类的踪迹 那片灾厄的投影 迟早都会向她发动攻击 她知道自己逃不了 但在这之前 趁着巨像之星的碎片 所带来的这一丝清明 她也务必要将那个家伙碾压 让她知道 算计自己到底会承受怎样的后果 森林的远处 一双眼睛 穿过浓密的燃烧的树冠 远远地眺望着 那个猙獰的颤动的少女 目光一闪而过 林恩矫健地 在森林当中穿梭了起来 这里实质性的投影 也彻底地改变了 整个地狱的面貌 而在头顶的上空 也已经是一片 疯狂燃烧的天际 而林恩也置身在了 欲望母树的幻想当中 但因为她不是针对的对象 所以她并没有受到 这片投影太过剧烈的影响 就像天空的那片黑暗 也不会刻意地来针对她 而很明显 在这幻象的恐怖投影当中 即便是根源 感知也已经被全方位的限制 而她只要能在这段时间里 逃出这片投影笼罩的地狱 那她就能够摆脱掉 欲望母树对她的控制 重获自由 这就是你真实的过去吗 林恩捏着单片眼镜 深深地在一颗颗燃烧的树冠之上 跃动穿梭 看来你说的没错 你的确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神 只是抱歉了 我们的立场相对 而我也不可能真的带你 去吞噬掉巨象之脑 如果你不是欲望母树的话 我们说不定真的能够成为朋友 一脚她在满是灰烬的地面之上 林恩没有任何的犹豫 因为她也同样相信 在经历了三千前 如此撕心裂肺的巨变后的神灵 她的心境也绝对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也许她的心里 真的还残留着过去的那一丝美好和向往 但在伤痕累累的燃烧和失去之后 现在恐怕也早已被剥离得干干净净 即便没有 她也绝对不会轻易试人 而是会被掩盖在重重叠叠的假面之下 永远地镇压在心底 而这也注定了危险 也许 如果你拼着唤醒她心中的那份柔软 她可能会真的成为你的挚友和家人 但林恩不敢赌 因为一旦输了 那你将永远地被这个可怕的根源所控制 甚至可能会丢掉你的命 她虽然向往 但她毕竟不是真的那种 愿意为了单纯的救赎 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掉自己的那种真正的圣人 她向往 但不会模仿 林恩的目光当中充满了理智 毫无疑问 这数月以来的经历 也让她的心智得到了很大的成长 让她看待的事物的角度 也不再像之前一样单纯热恋 就像如果把现在的她 放在数月前的幸福之家 她会不会真的像当时一样 不顾一切地拯救素不相识的爱丽丝 她恐怕也会权衡再三 思虑良久 因为人啊 都是会变的 而能否把握那个毒 那就要看你个人的修为了 纵身一跃 林恩一个翻滚 单膝跪地 抬起头扶了扶丹片眼镜 深邃地眺望了一眼前方的镜头 她已经隐约地能够前方的血舞 而这也说明 前面应该就是投影的边境 而只要踏过那里 就能够离开这个幻境 这里距离爱文爵士所在的那个区域并不太远 只要自己能够快速地和左左会合 然后利用具象之星的权限 替爱文爵士将那片投影镇压掉 那他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掌握主动权 只希望之后能够一切顺利 她一脚踏前就要跃起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林恩突然感觉到一阵凉意 陡然从自己的背脊升腾而起 这让她下意识地就停住了脚步 她心中一阵 而也就是在她向着周围的望去的那一刻 伴随着微风的吹动 周围那燃烧的树林 就像是水中的幻影一样 缓慢地波动了起来 而等她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已经是置身在了一座熟悉而陌生的街道 草 这该不会是 林恩震动地后退了一步 耳边慢慢地传来汽车的鸣笛 远处熙熙攘攘的人群顶沸 碧蓝的高空上 吹来了来自北方西伯利亚的凉风 远远地能够看到 一架客机从高空缓慢地划过 林恩僵硬在了原地 这场景骤然地变化 也是 让她立刻就明白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这个空间把她内心当中耿耿于怀的场景 也给她具象化出来了吗 第677章 林恩所苦痛的情商 的确 她给忘记了 自己和左左分开之后 她就已经不再是完整的具象之星 虽然依然具备着权限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彻底地免疫这个空间 对内心恐惧地投影 就像最开始的左左 她就因为单纯的恐惧 就把她脑子里面想的害怕的事物 给投影到了她的身边 而自己已经离开了左左很长一段时间 按道理来说 这个空间也的确是很有可能 会把她也连带着给干涉到 但怎么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个时候 给我下套呢 林恩磨着牙 整个人都要裂开了 因为欲望母树 现在就在到处找她 而她现在还没有踏出 欲望母树的投影范围 在这个时候 给自己来这么一遭 那不是要自己的命 又是什么 不管了 林恩咔咔地撸起袖子 磨着牙 左顾右盼了起来 我倒要看看你能给我投影出点什么 我林恩还有怕的东西 笑话 如果说是让我回不了家这种事情 那我看还是省省吧 又不是非会不可 如果是觉得我会怕我爸 我妈出了什么意外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给我爸妈算过命 我死了 他们都能嘎嘎活着 命运的一辟 我会怕这个 哼 虽然她也是坠落的生灵 但她可没有经历过 那什么星球炸了的诡秘遭遇 你问她会怕什么 出生牛犊 老虎都敢趴 根源都敢骑 她还有怕的东西 这简直就是笑话 林恩的满脸杀意的四处张望 一把抓过路上一个猛猛的走着的行人 威胁了两下 一把抢过她手里的 狠狠地咬了一口 丢到一边 那恶人的气势已经是拉满了 而也就是在林恩四处在这投影中 寻找能让她怕的东西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远处的马路边上传来了一个脆生生的女孩子的声音 林恩 对不起 虽然你每天都会给我买棒棒糖吃 我也一直把你当作要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林恩瞬间一僵 她的目光空洞了起来 然后她咔咔地下意识地 就向着马路的对面望了过去 只见就在车流涌动的对面的马路边 两个明显就是刚上幼儿园的孩子 背着双肩书包站在那里 那个说话的小女孩 留着整齐的齐刘海 大眼睛古灵精怪 嘴里含着一个棒棒糖 认真地望着她对面的那个小男孩 那个小男孩则目光空洞 同样背着包包 嫩得几乎要流出水来 而且和林恩至少就九分的相似 就像是林恩的袖真板一样 两个人的年龄绝对不超过五岁 喂 为什么 那个袖真板林恩明显是惊慌了起来 迅速地踏前一步 望着对面的那个小萝莉的脸颊 哦 是我长得不够帅吗 乃呼呼的童声 却是格外惊慌的语气 对面的那个小萝莉摇了摇头 抓着手里的棒棒糖 睁着大眼睛道 不不 林恩同学真的很帅 也很可爱 我其实也很喜欢林恩同学 那个袖真板林恩猛猛道 那为什么还要分手呢 那个小萝莉认真地望着她 哦 林恩同学真的想要知道吗 那个袖真板林恩用力地点头 眼中露出了一丝纯真的渴求 那个小萝莉想了想 然后闭上眼睛 将小巧的嘴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 停顿了几秒钟 然后张开了自己的嘴巴 露出了自己那一排整齐的蛀牙 握着硬邦邦的小拳头 道 你明明知道 我爸爸是牙医 还天天往我包包里塞棒棒糖 自从和林恩同学交往之后 我每天回去都要挨一顿打 现在都已经成日常了呢 她指着自己整齐的蛀牙 这里的每一颗坏掉的牙齿 都有你的功劳呢 林恩同学 所以 为了不让牙齿全部坏掉 也为了少挨一顿打 今天必须要和林恩同学分手了 小林恩惊慌 局促道 可是 我每次送你糖果的时候 你都没有拒绝啊 你不吃的话 不就不会蛀牙了吗 那个小萝莉睁着大眼睛 歪头道 可林恩同学送的糖果 实在太好吃了 嗡 小林恩空洞了 林恩也空洞了 爹 您的快乐 然后就在林恩的注视之下 那个小萝莉 向着那个空洞的小男孩灰灰 然后蹦蹦跳跳的 就背着书包走去了 而这也就正式地宣布了 林恩第一段恋情的无疾而终 原地 只留下了那个失神而孤独的小男孩 格外的萧索 北风寂寥 林恩僵硬着 也终于明白了 这个空间到底给他投影出了什么 也终于明白了 这个空间对付他的方法 没错 在看到那个小男孩的瞬间 他就已经猜到了 因为这个画面 即便是十几年后的现在 也是让他记忆犹新 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都能够想起当时的一桩桩一件件 让他骤然惊醒 让他彷徨与无措 因为那一天 他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失恋 受了第一次情伤 可以说 这一天就像是一个伤疤 永远地烙印在了他的心房当中 让他耿耿于怀 难以放下 而他后来也一直在想 当时他为什么不追上去呢 他明明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明明也能够看出 并不是不可挽回 明明当时只要自己再努努力 说不定就能够让他继续留在自己的身边 说不定 林恩黯然地低下了头 可是当时为什么自己没有追过去呢 为什么自己会眼睁睁地 失去一段纯纯的恋情呢 他努力地黯然地回想着 然后他一震 想了起来 没错 那好像是因为 第678章 姐姐等不了你十年了 而也就是在同时 也就是在那个小男孩空洞完了 就想要惊慌地追上去挽留的时候 他的耳边骤然传来了 另外一个有些伤心的萝莉音 林恩将 我们分手吧 小林恩和林恩同时转过头 空洞地望向了不远处 一个从豪车当中走下来的 穿着公主裙的洋娃娃一样的女孩子 长长的微卷的头发 肉乎乎的脸蛋 头上扎着一个蝴蝶结 眼睛通红 就像是刚刚哭过一样 林恩空洞地望着 是了 他想起来了 当时之所以自己没有追上去的原因 是因为 还有第二个女孩子 也在同一天和她提出了分手的要求 嘻嚷的人群中 微风呼呼地吹动着两个孩子的发烧 就那般小小对视地站在那里 明明近在咫尺 可是 却仿佛远如天涯 就像刚才的心碎 再一次重演了一样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 女主角的人选 换了 乐将 你怎么演 小林恩惊慌地动了一嘴唇 想要过去握住她的手 她却低着头咬着嘴唇 把小手背到了身后 圆圆的公主群 甜静得就像是一个 从动漫里面走出来的雌娃娃 可是她却说着那般绝情的话 对不起 林恩将 虽然真的很喜欢和你在一起 可是我马上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出国了 以后肯定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还是 忘了我吧 她通红着双眼说着 咔擦 林恩几乎能够听到 那个男孩和自己心脏破碎的声音 可是 小林恩颤抖地伸出手 抓住了她的肩膀 我们还可以写信啊 而且 你不是也说了吗 就算是去了洪多拉斯 也肯定是不会忘了自己的男朋友的 那个奶乎乎地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 咬着嘴唇 扭向了一边 低声道 对不起 林恩将 因为我悄悄地和妈咪打探过 妈咪说 她不喜欢个子比女儿还要矮的男生 她脱了小鞋子 往地上一站 然后伸出肉乎乎的小手 低着头 从小林恩的头顶 横向平移到了自己的额前 而林恩将 太矮了 轰隆隆 林恩仿佛能够听到 那个孩子的心中 和自己的心中 所想起的炸雷一般的声响 退后了几步 那种揪心一样的疼痛 仿佛跨越了十几年的岁月 从记忆的最深处 一阵阵传递到现在 林恩空洞着 小林恩也是空洞着 爹 您的快乐 八 而也就是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那个穿着公主裙 一样的小女孩 双眼通红地 将曾经他送给他的一个触手公仔 重新递到了他的手里 然后一步三回头地转身 伴随着汽车的启动 他们只能远远地看到 窗前那双通红的毛子 和那不舍的神情 而这也标志着 在那个破碎的一天 他第二段恋情的无疾而终 时隔五分钟 他便受了第二次的情伤 林恩低下了头 用力地捂住了自己的胸膛 感受着 其中那如针扎一般的刺痛 即便是十几年过去了 那种疼痛 依然是刻骨铭心 虽然后来才知道 是有一根鱼刺 在食道离开了两星期 但当时的那种心痛 绝对是真实的 当时 真的什么也不懂 真的 如果能再给他一次 重来的机会的话 他一定会冲上去 哭着对那个女孩说 青春期还没到 我以后还会长的呀 林恩黯然低头 但是他知道 一切都回不去了 那个去了洪多拉斯的女孩 也成了他心中 挥之不去的遗憾 之一 果然 不愧是具象的意识空间 真的是能把你最恐惧的 最耿耿于怀的 最不愿意面对 和触及的经历 血淋淋地摆在你的面前 狠狠地击垮你的内心 林恩握拳 闭着眼 抬头面向了那苍凉的天空 熙熙丽丽的雨点 打在他的脸上 就像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悲凉而落寞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当时 自己就那么傻的 没有追上去呢 就算是 把我一起带到洪多拉斯 也不就是多一个筷子的事情吗 不对 他记得当时 好像的确是打算追上去的 只是刚刚跑出去不到几十米 林恩同学 一个带着有些苦涩笑意的女子的声音 让林恩骤然睁开了双眼 然后便呆呆地站在了原地 没错 他又想起来了 是的 当时 马路的对面 背着双肩包的小林恩 也是正正地站在那里 抬起头 望着那个刚刚撞了满怀的窑窍 而清纯的女生 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身后 穿着短裙 脸上 带着那熟悉而略带些伤感的笑容 虽然个子 几乎只能达到那个女生的腰盘 可那熟悉的白色衬衫 和身上淡淡百合花的香气 却是让林恩一眼就认了出来 老师 小林恩呆呆地抓着双肩包 那个高挑的女生蹲了下来 拿出她的手帕 轻轻地将她脸上的一丝灰尘擦拭 是那般的温柔 就像整个幼稚园时期 都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大姐姐 会在每天的中午 给她一个温暖的抱抱 或者 让她靠在她的腿上 轻轻地讲述着 书本上那有趣的故事 或者 就像现在一样 轻轻地抚平她衣服的褶皱 擦拭掉身上的灰尘 她是那么的温柔而体贴 虽然 也并没有成年多久 但却像心底里的白月光一样 给人幼小的心灵已美好 她是那么的 但也几乎是在同时 她听到了那个黯然的声音 对不起 林恩 姐姐 怕是等不了 你十年了 第679章 都开始玩挑拨离剑了 无神地隔着车水马龙的马路 隔着那熙熙攘攘的人群 望着对面那个 蹲在小林恩面前 一脸怜惜的女生 她满目的空洞 没错 她又又想起来了 那个在她幼稚园时期 让她的童年 生活变得多姿多彩的大姐姐 也是她最喜爱的老师 也是在这一天 给予了她那幼小的心灵 以重创 她明明是那么的温柔 可是最后也还是败给了现实 年龄什么的 师生什么的 真的就能产生 那么大的痛苦的隔阂吗 明明 她临恩 可是从来没有在乎过这种东西的 可最后的结果 也同样是无疾而终 那个漂亮的大姐姐 离开了她的身边 虽然后来依然经常联系 可已经没有办法 再像从前那样坦诚以待了 后来 她结了婚 嫁给了一个 虽然没自己帅 但同样不错的男人 并且很快就生下了一个 可爱的小女孩 她们是那么的相爱和和睦 而她也的确没有再等自己十年 因为十年之后的她 她已经下地狱了 而时光就是这么的喜欢捉弄人 她还依稀地记得 就在她下地狱的前一天 她十五岁的生日时 她落寞着 却没有等来她 心心念念的那个大姐姐的祝福 她以为也许就是这样了吧 却等来了她女儿修答答的情书 当时 她就那般复杂地 握着那份粉红色的信件 望着站在她面前 那个抓着裙脚 而满脸羞红紧张的小萝莉 她的心中可谓是白胆交集 五味杂拳 乱七八糟 而也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终于感觉到 什么是年龄所带来的 巨大的隔阂和差距 也明白了她当时的心情 而这 也成了 她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吧 那天 她并没有被鱼刺卡着 那是真的心痛 然后腾着腾着 就下了地狱 凌恩深吸了一口气 怅然地闭上了眼睛 任由那冰玉在脸上胡乱地怕 满心地空荡 任谁都能看出她的心痛 任谁看了 都会忍不住地想要同情 想要给她一个抱抱 和一声安慰 而到了这里 她又怎么可能不明白 这个空间的可怕 硬刀子割不了你的时候 就用软刀子来割 她是想要用自己的情商 来一点一点地摧毁 她这个坚韧不拔 如泰山般伟岸的男人 远处 那个小男孩 依然是空洞地站在那里 天空已经是下起了冰凉的小雨 那种落寞的气氛 也真的是一下子就烘托了起来 但这 又怎么能摧毁她 这样一个如铁一般的男人呢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凌恩就那般空洞地站在那里 如走马观花的一般 望着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等一众可爱的小萝莉 一个接着一个地和她分手 短短的一天的时间里 她那幼小的心灵 就经受了十几次的情伤 每一刀都刻骨铭心 每一刀都是往心窝里面扎 而也就是这一桩桩一件件 也让她的心境 早早地得到了巨大的成长 但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她想了很久 甚至当天回去 就把那本 女朋友要 从小培养2.0的书籍 给撕了个粉碎 而直到后来她才想明白 她其实没错 错的是她一次性培养的太多了 虽然她在时间管理上 的确非常的具有天赋 但是就算不吃饭不睡觉 平均下来 也只能给每个可爱的小萝莉 云出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算她在鲸鱼馆里 对一段感情来说 也是完全不够的 林恩再次深吸一口气 满脸的怅然和憔悴 而这仅仅还是情感上的消耗 而如果再长大一点 加上身体上的消耗的消耗 那真的不管每天输多少捅红牛 也都是没办法脉动起来的 毕竟 人类 是有极限的 林恩睁开了憔悴的双眼 从怀里拿出眼药水 往眼睛里面滴答了几下 摁住了自己的心伤 不过还好 毕竟只是过去的情伤 当时自己那么小都扛下来了 现在各方面都这么大了 她又怎么可能会轻易地 被这过去的伤痕所打倒呢 那也真的是太小看 她强大的内心了吧 哼 林恩一边滴眼药水 一把自己嘴角扯上去 而也终于 随着最后的一次分手的完结 马路对面的那个小男孩 也就像是风中扶平一样 慢慢地消失在了她的面前 而周围的场景 也开始逐渐地变化 林恩知道 这一定是因为这个空间 对付不了她了 所以自动就把这些幻影 给解除了 毕竟她林恩是一个 打不倒的男人 她又怎么可能会被 小小的幻影给迷糊住呢 凑脑袋 我们分手吧 一个嚷嚷的声音传来 林恩低着眼药水的手 顿时一将 而也就当她再次 咔咔地转过头的时候 对面已经不再是 之前车水马龙的马路 而是她的血剧药剂店 而在血剧药剂店当中 一个黑发的小萝莉 正抱着胸脯 闭着眼睛 对着站在她对面的 一个一模一样的 自己说着 你是没用的凑脑袋 而我是有用的左手 所以我们并不合适 而且本左手 也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林恩的目光瞬间空洞 而在那个黑发小萝莉的对面 那个和她长得 一模一样的林恩 也是惊慌 连忙上前道 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 我对你难道不好吗 那个黑发小萝莉闭着眼 绝情道 当然不好 你除了千方百计的 想趴我之外 真的已经是没有 任何的优点了 本左手已经是 但是也就在她的话 还没有说完时 砰 一记恐怖的生龙拳 哇呀呀呀呀 那个黑发小萝莉 直接就被那一记生龙拳 给撸穿了屋顶 远远的依然能听到 那不断地传来的大叫声 而林恩也不知何时 已经是出现在了那边 依然保持着生龙拳的姿势 闭着眼睛 头上的已经是啪啪啪地收紧 然后她转头望向了对面 将在那里的林恩 砰 我草啊 同样是一记恐怖的生龙拳 打飞了二人之后 林恩平静地扶了负担片眼镜 收回拳头 咔咔咔地把脖子活动了一周 捏着劈啪作响的手指 睁着死于眼道 简直没完没了 找不到我过去的弱点 现在都开始丢完挑剥离剑了 简直欺人太甚 她林恩难道还会害怕 左左和自己物理性的分手吗 开玩笑 你见有谁会担心自己的左手 和自己分家的 没有再理会 这里乱七八糟的投影 林恩一跃而起 瞬间就撞开了投影出的 雪巨妖祭奠的天花板 落在了外面的屋顶之上 满视野的黑雾 林恩目光如炬 迅速地开始辨别 离开这片幻境的方向 而从这次投影她 就能看出来 虽然她离开了左左之后 已经无法百分之百免一投影的干涉 但是巨像之星全能依然尚在 她所经历的投影 也并不具备太强的杀伤力 如果真的给她巨像出一个根源 那她就算心中毫无畏惧 她想要摆脱投影的影响 也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轻松 毕竟作为一反斜杠二巨像之星 她下这个 本简直就和权献狗去了新手村一样 那不是嘎嘎乱杀 第680章 和自己一样的人 心都脏 赶紧跑 如果等欲望母术侵入这片幻境的话 那可就麻烦大了 没有任何的犹豫 林恩一个完美的一个后空翻 便精准地落在了外面的街道之上 推了推单片眼镜 眯着眼 立刻便向着远离这片投影的方向 大步狂奔去 而这也是她最担心的 欲望母术虽然被她算计到了投影当中 但是她吞噬过一块巨像之星的碎片 也必然不会彻底地被投影所影响和干涉 而这段时间 如果她真的有心 那恐怕早就已经在这片幻境当中找她了 只希望不要那么快 但也就是 在她刚刚想完 她便猛然听到了远处黑暗的街道尽头 隐约地传来了一声又一声 有什么破开地面如动而出的声音 林恩心中一震 立刻便闪身 冲入了旁边的一条小巷 草 不会已经追过来了吧 她把眼球抠了下来 从墙缝往外一看 哗啦啦 浓重的黑雾当中 她立刻便看到了一根根扭动的血色藤腕 就像是巨大的触手一下 扭曲地从地下蠕动了上来 蜿蜒地刺破了周围的房屋和墙壁 向着整个街区蔓延了起来 她猛然收回眼球 后背贴在墙壁 平住了呼吸 这一刻 她真的很想竖起自己的左手 然后对着自己的左脸狠狠来上那么一下 真特么就是想什么来什么了 林恩强奔住抽搐的眼角 并吸宁神迅速地让自己恢复了冷静 而欲望母树既然已经展开对这片投影的入侵 那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过她的感知被投影所压制 想要轻易地找到自己 也不见得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而现在 只要自己能避开她的探寻 尽早离开这里 那就依然有翻盘的机会 没有任何的犹豫 林恩迅速地冲入了小巷当中 凭借着自己对游魂巷的了解 在大街小巷当中飞快穿梭 迅速地向着这投影的边境而去 但林恩的心里很快就浮现出了一个疑问 或者说 她多了一个心眼 因为按照时间 她在这片投影当中 待了最少也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而自己被这片空间干涉的地狱 也是和欲望母树的投影 有着很大的重合 难道说 欲望母树真的是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从那片灵地发现 笼罩在自己身上的这片投影的吗 林恩的心中微动 因为以这段时间和欲望母树之间的接触来说 她和自己真的很像 也同样是一个非常喜欢玩诡计的王八蛋 心里脏脏的 明显并不是什么好数 而且诡计什么的 通常都会玩的让你防不胜防 你也许只要一个疏忽 就会落入她的圈套当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如此明目张胆地入侵 难道就不怕打草惊蛇吗 林恩思索着 眯着双眼 依然没有停下 远离这片投影的脚步 她的大脑飞快地运转了起来 那如果是自己 站在欲望母树的立场上 会怎么做呢 那她肯定不会无脑地 直接将藤蔓蔓延进来 因为那 简直就是在告诉自己 我来找你了 你在床上躺平平 这种无脑的事情 只要是个萝莉 都不会乖乖地屈服 她一定会趁着这段时间 围绕着整个投影的范围 将这片地域 全都纳入自己的掌控当中 然后再对内部进行入侵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要打草惊蛇 那自己 就一定会想法设法地 离开这片区域 而这样一来 那在自己即将踏出 这片投影的那一刻 也就是她一击必杀的 最佳时刻 问 林恩瞬间停下了脚步 该不会真的是这样的吧 林恩扶了负担片眼睛 瞇了瞇眼睛 她从不介意 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别人 特别是在这个黑暗世界 敌人只会比你想象的 更加恶毒和诡计多端 不行 还是要谨慎一点 林恩表情镇定 迅速地盘西坐地 眉头紧簇 然后歪起脖子 迅速地 发动了血肉灾变 哗啦啦 伴随着血肉的蠕动 她的脖子上 很快就蠕动出了一个庞大的囊种 而那个囊种 迅速地开始挣扎出四肢的形状 不断地变化出五官的样式 很快就被林恩用血肉的形式 奋出了一个有着她外表的蛆翘 她迅速地用血肉 将那个蛆翘覆盖上衣服 然后冥思苦想 眉头紧皱 在她的胸膛之上 用自己的血 鸣刻下了一个傀儡之印 咔咔咔 伴随着傀儡之印的亮起 那个和她一模一样的蛆翘 开始机械地站了起来 智障的 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 扭动起了身体 大功告成 虽然她的傀儡术 依然处于绝对的入门阶段 但是这段时间 加上她的傻瓜 是傀儡之印的辅助 再加上身边有人偶小姐 这样一个控偶大师的熏陶 她多少也是 诱骗出了一点点 制作傀儡的精髓 虽然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但至少在外表上 还像是那么回事 走 去帮你爹地探探落 你要是能活着出去 那你就是爹地身边最大的功臣 林恩目光闪动 控制着那个傀儡 大踏步地就沿着街道 向着游魂像镜头的 那片黑暗冲去 而为了能让她行走得 足够稳当和迅速 林恩还特意多装了两条腿 一条前面 一条后面 这样不管她往哪边倒 都能精准地支撑住 不至于趴倒在地 只不过在袍子的眼影之下 一般人看不出来而已 啪啪啪 街道之上 那个林恩的傀儡 以滑稽的步伐 飞快地向着边境跃动而去 很快 她就踏入了那地图的边缘 而在林恩的视野当中 前方已经是隐约地能够看到 那涌动的红色血雾 而这也意味着 边境就要眼前 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 林恩游移 她继续控制着 那个傀儡前行 但也几乎就是在那个傀儡 一脚踏入了游魂像 和外界血雾的边界的那个瞬间 就像是某种陷阱被触发 哗啦啦 密密麻麻的藤蔓 瞬间从地下暴射而出 几乎是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 一下子 便将林恩的那个傀儡 席卷上了天空 哗啦啦的胶根扭曲的 便被包裹在了 那血淋淋的枝干当中 林恩一阵 随即大骂 果然如此 这婊子说 第681章 何必要把人逼迫到这个地步 而也几乎就是 在她的那个傀儡被束缚的同时 一股庞大的意识波动 也在瞬间就席卷了 她所在的那个区域 紧接着 地面开始隆起 更多的血肉藤蔓 哗啦啦的 就先是雨后的春笋一眼 破土而出 那些血肉藤蔓 迅速地扭曲在了一起 然后形成了一个 类似人形的 完全由树枝和血肉 构成的轮廓 只有眼睛 和一张漆黑的巨口 那只手猛地掀去了 林恩身上的黑色斗篷 然后一眼便看出了 那个傀儡的本质 啪嘶 林恩塑造出来的那个傀儡 瞬间就被那个树人给捏爆了 血浆四溅 骨肉横飞 果然是狡诈多端 不过 我看 你能躲得了多久 那漆黑的巨口当中 发出了让人心悸的冰冷的声音 他血红的目光 扫过整个被黑雾笼罩的游魂像 然后骤然盘旋而起 向着整个游魂像 发出了刺骨而可怕的长笑 嗡 刹那间 他的全身上下 涌动出了无数如触手一般的藤腕 就像席卷的海啸一般 向着那大大小小的建筑蔓延了过去 而林恩早就已经在看到傀儡 被束缚的同时 便已经调转人头 重新扎入了游魂像 那四通八达的小巷当中 这个婊子说 林恩大骂着 大踏步的在巷子里面左拐右拐 迅速地夺避着倒塌的建筑物 所带来的坍塌 和他想的一样 那个欲望母术 已经是趁着他被投影干涉的这段时间里 悄无声息地围绕着这片幻境 给他编织出了一个口袋 准备问中之憋 如果不是因为他多留了一个心眼 那现在 恐怕已经是 被他重新拿捏到了手中 林恩 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耐心了 整个游魂像的上空 传来了欲望母术 那杀意浓重的女生 隆隆地就像是遮天蔽日的雷霆 真的是奇怪 真的是好奇怪 所以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误 你不是具象之心吗 为什么这片空间 同样会对你降下投影 你的权重呢 你的免疫呢 这就是你对我的算计吗 你一直拖延时间所为的 就是在等这片投影降临 而将我拖住吗 但是 我告诉你 林恩 你小看了根源的实力 你也小看了我这三千年的经历 我的确是无法释怀 但你让我重新目睹的那场灾变 只会让我更恨 我一定会冲出这片地狱的束缚的 无论是谁也不能阻止我 那可怕的声音当中的杀意 几乎是变成了实质 而在游魂像的各处 藤蔓的灾变 也已经是全面的降临 从高高的天空之上 俯视 就像是一片翻涌的树海 从四面八方 向着游魂像的最中央 开始疯狂地蚕食涌动 大片大片的建筑和高塔 在藤蔓的海洋当中轰然倒塌 欲望母树暴露出了他最为疯狂的一幕 毫无疑问 这个时候的他 已经是被彻底地激怒了 而灵恩的心里 也是一团无名火起 但在这绝境当中 他依然没有选择放弃 因为生存的本能 让他绝对不会放弃 任何一丝逃脱的可能 他眯着双眼 猛然从系统空间当中 摸出了一颗漆黑的眼球 上面布满了裂纹 激进破碎 他不会就这么放弃 也不会就这么认输 而从之前 他能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裂魔左轮时 就能够看出 这个空间虽然隶属于意识 但却更像是一片 介于现实与虚拟的空间 而他现在最大的底牌 就是他手里的 那两个根源级的诅咒 你还不现身 那个杀意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就像是被激发出来的 最后的狠意 游魂像的天空猛地破碎 无数的藤蔓 就像是天铺一样 隆隆地便将剩余的 大部分游魂像 掀翻成了一片灾厄的树界 而凌恩的容身之所 也已经是被压缩到了极致 凌恩猛然抬头 这一刻 他没有再逃 而是一把将手中的咒铜 导入了右眼眶 纵身一跃 直接便跃到了 游魂像最中央的 那座高塔的塔顶 咚咚 巨大的钟鸣 伴随着整个游魂像的颤动 发出了沉重的钟响 凌恩抓着塔尖 抬起头 眺望着那蠕动在天上 和地下的藤蔓 扶了负担片眼镜 但笑道 欲望母术 何必要把人逼到这种地步呢 你明明知道 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而放我一条生路 我们日后说不定 还有合作和周转的余地 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母术 凌恩的语气很平和 但是任谁都能够听得出 这已经是凌恩愿意 和他做出的最后一丝妥协 高高的塔顶 狂风肆虐 一股巨大波动 也在他现身的同时 便牢牢地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而四年八方的树海 也在同时 向着他所在的那座高塔的方向 蔓延而来 一眼望去 就像是坠入了阿比地狱 是无数血红的蠕动 天空之上 缓缓地浮现出了一张 庞大的杀意的人脸的轮廓 怎么 你终于肯现身了 不过 你说的的确没错 你是个烫手的山芋 杀了你 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如果不是因为你 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我的底线 我也不会想走到这一步 我依然是之前的那句话 如果你能带我找到巨像之脑 我保证 你可以安然地走出这片空间 听着那杀意的声音 林恩却依然是满脸的淡笑 他扶了负担片眼镜 抬起头 微笑着面对着那 遍布了整个天空的藤腕 笑着摇头道 一点都不诱人 我的母术 我不会带你去的 因为就和你说的一样 如果你真的吞噬了巨像之脑 那还有谁会是你的对手 而到了那个时候 你还会在意 和我这个小小的人类之间的承诺吗 而我也想给你一个忠告 您是欲望母神 可以一定不要被自己的欲望所吞噬 那些摆在你面前的 那些看似唾手可及的 才是最危险的 血肉支配者 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地得到巨像之脑的 万机之神也不会 其实 你现在已经是把自己摆在了最危险的境地了 因为你把欲望赤果果地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现在放弃 还来得及 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 听不出任何的慌乱 第682章 那朵希望的子罗兰 但是欲望母术 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去他说的话 他所得来的 只有一声冷冷的笑 哼 你还没有资格在我的面前嚣张 看来我们的谈判破裂了是吗 也好 我也早就已经不想再在你的面前演戏了 我会控制你 等找到了巨像之脑之后 我会亲眼让你看着 我到底是如何踏平那所有的阻碍 声音到了最后 已经是一片的猙獰 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下一刻 那万千的藤万 便在狂风的肆虐当中 黄武地向着林恩所在的那座高塔 席卷去 林恩轻叹一声 摘下了自己的单片眼镜 也就是在高塔的破裂当中 他微微后退 身体如自由落体一般 向着下方那无穷无尽的蔓延而来的藤万 坠落而去 的确 外物的依仗依然是难尽的 如果自身实力无法得有效地提高 而只靠家人们的帮助 那永远无法能够做到真的尽善尽美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陪在家人的身边 也不可能永远接受他们的庇护 就像现在 坠落之下 几乎也就是在那无尽的藤万即将将他包裹的那一刻 他闭上了眼睛 手指轻轻地抚过眉眼 嘘了一口气 诅咒 发动 问 几乎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林恩那接近破碎的咒瞳 骤然张开 瞳孔转变为了一片的星红 并急剧地扩张 伴随着争名的恨意和扭曲的狂乱 无数的触手蔓延了出去 一颗庞大的头颅轰然落地 林恩缓缓地睁开了星红的巨眼 而他的咒瞳之上 也是再一次地多了一条细细的裂缝 泰坦的诅咒 欲望母树那扭曲的声音在整个天空响起 他早就知道 这个人类拥有能够释放部分根源诅咒的能力 而他在当时也正是因为释放了自负天使的诅咒 才能成功地将机械神教的那个至高机体所镇压 你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抗我 林恩没有说一句话 而重新闭上了眼睛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哗啦啦 伴随着另外一种可怕而至暗地波动的浮现 一根根漆黑而长满了道次的锁链 猛地从他的脖梗之下蔓延而起 死死地便将他的整个头颅纵横猙獰地捆覆在了一起 自负天使的诅咒 天空之上那个杀意的脸颊闪烁不定 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因为这两种诅咒他全都见他释放过 一种是能够让他不死 另外一种是能够将他镇压束缚在原地 可这有什么用吗 难道他以为通过这两种方式 就能够让他规避自己的那个命运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他释放出来的这两个诅咒 根本就不是永久性持续的 他现在的行为 只不过是在拖延 根本就不可能让他破开他的束缚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眯着双眼 但林恩依然是闭着眼睛 没有回复他的任何话 他化作了不死之身 用锁链将自己镇压在了原地 只是就在下一刻 就在他那庞大的额头和眉心之上 缓缓地浮现出了一丝细细的血痕 就像是有一把刻刀 正在他的额头之上 一点一点地鸣刻 缓缓地 鸣刻出了一个 血淋淋的梧桐之眼 而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欲望母树的全身大震 脑海当中立刻便浮现出了 当时这个人类和万机之神对峙时 在那紫色的光木降临前 他脚下浮现出来的那个庞大 而复杂的紫色巨震 而那个巨大的法阵的最中央 在被无数的紫罗兰花蕾包之下的阵眼 就是那颗最为简洁而诡秘的 梧桐之眼的明文 这一刻 他满目恍然震动 他想要干什么 难道说 而林恩依然是闭着双目 就像是隔绝了外界一切的联系 就那般的 在自己的不死之身之上 依照着自己 在昏迷前隐约的那一片 临摹着那代表着拯救的 紫罗兰花蕾的法阵 这是他最后的一掌 也是在现在的这绝境当中 他唯一能够寄予的 他不知道那是谁 也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但既然是对抗 那就要抱着尝试一切可能的念头 取拼那个概率 住手 欲望母术震慑的长笑 让整个游魂像的投影都震动了起来 而他也在没有任何的保留 立刻便毫不犹豫地 调动起了整个幻境当中的藤蔓 疯狂地向着林恩发动了进攻 他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 但是他不敢赌 因为当初在那个紫罗兰法阵浮现出来的时候 他是亲眼目睹过 那种巨大的震慑和恐怖 那个在光幕当中隐约浮动的身影 那只差点将万机之神试杀的手 还有现在还留在他脖梗上的那巨大的指印 可以毫不顾忌地说 如果当时那个人想杀 万机之神现在恐怕早已生死 不死的根源却濒临死亡 这本就意味着一种力量层次上的超脱 他说他意识当中封印着一个怪物 他不信 可是现在这一刻 他就算不信也不敢赌 因为如果那个身影真的在这里降临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也将意味着局面的彻底反转 他不是万机之神 远没有万机之神强大 那他面对那个身影 几乎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 该死 该死 这一刻 他疯狂地发动攻击 满目地争鸣 而他也终于明白他 为什么要对他自己发动那两个诅咒的原因了 一个保证他的不死 一个保证他不会被控制移动 他是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和他赌一个生死的博弈 你这个疯子 无数扭曲的藤蔓将灵恩的头颅包裹 从高高的天空向下俯视 整个游魂像都以灵恩为中心 被扭曲成了一片翻滚蠕动漩涡 所有的藤蔓都在向着他的方式那个攀爬 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作用 在两大诅咒的加持之下 那些藤蔓根本就无法破了灵恩的不死之身 而他就那般安静地闭着眼睛 置身在扭曲的血肉海洋当中 在刺骨的疼痛中 一针一针地挖掘着自己的骨头 一点一点地鸣刻 那细密的紫色花蕾 就像是代表着一种永恒的忠诚与爱 守旧的紫罗兰 这与他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与方向 却又似乎冥冥中一直在被注视 那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艾文爵士会说 因为有了这朵花蕾 他就会变成那只身在池底 却注定会翱翔天际的飞鸟 轰 轰 欲望母术的攻击 愈发的狂乱与急切 但纵使动用了权力 他依然无法阻止 他在自己身上的鸣刻 而每多鸣刻一分 当时他看到的那一幕就愈发的清晰 第683章 看看咱们谁先死 不 不行 他绝对不能在这里功亏一篑 他折服了三千多年 好不容易才得到这样一个可以踏出地狱的机会 他还要回家 他要回到那个被噩梦侵蚀的故土 哪怕是变成一座枯骨 永远留在那里 他也绝对不要一直留在这座地狱受难 他也已经死过一次了 他也绝对不要再死 而也终于就是在那一刻 他发出了一声彻骨的长笑 这一刻 他舍弃了所有物理形式上的攻击 漫天的藤蔓之上都闪动出了星红的光运 他是被欲望诅咒的神 既然不死的诅咒 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永远没有办法将他杀灭 那就用无尽的欲望 彻底地冲垮他的意识 只要那个法阵没有被鸣刻出来 只要等到他诅咒的时间结束 那最后的摘得胜利果实的将依然是他 问 那一瞬间 欲望的波动就像是蠕动的血液 瞬间从四面八方的树海当中向着林恩发动了最强的欲望打击 而也几乎就是那星红的光运覆盖在林恩的身上刹那 林恩那一直紧闭着的双眼骤然睁开 就像是一记惊雷在他的意识当中轰然炸开 虽然在不死诅咒的庇护之下 那欲望的冲击不至于直接让他的意识崩坏 但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却是也是不可抵挡地扰动了他的意识 丁 您受到了强烈的欲望干涉 您的瑟瑟度加五灵 丁 您受到了强烈的欲望干涉 您的瑟瑟度加五六 伴随着耳边瞬间传来的的系统提示 林恩猛地咬紧了牙关 而他在自己的骨头之上 明刻法阵的意识也是一致 剧烈的欲望打击 让他根本无法做到形神专一 反斜杠反斜杠该 该死 反斜杠反斜杠 这一刻 林恩的双眼当中 跳动着狂乱的欲望 疯狂地忍耐 欲望却是让你几乎难以自持 脑海当中疯狂浮现出来的淫秽的画面 对他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干扰 而在看到林恩头上的那个法阵的禁度 停下了那么一瞬之后 欲望母术也是立刻猙獰地明白 自己的这种方式奏效了 放弃吧 林恩 我是欲望的掌控者 就算你有不死的诅咒 你也绝对不可能在我的干涉之下完成 疯狂 这一刻 欲望母神再没有任何的犹豫 调动自己的全能 再一次向着林恩展开了庞大的欲望攻势 轰 第二波的欲望打击再一次传来 比上一次来的要更加的剧烈和疯狂 而林恩也是立刻就感觉到 自己的意识就像是封摇曳的残竹 虽然不会死 可那种逼恶的欲望 却是对他的鸣刻产生了难以扑灭的影响 您的色色度加六七 您的色色度加七一 林恩的双眼也逐渐的疯狂了起来 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的间隔 紧接着 欲望母术对他发动的第三波的欲望打击 便紧随而至 疯狂地冲击起了他的意识 而也终于就是在下一刻 林恩的目光也终于是被冲击的一片猙獰 而不死的泰坦诅咒的发动期间 本就会让他的意识在恶意和狂乱中波动 而如此巨大的干涉和挑动 几乎也是让他的心刹那 就被极致的恶意所笼罩 因为他知道 在这欲望的干涉之下 他根本就没有八方那集中精神 完成对那个紫罗兰法阵的鸣刻 欲望母术 林恩终于是杀意而争鸣的开口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欲望的掌控者 你也不要以为你真的能够掌控我所有的行动 你不让我活 那我就看我们谁先死 这一刻 被无尽的欲望和恶意裹挟的林恩 几乎是咬碎了牙齿 索性停下了鸣刻的动作 庞大的双眼当中 猙獰的鸿满暴射 你不是欲望母神吗 好 那就让我看看 到底是谁的欲望打击更加的可怕 今天就算是不能把那个法阵鸣刻完成 也绝对要让你付出代价 丁 您的以M之力充能已达到Max 是否立刻对目标动用以M打击 是 林恩争您的发号施令 瞬间 在超负荷充能状态下的以M之力 瞬间便从她的身体当中迸逝而出 沿着包裹着她的那无数的藤腕 如闪电一般 哗啦啦地穿过了藤腕的阻厄 穿过了游魂像的边境 穿过了那片灵地 猛然落在了那个操控着一切的少女的身上 那个少女的瞳孔瞬间放大 难以想象的可怕波动 也是骤然影响到了她的意识 让她抵御着天空那黑暗的袭击 和控制着藤腕的动作 也是猛的一致 丁 您对欲望母术发动了以M打击 欲望母术的色色值加41 丁 您对欲望母术发动了以M打击 欲望母术色色值加46 在那巨大的冲击之下 她也是立刻就想起 那个人类之所以被机械神教所击杀 就是因为她具备着一种 能够无视目标的防御 而直接作用在对方意识当中的 可怕的欲望打击能力 当时地下的涌道当中就曾经不小心被她干涉过一次 这一刻 她又羞又怒 因为作为欲望的掌控者 作为欲望根源 她竟是在她最擅长的领域 被一个小小的人类用同样的方式回击到 这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最大的侮辱和挑衅 我杀了你 她目光猙獰 在羞怒交加中调动起了更大的权能 向着林恩发动了更强一波的欲望攻势 轰 巨大的欲望打击沿着包裹着她投入的藤腕 再一次冲击到了林恩的意识当中 让她杀意争腾 叮 您的色色度加62 叮 您的色色度加67 可以说 如果不是现在 因为有不死诅咒的庇护 她现在恐怕已经在那欲望的打击之下 直接意识乍力而亡 而在欲望的冲击之下 她明刻法阵的进度 也几乎陷入了停滞 好 既然你不让我活 那我就和你杠上了 看看最后 咱们谁先受不了 made 再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林恩疯狂而杀意的 一把抽离出了明刻法阵的意识 将注意力全都放在了 以M的发动之上 因为反正也已经明刻不了了 那大家就都别想好过 我 必 你 必 的 叮 您的以M充能 已达Max 请问是否立刻发动 发动 叮 您的 发动 叮 你 发动 在不死诅咒的加持之下 本就会变得极为的易怒和恶意 更不要说 在双重诅咒的反噬 和欲望母术的攻击之下 极致的疼痛 所带来的充能效果 也几乎是能百分之百地 将以M的威力 维持在最高的Max的上限 那就看看 咱们谁先死 第684章 也就是说 要赌了 这一刻 也就是在那迷离的幻境当中 两个愤怒的灵魂 全都是脑子嗡嗡的 不停地向着对方 动用自己的欲望打击能力 而如果是寻常状态之下 以灵恩的灵魂强度 恐怕只需要一次的欲望打击 灵魂就会被崩裂 但是 在泰坦诅咒的作用之下 他几乎是等于开了锁写 有诅咒的兜底 他的意识 也将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 维持不灭的状态 但不灭是不灭 但欲望打击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那依然是实打实的作用在身上 狂乱地影响着他的定力和意志 就像两个疯狂的家伙 都在失了智地 不停地给对方嘴里喂H要 而这种状态之下 就看谁最先受不住 然后缴歇认输了 啊 伴随着连绵不断地数百波的 以M快打 欲望母树终于也是被迫地 逼扼出了第一声难以遏制的声音 他屈辱地猛然咬紧牙关 整张脸几乎已经是一片 恼羞成怒的通红 意识当中更是乱糟糟的 不断地被各种奇怪的画面所折磨 那可怕的意志力 也在疯狂地挑动着他的欲望 该死 剽窃者 你这个小混蛋 哈刺 剧烈地喘息 因为这怎么可能让他不愤怒 不憋屈 因为他是欲望的掌控者 而现在却被一个小小的人类 用跳动起了如此强烈的欲望 但他没有认输 因为就算这里除了他们没有第三个生物 但如果他真的在这场对决当中败下阵来 那他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但林恩那边也不见得好得到哪里去 树海的中央 林恩化作的那个庞大的头颅 也早已是双眼不正常的心红 意识也早已经被影响的一片凌乱 如果不是因为不死诅咒的打底 如果不是因为他现在没有作案的工作 恐怕现在早已暴裂身亡 在极度痛苦和欲望的折磨当中生死 虽然他的意义之力 可以无视掉对方的防御 直接作用于意识 但他也同样没有抵挡对方 欲念打击的能力 因为根源级的欲望打击 那是何等的可怕 可以说 在仅仅几次之后 他的意识就已经是越过了狂乱的那条线 若不是每次都有不死诅咒 将他拉回来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他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快要嗨掉了 你这个恶劣的剽窃者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类 你凭什么敢在欲望领域和我对垒 我一定会杀了你 等你的诅咒结束 我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 欲望母树歇斯底里的大叫 恨意让他的双眼当中血红而失忆 因为他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巨大的冒犯 而他也绝对不会放弃 他一定要离开这片地狱 他一定不要继续在这个黑暗世界受苦 灵恩死死地咬着牙 目光在狂乱和欲念当中 逐渐猙獰的注视向他的方向 道 到底最后是谁赢 还说不定呢 而且 就算你阻止我明刻法阵 我也不见得会输 我已经压上了我全部的身家 而你现在 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我 我倒是想要看看 在欲念的影响之下 你是不是依然有勇气面对那片 将你打下地狱的黑暗 轰隆隆 那片燃烧的临间谷地的上空 那片烧尽的余境之上 那漆黑的星空愈加的破镜 巨大的压迫感席卷 而欲望母树也是 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想法 在法阵难以明刻的情况之下 他竟是把对抗他的筹码 重新压到了那片他所恐惧的投影 你该死 他咬紧了牙关 再一次全力地调动自己的力量 在上空重新编织出了遮天的罗网 加大了抵挡那片黑暗的能及 而灵恩也知道 这几乎是 现在他能否活下去的唯一的筹码 加大意志力的干涉 就算无法将他彻底影响 也要将他的判断力和行动力 拉到最低 让那片黑暗 来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灵恩早已看出 他之所以 没有真的在他面前现身 就是因为他依然还置身于那片投影的影响 就像艾文爵士所遭遇的一样 那片他心中所恐惧的黑暗 也正在那片投影当中 与他对抗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局势就已经很明朗了 咔啦啦啦 灵恩咬着牙 这一刻竟是疯狂地 解除了自负天使诅咒的 对自己的影响 让自己从霸体状态脱离了出来 他蠕动着 没有任何的后退 竟是一步一步地在树海当中 向着那片临间幻境的方向 亦步亦去地跋涉 疯狂 你必须持续性地对我进行预念的打击 因为这是你唯一能够阻止我进行明刻的方法 你若是一丝地停歇 我就多明刻一分 等那片光幕降临 你必死 但同样 只要我还没离开这里 我也会不断对你进行预念的干涉 你若是承受不住 那片黑暗也会将你镇压 你依然难逃困境 但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只要你现在让我离开 你专心对抗你的投影 我停止对法阵的明刻 我们各安天命 灵恩在威胁 也是将他现在的处境 开门见山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但欲望母树那争鸣的声音 很快便传来 依然是充满了疯狂和决绝 不 我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 在你诅咒时间结束后 立刻将你镇压 你明刻不了法阵 也无法再对我进行干涉 最后拿下你的依然是我 而此言一出 灵恩也已经知道 偏执和疯狂 已经是让他再无弹劾的余地 灵恩笑了 撕裂道 也就是说 你是要赌了 欲望母树争鸣道 没错 好 很好 既然如此 那灵恩也不再想任何的退路 那就赌最后 谁会沦落到那个破落的结局 两人几乎全部陷入疯狂 特别是人被逼迫到绝境之后 往往都会迸发出极致的意志力 而灵恩之所以能够抵挡住那一波 又一波强大的欲念的冲击 而没有发疯 除了不死诅咒之外 还有一个他没有意识到的结界 在发生着影响 第685章 灵恩最终的手段 当初在祖母的圣殿中 他解除了对哭泣小丑的压制 而那几乎瞬间 就让他陷入了狂欲的癫狂状态 而祖母也是在那个时候 亲手为他镇压了小丑的诅咒 遏制住了他内心当中 欲念的疯狂滋生 而那个设在他体内的禁止 也是为他化解了很大一部分欲望打击 对他意识的影响 但在这长久的冲击之下 即便是那同为根源级的禁止 也已经是郁家的稀薄 隐约的 在他那心红而猙獰的双眼的最深处 似乎有一个轮廓 也仿佛是感受到了外界的冲击 而疯狂地扭曲如动 但他依然在崩坏的边缘 一步一跌 向着那灾厄的最中心挺进 忍不住 难以忍耐了 林间谷底的最中央 那个全身血红的 如垂柳一般的少女咬着牙 死死地维持着自己的力量 但即便如此 头顶的那片黑暗的压迫 也是越来越近 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 也是越发的庞大 他的确已经开始不知 因为一边要持续不断地 对那个人类 进行欲望的干涉 阻止他的鸣客 一边又要抵御林恩 同样施加在他身上的欲望打击 让自己的注意力 能够百分之百地专注 三方的压力与消耗 这让他仿佛一瞬间 回到了三千年前 他也是这般 一边奋力地抵御星空的灾厄 一边努力地拯救 万千子民的生命 而最后的结局 却是那欺凌的功亏一篑 满盘皆输 就像不管做什么都无法圆满 一声仰天的长笑 那个少女用力地抬起头 那不甘的长笑声中 满头的长发飘零 她的身体开始疯狂地生长 就在那幻影的 临间谷底的余境当中 化作了自己的本体 化身成为了那遮天的血肉巨数 和三千年前一样 用自己的枝干 撑起了那片黑暗的天 而林恩也已经是在 那一步一驱中 星红着双眼 一步步地抵达了 那游魂像和临间谷底的边境 在蠕动的树界当中 艰难前行 在欲望和疼痛中 披荆斩棘 而看到这一幕 林恩也知道 当她不得不化身本体时 那也就意味着 那片黑暗 已经是给予了她 让她不得不全力抗衡的 最大的压力 但是不会这么结束的 因为她之所以靠得这么近 之所以表现出 那破釜沉舟的勇气 那就是因为她知道 自己不会死 因为她还有最大的一张底牌 她的触手之上 萦绕起了银白色的光运 第一 请问是否立刻对目标 施加现实诅咒解除能力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林恩咬着牙 继续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 欲望母说 你以前不是掌控欲望的神 你是自然与生命的女神 你是被诅咒 变成了现在的这副模样 但也是诅咒成就了 你现在根源的欲望能力 它既是你的枷锁 也是你力量的来源 而你不是一直想要知道 为什么我的身边 会有那么多的根源 愿意对我好吗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因为我呀 是能让你们 从这痛苦的命运当中 解脱出来的那个人 那一瞬间 几乎是在那庞大的血肉树干 遮蔽了整个天空的那一刻 林恩也在同时 疯狂地向着欲望母树的枝干 发动了自己的现实诅咒清除能力 发动 嗡 刹那间 刺眼的银色光芒 从林恩的身体周围蔓延了出去 哗啦啦的 便席卷向了 蠕动在周围的庞大的树界 而化身遮天巨树的欲望母树 也猛然大震 在血肉巨树的最深处 在那个少女的瞳孔中 倒映着那如星海般 在她枝干上蔓延的银色光流 她的意识竟在那一刻 轰然陷入了巨大的空白 因为 在那被银色的光流所影响到的枝干 藤蔓上的诅咒开始消退 她看到了绿色的枝叶 与泥泞的血肉 纵横交织的那一幕 看到了在这片地狱当中 第一次在她的身上绽放出的 自然的花蕾 那般的熟悉 那般的温暖 她正正地看到这一幕 如醍醐灌顶 也终于是瞬间便明白了她 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根源 愿意围绕在她身边的原因 她猛地转头 目光颤动地摇摇地眺望着 树界当中的那颗星红的头颅 是这样的吗 是这个原因吗 她拥有 削弱解除根源诅咒的能力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根源 愿意给予她保护 愿意和她在一起 帮她抹出苦难 是这样的吗 颤抖着 巨大的喜悦 和巨大的冰冷一刹那 同时席卷 但在同时 她也意识到了 她险恶的用意 因为她现在的力量 大部分都来源于身上的诅咒 而这个时候 削弱她的诅咒 那无异于是 要让那片黑暗 杀了她 因为 她早已是血肉的根源 她早已被诅咒彻底地改变 她不能像十二亿天使那般 即便身处地狱 依然保持住自己神圣的本源 即便血肉退进 露出那自然的身躯 她也早已没有办法 控制那自然的力量 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化身树灵 就像没有诅咒的她 什么也不是 她正正着 眺望着那遮天的黑暗 那在三千年前杀了她的那片头影 不 不不 那一瞬间 那仿佛重归自然的悸动 立刻便被她猙獰起来的 的目光所覆盖 那美丽的脸颊之上 再一次扭曲得宛如地狱的恶鬼 虽然她是多么的 想要重归自然 但她绝对不会允许自己 在这里失败 因为她要回家 和重归自然相比 那才是她的执念 那才是 她真正的归宿 而只要能够得到具象之心 那就有回去的希望 而在没有抓住那个希望之前 她绝对不允许 自己在这里停下脚步 绝对不允许 灵恩 那一声猙獰的长笑 仿佛塑尽了寒泪的不甘 那个声音在整个天空久久地回荡 她控制着树干 疯狂地向着 那银芒当中毅力的灵恩 蔓延而去 重重地破开了那银芒的席卷 将她庞大的头颅裹挟 她是多么多么地希望身上的诅咒 能够解除啊 可是现在 她却依然不得不让自己依靠诅 所给予她的那强大力量 第686章 意想不到的失败 而她也终于明白了 灵恩她意欲何为 她猛地将灵恩席卷起来 痛恨着 就要将灵恩远远地抛出 她数界的范围 因为她明白 也只有让她不再接触到她的身体 她才能阻止灵恩 对她身上诅咒的削弱 而这也不正如了她的愿望 这不才是她真正的算计吗 逼迫着让自己不得不主动送她走 不到最后 一刻永远不暴露出她真实的行为 她已经看到了灵恩脸上 露出来的讽刺的笑容 那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掌握当中的诡秘微笑 她真的是把博弈和算计 玩到了不当人的地步 就仿佛自己所有的行为 都在她的预料和掌握当中 欲望母术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灵恩没有任何的反抗 只是维持着诅咒解除的能力 任由她的枝干 将自己的身体裹挟与捆腹 她强忍着自己眼中的恶意和疯狂 舔尸了一下嘴角 道 而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我能够削弱和解除 你们这些坠弱者身上的诅咒 这就是我有那么多家人和朋友的原因 但是你现在必须放了我了 你早已是血肉的化身 你早已无法像以前一样掌控自然 如果你身上的诅咒继续被我削弱 你将会真的化作一颗巨树 然后被这片黑暗镇压 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我不过是一把钥匙 就算没有我 你还是有机会找到具象之脑 但如果在这里耗尽了实力 那即便找到具象之脑 你又怎么可能和其他的根源竞争呢 欲望母术死死的疯狂地望着她 她再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庞大的树干将她猛地裹挟起来 也就和林恩预料的一样 要将她远远地抛出这片投影的边境 而只要她离开 也就意味着她的这次谋算的全面胜利 可也就是在这一切即将尘埃落地的那一刻 突然之间 哇 一股难以言喻的庞大波动 黄黄然地从远空划过了他们所在的领域 一道血红的光柱在那遥远的虚空中 直刺天际 林恩和欲望母术的身躯瞬间一震 而林恩的意识当中也是 立刻就浮现出了一阵超微的感应 就像当初体内的巨像之星被激活后的那一刻 她再一次清晰地感应到了四面八方那遥远的距离中 每一个巨像意识的位置 而这一次不是由她的心脏所发起 而是来源于巨像之脑的召唤 她的眼前瞬间一片雾气 然后意识当中骤然浮现出了一幅庞大的景象 那是一座高耸的植入云霞的大门 而在那座大门之前 一只植入云霄地驱赶着大量巨像意识的机械巨龙 冰冷而漠然地降临到了那扇大门之前 万机之神 林恩呢喃着 猛地抬头望向了那超微感应的方向 这是来自巨像之脑救援的信号 也就是说 万机之神已经是冲破了恐惧投影的限制 率先找到了巨像之脑意识所隐藏的那片区域 是啊 没错 又怎么不可能呢 在自己和左左分开之后 巨像之星的权重便已经是被一分为二 而在这种时候 驱赶着成百上前巨像意识的万机之神 不就成为了权重最大的那一方了吗 这一瞬间 林恩哈哈大笑 算计啊 算计 好一个算计 欲棒相争鱼翁得利 当你们还在这里争权夺势时 殊不知早已有人先行一步 他转过头 但笑得望向了对面的欲望母术 狠狠道 怎么说呢 欲望母术 你让我们在这里浪费了太长的时间 让我们都错过了 找到巨像之脑的先机 现在万机之神已经找到了巨像之脑意识的藏身地 就算你现在赶过去 应该也已经为时太晚了吧 翁 刺骨的杀意刹那间 笼罩了林恩的全身 甚至让整个投影空间都为之颤动 欲望母术没有再说一句话 他的双眼通红 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也已经是再没有了任何的顾虑 将林恩化作的那庞大的头颅 猛地撕扯到了自己的面前 无数的只干 疯狂地向他进行着攻击 这一刻 就像希望破灭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面前的这个人类 而既然希望已经破灭 那还要有什么顾忌呢 这一刻 他红着眼一声不吭 甚至已经是不再估计头顶那片压制而下的黑暗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将眼前的这个人类镇杀 将他碎尸万段 将他杀灭 而林恩在无数狂勇的攻击之下 依然是哈哈大笑 笑得愈发的快意 的确 这个时候确实已经不再需要畏惧诅咒的削弱了 放我和不放我 你都拿不到巨像之脑了 所以就打算把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发泄到我的身上吗 母术 你还真像是一个女孩 但还真的是让人火大 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干涉 以巨像之心的权重之高 第一个找到巨像之脑的必然会是我才对 但现在却成全了他人 林恩微笑着 但庞大的双眼当中 那来自诅咒的疯狂 也是让他的清明愈发的削减 而束缚着小丑诅咒的那道静止 也已经是咔咔地裂开了一条条裂隙 你这个他微笑脸颊之上 也是逐渐地爬上了一丝丝的扭曲和异常 冯婆娘 也就是那一瞬间 泰坦诅咒所带来的疯狂 彻底地将他眼中最后的一丝清明所吞噬 来自他泰坦大哥诅咒的那无尽的怒火和狂乱 也是在寝刻间占据了他的全部意识 因为之前一直是为了逃脱 所以也一直在努力地压制着那狂乱的干涉 但现在 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 既然都是死 那就在疯狂中让自己走向灭亡 次了 彻底被诅咒吞噬的灵恩 在不死诅咒最后几分钟的加持之下 疯狂地撕扯起了 那在诅咒清除能力干涉下的他的质感 而以M的攻击 也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以一切的手段 冲击那颗庞大的血肉巨树的意识 哪怕只是一点的伤害 那也要不死不休 就当是最后的狂欢 第687章 一切都疯狂了 是你破坏了我的大姐 如果你乖乖地配合 那现在找到巨像之星的 会是我才对 欲望母树通红着双眼 即便是诅咒削弱的荧光 向着他的全身攀爬 都不再理会 因为已经破灭了 他全胜时期 都不可能是万极之神的对手 那现在更不可能是 而失去了先机 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而一切都是因为面前的这个人类 啊 一声撕裂而绝望的长笑 他撕裂地猛地伸出庞大的根系 将他吞噬到了庞大的树干当中 疯狂地要将他碾压嚼碎 要将所有的恨意 都施加在他的身上 血淋淋的树干当中 再一次化身 成为了那个绝望的少女 用层层叠叠的血肉藤蔓 将灵恩那庞大的头颅束缚 双眼当中含着绝望的泪珠 一片的通红 撕裂地用化作尖木的手臂 一刀一刀地刺在他的身上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我要把你切碎 我要让你死我葬身之地 他疯狂地攻击着灵恩的头颅 而在狂乱的诅咒和疯狂当中 灵恩依然是维持着 现实诅咒清楚的威能 恶意到 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 本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你永远也不可能离开 这片地狱 就算离开了 你去了上界 也是一个废物 炮灰 你的那些子民 也全都是因为你的愚蠢 而死 咔嚓 灵恩那庞大的头颅 直接就崩断了 那被他削弱了诅咒 而化作植物的藤蔓 庞大的头颅重重地冲击 向那个少女 脖梗下蔓延出来的触手 鼓鼓地捆腹在他的身上 在那极致的疯狂当中 现实诅咒的荧光 疯狂地蔓延在他的身上 破坏着他身上的诅咒 我杀了你 那些恶毒的话 让那个少女生死历劫 双眼当中一片痛恨 身上蔓延出来的尖锐的藤蔓 在荧光中 疯狂地撕扯 刺入灵恩庞大的脸颊和头颅 疯狂地相互攻击 相互撕扯对方身上的血肉 恨不得将对方撕成碎片 同样都是用层层叠叠的面具 将自己伪装起来的混乱生物 在疯狂彻底地压制了理智之后 那剩下的 就只有最本质的恶毒和欲望 因为对于他们这样 精于心计的人来说 失败是最不能被接受的结果 而这次失败 也是让他们全都掀开了 对方身上最后的一层伪装 就像是疯子一样 相互地扭打 疯狂地在对方的身上 留下刺骨的伤痕 仿佛只要能给对方造成伤害 就能够发泄出 心中那巨大的痛恨 而在外界 头顶那庞大的黑暗 也已经是重压而下 让那遮天的血肉巨树的树冠 咔咔咔地锻炼 宛如血雨 本体受到的重创 也让树干当中的那个少女 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在荧光对诅咒的削弱中 身体也在不死诅咒状态下的灵恩 重重地撞击在了内部的树干之上 她的目光变得一片绝望和疯狂 就像是三千年前 她就这般亲眼目睹了 那一座座驶向星空的方舟 在她的眼前轰然炸裂 让她求而不得 一直到燃烧的地狱 被欲望的诅咒 带上重重的枷锁 让她带着那份恨意 在那地狱的深处 一步步地爬到现在的这个位置 被诅咒所吞噬 被欲望所淹没 而是否心里 依然保留着当初的一丝本心 是否在这残忍的外表之下 连灵魂都已经被这片地狱所吃尽 哗啦啦啦 时间的流逝 灵恩那庞大的头颅 也终于是随着咒通的失效 失去了那不死的庇护 她的身体不断地扭曲出人类的轮廓 但那双眼中的恶意和疯狂 却依然是没有消散 那个少女的双眼一片的通红 几乎咬碎了牙齿 手臂长笑地穿透了她的胸膛 从她的后背穿透而出 抓出了她的心脏 鲜血的飞涌中 几乎染红了二人的身躯 她疯狂地撕扯起了她的身躯 撕咬她的肩膀 撕裂她的胸膛 手指在她的皮肉之上 留下一道又一道身可见骨的伤口 就像她知道 她随时都能够杀了她 将她碎尸万段 将这个害得她失去了希望的男人 彻底地吃到肚子里 但诅咒削弱的银芒 也在她的身上不断地闪烁干涉 让她几乎无法再控制住自己的力量 无法再控制住自己的意识 在那一片蠕动的血浆中 满是内脏和血肉的树干的最深处 那裹挟着恨意的欲望 也终于是在那一刻 化作了狂涌的洪水 淹没了他们仅存的理智 甚至到了最后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一切的思绪 都在疯狂地互相伤害之下 变成了最本质的欲望和镇压 就像是在黑暗的丛林当中 强者对弱者的支配 就是要占有和控制弱者的一切 让他们屈服 就在那血红的世界中 一切都狂乱了 第688章 苦战到死 谁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长时间 两个疯狂地彼此伤害着的人 在那扭曲和狂暴当中 狂乱地宣着失败所带来的愤怒 从一开始的 想要将对方撕碎的怒意 再到彻底地被控制时的混乱 藤蔓的交织着 构建成了一幅宛如地狱般的可怕场景 就像是一个荒诞而恐怖的梦境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伴随着那汹涌的藤蔓 也是那般狂乱地勒紧了他的身体 他甚至隐约地能够听到 自己骨骼噼里啪啦的粉碎的声音 然后他的意识便是轰然一声巨响 陷入了一片漆黑 他知道自己应该是死了 死在了那场大战中 只是在意识彻底地陷入黑暗前 隐约地看到了 那双丛垂柳般的枝叶当中 复杂地睁开的 如翡翠般的双眼 那应该就是死亡吧 就和之前曾经感受过的每一次死亡一样 冰冷而虚无 或者说 死亡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冰冷和虚无 也不过是意识弥留时产生的那一丝错觉 因为他知道 自己并不会死 他永远不会不给自己留退路 就像他的身上 他依然是给自己留下了两次复生的机会 只是这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复生 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来得那么快 反而仿佛像是等待了很久 久的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一直到他的耳边 传来那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 叮 您获得了血肉骤力的补充 您的体质点数提高了100点 您对血肉的驾驭能力提高了 叮 您获得了血肉骤力的补充 您的体质点数提高了150点 您对血肉的驾驭能力提高了 耳边不断地响起类似的提示 然后是便咔咔咔的骨骼扭曲和皮肉蠕动的声音 剧痛 难以想象的剧痛 在那猙獰的口气当中被一点点碾碎 然后再次拼装起来 这个过程仿佛持续了一辈子那么久远 一直到系统提示逐渐的停息 那股剧烈的疼痛才开始消退 而当他的意识再次陷入虚无前 他只记得耳边响起的那最后一丝的声响 叮 您获得了一丝神性 叮 您的复苏度9% 脑袋 凑脑袋 别装死啊 你怎么了 你炸了吗 你怎么一个人光光地躺在这鬼地方啊 快醒醒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耳边传来了一阵阵的 让人烦躁的大叫着的噪音污染 林恩那朦胧的意识 这才缓缓地有了复苏的迹象 眼皮子缓缓地睁开 但才刚刚睁开了一点点 甚至还没有看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啪的一个大笔都就呼了过来 直接啪的一声 就把他的脑袋扇的转了个方向 脑袋脑袋脑袋 你快醒醒啊 醒醒啊 伴随着大叫的声音 一片浓重的血雾包裹着的空地之上 一只黑发的小萝莉急切地抓着林恩的脖子 坐在地上啪啪啪地扇着 他本来有点苏醒的意识 很快又被扇了回去 他的身边 一只大舌头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然后歪歪扭扭地 用艾文爵士教他写的几个字 卷着牌子 上面写道 左左老大 虽然我也并不喜欢他 但这样抽 大概率是会抽死人的 左左瞪着眼睛 停了下来 他的身边 一个穿着古老中世纪贵族服饰的青年 单膝跪在那里 掺着林恩的肩膀 陈寅道 我刚刚检查过他的身体 除了肾这个部位之外 其他都没有什么大碍 而且看样子 他应该是刚刚消耗了竹母 给他的那次复生的机会 在这之前 他应该是死过一次 但奇怪的是 那个青年思索着 打量着林恩的身体 他的体质好像得到了很大的增幅 和之前相比 现在的他 然后就在左左和大舌头 瞪着眼的注视之下 那个青年思索地伸出手 伴随着光芒的闪动 一把斩骨刀刷啦一声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左左猛逼道 艾文绝世 你要做什么 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只听扑呲一声 左左 哇呀呀呀 伴随着血浆的爆射 林恩的一只手 直接就被艾文绝世 一刀就被砍了下来 鲜血标的 可谓是到处都是 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些标射出去的血浆 竟是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一般 鼓鼓地攀爬了起来 然后就像是龟巢的蚂蚁群般 迅速地便向着林恩的断臂 聚集了过去 那只手竟也是 咔咔咔地蠕动了起来 竟是想要自己接续回去 左左和小宝贝 都被这一幕给看梦了 艾文绝世眯着眼睛 望着那只断臂 缓缓地攀爬出 一根根的血肉疼腕 看着它们 向着那只断手探去 然后平稳地接续到一起 手腕上的伤痕 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愈合 但愈合了一半时 那个伤口就像是 想起了什么一样 突然从其中 伸出了一根血管 呸 对着艾文绝世 吐了一口痰 然后又飞快地钻了回去 手臂迅速愈合 艾文绝世 左左 第六百八十九章 我把那棵树给 左左猛逼地望着这一幕 道 艾文绝世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凑脑袋 他好像并没有 这种奇怪的功能啊 艾文绝世深深地注视着林恩 思索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应该是他在死亡之前 得到了某些来自血肉方面的提升 这应该是由意识反向 作用于他外界身体的某种诡秘 可能也正是为了消化这股力量 才让他复生的速度降了下来 左左猛猛道 那 那错脑袋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要不我再扇他一会儿 以前这么一扇 他就醒了 艾文绝世思索道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其实他本来是要醒的 结果又被你扇回去了 左左 欧下滑仙哦 而也就是 在下一刻 一直躺在那里的林恩的嘴唇动了动 眼睫终于是微微地动了起来 而这也立刻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左左更是大喜过望 一把就抓起了林恩的肩膀 喜出望外地望着 近在咫尺的林恩的脸 道 脑袋 你醒了吗 终于 就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林恩虚弱而艰难地呢喃了一身 手指颤微微地抬起 在自己还没有彻底睁开的眼睛边 艰难地想要扶什么东西 左左立刻瞪着眼 下意识地就伸出小手 食指和拇指捏成一个圈 放在他的眼前 让他扶了扶 一口气的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艰难地望着近在咫尺的那个萝莉 道 左左 能告诉我 刚才是哪个SB删了我十几个大逼斗吗 扶我起来 我要杀他 左左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瞪着眼睛 道 放心吧 脑袋 那个SB已经被左左杀掉了 脑袋你现在非常虚弱 不宜起身 要不你再躺话 林恩伸出手 艰难地制止了 左左想要把他摁回去的动作 他坐起来 剧烈地喘息着 慢慢地看清楚了 近在咫尺盘息坐着的那只熟悉的萝莉 和两边站着的一个大舌头 和熟悉的艾文爵士 看来是得救了 不过他还真的没有想过 自己居然还能够活着出来 他只感觉自己现在的脑子 就像是炸了一样的疼 一片混乱 就像是在死亡之前 做了一些难以想象的极度恶度的事情一样 而也就是 在他想要起身的那个瞬间 他的耳边瞬间就传来了一个迟到的系统提示 叮 恭喜您触发了史诗级成就 对树木的侵占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500 对树木的侵占 史诗级成就 这是一个不一般性的 绝对不可能 也不该被触发的黑暗成就 只有宿主以难以想象的大一力大气魄 对树木类根源 进行过奇怪的行为之后 才有一定的几率能够被触发 而这个成就也足以证明 纤维与藤蔓 也丝毫不能阻碍宿主那颗锐意进取的心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层 全属性正10% 耐力正10% 体质正10% 与欲望母树进行奇异行为的时候 获得的体质提升 额外增加10% 啪 灵恩直接就打断了系统 给他播报的成就介绍 整个人都僵硬在了原地 死亡之前的记忆 如洪水般汹涌而来 他想起来了 他记起来了 好像 好像 他的脑海当中 瞬间就浮现出了 在那血腥而扭曲的树干当中 被诅咒的负面效果 影响得失去了理智的他 到底是怎么 抱着那个垂柳般的少女 怎么抵在树干之上 短暂的死一般的寂静 下一刻 就在佐佐猛逼的注视之下 灵恩空洞的伸出手 就像是 失去了所有的安全感 一把就抱住了面前小小的佐佐 就像是抱着玩偶一样 空洞了起来 艾文爵士和小宝贝 也全都露出了不解 而疑惑的神情 因为他们 从来没有见过 一向牛逼轰轰的灵恩 居然会露出这样的神情 你怎么了 佐佐猛逼的 被他抱在怀里 并不敢动 因为他也感觉到 自己脑袋的状态 好像有些不对劲 灵恩呢喃的张了张嘴 可是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佐佐只能将疑惑的目光 投向不远处的艾文爵士 艾文爵士想了想 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蹲在了灵恩的面前 沉沉道 灵恩 是不是欲望母树 对你做了什么 他是不是虐待过你 折磨过你 此言一出 佐佐和小宝贝 瞬间一阵 没错 虽然不知道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看灵恩他现在的状态 的确是和被严刑拷打过的 那些生物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一模一样 要知道 卢走他的那个家伙 可是血肉领域的扭曲根源 而且还是为了寻找巨像之脑 那那个变态的女人 绝对会对灵恩无所不用其极 会对可爱的脑袋 进行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折磨和压榨 佐佐的脑海当中 瞬间浮现出了他的脑袋 被包光掉在大树之下 然后被狠狠地捆腹在一起 用农药和他能想到的 所有可怕的刑具 对自己的脑袋 一系列难以想象的 尖禁与凌辱 佐佐的脸色瞬间就苍白起来了 不 不会吧 虽然自己的脑袋 的确是涌的一批 但是和真正的根源比起来 那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根本就不值一提啊 就算是再坚强的心 被灵虐了几百遍之后 恐怕也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吧 艾文绝世的声音愈发的低雅 沉沉道 林恩 告诉大哥 他对你做了什么 他是不是对你进行了血肉改造 你放心 如果他虐待过你 离开这个空间之后 我会让他百倍千倍的还回来 佐佐也几乎是愤怒的咬碎了牙齿 用力的握着拳头 双眼血红道 那个混蛋女人 那个变态 他一定是把脑袋你折磨了一遍又一遍 榨干了脑袋你的价值之后 又把脑袋 你像垃圾一样 抛尸在了这里是不是 我知道了 佐佐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小宝贝愤怒的全身发颤 到 死 虽然他的确是并不喜欢这个家伙 但是毕竟是为了他两年时的小主人 多少都会出了一点感情 看到他被折磨成了这样 他又怎么可能不愤怒 三个人的插怒的目光 全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拳头已经是邦邦硬了 可以说 现在只要林恩愿意 那他们绝对会立刻帮他把场子找回来 而林恩也终于是开口 道 不是 他没有折磨过我 众人惊愕 面面相去 那是 佐佐猛逼了 林恩抬着头 折望着天空 空洞道 我把欲望母术给 啪了 第六百九十章 他为什么不杀自己 短暂的就像是鬼一样的寂静 众人全都是愣了那么一下 佐佐顿时就 得坐起来了 得竖起了一根手指 道 凑脑袋 真的是太会开玩笑了呢 凑脑袋 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努力地活跃一下气氛什么的吗 真是的呢 哈哈哈哈 凑脑袋 你真的是太调皮了呢 小宝贝也是放松了下来 艾文爵士摇了摇头 露出了一丝无奈和苦笑的神情 显然 对不按套路出牌的林恩来说 的确是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还开这么恶劣的玩笑 趴了欲望母树 你怎么不说你入木三分呢 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林恩他的确是很喜欢 说一些一听就非常的让人感觉到荒谬的玩笑 但真要是落在实处 其实林恩他还是一个很好的正常的人类青年呢 毕竟趴树这种事情还是根源 只要是想一想就感觉到一阵阵的离谱呢 眼瞅着周围就要布满欢乐的气氛 林恩急眼了 望着面前插着腰哈哈大笑的那个萝莉 林恩一把就抓住了他的肩膀 使劲前后摇晃 急眼道 笑什么笑 笑什么笑啊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 爸 欲望母树 毕 了 嗡 左左脸上的笑容僵硬在了原地 再一次短暂的死一般的寂静 什么 三人全都大惊失色的 终于是喊了出来 十几分钟之后 左左和小宝贝目光空洞地坐在那里 艾文爵士也是僵硬着 听完了林恩的回忆之后 全都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林恩盘息坐在那里 闭着眼睛 握拳抱着双臂 正经微做道 我没诓骗你们 也不是在活跃气氛 至少从我脑子里面的记忆画面来说 在我失去理智的那段时间里 我的确是和欲望母树 做出了一些极为荒唐的事情 具体的细节 你们脑补吧 我就不和你们说了 左左的目光呆滞 咔咔地空洞地望着林恩 道 也就是说 你爬了一棵树 林恩的头上 瞬间爆炸出了一个大大的 闭眼道 虽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是你随便省略一些语句的行为 还是很让我非常的火大 艾文爵士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林恩刚才和他们说的那些话消化完成 他皱眉道 你是说 你是因为对自己使用了多次诅咒 而导致理智崩溃 而你们之前 彼此对对方所进行的欲望打击 也在那个时候 占据了你们的思维 所以才会发生 你说的那种荒唐的事情 艾文爵士的目光犹疑 林恩闭着眼 维持着那正经微做的神情 扶了扶单片眼睛道 大概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是无计可施了 估计我也是抱着死了回本的想法才怕他的 但后来的确是一发不可收拾 我也没想过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的脑海当中 不可避免的 就再一次地浮现出了 当时那狂乱的一幕 伤害与欲望的交织 那的确是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场景 而就是在那种癫狂当中 他居然和那个少女 就像是野兽一样 进行了那么多次不可描述的行为 而他一直以为 自己的第一次 就算不是在欺负自己左手的时候丢掉 也应该是和人偶小姐的交往当中 甜蜜的丢失 就算再不济 也应该是在血衣女士暧昧的教学中 被那位姐姐拿下手杀 他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真结居然糊里糊涂的 被一个本应该是做敌人的根源给拿下了 林恩闭着眼 拳头是咔咔的握起 而更重要的是 当时那种理智全尸的状态之下 他根本就没有太大的感觉 这才是最让他火大的地方 因为欲望母术 虽然是可怕的扭曲根源 但是在这个空间当中化身出来的那个少女 也的确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好歹也是女神 而她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就过去了 过程过程过程 最重要的是过程啊 林恩草明草的头顶呼呼的冒着爆炸性的气悬 林恩 你也别太过生气 身体要紧 爱文爵士拍了拍她的肩膀 深吸了一口气 深深道 而且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是活下来了 看样子欲望母术在事后 并没有真的想要再杀你的打算 不然我们真的怕是再也找不到你了 林恩回神 随即转头望向了周围 扶了负担片眼镜 皱眉道 所以这里是 她知道 自己应该是祖母的祝福触发了 刚刚才完成了复苏的过程 但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就不知道了 爱文爵士站了起来 双眼当中倒映着她的脸颊 道 我们也是刚找到你不久 在我挣脱了那片投影之后 你的手和作气就找到了我 然后把你的遭遇和我说了一遍 又因为之前巨像链接的激活 让你的左手感应到了你的位置 而等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 就只看到你躺在这里 林恩挑起了眉 她爬了起来 然后转头望向周围的地面 她缓缓地抓起脚下的一把灰尘捏了捏 伴随着沙尘从手指滑落 留下的竟是一片又一片细碎的藤蔓的碎片 而看到远处那一道道庞大的沟壑和战斗的痕迹 林恩已经能确定 这里就是之前她和欲望母术被投影干涉之后的位置 投影消失了 但欲望母术呢 她是已经撑过了那片投影的镇压 离开了这里吗 那她为什么不杀自己 自己不仅轻心好犯了她 而且还让她失去了找到具象之脑的先机 不管是什么原因 她都有杀死自己的充分的理由才对 林恩皱起了眉 林恩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次复生之后 你的身体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她的耳边传来了艾文绝世的声音 林恩一正 随即她便望向了自己的双手 而脑海当中也是立刻就浮现出了自己在弥留之际响起的那一声又一声系统提示 哗啦啦 她只是微微催动 身上的血肉便瞬间化作了无数扭曲的触手 骤然在远处的地面之上留下了一条条深深的沟壑 第691章 佐佐 你会走吗 她的眼中露出了惊异的神情 那种磅礴的对血肉的控制力 就仿佛只要她一个念头 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就都能化作可怕的灾变 发挥出爆炸般的力量 二话不说 她立刻便打开了自己的系统面板 林恩 种族 人族 职业 业衣 阵营 混乱善良 等级55 战斗能力 可怕的血肉灾变能力和极高的智商 介绍 来自游魂巷的药剂师学徒 黑夜城的剑袭业衣 多位根源的挚友 趴过树的一一直视 变态而扭曲的罗利控 而无论从哪方面看 其都不像是代表着正义与善良的一方 但她确实是有了这样的标签 而她的疯狂和那逐渐觉醒的 与她本身的阶位 极不符合的智商和掌控力 也让她在黑暗世界 逐步地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不是很好的名声 依然是果断地无视掉 系统对她各种诋毁的介绍 看着自己飙升的等级 和远远超过其他三个点数的体质点 林恩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其实是非常清楚自己的 如果单纯地论个体的实力 在拔出掉她那一系列bug的道具和咒酮之后 她其实就是一个偏向于体质加点的大号超级兵 她靠的也从来不是自己的力量 而是自己的算计 但是此时此刻 她的等级不仅是在这一较中 直接提高了16级 而体质上更是早已破迁 而如果是单单看体质的话 那她现在绝对是已经远远地超过了 她所在的这个阶段 就算没有够到超凡 也绝对是所差不远 而如果再加上咒酮 你化 血肉灾变 诅咒清除等一系列能力 她的整体战力 也绝对不再是战武扎级别了 但是如此之多的体质提升 到底是哪里来的 林恩皱眉 难道 难道是因为我怕了欲望母书的原因 的确很有这种可能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在她以前看过的 各种玄幻小说的设定当中 的确是存在很多 趴过某个存在之后 主角就能从她的身上 获得很大的提升和好处的剧情 难道说 自己也是因祸得福 在这件事情中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林恩只感觉到一阵阵的荒诞和离奇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驱动自己血肉的时候 还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体内 除了那澎湃的细胞的活性之外 还多了一丝言不清到不明的东西 就像是冥冥中的一种事物 在她的意识当中 留下了一道印记 林恩用力地甩了甩脑袋 让自己恢复了镇定 转头道 虽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们不能再在这里耽搁了 之前你们应该也已经察觉到了吧 万机之神 已经先我们所有人一步 找到了巨像之脑的藏身之地 如果我们再不 但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艾文绝世便淡然地一笑 道 不用担心 她进不去的 林恩一正 艾文绝世主着拐杖夺步着 缓缓道 赛博 智谢 巨像 在曾经的那个主世界 在我们没有决裂之前 我们是仅存的 也是最强的三大神级的科技文明 我们多多少少 都对彼此有这些了解 而我和巨像 应该算是彼此了解的最深的两个了 巨像之脑的意识封闭状态 一旦被锁死 就算有人能找到她的藏身地 也绝无 可能在这片领域当中 打开那扇代表着巨像最终意识的大门 因为这本就不是给别人准备的宝藏 只有巨像之心自己 才能真正地踏足到脑意识的领域 打开那扇大门 此言一出 林恩顿时满目惊异 那不就是说 艾文绝世转身 目光落在林恩和左左的身上 深深道 蛮力是没有办法破除的 其他的巨像意识 也没有那个权限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 他明白 他的确是那把钥匙 而且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那一把 只有他才能够插入那个锁头 才能够插醒巨像之脑 因为他有着巨像之心的权限 但然后呢 林恩严肃地望着对面的艾文绝世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必须将他解放出来的理由 如果巨像的大脑意识真的复苏 他会不会想要重新收回对所有碎片的控制权 重现当年的巨像 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 这也是他一直想要问的问题 是巨像意识之间的吸引 在冥冥中将他带到了这里 巨像之脑的确是在关键时刻 用巨像的权限救过他 但如果他真的要重现巨像 那就必然会带走他的心脏 也会让左左和小宝贝离他而去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会站在巨像之脑的对立面 因为人都是自私的 他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好的伙伴和家人 被卷入这场残酷的命运 艾文绝世默默地注视着他 看了他许久 也看到了他眼中的认真和严肃 终于 他抬头道 你信我吗 林恩 林恩坚定地望着他 微笑道 我当然信 您可是我的兄长啊 艾文绝世的嘴角 也露出了一丝浅浅的弧度 缓缓道 好 那兄长也可以告诉你 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 无论巨像之脑 到底会有怎样的意图 他如果真的与我们为敌 那我们就和他战 我们能唤醒他 他也必须要知道 我们也同样能肢解他 没有任何的言语 艾文绝世的这番话 也是让林恩 立刻就打消了所有的顾虑 因为信任是相互的 如果你自己 都不相信自己的家人 那你为什么 还要让他成为你的家人呢 艾文绝世毫无疑问地 会站在他的这一边 但是佐佐 大舌头 你们呢 佐佐 就算你再蠢 再一根筋 再好骗 再傻 你也应该已经意识到 自己和巨像之间 存在的那一丝的联系了吧 没错 佐佐 你才是巨像之心真正的意识 你才是王后 而我只不过是霸占了 你位置的那个凑脑袋 你会走吗 你会做出这个决定 你未来的决定吗 第692章 失忆的艾文绝世 我们出发 没有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 他和佐佐会合之后 巨像之心的权重已经补权 而且还有艾文绝世同行 现在就算是遇到其他的根源 也已经有一战之力 小小和人偶小姐 他们依然是没有消息 不过在巨像之脑的位置 被曝光之后 他们只要没有遇到危险 也应该正在向着 那个方向前进 一路血雾弥漫 没有任何的停留 在艾文绝世权力的加速之下 他们只用了不到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来到了巨像之门的所在位置 而刚一踏出血雾 他们就看到了 遍布在周围的密密麻麻的 机械意识的碎片 显然 在不久之前 这里曾经爆发过一场大战 而在那条长长的通往 巨像之门的阶梯之上 也已经到处都是 被破坏过的痕迹 大门之上 也明显地出现过 一片又一片被撞击过的迹象 要小心 万机之神应该就潜藏在附近 而看这里的战斗痕迹 血肉神教的那两大根源 说不定也在场 艾文绝世的目光闪烁 灵灯如水流一般席卷 将他们的气息屏蔽 林恩眯着眼 盯着前方的那座巨门 问道 艾文绝世 问一个比较蠢的问题 既然他们都无法打开这扇大门 那我们离开这里 那他们不也就永远无法找到 巨像之脑的意识了不是吗 艾文绝世抬头 道 不 现阶段巨像之脑 还依然处于没有诅咒的境地 所以 他释放出来的这片意识空间 才能将所有的根源俘获 但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他已经引起了这片地狱的注视 被诅咒是迟早的事情 而到了那个时候 他的阶位也会掉落到 和我们一样的根源 到时候 他也就不可能再控制住我们 而这也同样意味着 我们也不需要再遵从 这个空间的规则 他的意识很明确 现阶段 即便他们想要离开这片空间 也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没有彻底复苏状态下的巨像之脑的阶位 要远高于根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等这片空间失效 等巨像之脑的意识彻底复苏被诅咒 也就不再需要巨像之心这把钥匙 而最后的结果 毫无疑问 会再一次陷入数大根源之间 对巨像之脑的全面争夺 到时候 他们只会更加的被动 林恩扫视着战场周围 目光闪动 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艾文绝世深深道 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已经错失了先机 万机之神恐怕也已经意识到了 开启这扇大门的方法 你现在出现 只会正中他的罗网 你应该庆幸 欲望母术在当时 恐怕并不知道 巨像之心真正的作用 林恩点头 的确 如果知道的话 那欲望母术 绝对没有任何的理由放过他 而现在 能做的只有等待 血雾弥漫 周围一片寂静 林恩转头望向身边的左左 抓紧了他的手腕 沉声道 左左 一定要跟紧我 记住绝对不要乱跑 知道吗 左左转头瞥了他一眼 什么话 也没有说 他的目光望向了那扇紧闭着的大门 只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是一种强烈的呼唤 一种仿佛是来自同根同源的地狱 在他的耳畔 轻轻地呢喃 让他想要靠近那扇大门 尽管他不知道 后面到底有什么 他用力地甩了甩脑袋 却无济于事 而他望向身边的大舌头时 他仿佛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隐约地似乎出现了一丝短暂的迷失 就仿佛有一些破碎的画面 在他的脑海当中轻轻地回荡 化作了一种强烈的吸引 时间缓缓地推移 林潜伏在血雾当中 双眼依然是警惕地观察着 那扇大门前的场景 道 艾文大哥 您感知到万机之神的位置了吗 我总感觉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艾文绝世的手指放在太阳穴上 灵能微动 抬头道 我正在探查 这里的血雾对感知的影响非常的大 如果他们选择刻意隐藏 那想要找到他们也会变得非常困难 不过我们两个曾经联手战胜过他 等你补全之后 我们依然可以再打败他一次 林恩点头 但也就是在这个瞬间 林恩猛然一停 目光瞬间便转了过来 落在了艾文绝世的身上 不对 林恩立刻便从艾文绝世的话里 意识到了一些 差一点被他忽略的问题 艾文大哥 嗯 艾文绝世没有转头 目光依然在灵能的加持之下 在血雾当中搜寻 而林恩也终于是盯着他 慢慢地问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艾文绝世 我是林恩 对吗 艾文绝世全神贯注 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应道 你不是具象之 嗯 那一瞬间 艾文绝世的身体僵硬在了原地 他慢慢地放下了太阳穴上的手指 缓缓地转过了头 与他的目光直视着 眉头也是一点一点地拽紧 而看到他的反应 林恩的心也是一尘 也是 立刻就意识到了 那个可怕的问题 艾文绝世 他的诅咒 恐怕已经全面对他产生影响了 我忘记了一些东西是吗 艾文绝世直视着他的双眼 闪烁地问道 林恩深深道 您还知道您现在是谁吗 艾文绝世皱眉 仔细地思索了片刻 抬头望着他道 艾文 塞伯飞生者 我的文明在三千年前的动乱中被灭绝 我下了地狱 我和具象飞生者 是曾经并肩作战的挚友 坠落后 我被 被 他停了下来 眉头皱得越来越深 双眼当中的清明 也在混沌中 逐渐地显露出了思旅的茫然 我被 林恩的心愈发地沉了下来 道 您被主母 曾经坠落的十二亿神圣天使所救 后来您成为了黑夜城的九字元勋 您这次来这里的任务 一是来维持机械与血肉神教的平衡 二是 来守护我 我叫林恩 我虽然直装着巨像之心 但我的身份是黑夜城的业衣 您也一样 艾文绝世顿了一下 直直地注视着他 一句话也不说 而也终于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记不清了 第693章 踏足巨像之门 艾文绝世的话 让林恩立刻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是林恩并没有慌乱 他注视着眉头紧锁的艾文绝世 深深的系统空间当中摸出了那枚芯片 道 那您还记得这个吗 艾文大哥 艾文绝世的目光落在了他的手心 双眼当中 倒映着那枚小巧地闪动着灵灯的芯片 这是我的记忆芯片 怎么会在你这里 林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道 这是您亲手交给我的 您在升格成为根源之后告诉我 如果你 突然在什么时候 想不起我叫什么名字 那就把这枚芯片交给你 让这个芯片中的副本 恢复您失去的记忆 您还记得 这个芯片要怎么用吗 艾文绝世眉头紧皱地接过那枚芯片 记忆的缺失 有时候 就像是一种潜移默化 也许只是一个瞬间 在你丝毫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就突然让你忘却了许多 我记得 他握着那枚芯片 深深地注视着林恩 道 而且我也记得 这是我们赛博文明最后的星火 里面铭刻着我们整个文明的记忆 我可能忘记了你的名字 但我知道 我竟然敢把这枚芯片交给你 那你就是 我最信任的人 是我的挚友 林恩微微一笑 眼中的那抹担忧 月终于是消失 因为他明白 记忆的部分缺失 也并不会真的让艾文绝世 彻底地失去判断力 他的睿智 依然坚持着他奋战的理念 恢复吧 艾文大哥 在诅咒还没有彻底抹出您 所有的记忆前 让您想起您忘记的那些东西吧 林恩认真的望着他 艾文绝世望着手中的芯片 微微地拽紧 随即 他就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般 微微地摇了摇头 然后重新将手中的芯片 放在了林恩的手中 他抬起头 跳望着那片大门 摇头道 不 现在还不是时候 如果我现在恢复了失去的那些记忆 我也便无法维持住根源的位阶 虽然我记不清了你的名字 但我还记得现在的局势 三个根源虎视眈眈 我现在跌落 只会让局势更糟 他闭上了眼睛 全身的灵能涌动 不过仔细回想的话 还是能够记起一些 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你说过 我来这里还有一个原因 我不仅要防止那两大神教 得到巨像之脑 同时还要尽可能将巨像之脑收容 他以前是我的朋友 坠落之后 我也希望他能尽量站到我这一边 站在 他皱起了眉 望向了林恩身上穿着的服饰 黑夜城 他明显已经忘却了很多东西 但林恩明白他的意思 林恩的目光闪动 道 那我们 但也就是在他的话 还没有说完的那个瞬间 突然之间 远处的血雾的深处 猛地浮现出了一点极致的闪光 而仅仅是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 那道闪光便急速地靠近和放大 几乎是在寝客间 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甚至林恩的瞳孔中 都倒映出了那灭绝的死光 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 一个弹幕的声音 在他们的上空隆隆地响起 我就知道 你们该来了 血雾的狂舞 地面直接就在那一击中 被炸出了一个大坑 而在原地 伴随着灵能的闪动 灰尘滚滚地散去 艾文绝世的双眼当中 闪动着灵能的光辉 缓缓地抬起了头 向前一步 缓缓地擦拭去了身上的灰尘道 万机之神 吼 一声遮天的龙啸 远处的血雾狂暴的四散 伴随着巨大的气旋 高高的天空之上 一颗庞大到几乎遮蔽了 视野的机械龙手 猛地从血雾当中浮下而出 闪动着数句光流的巨大龙铜 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可怕压制力 那巨大的双翼 搅动着漫天的血雾 他淡漠地俯视着 显露而出的艾文绝世和灵恩 道 赛博 很愉快我们之前达成的同盟 所以 我依然会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现在把那个人类交给我 那机械神教和黑夜城 也会成为最亲密的盟友 我们都是非生者 你难道当真愿意 具象的遗产 被那两个血肉根源所接收吗 艾文绝世淡笑地抬起了头 身体就像是幽灵一样 剑锋就长 很快就化作了与万机之神 同等庞大的心灵巨人 不 知悉啊 我了解你 你一旦吞噬了具象之脑 你第一个动刀的就是我 你一直向往的三位一体的机会 就在眼前 你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万机之神冷笑了一声 淡漠地俯视着他 道 没错 赛博 只要涉及到三位一体 我们之间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你阻止不了我 这里师的底层逻辑 是具象科技 而我这些年对具象的研究 也让我受益良多 在这个地方 那两个血肉根源不是我的对手 你也不会是 一瞬间 再未有任何的多言 宛如地震般的龙笑 让整个地面都隆隆颤动了起来 巨大双翼的山洞 头落下来了遮天的阴影 吼 狂暴的死光 顷刻间便气化了漫天的血舞 艾文爵士猛然抬头 沉生道 林恩 你们去找具象之脑 我来挡住他 那两个血肉的根源 应该也会很快赶过来 到时候 这里会非常危险 但如果你们能够唤醒巨像之脑 至少在现阶段 他一定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 哄 几乎也就是 在他说完的同时 那磅礴的灵能 便与那狂暴的死光碰撞在了一起 让整个天空 都被刺眼的光芒所遮蔽 而林恩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表情镇定 一把抓过左左的手 翻身骑上了小宝贝 道 我们走 在艾文爵士的庇护之下 林恩驾驭着小宝贝 飞快地便向着那扇 屹立在阶梯最上方的巨像之门冲去 万机之神的目光一闪 巨大的瞳孔当中 暴射出了冰冷的光束 就凭你吗 刹那间 两道新红的的粒子光束 便从那双瞳当中暴射而出 而林恩一眼就认出 那是之前那些机械意识用过的 对巨像意识 进行强束缚的光流 万机之神 是想要将他拽在手中 利用他打开巨像之门 亲自去找巨像之脑 而他对林恩 也没有下死手 显然是已经吸取到了之前的教训 艾文爵士冷哼一声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如果真的让万机之神得逞 那他也往是赛博的飞升者 轰 灵能的闪动 在那光流 急急降落在林恩身上的时候 便将万机之神的手段 直接转移到了数千米之外 周围的现实 更是如万花筒般扭曲了起来 为林恩他们的前路 铺平了道路 林恩抓住了这个机会 一把抓着左左的手 一跃而起 一脚踏在了阶梯之上 而也几乎就是 在他刚接触 那道阶梯的瞬间 万丈的光芒 便从脚下的台阶上迸发了出来 具象的超微感应 再一次的浮现出 让他的双眼当中 仿佛倒映出了 那扇高耸入云般的 大门内部的场景 倒映出了那片 长阳在知识海洋当中的 意识的轮廓 一步踏出 林恩飞升而起 五指瞬间伸向了 那扇紧闭着的大门 休想 一声愤怒的龙笑 万机之神震怒 猛地用大手段 逼开了艾文爵士的干涉 庞大的龙口当中 猛然便向着林恩所在的位置 喷出了一道汹涌而冰冷的龙颜 林恩猛地转头 目光深邃 这一刻 他竟是没有任何犹豫 也根本就没有等待 艾文爵士的支援 而是直接踏前一步 向着那冰冷的死光 变了上去 左左顿时大惊失色 倒 脑袋 你要干什么 但他没有得到林恩任何的回复 因为也就是林恩直视着那冰冷的龙颜迎上去时 万机之神的眼皮一跳 愤怒的几乎是在他要被那龙颜所吞没的同时 强行将那龙颜驱动着转了一个方向 避开了对他的袭杀 众人震动 林恩冷冷一笑 看了万机之神一眼 趁着这个时机 猛地便将手覆盖在了那座大门之上 因为他知道 万机之神不敢真的杀他 因为他脖梗上的伤口 现在还触目惊心 他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 冒着再次唤出那片光幕的风险 对他下杀手 第694章 知识禁库 佐佐 快 这一刻 林恩历声大喝 因为也几乎是在同时 他看到了远处血雾的翻涌 感受到了那扑面而来的扭曲的气息 而其实到了这一步 也早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办法 随着消息的扩散 他和佐佐已经是成为了众矢之地 就算有艾文爵士始终站在他们的身边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如果他继续留在这里 那只会让艾文爵士 也同样成为所有根源攻击的对象 以艾文爵士现在的状态来说 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能应付得了的事情 佐佐一震 他大大的眼睛也是猛然认真 没有任何犹豫的便冲了上去 和林恩一起向着那扇大门伸出了手 他的双眼当中 倒映着林恩的脸颊 倒映着他每一个时期的模样 其实他也已经意识到了 所谓的具象之星 所谓的王后意识 是 是只有他们两个在一起 才能够完成补全的钥匙 而他的诞生 又与这样的意识 又有着怎样巨大的关联呢 因为他也没有告诉林恩 告诉自己的凑脑袋 在离开他的那段时间 小宝贝和他说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也告诉他 在曾经的年月里 他的老师 是如何将那具象之星的碎片 直装进入冰死的他的身体 本不过就是一次机缘巧合的实验 却意外地造就了一个活着的奇迹 而他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只是却没有想过 他会以这样的形式 和这个可恶的家伙 产生一段这样奇异的羁绊 红隆隆 大门放射出了万丈的光芒 刺眼的白色光束 从门缝当中蹦射出来 照耀在他们的食指之上 他的瞳孔放大着 就像那种来自大门内部的呼唤 越加地清晰 清晰地 让他忍不住地抓紧身边 那个混蛋的手 忍不住地把手死死地恶紧 走 这一刻 林恩没有任何犹豫 力声大喝 就要带着左左和小宝贝 踏足那扇大门 但也几乎是在同时 远处的血雾轰然炸开 一颗冰冷的就像是深渊一样的巨铜 黄黄然地出现在了那片高空之上 万千触手 重压而下 就像倒扣而下的地狱 让整个空间为之振战 血肉支配者 林恩猛然抬起头 双眼当迸发出了出奇的冷意 但也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头顶骤然出现了一片虚影 为他挡住了那遮天蔽日的万千触须 艾文爵士庞大的身体降临在了大门之前 狂暴的灵能被激发到了极致 为他抵挡住了万机之神 和血肉支配者的重压 走 艾文爵士咬牙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天空 而林恩也在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把抓住左左的手 在大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带着他一步踏入了那万丈的光芒当中 而在身后 是血肉和机械两大根源疯狂地进攻 而在无尽的光芒吞噬了全部的视野之后 他依然是能够听到身后 艾文爵士艰难抵挡的 那一声声重重的铿锵 呼 仿佛一阵轻风的吹动 而当林恩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 已经是置身于了一座庞大的殿堂的最中央 周围金碧辉煌 就像是一片巨大的金色幻境 周围飘荡着无数的光点 一切都虚幻得极为的不真实 而当他望向自己的身体时 竟也是发现 不知何时 他的身体也已经是一片虚幻 就像是幽灵一般 被金色的光芒勾勒出了那最纯粹的轮廓 而在他的身边 左左也同样那般形态地站在那里 满脸的迷茫 就像是出入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 浑身不着寸缕 却又朦胧的 就像是一个影子 爹 您踏入了知识禁库 伴随着耳边传来的系统提示 左左茫然地转身望向他 道 这是 林恩迅速地便恢复了冷静 警惕地眺望着周围 道 应该就是具象之脑最核心的区域 跟紧我 不要乱跑 具象之脑的意识 应该就藏在这个地方的某个角落 知识禁库 敢叫这个名字 那是不是说 关于具象文明这无数年来以来 所蕴藏的所有的知识 全都隐藏在这里 我们四处看看 林恩依然保持着警惕 目光四处搜寻 抓着左左的手 缓缓地向着前方而去 寂静的殿堂当中 只有他们两个人的脚步声 远远地回响 左左跟在林恩的身后 目光也是四处正正地眺望着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却是意外地感觉到 一阵又一阵的熟悉感 就仿佛以前他就长久地待在这里 以另外的一种存在的形式 存在了无数年 左左 你是不是想起了一些什么 林恩没有回头 却仿佛能够看他的表情一样地问道 没有像以前一样的轻挑 也没有像经常般的故作正经 只是那般轻声地问着 左左震了一下 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是 他仿佛一下子 突然有了一种荒谬的感觉 就像他其实本可以不来这里 他其实不是真的 非要靠近具象之脑不可 却又因为一些 他还摸不清的原因 一步步地带着他 推开这座大门 你看那些书 林恩只问了那么一句之后 便就像是没事人一样地 抬起了手 指向了这座殿堂的边缘 而他这才发现 他们已经是不知不觉地 走到了这座圆形殿堂的边境 并不是很大 而他也是立刻便看到 这所谓的边境 根本就不是什么高高的围墙 或是看不见的光幕 是整整齐齐的的金色的书架 抬起头 层层叠叠地蔓延到了 看不到尽头的最高空 这竟是一座 完全由书籍围绕起来的 庞大的高塔 而他们 就在这座高塔的内部 这是何等的壮阔与震撼 这几乎就像是一座知识的海洋 林恩抓着他的手 自顾自得地走到了 那一座座 雷起来的书架的前方 伸出手 停顿了一下 然后从其中抽出了 一本金色的厚厚的书籍 扶了扶单片眼镜 仔细地翻了开来 上面密密麻麻地 写着许许多多细小的文字 但是林恩根本看不懂那种语言 那是一种和黑暗世界 任何一种文字 都不同的记载形式 就像是属于一个独立的文明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具象文明极大成的典籍 第695章 文明叠起前的度压 林恩仔细地翻阅了几页 不过可惜了 现如今除了具象之脑本身 估计也就只有艾文大哥 和那个万机之神认得了 可惜这么大的一座宝库 林恩摇了摇头 正要合上手中的书籍 但也是在同时 他的耳边传来了 左左如梦一般自语的声音 我好像认得 林恩的动作停了下来 他转过头 安静地望着自己身边的这个小萝莉 看着他伸出手 从他的手中接过那本书籍 神情恍惚地翻开第一页 笛声地说着 这是 这是一段历史 上面记录着整个具象文明 在石器时代 和青铜时代前所重逢的许多古来的传说 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整个具象文明的有史以来的最开端 那古老 遥远的蛮荒时期 就已经建立起来的神灵崇拜 和血肉崇拜 寂静的殿堂当中 只有那只纤细的小手 恍惚地翻动着书页传来的声音 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认得 也许因为他就是具象之星 也许其实他 本就代表着这个文明最后的那缕星火 就像伴随着纸叶的翻动 某些一直被锁在意识最深处的东西 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唤醒 也许是几万年 十几万年 或更古老的那段时期 他低着头 捧着书籍 低声地说着 长长的黑发搭拉在那里 就像林恩一样 安静地注视着他 做着那个倾听者 我们的文明从如毛隐写的时期 就得到了一位来自外语的智者的启发 他也是我们一直到血肉飞升之后的无数年 都一直在信奉和崇拜的神明 我们坚信 他是一切的造物主 是万事万物真正的主宰 是他给予了我们血肉飞升的方向 也是他奠定了我们文明之后的辉煌 所以我们必将追寻他的脚步 以具象之躯 成为他的守卫者 捍卫他所昭示给我们的那片未来 所以我们坚信 当寒冬降临 当永夜遮蔽天空 古来的度鸭会再次归来 带我们吹响破晓的号角 他缓缓地合上了书籍 目光依然是恍惚 他只念了其中的一小段 也是在撰写时 这整个具象文明的开端与衣识 林恩的目光注视着他 问道 度鸭 左左捧着手里的书籍 垂着眼睛 上下点了点头 出神地望着手里的书籍 道 嗯 一支会带来春天的 度鸭 那些都是古老的传说 是即便在具象文明当中 也是必须要追溯到上古如毛银血时期 才能够依稀找到的一则童话 可不知道为什么 林恩却仿佛听过类似的版本 在和爱文爵士的交流中 他也给他讲过那样的一则古老的预言 同样是文明的初期 同样是祭奠着美好的希望和未来 因为总会有一只乌鸦 会在冬夜时悄悄降临 又会在为我们带来第一缕暖风时 轻轻地离开 他总是持着火把 守望着我们的岁月 并温柔以待 爱文爵士给他讲述的那个童话 在他的脑海当中 再一次轻轻地回荡而起 相似 这一刻竟是如此的相似 难道说 其实它们真的是同一只 在那个上古的年代 难道真的有这样的一只乌鸦 飞过一个又一个文明 在那个遥远的时期 只为它们带来了这一则古老的童话 可那只乌鸦又会是谁 他说他会在每次寒冬前降临 会在春日来临前离开 那是不是说 如今早已是踏入了寒冬腊远 而他指的那片寒冬又是什么 林恩猛地抬起头 是那片黑暗吗 那片从三千年前开始 就降临在了整个主世界 导致了无数的古神生死 和坠落的那场灾变 他不知道 他以前是不信神的 就算是坠入地狱 见过如此之多的根源 也知晓了它们曾经的身份 但他依然不信神 不幸会有一个冥冥中 掌控着一切的主宰 注视着这个世界 因为当一切的神秘退下光环 当所有的神灵卸下伪装 它们也不过是强大到 让普通人无法仰望的一种生物而已 但是仿佛冥冥中 似乎真的有那么一只手 在影响和操纵着未来的走向 不过他也知道 现在并不是他思考这些的时候 因为毫无疑问 即便是艾文爵士 他们都没有触及到那个领域 他又怎么可能会身处其中呢 他摇了摇头 而也就是 在他想要更多的窥探一下 这浩瀚的书海时 突然之间 一边陡声 那本来整齐的排列 放置在那浩瀚书架上的书籍 猛然就像是树叶一样 成片成片地陨落而下 化作了无数的树叶 在它们头顶高高的天空之上 盘旋了起来 就像是无数舞动着金色的蝴蝶 而他们脚下的地面 也隆隆地颤动了起来 而也就在他们的耳边 也是那般飘渺地 传来了一个虚弱至极的声音 欢迎你们 我的王后 瞬间 灵安二话不说 几乎是条件反射地 将左左一把拉到了自己的身后 目光警惕地 眺望着周围那漫天飞舞的书页 一字一顿地说出了那四个字 具象之脑 而也就是 在他说完的同时 一股难以言喻的波动 骤然如电流一般 冲入了他的大脑 让他的瞳孔瞬间放大 他的脑海当中 便浮现出了一个 坐在王座之上的隐约的身影 仿佛与那双虚弱的银色的双瞳 摇摇的对视 就像是一时都荡机了那一瞬 来 我这脸 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虚弱的 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但那可怕的 从超微感应当中散移出来的气息 却是让凌恩 瞬间便感受到了 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凌恩的目光镇定了下来 他依然是死死地 抓着左左的手 而也就是 在他的面前 那一望无际 直通天际的书架 缓缓地左右分开了一条道路 一道虚无地通向更高处的桥梁 就那般显现在他们的面前 左左的神情 变得更加地恍惚了起来 眼中的迷茫更甚 就像是有什么翻涌的东西 也正在复苏 归来 他下意识地抓紧了凌恩的手腕 放心 有我在 没事的 凌恩低声地侧头 握了握他的手指 给予他安慰 随即他抬起了头 目光变得镇定了起来 抓着左左的手 大步地沿着那条长长的桥梁 一步一步走去 就像是行走在虚空 每走一步 脚下都会浮现出 仿佛如星光构建而成的 半透明的桥梁 而在桥梁的更下方 更是一望无际的黑暗 而随着他们的踏足 他们的身后那无垠的书籍 就像是万花筒当中的幻影一般 画作了无数的书液 在他们的脚下 组建成了那汹涌的 完全由书液构建而成的滔滔大海 真正意义上的书海 第696章 记起他所有的过往 但林恩依然是目光不变 脚步平稳 直直地注视着脚下这座桥梁的尽头 逐渐地靠近 而他也终于看到了超微感应当中 在那桥梁的尽头屹立着的 那座仿佛代表着古老王权的巨大王座 还有那个虚弱的靠在王座前 根本无法看清楚模样的 完全由跳动的神经构建而成的人意 唯一能辨别的 只有那双如风中残竹般 仿佛随时都会熄灭的银铜 巨像之脑 血肉的飞生者 那个曾经由无数的个体意识 汇聚而成的巨像的第一主意识 林恩只是一眼 就感受到那种 来自心脏血肉之间强烈的联系 而他的眼前 也立刻就浮现出了系统的面板 巨像之脑 结尾 种族 血肉意识 阵营 战斗能力 介绍 巨像的第一主意识 由巨像文明的亿万个体 飞生而成的威权的王 曾与赛博文明 在七千年前 共同放逐了万机之神 在万机之神坠落之后 曾控制巨像 吞噬了一整个银河的生命 让血肉机能 重新达到了极盛 三千年前 灾恶降临时 曾控制多尊巨像 与灾恶一战 但最终不敌 坠落地狱 而为了防止被地狱所诅咒 而永世沉沦 其曾自我肢解 用无数的巨像意识 欺瞒了地狱的双眼 并自画高塔 藏身于地下 意图在数千年后 再次一跃飞升 林恩的瞳孔微缩 看不到阵营 看不到战斗能力 看不到阶位 而这意味着什么 他又怎么可能不清楚 或者所说 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在他没有真正 被地狱所诅咒之前 无论他的实力如何 他的位格 至少在根源之上 这是一尊 真正的还没有死的古神 王座之上的那个身影 虚弱地注视着 在桥梁前停下来的林恩河 茫然无措地左左 身上的波动不断地散移着 终于是低声地开口 我已经沉睡了不知多久的岁月 我没有想到 在这最后的一刻 我还能重新见到我的王后 见到我的心 他艰难地抬起手 就像是想要触摸 却又缓缓地垂了下去 听不出性别 或者说 对于具象意识来说 性别这种东西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林恩抬着头 直视着那个神明 目光中倒映着他 试探道 你知道我们谁是具象之星 就像是听到了 极为愚蠢的问题一样 那双银铜低声道 我当然知道 但你同样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在我第一次和你练接的时候 就让我很讶异 因为你居然能够 直装了我的心脏而不死 而且不仅没有死 反而逐渐地与我的血肉融合 他的声音虚弱而飘渺 目光倒映着林恩的模样 所以 你是谁呢 你在这个凋零的地狱中 又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林恩直视着他 道 我叫林恩 没你想得那么特别 真要是说 也只不过是一个和你们一样 掉到这片地狱 并且稍微有点成就 还很帅的人类 仅此而已 那个身影的目光 两久地落在他的身上 你说你叫林恩 林恩闭眼道 林恩 双目灵 不过 你应该也不懂我们世界的文字和语意 那个身影没有在说话 可是那双倒映着他模样的银铜 却是让他感觉到一阵阵的毛骨悚然 直直的就仿佛是要将他整个人都挖开一样 而仅仅只是微微散发出来的波动 就让他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一直注视了他许久 直到那股压力逐渐地消失 林恩才听到了那个略带深意的声音 如果你还想继续往上爬 那我劝你还是改个名字吧 为什么 林恩犹疑 但那个身影却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停留 他的目光略过林恩 落在了恍惚地站在那里的左左的身上 久久地注视着 就像是一望千年 随即他闭上了双眼 低声道 谢谢你把我的王后送到这里 你走吧 我会帮助他解锁具象的全能和记忆 而作为报答 在我最后一事之前 我会为你留下一颗合适的心脏 延寿千年 也会帮你扫除外面的那一切阻碍 你可以 回家了 最后的那句话 就像是在林恩所说 又像是对恍惚地站在那里的左左 周围陷入了一片死寂 林恩没有说话 目光直直地望着他 然后他侧过了头 眸子当中倒映出了 躲在他身后 满目迷茫的左左的脸颊 两只手依然是紧紧地握着 就像从来就未曾分开过 又或者说 其实林恩一直都想过这一天 特别是在知道 左左就是被自己挤占的巨像之星的意识时 他就明白 他们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你无需担心 也无需留恋 那个身影低声地说着 眺望着他 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他也只是回家了而已 我们本就是从巨像衣食 就共存的双生子 我们以古代王权 来对我们自己进行命名 意味着我主战争 他主传统 你也不用担心他会忘记你 我们是守旧的种族 在他拿回本就属于他的权柄后 他也会万分感谢你 送他来这里 林恩 林恩没有说话 而这其实也是他一直在想的事情 就像之前在恐惧的投影中 为什么会紧接着投影出左左与他分离的那一幕 其实那也并不是无端的戏弄 而是他真实所在意的事情 因为在知道了他是巨像之心之心后 就止不住的在想 他迟早都是会走的吧 因为在自己身边 他只能成为一只不见全的傻乎乎的会说话的左手 但如果回归巨像 找回他丢失的一切 他就会重新变成曾经无敌的巨像 成为那伟大存在的双生之一 这本就是他的路 而自己只不过是他无尽岁月中 仅存了几个月的过客 还是一个一直试图欺负他的凑脑袋 也许这就是人生吧 虽然一直有诸多的不对付 虽然嘴上一直在说 左左你是我的左手 那就一辈子只能是我没用的左手 就算不把你当做静卵什么的趴掉 也肯定会一直欺负你的 但嘴上说的东西 又哪能真的代表心里真实的想法呢 因为不管怎么说啊 一个每天陪你睡 陪你吃 陪你到处乱窜的笨蛋手 又都彼此知道对方心里的那些 见不得人的小九九和恶劣的想法 多少也应该算是不算和睦的挚友了吧 凌恩闭上了眼睛 下意识地拽紧了他的小手 当然 我当然也是很自私地希望能把你留下来的 反正吵吵闹闹的 也习惯了有一个喜欢瞎嚷嚷的笨蛋左手 但是 我依然是想要将这个决定交给你 左左 凌恩的双眼当中倒映出了他的模样 就仿佛是想要刻在心里面 那个虚弱的身影低声道 他现在回答不了你 作为具象之星的主意时 他在踏入这里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意识就已经开始了自动的复苏与唤醒 那在 刻在基因中的代码 会逐步地让他记起所有的记忆和过往 记起 那些他作为具象之星的全部 第697章 你这个无药可救的家伙 凌恩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望着身边那双迷茫的望着前方的眼睛 望着他眼中 那汹涌的数据洪流与混沌 在这浩大的黑夜中 只有那条宛如星光般的桥梁 熠熠生辉 凌恩的目光终于柔和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再没有说任何的话语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就那般和他挫肩而过 仿佛眸光划过他的脸颊 从他的指尖悄然地划过 他闭着眼 向着来时的方向 一步一步地走去 旷大而寄聊 身后是那散发着微光的庞大的王座 脚下那蜿蜒崩腾的书海 也在同一时间席卷出了滔天的巨浪 化作了无数的书页 在他们的头顶盘旋起来 那些全部都是 代表着具象之星过往的记忆 与知识的储备 虽然不舍得吧 而且自己也一直在欺骗他 也一直对他不好 甚至还那么恶劣地 为他拟化出了这样的身体 反而是左左 再早期的多次 都在关键的时刻救了他 虽然嘴上骂骂咧咧的 一言不合 就要闹分手同归于尽 但是林恩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心善的姑娘 只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相处 也经常肆无忌惮地嘲笑他 但是啊 林恩闭着眼睛 努力地 让自己看起来走得轻松 远远的桥梁 是身后 那无数的书页化作的长流 为他唤醒那过往的知识 再见了左左 如果还能有再见的时候 希望我们还能够成为朋友 低声地说着 然后他用力地抬起了头 脸上撕扯出了一丝笑容 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更加地轻松 毕竟男人啊 就算是坠入了地狱 也怎么能轻易以软弱世人呢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凑脑袋 你这个混蛋 一个愤怒的尖叫 骤然从身后传来 林恩远离的脚步顿时一将 无数的书页哗啦啦地围绕着他席卷 每一张书页上的文字 都亮起了金色的光韵 每一行文字都倒映在他的 那双愤怒而颤动的双眼当中 让他几乎成为了风暴的中心 巨像之心所掌握的知识 还有那无数年月的记忆 是如此庞大而耗杂 林恩沉默了片刻 但他很快便抬起了头 猛地握紧五指 没有回头 决绝地继续向前 就像是已经下定了决心 纵然心中万般不舍 但他也是万分地清楚 这对于他来说 对于本就是巨像之心的左左来说 这已经是他最好 你这个混蛋 我早就已经猜到了 你把左左带到这里 就是想要把我丢下 你这个自私的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混蛋 你根本就没有问过我 谁让你替我做决定了 身后的光芒当中 左左的双眼当中 跳动着愤怒和歇斯底里的泪光 在无数知识和记忆的席卷之下 他就像是要拼命地躲开 那片山峰的坍塌 而攀爬的那只小鸟 用力地 用力地撕扯着身体周围 那金色的光流 用力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 就像是在雪崩当中 带着镣铐与枷锁的人 他终于是竭力地转过头 你这个臭不可闻的变态 疯子 无药可救的混蛋 明明心里那么自私 这个时候 却又装出那种高尚的样子 你以为你是我的什么 他的双眼通红地愤怒地大叫着 在那无数光流的束缚之下 他咬着牙 用力地颤动地向前伸出手 一步一步地 往那个背影的方向爬 每爬一步都万分地艰难 仿佛是背着整座大山的坍塌 眼中汹涌的泪光和愤怒 他和那个家伙的话 他都听在耳中 他说 他是具象之星 是具象的双生子 回到这里 是他注定的 也是最好的命运 所以就想要偷偷地把他丢下 然后不告而别 永远是不考虑别人的想法 永远是自作主张地 把他当作他的附庸来做决定 所以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讨厌你 那声大叫 响彻了整个黑暗的虚空 林恩沉默地站在那里 握着拳 但双脚就像是灌了签一样 一步都无法向前迈动 旷大的寂静 只有身后的那条桥梁上 那个愤怒地盯着他背影的女孩 依然在万千之势与记忆的枷锁之下 一寸一寸地向着他的方向攀爬 就像在第一次知晓对方的存在后 努力地想要远离 就像是都要把对方斩掉一样 就算在被窝里面呼呼大睡着 也会突然拿起藏好的刀 咔咔咔地护砍几个小时 才敢接着睡 但如果真的遇到危险 也会努力地拖着这个脑子一热 就什么都不管不顾的混蛋往外爬 真的 真的是 心碎地看着那个依然沉默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家伙的背影 他终于是歇斯底里 对着他的方向放声大叫着哭了出来 混蛋 回音一遍一遍地在空荡的虚空中回荡 那无数的知识和记忆的光流 也终于是在那一刻 将他攀爬的双臂猛地拽回 仿佛无数的山峰坍塌而下 那是可以追溯到遥远上古时期的巨像的记忆 也在那浩大的光幕中 淹没了那个愤怒而伤心的那个女孩 猛然握拳 骤然睁开了血红的双眼 该死 那一声几乎咬碎牙齿的声音 浸透在了血红的双瞳 他猛地转身 迈开了步子 没有任何犹豫地 大步地向着那片光幕的方向狂奔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他知道 他赢了 因为自从再加入夜衣 再逐步地成长之后 他就再没有做过任何头脑发热的事情 所有的行动 他都要考虑到一步两步 甚至百步千步才肯去做 这样有计划的形式 让他甚至可以将根源都算计在其中 因为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热血少年 所以 在做什么事情前 他都会考虑到 由此而引发的所有的严峻后果 因为已经过了头脑发热的那个阶段 所以才知道 你这个无药可救的家伙 一步踏出 林恩咬紧牙关 不管不顾地 向着那片知识的光幕冲去 第698章 他说了 他不要走 但是也就在他刚刚冲回不到数十米 那双王座之上的银铜 便是一栋 一道无形的铁木 瞬间横断在了他的前方 他面前的桥梁 也是瞬间轰然塌陷 化作了无数细碎的心芒 林恩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他是巨像之星 这是他的归宿 他现在什么都不懂 不是因为他没有你不行 只是因为 他没有了过去的意识 你现在打断这个进程 你就等于 是在摧毁他的未来 摧毁他的一切 但林恩没有任何的后退 脚下的桥梁塌陷 他没有任何犹豫的 便一跃而出 高高地跨越着 那无法看到底部的黑色虚空 因为人类这种生物 真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 可笑的生物 就算早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就算明知如此 也并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也还是忍不住地想要转身 会不管不顾地 推翻过去所有的思考 所有的理智 让自己跨出那条红线 他不愿意了 他想待在我身边 一拳重重地嵌入了那铁木中 无数的触手从他的身上狂涌而出 隔着那虚无的铁木 他咬着牙 一拳一拳地 重重地轰击在那堵具墙之上 你说的一切我都懂 如果站在纯粹理智的角度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 最好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左左重归具象 找回他的过去 你也能彻底苏醒去完成你未尽的事 我也能得到你的帮助 让你帮我扫除外界那所有的阻碍 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从你和我建立了第一次链接之后 我就已经想到了现在 可以说直到现在这一刻之前 都在我的计划当中 但我却忽略了 或者说我不愿意去想的那件事情 那就是他在我心里的位置 轰 轰 他的每一拳都竭力地轰击着那片铁木 目光血红注视着 几乎近在咫尺的那片芝士的光木 我知道我对他很不好 我经常欺负他 他也每次都会生气地和我吵闹 还会趁我不注意偷偷吃我的钱 我们也经常打架 他对我各种嫌弃 我也对他各种嫌弃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离开我会死 他早就走了 但其实我从来没和他说实话 因为会死的根本不是他 而是我罢了 也正因为如此 他每救我一次我就会愧疚一次 因为我混蛋地不敢确定 他救我到底是因为我们的感情 还是因为我当时撒的那次谎 因为我不知道在他的心里 我的位置 是不是也和他在我心里一样重 所以每次都在忍不住地想 没想一次就越发不敢问出口 因为他几乎百分之百地能够确定 他如果真的问了 那那只可恶的左手 一定会傲娇而比翼和他说 哼 开什么恶劣的未免玩笑 在本左手心里 凑脑袋你 不过是一个长着毛的鹅大而已 本左手只是没有找到机会而已 不然一刀就把你给剁掉了呢 虽然知道这就是他的个性 他从来不会坦率地告诉你他真正的想法 而也正是因为知道如此 所以他也从来没有问 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定不会 从他的嘴里得到自己想听到的那句话 而且也早就已经习惯了 就像很多人知道他有一只会说话的左手时 那怪异的眼光 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在第一次看到自己左手开口说话时 他心底里曾荒谬地惊喜地闪过的那句话 有个会说话的手 那以后再地狱 也应该不会再孤单了吧 是的 对两年不敢踏出店门 移步地自己来说 有一只能够胡乱地听你那些风言风语 而永远不会离你而去的手 已经是当时他最大的满足了 轰 一拳重重地轰击在那无形的铁幕之上 他猙獰的右眼 闪动出了如深渊般的漆黑 咔咔咔咔 诅咒的强行发动 让他不断地向着那不死的头颅转变 血肉不断地灾变和扭曲 而也几乎是在不死诅咒发动的同时 他从欲望母术的身上 收入的灾变的诅咒 也在同一时间 让他作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咔嚓一声 咒瞳再一次地加深了一道 漆黑而腥红的裂缝 无数地如血肉般的藤蔓和触手 在失控的欲望诅咒中 喀啦啦地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和攀爬 以他为中心 那扭曲的藤蔓 几乎在转瞬间就布满了整个视野 而也是在同时 他的耳边传来了系统的提示 您的长期任务 亲密的变异体 完成度已达80% 触发特殊选项任务 归宿 特殊任务 归宿一 接受与巨像之脑的协议 让左左成功完成巨像之星的蜕变 任务奖励 等级加三 全属性加十 黑卢BX5 特殊传奇奖励 巨像之脑的帮助X1 接受后长期任务结束 特殊任务 归宿二 打破与巨像之脑的协议 以一切方法将左左留在身边 任务奖励 亲密的变异体任务完成 开启下一阶段任务 你与左左的关系达到信来 伴随着耳边响起的提示 凌恩一拳重重地轰击在铁幕之上 让整个桥梁都熔熔颤动了起来 而他猙獰的表情 也已经告诉了系统他的选择 轰 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王座之上的那双银铜中 倒映着他灾变的模样 无喜无波 而也是终于 那个虚无的身影 艰难地从王座之上站了起来 他静静道 我很欣慰 你能对他有这样的感情 等我们离开这片地狱之后 我也相信他每次回忆他的这段经历 也会记得地狱还有你这样一个好友 我为他感到高兴 甚至这回让我感到羡慕 但是很抱歉 他转过了身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而在同时 整个空间都隆隆地颤动了起来 就在凌恩双眼的倒映之下 那个被无数金色的蚊子包裹的女孩 就像是蝴蝶围绕的金色的蚕涌 一点一点地在他的面前升起 伴随着那个身影的脚步 与他远离 我们有必须离开这座地狱的理由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在没有被这片地狱诅咒之前 这已经我们能否放手一搏的最终的时刻 他抬起了头 目光直刺天井 不成功 变成人 可也就是在他想要行动的那一刻 伴随着喀拉的一声巨响 冰冷的锁链的碰撞 在整个虚空惶惶地响起 他猛地转头 银色的双铜 骤然爆炸出了璀璨而冰冷的豪光 而也就是在他的身后 一根根完全有诅咒化作的锁链 不知何时 就像是蛇一样 攀爬捆附在了被无数的金光包裹的左左的身上 将他禁锢在了原地 让他无从带走 铁幕的另一端 凌银双眼血红的伸着手 右眼中的裂缝已经是密密麻麻 他说了 他不要走 第699章 让我有在和你谈判的筹码 这对他来说的确是最好的路 但他不想走 那他就不会让他走 那双银铜当中的契机狂勇 而声音也逐渐地充满了淡漠和杀意 我已经很忍让了 我是因为知道你和他的感情 所以我才没杀你 但你不要无理取貌 凌银血红地伸着手 注视着他道 我以前很理智 但现在 我想争取一回 如果你们真的是双生子 那你就把这个决定交给他 让他自己来选 嗡 狂暴的气息刹那间 便让整个虚空都开始了坍塌 那个虚无的身影猛然转头 银铜当中被压抑的怒意所取代 他猛地伸出手 整个空间当中的万物 都在那狂暴的力量之下 连通着那道铁幕 重重地轰杀在了凌恩的身上 而即便是有不死诅咒的护身 凌恩依然是 被那霸道的力量 直接冲击地撞击在了桥梁之上 全身上下不断地浮现出 密密麻麻的裂缝 就像是一尊 杀过无数生灵的恶神 那个身影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 向着他的方向走去 那全身萦绕的光芒 也随着的步伐 而逐渐地向着血色转变 你知道他现在记忆全无 你也知道他尚不见全 你让他自己来选 那杀意的眼神 不知道我们是什么 你也根本不了解他 具象的意志 有一半是由他掌控 我们所代表的是 整个文明的未来和进程 他的意识当中 传承着当年 无数自愿融为一体的 亿万灵魂的希望 我们不会也不允许 因为个人的意志而动摇 古老的传统 赋予了我们 寻找那只杜鸭的使命 谁也不能成为我们的阻碍 瓮 他伸出了手猛地握紧 不死诅咒状态下的 灵恩周围的空间刹那 被禁锢收紧 可怕的力道 就像是有无数座泰山压在身上 甚至就连攀爬在他身上的诅咒 都发出了一阵阵尖锐 如恶鬼般的奸明 现在的他是超脱了根源的存在 就算他依然不完全 就算他早已虚弱到 不足具象时期的万分之一 他依然是在这片地狱当中 唯一没有被玷污的神灵 他的位格 也决定了在这一刻 地狱当中 无人是他的对手 剧烈的疼痛 几乎是全身的崩裂 但灵恩依然是死死地盯着他 没有谁是对的 也没有谁是错的 不同的只是他们在这一刻 心里的那份死守的执念 你不会成功的 灵恩死死地注视着他 身上的裂缝更加的密集 就算你让他复苏 就算你是 没有被肢解的完全踢的巨像 你也绝对绝对不可能 冲出这座地狱 因为你没有看到 这片地狱外面有什么 他的脑海当中 不断地闪过在潜入立围坦时 他在高维的领域 目光所触及到的 那横贯于地狱边境的 那狂乱的色彩 因为只是一眼 便几乎疯狂 那扩张的无须地撕扯 就像天生就是一切秩序 和一切生命的对立面 横断了天空 隔绝了世界 那是神都无法对抗天倩 是坠落者的宿命 就算是巨像 更不要说是 现在还不是完全踢的巨像 也绝对不可能突破那片色彩 无法登临到那更高的天空 问 几乎在那军烈蔓延到他双眼的那一刻 猙獰的紫芒 就像是狂勇的鲜血一般 在那极致的崩坏中一点一点地流淌而出 而那股几乎将他捏碎的力量 也在那紫色的流淌当中 一点一点地被逼退 那个身影的银铜瞬间收缩 这时 凌恩死死地盯着他 军烈的全身各处奔涌着紫芒 他的额头之上 缓缓地勾勒出了一一个 梧桐之眼的紫色线条 只是能够明显地看出 那线条中的那一点 和以往相比 要更加地显现一分 铁木咔咔地被逼退 那股无形的力量被消瘸 甚至就连身上的不死诅咒 和欲望诅咒 也在那紫色的光环中开始消灭 他重新恢复了人形 重重地落在了桥梁之上 就像是一点涟漪的扩散 在那疯狂的执念的双眼中 无数紫罗兰的花蕾的线条 在他脚下的虚空黄黄绽放 因为很怕 很怕 如果左左右 哪怕万一都不想回去的想法 我也得有办法能带他走 因为上一次和另外一个根源冲步时 我就是因为吃了这个 亏才差点死去 所以我再还没有踏入这里开始 我就在自己的骨头上 铭刻起了这个法阵 我在想 如果真的不得已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法阵应该还能再救我一次 或者说 让我有再和你谈判的筹码 凌人喘息地站起来 一步一步地向他走去 而他每走一步 脚下那紫色法阵 就向前方蔓延一分 那种让人窒息的微能 就像是苍天之上 而且我已经明白 其实我们所说的 并不是同一个人 我希望留下的是我的左左 你希望带走的是 承载着具象之心的他 我们也并没有解不开的矛盾 其实我反而要感谢你 因为如果没有这颗心脏 在很久之前 我就已经死了 但我相信你是有办法的 我可以把具象之心给你 也许在时间的积累之下 这个心脏 还会像其他的部位一样 产生新的意识 因为你们是血肉飞升者 只要血肉上存 那意识迟早会再次萌芽 他喘息着 在全身绽放的那紫色的光流当中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 自己和外界身体的联系 那具身体闭着双眼 就像在这个空间当中 受到的所有的伤害 也全都在外界的身体上 展现而出一样 那只军裂的手 在他的控制之下 一点点地颤动地 伸向了自己的胸膛 用力地刺入 在鼓鼓的血浆当中 握住了那颗蓬勃跳动的心脏 那双银铜颤动着 死死地注视着 那法阵之上的灵恩 灵恩喘息道 而到时候 你可以尝试 唤醒那个意识的记忆 让那个意识 成为你熟悉的双生子 但你要把左左给我 我的血液和身体当中 也早已浸透了 巨像之心的力量 就算没有了巨像之心 我依然能够成为 他暂时的载体 第七百章 也算是一个无心之人了吧 咔咔咔 灵恩满是鲜血的手 终于是缓缓地 从自己的胸腔当中 取出了那颗 还在跳动的心脏 他的口中 猛然涌出了心红的鲜血 但他依然是死死盯着前方 你接受了这个提案 我们依然可以成为朋友 因为是巨像之心给的命 但如果你不接受 那我们就在这里撕破脸 我要留下的东西 我会硬抢 如果我拼了命都留不下 那我们就与死网破 紫色的光芒跳动着 就像是在黑暗的虚空中 盛开的一点点紫罗兰的花来 那温柔的脉络 却仿佛是在诉说着致命的危险 那双银铜死死地注视着他 特别是在那双无铜之眼的轮廓 在他身上显现出来的那一刻 让他的全身都忍不住地微微颤动 你到底是 什么 灵恩依然和之前一样地注视着他 喘息地抹去嘴边的鲜血 道 灵恩 一个坠落的人类罢了 那双银铜微微的颤动 就仿佛是一瞬间 想到了无数古老的传说 那跳动的紫罗兰 就像是轻声呼唤着那个古老的名讳 他不知道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但是那股气息的味格 即便是让他都感觉到一阵阵心境 而也终于 他的目光从那动乱中平息了下来 他深深地注视着灵恩道 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确有能力将他的意识移植过来 但在失去了我心脏的承载之后 你即便不死 两大意识的重压 也会对你产生无法想象的聚合 你要明白 从巨像中诞生的意识 根本不是普通的屈窍可以承载的 灵恩捂着自己的胸膛 抹去了嘴角的鲜血 喘息着 但依然是露出了一丝虚弱的笑 不 不会太久 因为你逃不脱的 等你重新坠落之后 我会向你借回巨像之心 到时候 我会让你明白 什么叫温柔的体贴 哼 我最擅长呵护的 阴冷道 狂言废语 在魏多言 那个身影瞬间化作了细碎的光流 席卷着整个虚空无数的书液 在高空之上 汇聚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漩涡 那是意识的洪流 也是巨像超微链接的现实展开 灵恩抬着头 脚踏着那虚无的紫罗兰法阵 远远地注视着那一幕 都是聪明人 他知道巨像之脑 一定不会选择和他在这个时候撕破脸皮 而他也知道 你必须展露出足够的让对方忌惮的能力 他们才愿意和你心平气和地谈判 他有着和那些根源和神明一样的高傲 一样的蔑视 但是同样 灵恩也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 和艾文爵士一样的那种垂暮 他们都是文明的陌路人 也绝对不会真的在这最终时刻之前 让自己再次神险沟壳 灵恩也知道 他今日一定会冲天一搏 因为他从艾文爵士那里 早就已经知道 高高的巨像啊 在失败的那一刻 就已经想好了 再次冲天的那一刻 他没有气馁 也永远不会被打败 不同于艾文爵士的迷失 也不同于万机之神的谋划 他是那种 为了心中的目标 可以果断而凶狠地 将自己肢解的人 没有人能阻碍他 轰隆隆 万千的书液 如风卷残云 那个被锁链捆腹的金色的残茧 缓缓地剥开 他看到了那个黑发的萝莉 被那股无形的力量 如抽丝剥茧一般 从知识的虫茧当中剥离出来 他闭着双眼 长长的黑发 遮蔽了他的全身 他就像是一个 刚刚从母胎当中诞生的婴儿 纯粹而美好 翁 骤然地如火焰烧热的疼痛 席卷而来 林恩低头 看到了那一个个如疤痕一样 浮现在了他手臂之上的 那密密麻麻地 看不懂的巨像的文字 而伴随着那些文字的产生 他也立刻感觉到 自己和左左之间的感应和联系 变得更加的清晰 他 也将彻底地属于自己 也就是说 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左左将不再以巨像之心的形式 而是以一个纯粹的意识 重新地回到他的身边 重新成为他的小能手 是啊 其实他早就明白 巨像之脑口中的他 和自己口中的他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他要的是巨像之心 所代表的文明的传统和印记 而他要的 只是他长久岁月中留下的 那更为人性的一小段之夜 而那些真正混淆了的 不愿意承认的 才是真正的自欺欺人 真正地活在那个 他自己为自己编织出来的梦境中 走不出来的可悲者 林恩立刻冲过去 伸出手接过了 飘零而下的左左的身躯 望着他微微颤动的伤感的眼睫 他应该很伤心吧 因为自己的确是 从来没有真正的询问过 就自以为是的 替他做了决定 他其实也是很想留在自己的身边 而不愿意真正地成为 那掌控巨像的高高在上者吧 林恩深吸了一口气 用力地将怀里的那个女孩抱紧 就怕再一不小心 他就会像一片树叶般 从他的身边飘走 从今以后 我们再无相干 再不向前 不过 你依然可以留着巨像之心 在你的血肉中留下的全能 我想 我们以后也再不会见面 那个缥缈的声音 在他的上空隆隆地响起 而在外界 他从自己的胸膛当中 挖出来的心脏 也伴随着点滴的光韵 消失在了他的手中 他的胸腔 依然在流着血 但他也的确早已不在之前的普通人 即便是没有了心脏 他也不会那么快地死去 但至少现在 他也已经算是一个无心之人了吧 他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用力地抱起左左的身体 在那闪动的紫色光芒当中 亮亮呛呛地 一步一步地沿着桥梁 向外走去 而随着具象之脑 和具象之心的汇聚 那庞大的力量 让整个空间都在塌陷 无数的状物在他的身边垮塌 但不会这么结束的 灵恩知道 他一定不可能逃离这座地狱 因为他没见过那真正的可怕